剑神宗的长老们带着张不凡到了他们的宗门 宗主大殿 此子竟然杀了三个半部先王的长老 好很好 宗主名叫剑万里 是个剑修 剑修的战力在同等境界中 绝对是是霸主的存在 中天狱 剑神宗整体实力最强 所以他们才掌管天方城和传送阵 而剑万里的战力在中天狱又算得上是最强那个 不过此次能抓住张不凡 在他们看来是因为又是个半部先王 而实际上是因为那十方宝镜和混天灵才能办到的 这两样宝物是剑神宗一直流传下来的宝物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 反正那幽远的气息 即使是九品的仙气 在他面前都自残心晦 宗主 此子颇有些门道 而且不知道怎么 竟然学会了我们宗门后面断崖上都那是剑招 要不是我们在宗门流传下来的影像中见过这一招 甚至都没认出来 什么 此子竟然会这个剑招 这一招据我所知 咱们的剑神宗无人能参悟 这就不得不说起陈云了 此人城府极深 他偶然间参悟了那一世叫做醒悟的剑招 但是却隐瞒着谁也不说 如果他说出来 恐怕早已被宗主和长老们软禁起来了 这此子是该杀还是该留啊 见万里为难了 宗主 此子万万不能留 如果留下 那就是养虎为患 有朝一日一定会反扑 对 绝不能留 留下是祸患 几乎所有的长老都同意将其斩杀 罢了 那就杀了吧 看得出来 见万里还是觉得挺可惜的 宗主 此子手段不俗 如何杀也是个问题 放出来就怕他有其他什么手段 那个拿着混天灵的长老说道 这个好办 将其连同混天灵一起丢进剑渊之中 不就完了 剑渊 剑神宗的一处非常独特的地方 里面有很强横的剑气四翼 曾经一个犯了大错的半步先王的长老被丢进去 两个呼吸的时间神魂歼灭 对对对 这是个好办法 求长老 那就由你去吧 然后再将混天灵带来 遵命 求长老带着灵荡 来到后山 此处不远便是断崖上刻着那一世剑招之所 断崖下面就是剑渊 求长老一来 许多参悟这一世剑招的弟子纷纷起身 只见求长老丢进去一个小铃铛 那是什么 怎么被丢进那种险地 肯定是我宗门敌人 真的可怜 上次有只八级的仙兽不小心掉了下去 两个呼吸就没有动静了 八级那可是先王境界啊 哎可怜的人 魂天灵一下去 这个空间里便充满了漫天的剑气 此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张不凡 只得用肉身抵抗 好强大的剑之是剑到法则之力 哈哈 我要是能领悟 张不凡想到 趁着剑气还没有将自己完全灭杀 他一边尽可能地闪躲 不过剑气太多了 身上的血肉在被一片片地切割 不过他运转轻心咒以后 对着剑一法则的感悟也愈发地深刻 半住香以后 他浑身只剩下白骨了 但是他发现 已经可以慢慢地控制这些剑气了 此刻如果有人看见就会发现 八成的剑气已经在绕着他走了 而鸿蒙链体绝的恢复 那是生机的恢复 不需要借助任何灵气的 他的血肉重新生长起来 半个时辰以后 这些剑气已经在听从他的指挥了 他开始吸收这些剑气 一日后 在神海形成一个气团 并且直接归入了连台旁边 成为第十一道气团 并且他将自己与连台的隔阂打开了 那就意味着 他可以使用法则之力一击法香了 站在上方地的酋长老 有点急了 这小子的气息竟然还在 而且还越来越强了 糟糕 还是禀报宗主吧 酋长老离开 将这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金仙镜 撑了一天还没死 难道是因为有混天灵 抵挡了剑气 因为之前没有这么连 魂天灵一起丢下去过 所以他们不得不怀疑 是混天灵阻挡了剑气 才让他得以脱身 既然如此 只有将混天灵取出来 用别的办法了 宗主 我这里有一朵天火 排名第十六 我相信 即便隔着魂天灵 也能将其焚烧成虚无 好 快些取来 将其焚烧 于是 酋长老又将这魂天灵取来 原本正沉浸在 吸收剑意法则的张不凡 觉得很郁闷 再有几日时间 这剑意法则就能圆满了 没多久 混天灵开始被焚烧得通红了 这海长老 天火 不会把混天灵烧坏吧 这我也不清楚啊 先看看 一旦发现魂天灵有问题 我立即停下 魂天灵里面 燃烧起红彤彤的火焰 火之法则 他运转火之法则 这些火焰便无法近身了 要是能联系上小青就好了 将这些火焰吞噬 对他帮助估计不小 目前还是只能联系到 联台周围的这些法则之力 还有那棵小树苗 是无法联系时空鬼 剑木神术你不是神术吗 到底有啥用啊 除了接了俩果子 增强了我的空间法则之力 对了 我何不尝试一下 空间法则之力 能不能破开这里的空间呢 张不凡开始调动体内 所有的空间之力 然后试着穿越这个灵档空间 只见空间之力 开始割裂这两界的壁垒 但是似乎割了一般 力量也就消失了 竟然不够了 也就是说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只是我的力量不够 啊 这 这下有点麻烦了 一时半会儿 又无法快速地提高 空间法则之力 忽然 那小树苗身上散发出微光 一股力量从上面传来 空间法则之力 哈 小家伙 谢了 借助这道空间法则之力 张不凡顺利地破开了结界壁垒 瞬间来到了虚空之中 他们宗门的阵法 就完全不算事了 公子 你终于逃脱了 嗯 逃出来了 这剑神宗 他看着手里的这个小铃铛 既然能穿越出来 从天火当中取走这个铃铛 简直就轻而易举了 那个剑鸳 我还得再去一趟 不然就可惜了 他一闪身 又进入了剑鸳底部 果然没有了铃铛的阻挡 这剑一法则更加的通透 宗主殿内 停停停 我怎么感觉不到混天灵的气息了 停下看看 剑外里说道 海长老立刻停下 果然 发现混天灵竟然不在了 这 这 怎么回事 难道被天火烧成了灰烬 宗主 我 我可不知道 这混天灵这么不经烧啊 稍等 我试试感受一下混天灵的气息 此时 混天灵在降魔塔内 降魔塔又是自成一片空间 还真是没有了 唉 太可惜了 众人也都叹息 没想到混天灵这种级别的宝贝 竟然不经烧 罢了罢了 海长老 这也不怪你 我们这么多人都在 竟然没发现端倪 此刻的张不凡 正在崖底吸收着剑翼法则之力 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剑翼法则之力 已经大成了 如今杨尘行走在下面 如入无人之境 苏香 要不你也试着参悟一下 机会难得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一些感受 好吧 我试试 苏香缓缓出了降魔塔 刚一出来 锋利的剑气便将它割裂开来 但是它忍着疼痛 运转着清心咒 足足一注香后 浑身的血肉 已经没有几片完整的了 终于看见 剑气开始被它控制住了 接下来 就是它的身躯开始恢复了 张不凡知道 这样就基本上算是入门了 只需要再花一个月的时间 估计也能大成了 而张不凡此时便没事了 他神石放出去 发现一两万的弟子 在上方参悟什么东西 他一个闪身出来 坐在他们旁边 嗯 这 不是那醒悟的剑诀吗 原来那陈云 是在这里看到的 然后自己日夜参悟 成功了 张不凡看了看旁边 师兄 这个 剑诀很难吗 那先尊初期的弟子 白了他一眼 很难吗 剑神宗上下无一人可以参悟 你说难不难 这么难啊 不过 再难他也只有一招啊 不 不止一招的 之前的长老说过 他们用神石看见过 崖底还有一招 只是那里剑气纵横 没人赶下去 神石那勉勉强强 也会被剑气损毁 看不清 哦 是吗 我下去看看 说吧 张不凡消失了 切 吹牛谁不会 那弟子白了一眼 然后继续参悟见诀了 吓到崖底的张不凡 很容易就找到了第二式剑诀 哈 果然有啊 这一招叫做征战 这名字咋的感觉不是剑诀 像是在讲故事一般呢 见到渺渺 剑气萧萧 三清一气 欲剑以灵 剑游心声 剑灵灰印 鸿蒙意图 无道不孤 啊 还真是绕口 他运转清心咒 将这几百个字 反复地送读 足足半日后 才有点能弄明白 剑一跟着口诀运转 一次不通 十次 还是没有运转通畅 五十次 就只差最后一点了 十天过去了 第十五天 他终于能将剑翼 按照口诀运转一个周天了 剑翼从指尖射出去 冲着天际而去 轰轰轰 剑神宗的八级大阵 瞬间被这一道散落的剑翼 击成了粉碎 不知名的空间内 还是那个老者 睁开眼皮 哦 这么快就得到了第二式剑招了吗 还真是气韵之子呢 还有最后一招 祝你早日得到吧 哈哈 说着 老者又闭上了双眼 众位长老在各自洞府修炼 忽然全都飞出来 见万里为首 折看刚刚阵法被击碎的地方 好强的剑翼 这 谁哪个前辈在开玩笑 剑万里朗生问道 然而并没有人搭理他 这 我剑神宗得罪了上天狱的强者了吗 怎么无缘无故 会被一个先王针对呢 他们自然认为这是先王干的 因为他们已经是半部先王了 自问做不到 先帝 不可能的 因为整个先界 据说只有三个先帝 人家才不会看上自己这个小宗门呢 此刻 崖底的张不凡被这一击深深的震撼了 他至少比第一是墙上把百倍 若是说第一是醒悟先王之下无敌 那这一世 他觉得大部分的先王应该都杀的 刚刚只是泄露了一点气息 如果他全力失为 估计也就能使出一次全力进攻 自己就得虚脱 周围这些参悟的弟子 纷纷被惊醒 之前那个和张不凡搭话的人还在 怎么 他还真下去了 还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练成了 呵呵 我在想什么呢 真是蠢 下面苏香还在参悟 张不凡便继续熟悉那件招 只是隐而不发而已 我也不能闲着 这剑神冬要杀我 别怪我不客气了 M 他猛的一下子出现在了宗主殿 几位长老都猛了 放肆 宗主殿是你一个弟子想来就来的吗 退下 下不为例 一个长老喝道 哈 老匹夫 看看小爷是谁 当他们抬起眼皮 看清了张不凡的面貌时 张 张不凡 你怎么可能没死 魂天灵都烧成虚无了 你没死 哈哈 这个小铃铛叫魂天灵 还行 名字挺霸气 吸 他输入一股灵气 对着众位长老 瞬间铃铛变成了机密大小 一股绝强的吸力 直接吸进来十几人 不过剑神宗的长老 可是有好几十位 再吸 又是十几人被他吸进来 快逃 宗主和几个太上长老 哪里还顾得上脸面 鸿蒙剑爵 领悟 杨尘直接一剑斩出 巨大的剑芒长达几千米 落地后 在整个宗门的地面上均裂开 足足裂开了几百里之长 这剑芒这下的长老们 无意生还 神魂俱灭 就连整个剑神宗 都被一分为二了 欠 耸货 张不凡收了他们的戒指 跑了几个 他懒得去找了 又去了宝库 将他们搬空 好几千条极品灵脉 哈哈 发了 鸿蒙之气的石头 也有好多 则则 还真是运气不错 他回到剑渊下面 什么弟子已经全跑光了 以为要来袭击他们的宗门 剑神宗的长老们 就这么被打跑了 剑渊下面 苏香到了关键时刻 不出意外 再有几天就能大成 这剑一法则 在战斗中 绝对是所有法则中 数一数二的 战力强横的法则了 七日后 一些弟子陆陆续续的 又回来了 发现宗门好像 除了裂开一道鸿沟以外 也没什么别的动静 苏香的的剑一法则 已经领悟到了大成了 要想达到圆满 只有自己平常多加使用了 二人上来 这里的弟子 又有数千了 全仙界年轻一代的 升龙榜 又要开始排名了 一百年一次 咱们去试试 哎宗门都被人打成这样了 你还有心情 你这话说的 我们自己没事不就行了 再说也不远就在中天狱 嗯 那好吧 去试试 天道气韵的加持 可是好东西 要是能进入前百 就太好了 想得美吧 前百九成九的 都是被上天狱 那帮妖孽夺取了 我们有啥资格 也就是重在参与 没事 这不是 还有两个月的吗 咱好好修炼 争取再进一个小境界 张不凡如今 马上突破八层 只要两个月内 再突破一个小境界 到了九层 他就可以连续服用两次丹药 直接到仙尊境 两位师兄 这个这个升龙榜 在哪里举办 九华山 怎么你还想去 哈哈 陈兄 你看人家 一个仙王境都要去 咱们都仙尊了 怎么能不去试试 哈哈 就是就是 赶紧去闭关吧 我擦 你们俩不认为遇上 张不凡喊了一声 公子 咱不要与他们计较 找个地方去闭关吧 走 他们这里按说有秘境吧 问问去 师兄 我想问问 咱们宗门的秘境怎么走 刚说吧 就看见一个人 秘境 那边最高的一个峰 不知道如今 还有没有人掌管 前两天 长老们都跑了 如今宗门 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 好嘞 谢谢啦 二人朝着这座山峰飞去 山峰上写着 一个一个大大的物字 下面有个明显 是传送阵的地方 还真是没人 此时 这里还有几百人等着 好了 大家还是回去吧 长老们都被吓跑了 这里进不去的 一个说道 随后好多人跟着回去了 只剩下十多个人还不放弃 在这里等 张不凡感受了一下 这个传送阵 他肯定是破解不了的 传送阵最低都是八级阵法 虽然他手里 有个八级的传送阵 不代表他就能破解 如今 他的阵法水平在七级 时空鬼 难不难直接破开这个结界 时空鬼飘出来 你这意思是行吗 那我们可进去了 二人进入了时空鬼 时空鬼搜的一声 破开了空间 再出来 是在一个悬崖之上 苏香 你出来看看 这里好浓郁的灵气啊 这 水不简单 里面的灵气非常浓郁 那还不好说 咱就直接进去不得了 还有其他人在 你看 这些人估计是早就进来的 外面的事情 可能还不知道 二人带着时空鬼 一起跃进水中 水里的灵气 朝时空鬼中钻去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很容易就能到九层 张不凡拿出几百块石头 开始吸收鸿蒙之气 还有外面浓郁的灵气 两样一起来 这样更快些 加上极品晶圆丹的效果 他的修炼速度 可谓是一日千里 如他所愿 一个月时 里面也就是过去了十个月 他终于到了九层了 现成的极品破晶丹 和极品的仙尊丹 直接吞了六个破晶丹 身上气势迅速地攀升 一个时辰的功夫 稳定在了惊鲜巅峰 稳定了两日后 又开始服用仙尊丹了 同样一下子就吞了六颗 然而这次发现 竟然还不过 直接又来了三颗 来了 这下够了 他也没用出时空轨 直接在里面渡截 那神奇的力量又来了 这股力量 如今在张不凡的体内 占到了三成 三日后 他的气息稳定在了仙尊一冲 以他如今的战力 就是战先王中期问题都不大 要是把鸿蒙剑爵第二式使出来 估计先帝以下 没人能接住 剩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眼看着苏香也快到九层了 估计能在出关前到达九层 届时 直接两种丹药服下去 也可以到达仙尊境了 张不凡也不慌 在这里陪着他修炼 果然 外界五十天的时候 苏香突破了九层 苏香 来 破金丹 看看一颗够不够 苏香吞了一颗 觉得似乎差点 再来一颗 第二颗下肚 他立即体内开始炸开 灵气翻涌 九层巅峰 苏香 你稳定几日 我们再服用仙尊丹 苏香继续调理 这新增加的灵气 巨大的丹田磅礴汹涌 三日后才算适应了这些灵气 公子 我要服用仙尊丹了 张不凡也直接让他服用了两颗 好像还不太够 啊 好啊 你还真是向我看起 哈 再来 咱就是不缺丹药 张不凡直接又拿出两粒 哄 这次体内气势 比之前的更加的磅礴 无边的灵气 从外面的水里 朝他体内涌入 足足两日 丹田扩大 再次被填满 已经无法再吸收了 轰隆隆 时空轨的雷劫开始了 足足一日 才算安静下来 先蹲一层了 没想到你后来居上啊 竟然赶上我了 张不凡道 哈 但是战力可比公子差远了 听说每层的新境界双修效果 都特别好 哈哈 咱试试 啊 好 苏香低着头 张不凡吞去他的衣衫 果然 一日后 二人的境界都朝前跨了一大步 张不凡已经到了一层的巅峰 而苏香也到了一层的后期 时空轨 直接带我们去九华山 估摸着时间也快到了 时空轨直接穿过了这层结界 来到了九华山的上空 下面的山上 包括空中听着各种各样的飞行法器 扬成他们的的时空轨 并不是很惹眼 哟 这下面上面的 足足二三十万人吧 张不凡看着这周围的非洲 有些大的宗门的非洲 都有自己的旗帜 经过了一个时辰的探厅 他们也算是明白了规则 年龄不能超过一千岁 而且据说主持这次的升龙榜的是 上天狱的三个先帝 他们也是每一百年会集体出现一次 也就是这一 次 人竟然越来越多 一日过后 这里聚集了竟然超过几千万人 来了 来了 先帝们来了 那里 那里 突然云朵上方 万道的彩霞出现 三个巨大的人脸同时出现 先帝们的法相 好威武 张不凡看着三人 模样都是中年人的模样 欢迎大家来参加 观看本届的升龙帮的考核 老规矩 由我来简单说一下规则 这座升龙塔高99层 谁闯过的层数最高 升龙帮的名次就高 同样层数地看时间 谁快谁在前面 里面的关卡 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们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 来祭拜里面的守官者 床塔时间为30日 时间一到 所有人都要出塔 这人是中帝 大家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另外两人 被称作南地北地 公子 那是问天宗的非洲 苏湘看见了问天宗的非洲 算了 咱们还是别去 跟他们打招呼了 我们到处惹事 说不定给人家带来麻烦 的确 如今的剑神宗的宗主此刻 正在到处地寻找之前的好友 不惜花重金 如今已经拉拢了两个 从上天遇下来的 先王初期强者了 这几乎耗尽了他一半的财物 他偷偷地回到了宗门 发现宝库早已空了 如今身边 只有四个宗门的长老 就算将他们的戒指都掏空 他也得要报这个仇 趁着这样的一个局势 上天遇下来的人非常多 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拉拢人的机会 他猜着 这小子一定会来参加生龙榜 毕竟生龙榜上的天道气韵的加持 那可是任何的灵脉无法相比的 任何的修士都不会错过 无奈只是1000岁以下的年轻人 但是也有不少的家族和宗门的大势力 来此寻找天资优秀的弟子 虽然那些100名以下的人 无法被记录在生龙榜上 但是前几百名的人 天资还是非常好的 他们都愿意拉拢一些这样的散修 好 现在我们放出生龙塔 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进入 中第一挥手 一座小塔从手中慢慢地变大 最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 高耸入云的高塔 哇 这就是生龙塔呀 真气派 这座宝塔 平常是看不见的 每百年只有这一个月会现实 可惜我们进不去啊 唉 已经陆陆续续的 有人朝里面去了 张不凡他们不慌 听说之前最高的记录才90层 从来没有人闯到91 更别说99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也不知道他们能闯到什么地步 前面足足你去了上百万的年轻修士了 但是一千岁之前 修为都不是很高 他目前看见的最高的 也就先王中期 而且只有几人 即便先尊敬也没有特别多 只有数万人而已 见万里仔细地盯着每一个 进入生龙塔的人 最终张不凡的身影 还是被他发现了 生龙塔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人的 具体模样和气息 但是当一层塔有人闯时 他就会变亮 而且有多少人 便有多少个亮点 来标注人数 此刻一层已经上百万了 而且很快 有人进入了二层三层 甚至四五六七八 看来是一招就能过关了 好快呀 看来是真正的天骄 此刻的张不凡也进入了一层 一进来后 如他所料 果然是内有乾坤 他一进来 便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 与苏香分开了 苏香 他用神识探查了一下 根本找不到苏香的身影 闯关者 姓名 张不凡 开始 好 一只巨大的双翼金刚虎 冲向了张不凡 碰 张不凡一拳挥出 金刚虎变成了血雾 随后一道光出现 将他牵引至第二层 你只要能接我一剑 我就算你通关了 一个非常帅气的男子 倒背着一柄银白色的长剑 背对着他 傻逼 他身形一闪到了他身后 一拳打出 于是 男子都还没有来得及 看清张不凡的模样 便被一拳打成血雾 既然与速度还有点关系的话 张不凡就不想浪费时间了 万一闯到了同样的层数 时间比别人用得久了点 那就太可惜了 就这样 前面二十层 遇到的守观者境界 都是先尊中期以下的 基本上都被他一招解决了 甚至连武器都没有用 但是凭借肉体的力量就闯过了 因此 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到了二十层以上 守观者的修为明显就高了 都是先尊以上了 张不凡用上了剑一法则 不过他一人 哪没有用剑来触发剑一法则 而是用了那招三清指指法 就这样 一口气又闯了二十层 到了四十了 外面 你们看见没 有人到了四十层了 好快 嗯 这个人基本上每一层都是一招 而先帝的三个巨大的人脸 也看到了这一幕 中帝老哥 这个不会是中帝宗的那个叫做 楚天飞的天骄吧 南帝说道 哈 这个 谁知道啊 这生龙塔 即便我们也看不透 可能吧 我看除了你们中帝宗 也没有谁能培养出这样的天骄了 如今四十层是最高的一个了 下面最高的也就是三十五 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拉大 四十一层 一个老者 主着个拐杖 嗯 不错呀 少年郎 先尊一层 就达到了先尊七层的战力了 少废话 快点打 杨尘拿出了铁棒 铁棒在剑一法则的加持下 挤棒下去 老者已经是重伤了 你 这是什么诡异的武技 棒不是棒 剑不是剑 这你就别管了 能杀人就行 他一棒之处 穿透了老者的头颅 第四十五层 一分七层 但是竟然掌握了空间法则的年轻模样的强者 哈 你运气很好 竟然到了四十五层 不过 就此结束吧 他直接一闪 到了张不凡的面前 一掌拍出 有千军之力 张不凡着实没想到 此人竟然有空间法则 毫无预兆的就一掌拍来 他毫无准备 竟然被拍得飞退了几百米 哈 你也就是运气好而已吧 不过 到此就终结了 杨尘爬起来 拍了拍胸口 浑身没有一丝的伤势 也是很不错了 再来 于是他身形准备再次闪盾 时空 束缚 双重的束缚 将他牢牢地给禁锢了 此时在他的世界里 可能自己还在动 但是对于张不凡来说 已经静止了 张不凡将神石变成一条利剑 刺入他的神海中 果然发现了一团气息 还是挺大的一团 吸收 半炙香以后 男子神海的这团气息没有了 变成了张不凡自己的 嗯 忽然 男子又恢复了行动 但是发现 张不凡人已经没在他面前了 砰 张不凡一拳从身后打来 他的身体变成了几块 你 你也 他的脑袋无力地落在地上 双目圆瞪 第五是层内 一只体型硕大的黑猩猩 足足三十多米高 两只拳头打在地上 地面都在震动 张不凡试了试看看 谁的身体更硬 于是一拳跟他对上 张不凡被震飞 而那猩猩 只是后退了几步 这 这 看来不仅仅是身体 还有体重 也占了优势啊 铁棒 给我出来 张不凡将铁棒变成几十米长 随后利用空间法则的速度优势 开始不停地击打着大猩猩 猩猩 猩猩被打得四处逃窜 第五十五层 咦 一个先遵一层的 竟然 看来你是有些特殊的手段了 不知道能否接下我这一件 一个年轻的男子 一袭白衣 倒是英姿飒爽 突然 他并拢两指 一道剑气 从指尖迸发而出 剑翼 张不凡赶紧挥出一拳 无奈 这剑翼太盛 直接将他的拳头穿了个洞 嗯 他闷哼一声 到那时 那个洞立即又恢复了 哟 不错呀 练体的吧 剑翼是吧 那我就跟你玩玩剑翼法则 剑翼和剑翼法则可不一样 这二者的关系 好比是上下级的的从属关系 男子不信他 参悟了剑翼法则 一剑猛似一剑的刺向张不凡 张不凡这次动也不动 只见他周身一层薄薄的气径 再流转 那之前能戳穿他拳头的剑气 竟然全都停在了他身前这层薄物前 让其不能前进半分 你 你 还真的参悟了剑翼法则 怕了 怕了 就去死吧 这些剑气 如同刺猬身上的一根根的尖刺 突然掉转了方向 朝着他刺去 啊 足足几百刀的剑气 穿透了他的身体 升龙塔外面 无数的修饰在看着塔里的情况 好快 这才十天 就已经五十五层了 哈哈 不错不错 中帝看着五十五层的灯塔 似乎这里面的人 就一定是他们宗的楚天妃一般 恭喜老哥 看来这一千年中 中帝宗这是又要出龙啊 两位南帝北帝也这般的奉承 真的让他们以为 这最上面的一人 就是楚天妃了 同喜同喜 中帝也这般说道 塔中的张不凡 依旧所向无敌 基本上一层的守观者 都不会超过五十招就能解决 这样的流畅 足足持续了十日 到了第九十层 终于感觉到难度了 九十层的修饰 也就是先王中期了 所以他应对起来非常的困难 通常一战要过上几百招 才能杀敌 当然 他是没有用上鸿蒙剑决的 不过第九十五层时 他发觉 自己除了鸿蒙剑决之外的所有手段 已经没有特别见效了 一个守观者打到了上千招 还不能分出胜负 九十五了 破纪录了 破纪录了 这是哪家的天骄啊 好厉害 我听说了 这是上天狱中地宗的楚天飞师兄 啊 真的啊 好帅啊 楚师兄 我要嫁给你 楚师兄 我爱你 几千万的修士中不乏女修 这些漂亮的女修 哪个不找一个又帅又年轻的道理 九十六层中 张不凡刚站稳 一个女子 非常漂亮的女子 锦衣罗山 关键是苏兄半路 哟 好俊俏的小弟弟啊 竟然能打到九十六层 大姐 别使这些个阴招了 赶紧来吧 哼 无礼 女子化成一道魂力 无声无息 速度极快 鬼修 哈 那你怕这个吗 张不凡指尖弹起一朵火焰 哈 火 一般的鬼修的确怕火 可我不是一般的 张不凡将小青又寄出来 那这个呢 青莲地心火 你 哈哈 不过 仅仅一朵灵活海 无法奈何我 我只要躲过去不就行了 结结结 那要是这样呢 忽然 从天到地 整个空间都是火焰 啊 啊 你 你不得好死 那鬼修竟然就这么轻易地被烧死了 九十七了 天哪 九十七了 他不会是要通关吧 楚师兄好帅 我要给你生猴子 楚师兄 楚师兄 又帅又撒楚师兄 中帝那种巨大的脸庞 看着生龙塔 非常的满意 哈哈 好样的 不过他心中也疑惑 来时他专门地测试过楚天飞的手段 和千年前他的师兄彭清凌相差无几啊 怎么可能会如此地有天赋 九十七层 一个拿着鱼竿的老者 坐在那里 鱼竿也没限 更别提鱼钩了 小友 来了 我在这里等了几万年了 终于等到人了 塔林说 能来到这一层 基本上就是极天地之大气运者了 看来你就是这个人了 哈哈 老波 咱们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还是快点打吧 我赶时间 无需麻烦 我只出一招 你接下来 算你赢 我要说的是我领悟了时间 空间 杀戮 建议 四种法则 都是很强的法则 你想试试吗 来 来 杨辰召唤了法香连台 这么强的攻击 他已经也没有经历过 老者挥动鱼竿 轻轻地抽出 这一抽 似乎空间裂开 天地崩碎 法香 生 刹时间 张不凡身后的连台法香中 一个体态轮廓 已经非常成型的法香 在连台端坐 那到攻击到来 仿佛一个鞭子抽在了岩石上 竟然丝毫没能损毁法香 好 好 果然是气韵之子 竟然已经练就法香了 好 好 哈哈 请吧 98层 张不凡上了98层 98层是一只火凤 一上来 立即就朝着他 喷出熊熊火焰 火之法则 小青 去吞噬这些火焰吧 凤凰见自己的火焰 于事无补 双翅一阵 每个羽毛都化成了根根利剑 朝着阳尘刺来 法香 顿时 高达几百米的法香 端坐在张不凡身后 吃吃 吃吃 不过这次 法香竟然也被这些羽毛 一点点地破坏着 时空法则 张不凡一棒子砸下去 哗啦 火凤竟然将身体 变成了虚幻的火焰 这一棒打下去 对他完全没有伤害 火 我用水呢 张不凡召唤出几万根兵剑 朝着火焰凤凰刺去 嗖嗖嗖 火焰在变小 还真是有用 水龙 张不凡继续召唤出 更大的水龙 朝着凤凰咬去 嘶嘶嘶 火凤发出凄惨的声音 忽然 他身上燃烧出 更加高温的火焰 随后消失 嗯 死了 怎么去楼上的传送阵 没有开启呢 嘶嘶嘶 刚放松下来 一团火焰又从空中产生 一个从小到大的凤凰 再次出现 浴火重生 我让你生不起来 生命法则 他直接用生命法则之力 抑制了凤凰继续生长 结果变成一只 攻击大小的凤凰 再也无法生长了 念 杨尘一棒子敲下去 趁他没反应过来 直接打成了肉酱 九九八爷通关了 来到了嘴周一层 嗯 人呢 出啦 小伙子 你很不错 空气中 一个巨大的 高约百米的龙头 出现在他面前 呃 好大 来 战 张不凡到了此刻 战意盎然 哈 小友 你已经通关了 这圣龙塔 实际上只有九十八关的考验 这一关是给你送奖励的 哦 还有这好事 什么奖励 其实我是一到三万年前 就死掉的龙魂 身躯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这道魂魄了 而且还是越来越弱了 恐怕再有几千年 我这道魂魄都要消失了 既然你能到达这里 说明你也是 气韵非同寻常之人 那我这道魂魄 就给你了吧 张不凡一愣 还有这好事 那个前辈 你看 要不你先在我这里待着 万一我找到了你们龙族 巨龙笑了笑 摇了摇头 仙剑如今 恐怕已经没有龙族了 只有神剑 而且即便是到了神剑 找到龙族又能怎么样呢 龙族不死不灭 怎么可能会有一具龙族的身体 供我夺赦呢 与其让这魂魄消散 不如便宜了你 以后为我报仇更好 呃 那 好吧 张不凡敞开了神海 让这道龙魂 进入了他的神海中 一进去之后 他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这龙魂在他的神海四处搜寻 最终他哈哈打笑 哈哈 没想到 没想到 你一个先尊一层的神海 竟然堪比神帝的神海 这要是被我夺赦了 哈哈 好 好 张不凡一愣 这 竟然又夺赦我 我去你 杨尘的神魂之力 开始奋起抵抗 与这条巨龙在神海中 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巨龙的神魂力 绝对是先帝后期级别的 而张不凡的充其量 也就是先帝初期 二人熬战了几百个回合 张不凡的神魂 慢慢的已经不知了 很好 很好吗 杰杰杰 你 这条恶龙 我下辈子 不会放过你的 哈 那就下辈子再说 哈哈 巨龙张开大口 一口朝张不凡咬来 张不凡已经没有什么力量 再反抗了 苏香 再见 公子 别绝望啊 你跟一个小伙伴说 可以轻松对付他 苏香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神海中 谁 谁可以 此时 突然一个铁棒飞过来 冲着巨龙的脑袋 仅仅是轻轻一砸 巨龙整个便晕厥了 混沌 凡 你 混沌番 专克制一切的灵魂体 巨龙就这么被打晕了 公子 还不快点吞噬了这美味 张不凡开始吞噬 最终竟然称得吃不下了 苏香 你吃点 我好像吃不下了 苏香也不客气 还有三分之一的神魂 足以让他提高到一个 非常夸张的地步 那 唉 不对啊 苏香你怎么会在我神海中 不应该也在参加这个挑战吗 哈 我是留了一丝的神魂之力 在时空轨中 不过 显然这一丝神魂的强度 已经超过来我原本的神魂强度了 等合二为一的时候 我整体实力 应该就会增强很多了 那你 知道本体到了多少层吗 不知道 进了这个塔 我似乎就不能联系到本体了 啊 正好我要出去了 此刻 九十九的塔一直亮着 这 九十九怎么一直亮着呀 九十九发生了什么 此时 一层 陆陆续续的 有人被传送出来 然后从一楼出来 几乎同时 都会有几百上千人一起走出来 此时的第二名 正是那楚天妃在八十八层 刚好也失败了 同时跟张不凡一起传送出来了 楚师兄 出来了 楚师兄出来了 哪个是楚师兄 穿白衣 最帅的那个 张不凡出来以后 直接被冷落了 所有人都冲上去 对着他前面的一个帅哥 说着恭喜 中帝也笑着对楚天妃说 楚天妃 表现得不错 哈 八十八层 其实他不是很满意 没有赶超之前的师兄 啊 弟子惭愧 中帝笑了笑 啊 有什么好惭愧的 这样的成绩 几乎已经无人超越了 中帝所谓的超越 那自然是有人提前通关 就算超越了 但是能通关的 都已经很难了 此时距离一个结束还有时间 所以 最后的排名没有出来 张不凡知道 他该得到的已经得到了 最后就是将自己的名字 刻上升龙塔 然后享受天道气韵的祝福了 这个过程 是升龙塔自己完成的 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所以 他现在就是要等着苏香出来 然后就离开了 如今是二十二天 张不凡想试着看看 如今以他的神识 能不能进入升龙塔内 看到里面的景象 有戏 虽然很难 不过要逐一寻找 里面还有好几万 张不凡先从上面开始寻找 果然半个时辰以后 从第六十层找到了苏香 此刻 他正与一个仙尊巅峰熬战 看起来有点辛苦 我既然神识进去了 能不能帮他一下呢 他的神识很艰难地 朝着仙尊巅峰 变成一柄长枪刺去 啊 苏香看见情况竟然有变 趁机一箭刺出 将他的胸膛穿透 轻松地拿下了这一场 他还疑惑 怎么突然他的对手 就愣了一下呢 他已经在怀疑 难道是张不凡给他的帮助 直到接下来的每一场战斗 他都发现 一到关键时刻 对手就开始掉链子了 他很轻松地到了八十层 这个成绩已经排二十名以内了 公子 可以了 再往前就引人怀疑了 苏香说道 虽然他感受不到张不凡 但是他直觉一定是他 果然 在八十一层他失败了 从一层退了出来 此刻的时间 已经是二十九天了 只差最后一天 结果就被公布了 苏香 赶紧走 而此时 时刻关注着张不凡的剑万里 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是他没想到 张不凡会提前一天离开 因为但凡是到了现在的人 都会等到结果宣布出来 才会离去 此时围在这里的人 反而比最开始还要多 因为这些生龙塔 马上会公布前面一千名的榜单 但是只会将前一百名 刻在生龙塔上 接受天道气韵的祝福 剑万里此时身后 带着六个 先王中期到初期的强者 道友 你确定要我们杀这两个人 看起来如此年轻 一个先王静问道 是的 就是此二人 杀了后 我们讲好的条件 就会当场付给你们 哈哈 好 这还不是一招的事 他们似乎要走啊 剪刀友 糟糕 追上去 二人朝着一个偏僻方向飞去 目的就是为了将他们引开 不至于一会儿被人发现 公子 我的神魂 怎么增强了这么多 这就是通关的福利 实际上不是福利 是个阴谋 一条恶龙的神魂要夺舍我 关键时刻 还是你的那道神魂救了我 三千里后 这七人追上了他们 张不凡 哈 跑不了了 剑万里挡在他身前 剑宗主 你确定 这一次就能拿捏我 万一又被我翻身了怎么办 那你岂不是连小命都没有了 张不凡笑着问道 钟天狱的修士们 真是没见过世面 以为有点才华 就世财傲武 今日 有我在 你必死无疑了 哦 是吗 看来你也是很没有见过世面的 只不过是先王中期 圣龙塔中 张不凡杀掉的对手 多有先王巅峰 何况都还没用到鸿蒙剑爵 那就试试神魂力吧 神石化龙 一条无形的神龙 迅速地冲进了他的神海 仅仅一个呼吸 此人的眼神一片呆滞 再也无法清醒了 因为他的神海已经碎裂了 将他的身体留起来吧 以后说不定有大用 毕竟是先王 前辈 那就麻烦了 剑万里冲他拱手 但是发现 似乎他神魂已经不在了 前辈 前辈 老刘 怎么了 其余几人不解 刚刚还在放狠话 这会儿怎么这么安静了 不用叫了 他死了 你 你做了什么 怎么可能 剑万里已经慌了 其余人也慌了 竟然跌跌撞撞地想逃走 神石化龙 结果六人全部呆滞地站在虚空 一动不动了 将他们的戒指收了 然后将他们的身体收进去 这可是好东西 二人直奔天方城 这下都不用考核了 这几人身上 有去上天狱的令牌 张不凡的时空鬼内 还有陈九阳等人 去上天狱人生地不熟的他 有点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于是临走之前 将他们所有人安置在了修炼室内 直接每人交了十年的费用 他估计用不到这些年 自己肯定会回来的 天方城内 今日乘坐传送阵的还很少 明天一过 估计将会特别多 二人交了零食 很容易就做了去上天狱的传送阵 阵法启动 一股强有力的空间法则之力爆发 二人便到了上天狱 这灵气真的好浓郁啊 苏香道 是啊 怪不得 每个人都想往上爬 越往上修炼的越容易啊 来到这个城池后 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这个叫做玄黄城的城池 应该是整个上天狱的最繁华的地方了 玄黄城市中地宗的管辖城市 属于中州 而南地和北地 分别掌管南州和北州 这三个大州非常稳定 每个州有三五十个宗门 让他们管理着 数百个城池 这里的稳定还体现在 宗门舰的战斗非常少 因为有管理者 所以这样的大型战斗 是不被允许的 唯独的 也就是各个势力间暗地的争斗 这是无法避免的 这个玄黄城的名面上 最大的势力是三个家族 当然这三个家族 也得归地宗管理 只是人家的生意做得大 自然笼络的强者也最多 分别是上官家 胡家 儒家 各个家里 都有半部先帝的强者上百人 比大部分的宗门可强太多了 刚到玄黄城 当然就是要逛一下了 这个巨大的城池 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先王后期 半部先帝的强者 二人逛了大半天 才只走完了五分之一 而此时中天玉生龙塔那里 终于炸开了锅 张不凡 是谁 第一名 张不凡 楚天飞才第二 八十八 远远被落下 中帝一张老脸都快哭出来了 这 竟然有这种事情 张不凡 另外两个先帝也很尴尬 他们一直都在吹捧说 楚天飞是这个通关之人 没想到竟然另有其人 而且这个人不是三大地宗之人 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过此人 两位老弟 张不凡 不会是你们其中秘密培养的天骄吧 中帝突然这么想到 也很有这种可能 每个宗门都有自己不是出的天骄 也是他们自己隐藏的底牌 就比如 这次中帝宗实际上就有一个天才弟子 几百年来一直秘密地被培养着 为了隐藏他 甚至连生龙塔的排名都没人让他参加 当然中帝能想到 南帝北帝也能 只是他们不是出的天骄 也没有来参加这次的比试 他们俩还想着在三周的百宗大比识出杀招 来分配更多的天道气域呢 到时候这个排名可比生龙塔更实在 中帝之所以更强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不断地 在获得百年一次大比的第一 所以才能获得更多的天道气域 所以出天骄的几率更大 生龙榜只是个人的气运争夺 而第九重天的百宗大比就不一样了 那关系着三个周的总气域 南帝北帝听见中帝怀疑他们 连忙矢口否认 中帝老哥 你可误会了 此子我们也不认识啊 对啊 这绝不是我们宗门的天才 谁知道哪里来的 难道真不是你们的弟子 你们俩还记得 一万年前我师尊非生之前说的话吗 仙界将于一万年后 出现一个真正的帝王 届时咱们三家都只能跟随他的意志 莫非 此人出现了 这令三人大惊 他们可是习惯了高高在上 习惯了遗旨气使的 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 接受别人的代言 这 真要是这样的话 此子不能存活啊 难地道 是啊 我们怎么可能被别人踩在脚底下 三人看来是达成了一致 可是如何找到这个人呢 我们现在就仅仅只是知道了一个名字 模样来历统统不知道啊 这 不难 只要咱们发下一个赤令 另外给予重赏 中天狱 夏天狱总有此子活动的痕迹 你们说呢 北帝向来城府极深 公于星际 他的计策一出 这两人都觉得非常靠谱 最起码短时间内 他们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 哈 老爹 你这脑子 好 咱们就一起发下这个赤令如何 三人的交流是神识层面的 此刻生龙塔 已经将一百个名字 从上到下刻在了每一层上 就在此刻 玄黄城里面的张布凡和苏香 分别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契机 和自己联系到了一起 苏香的名次是十九名 这个陌生的名字 成为了上天狱这些个大宗门争抢的最热人选 之所以不是张布凡 那是因为 他们知道 这样的弟子 不是他们这些普通宗门能抢的 必定是三大地宗争取的对象 所以他们很识趣的 没有去打他的主意 而此时 问天宗那群人里 张布凡 这个张布凡 是我们宗门那个张布凡吗 莫问天此刻也猛了 这 应该不是咱们宗门的吧 人家扇天狱的多 咱们怎么可能啊 于是大家想当然的没有认为 但是当他们看见第十九名叫风若青时 立即又开始怀疑了 一个还是巧合 难道两个都是巧合吗 那这就太巧合 宗主 联系一下他们不就行了 用令牌联系 我们都没有他的传音预见 一个长老说道 他们来了十几人 连一千名都没有进入 要真的是他们宗门的弟子 那问天宗 恐怕要起飞了 不过信息发出去了很久 也没收到回复 此刻 玄黄城中 二人的令牌同时响了 公子 也打开了弟子令牌 我们就说不是就行了 不然对于问天宗 不见得是好事 于是 二人同时回复了 只是巧合而已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升龙榜是啥 莫文天收到信息以后 我就说吧 怎么可能 天骄只能从上天狱出 咱们下天狱的想 都不应该想这么多 走吧 回宗门吧 而此时 还有一个人 也来到了这里 虽然没有名词 俺就是乔妍之前的道理云济海 他在中南门 还算是士阿天资不错的 所以 这次的闯升龙榜 将他带来了 不过中南门 也没能在前一千名 取得名次 这个 张不凡 不会是那个小子吧 这怎么可能啊 聪明而已吧 不过 十九名 苏湘 这不能这妖巧合吧 云济海心中嘀咕 虽然他不愿意相信 但是两人的名字都重合了 他不得不信 于是 整个仙界三天狱 张不凡的名字 再次响彻天地 那个一直隐藏于 不知名空间的老者 哈哈 不错 不错 不愧是气韵之子 如果不出意外 五年后的第九重天 三周百宗大比 他一定又是第一名了 哈哈 我巧手以待 我可全靠你了 细看老者 原来周身被穿了十八根铁链 浑身灵气一丝不存 唯独 神识非常强悍 而完全还不知道 自己又落入了 三个先帝阴谋的张不凡 二人依旧在城里逛得不亦乐乎 第三日 二人终于觉得逛得差不多了 是该好好修炼了 但是去哪里修炼效果最好的 这又是一个问题 准备去修炼室吧 看看再待几天 能不能打听到更好的修炼场所 他当然知道 地宗这样强大的宗门之中 才是最佳的修炼之地 可是这样的宗门 肯定不是 时常都在招收弟子的呀 打听了一下 果然距离三大地宗招收弟子 最近的一个也要六年 那也只有等了 二人略带失望 正准备去修炼室呢 结果一个小个子的仙尊静 跑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二位 想去地宗 道友 你有路子 走 找个僻静的地方 这人带着他们 来了一个人不多的酒馆 还专门要了个包间 进了包间 他还布置了一个结界 道友 我倒是有个方法 不过有点冒险 就看你敢不敢了 此人很慎重 表情严峻 看起来不像假的 你说说 什么办法 男子小心翼翼地 拿出一个令牌 阳城看清了上面的 清风门 道友 这也不是地宗的令牌啊 地宗的令牌 是做了特殊阵法的 弟子死掉后 令牌粉碎 所以没办法弄到地宗的令牌 但是这些宗门每五年 就会有一次去选拔弟子 你要是足够优秀 就可以重新去参加 男帝宗的考核了 张不凡二人也算听明白了 只能说有机会 但是机会大不大 看个人 请问 这个清风门 这一次的选拔是多久 巧了 一个月以后 属于男帝宗的管辖 所以会选拔去男帝宗 嗯 这倒也是个法子 说说你的条件 男子笑了笑 哈 十条极品灵脉 M 道友 你这个胃口不小啊 且不说我这冒了多大的险 万一被人察觉了 小命不保 最低八条 五条 张不凡还价 道友 六条 再低了我可不卖了 成交 张不凡给了灵脉 那男子倒是临摹出了 这令牌主人的模样 至于名字令牌里面 就能读取到 外门弟子 好吧 交易成功以后 男子火速地离开了 而张不凡变化成了 这个叫做萧云的弟子的模样 拿着令牌去了清风门 顺利地进入了宗门 但是他可不知道 自己的洞府在哪里 听那家伙说 这个宗门是个剑修宗门 张不凡觉得 是时候给苏香换一柄 更好的仙剑了 这个既然是剑修宗门 恐怕会练剑的不在少数 他正在清风门里 无所事事地飞着 忽然一个声音 从后面叫了萧云的名字 萧云 你 你是 萧云 你怎么 什么情况 我是吕冰啊 我去天龙山执行任务 结果神海受损了 所以我现在 丢失了一些记忆 这是张不凡早就想好的 呃 怎么会这样 你修为呢 我如今的修为是 先尊敬一重 我也不记得 之前是什么修为了 还好 还好 只降了一重 我说这一个月 给你传音也不回呢 我的戒指被人抢了 连剑都没有了 想找人重新按照之前的模样 炼制一柄剑 不知道 咱们宗门谁最擅长炼制 咱们宗门当时那门三长老了 最擅长炼制先剑 八级的气王 哦 第九重天 有没有九级的炼气师 气地啊 那可是只有一人哦 单气萌的副萌主萧震 你还想找他炼制啊 他的收费很贵的 而且有时候还看心情 哈 我就是随便问问 走 吕斌 我请你喝酒去 顺便我还要了解很多东西 走走走 我请客 看来这吕斌和萧云生前关系不错 二人到了杂一峰的酒楼里面 吕斌 听说 咱们马上就会选拔去南地宗了 是吗 对啊 没想到这个你还记得 不过 整个宗门直选五人 你觉得你还能选上 哈 那我得去试试啊 万一呢 你说是不是 你给我说说 咱们宗门怎么选拔这五人 很简单 就是选天赋最好的 而不是实力最强的 所以 我说嘛 我们得去试试 万一咱们正巧擅长考核的内容吗 你说对吧 哈 这倒也是 那行 到时候我去试试 张不凡从吕斌手里 几乎知道了所有的他想知道的信息 而女喝了三个时辰以后 张不凡再次离开了宗门 他觉得 是时候去帮苏香提升 他手里先进的品质了 他还是想去找九级的炼气师试试 万一自己能满足他们的条件呢 不过这段时间 他就以萧云的身份形式吧 丹气盟 上天欲仅次于地宗的存在 他们的存在 是因为丹地和弃地二人 尤其是丹地 人情可是太多了 随便哪个大宗门 都会欠人情与他 丹气盟也是有个山门的 当然 他们对外接生意 却是在每个大城池的 都有门面 这里是南地宗的管辖 距离最近的大城市 当然不是玄黄城 玄黄城隶属于中地的管辖 距离此地非常远的 而此处最近的城池 是叫做南源城 这里与玄黄城 几乎不分上下 同样非常繁华 道友 丹气盟怎么走 右转 八十里处 差不多就到了 谢了 他一步跨出 缩地成寸 直接到了丹气盟的大门前 道友 请问我 如果想请最好的练气师 帮我练剑 找谁 最好 你确定是最好吗 最好的 可是我们副盟主 七弟哦 请他练制 很难的 我想试试 那好吧 先去带你找我们阁主吧 请随我来 但是道友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两人随他上了楼 进入了一间接待室 一个中年男子 拿着把折扇 正在和一女弟子聊着什么 逗得女弟子呵呵直笑 方阁主 有客到 张不凡听见里面 笑声停止 请进小玉 晚上等我 你真坏 叫小玉的女子 从里面出来 张不凡二人进去 中年男子 眼皮都没抬一下说道 请坐 不知道二位是要练丹 还是练气 我想练制 给我的剑升级一下 张不凡拿出苏香用的那柄 三品仙剑 女士剑 随后抬眼看了一下苏香 神情大变 呀 不知道仙子 想升级到什么品节呀 男子声音都变了 可刚刚完全是两个人 自然是越高越好 哈哈 好好 咱们这里可是有气地的 只是呢 价格不菲 此间 男子的眼睛 一直盯着苏香 你尽管开架 只要能将这剑 变成九品仙剑即可 张不凡道 中年人将目光 看向张不凡 年轻人口气不小啊 哈哈 又是另一副语气了 要想升级成九品仙剑 至少十条几品灵脉 多久可以做好 快则两日 慢则五日定能做好 不过得要先赴零食 没问题 张不凡直接拿出一个戒指 放在面前 男子一愣 还是得有钱的主 留个传音预解吧 到时候 我通知你们来取见 好 二人留下了预解 倒是没想到 事情这么顺利 既然来到这个城池了 自然得逛一逛了 南园城的规模也不小 而且很繁华 二人倒是逛得不亦乐乎 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一日后 忽然收到了传音 说要县城采一滴 使用此剑之人的献血和神魂 二人之前没有练制过九品仙剑 也不懂 苏香便说自己去去就来 张不凡就在楼下等他 结果 许久后 没见人出来 张不凡意识到 恐怕有事要发生 于是赶紧上去 结果那接待事 只有中年人一人 倒有 我的道旅不是上来了吗 人呢 男子故作亚议 早就下去了 踩了血和神魂 人就离开了 得两炷香了吧 不可能 我一直在楼下等 没见他下来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或许去了别处 你去别处找找吧 送客 张不凡看着他的怪异举动 几乎百分百确定就是他 这个 不知道我们的剑几时能完成 快了 等消息吧 已经上交丹气盟了 做好以后会送来的 到时候去柜台报 95821的号码 就能领取了 嗯谢谢 出了丹气盟大门 他当然没有离开 而是就在对面的酒馆坐下来 直到很晚 这人出了门 然后急速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此人先王中期修为 在这个城池中 不算最强者 但是他身份特殊 丹气盟的地位 向来备受修士们推崇 就比如 现在张不凡就求到了人家头上 张不凡远远地跟上了 飞了几十里 男子落到一个精致的小院子里 这么小的院子 竟然布置着九级的阵法 龌龊竟然关押着这么多的女子 老银贼 因为透过阵法 张不凡看见了许多女子 各个年轻貌美 但是神情颓然 老银贼 遇上小爷 今天算你栽了 张不凡穿过了阵法 直接来到屋外 老银贼是完全不担心有人闯入 那可是九级阵法 就是先帝也得强行破开 可是张不凡例外 只见这银贼从衣袖里 掏出一个小盒子 手掐硬绝 苏香便从里面被放出来了 哎哟 小娘子 真是委屈你了 接下来 相公会好好疼惜你的 苏香出来 站定后 毫不慌张 因为他刚刚神石外放了一下 发现张不凡正在外门看着的 反而笑了出来 哈 你真是 有点倒霉 或许你抓了这里 几十上百个女子 都不曾有过任何意外 但是这次 你确实倒霉了 男子一听 诧异不已 随即神石外放 正发现在外面的张不凡 哈 哈哈 小子 你来了 无非是送命而已 来了就进来吧 张不凡推门而入 哦 你觉得我修炼到先尊敬 是个傻子不成 明知会死 还会闯进来 老银贼又开始恍惚了 不过想着自己身上的这些手段 九级的攻击服录这么多 还怕他一个先尊敬不成 笑话 好啊 我就试试 你有几斤几两 他毕竟是先王中期 高张不凡一个大境界还多 总不至于一来就使用九级的服录 而是自己朝着阳尘冲来 手中一柄九品的仙剑 划破空间 刺向张不凡的脑袋 力剑牢牢地插进了张不凡的脑袋中 张不凡的嘴巴 甚至还裂嘴笑了笑 死都死了啦 还笑 但是张不凡的身影缓缓消失 在出现后 正在他身后 碰 张不凡一掌推出 老家伙一大口血喷出来 呵呵 果然有两下子 你该一掌杀了我的 老银贼拿出了一张九级的剑符 斩 那剑符一旦激发 张不凡立刻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 时空束缚 那俘虏的剑王速度慢了很多 但是依旧没有完全受到时空法则的限制 依旧快速地朝着张不凡的位置射来 但是他就能很轻松地躲开了 随后一拳打碎老银贼的脑袋 不过一股快到极致的气劲 在这时空法则的束缚 下海快速地逃离了 糟了 这 恐怕不是好事 张不凡立即救了苏香 然后将其余的十几个女子一一释放 将老银贼戒指中 几品灵脉以下的零食全都散给他们 恩公 可否让我们跟随 哪怕做个丫鬟 有几个女子说道 这 这 这些人才看见旁边苏香 抱歉 恩公 我们唐突了 敢问恩公姓名 张不凡 快些走吧 我猜着一会儿就会有人来了 果不其然 刚说完 一个声音已经在院子的上空响起了 何人敢杀我丹气蒙的直视 想死了吗 先王巅峰 还是四个 张不凡可不确定能站得过他们 但是想必逃走应该没问题 逃 张不凡让苏香进入时空轨 自己也实战空间法则 准备逃逸 突然 身体撞在了一面墙壁上 差点让他晕倒 糟糕 张不凡知道 自己还是遇上了硬茬子了 尤其是阵法 先镇他属实距离九级的阵地相差很多 一股距离将他束缚着 无法施展任何的手段 联系不到神海和丹田 瘦 忽然 这张大网开始收拢 张不凡就如同一只带宰的羔羊一般 任由这张大网包裹着 他感受得到 网子开始移动 几个呼吸后 停下来 盟主 谋杀张直视的贼子已经抓到了 外面的声音 张不凡勉勉强强听得到 这还是得益于自己超强的神势 苏香还好提前进了时空轨 应该无余 放出来 我倒是要看看 死子是什么妖魔鬼怪 竟然敢跟我丹气蒙作对 就是地宗也得给我们几分面子 一个老者的声音 这帮老头子的手段绝对多到自己想不到 盟主 可要小心 这小子贼得很 我们赶去的时候 张直视的九级阵法都没有破坏 他就进去了 哦 是吗 这样啊 那情妇盟主布置一个禁止 让他无法顺一可好 小猜一叠 于是 一个中年壮汉随手挥出 一个阵法在这大殿内形成 那我可把他放出来了 放吧 普张老 张不凡只觉得浑身一松 他的身影出现在了外面 终于他能感知到一切了 神识 法则 灵气 时空鬼 这个并不矛盾 因为时空鬼在他体内 如今他进入了时空鬼 一切就皆有可能 但是时空鬼飘落在了大殿之内 这 这是个什么东西 那小子躲到里面去了 盟主孙了问道 盟主莫动 万一有什么阴谋 普长老提醒 我们先攻击他试试 于是 一伙人开始对着时空鬼进行攻击 然而 里面的张不凡和苏湘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公子 什么情况 被丹气盟内军老家伙给抓住了 我趁机躲进来了 以时空鬼能穿越空间的特性 我觉得 他们布置的九级阵法 应该可以逃出去吧 那就试试啊 嗯 请神容易 送神难 哪有那么容易 走 我不得带点东西走 张不凡神识放出去 丹气盟的总不爱 宝贝真的多 八九级的丹药 九品的仙气 哈 这些不都是我的了吗 哈 他已经瞄准了那宝库的位置 控制时空鬼 看你的了 走 众人还在攻击着时空鬼时 突然 他竟然就这样消失在了大家的眼前 怎么回事 不见了 快去追 且不要撤掉阵法 说不定是障眼法 这家伙还在阵法内 只是我们看不见了 用神识 于是 店内十几人 开始用神识 搜索这个怪异的东西 此时的张不凡和苏香二人 已经进了他们的宝库 无数的仙气 丹药 灵脉 被张不凡搜刮一空 走之前得给你们留点念想啊 时空鬼飘在了丹气盟上方 找到他了 找到他了 他在上面 上面 有人大喊 于是 十几人全都来到了上方 此时张不凡已经叙事完毕 鸿蒙见觉的第二事 正要往下批 M 轰 欠 他以为批出一剑能怎么样 哈哈 抓住他 众人还准备抓他 剑气夹杂着他的剑一法则 朝着前下方批去 那刚准备靠近他的人 煞时间变成了虚无 接着剑势不减 依旧朝下方奔去 阻挡他 阻挡他 孙乐大喊 又有几个仙王巅峰冲上去 迎着剑盲用出浑身的手段 无一例外 全都被劈成了虚无 连血都没见着 啊 我的丹气盟 孙乐大呼 不错 整个丹气盟变成了废墟 往下出现了一个几十里深的大洞 再看张不凡 早已进入时空轨 顿入虚空之中 他们刚刚应该没有看清我的脸吧 不知道你的剑做完没有 我们去南渊城看看 之前 他们是被带去了丹气盟的山门里面 不过 如今的丹气盟山门 已经被一个大坑占据了 岂有此脸 岂有此脸 这是什么人 竟然有如此神通 孙乐被吓惨了 秦政秦妇盟主 也就是弃帝 也被吓得不轻 给我找人 找来强者 把咱们的人情都用上 我不信 还杀不了这么一个小子 是是 是 盟主 我们的人情可广着呢 这 盟主 我们可都没有看清他模样 什么 你们连模样都没有看清 蠢货 蠢货 好不容易决定要整死人家 却发现名字和模样都没有 唉 对了 对了 张执氏的那个阵法 或许记录下来了 去查 去查 快去 于是 那嫖长老带着人 立刻又去了南原城 而此时 张不凡已经回到了南原城 到了丹气盟的店铺内 你好 我问问95821号的仙剑 做完了没有 95821 我看看 做完了 拿去吧 张不凡是没想到 把人家老挝给端了 做的东西 竟然还做好了 张不凡将剑给了苏香 我还有点紧张 苏香拿过剑 慢慢地 欣赏着原来的这柄剑 看起来还是一模一样 但是 那气息比起之前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了 哈 好剑 好剑 不愧是九品先剑 比三品好了太多了 苏香倒是很满意 时间才过了几天而已 距离那选拔 还是差二十几天呢 要不咱们 还是去修炼室吧 哈 走吧 反正咱们现在不差灵脉了 丹气盟的家底 都是咱的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知道了吗 足足过了半日 丹气盟才发现 宝库空了 于是 整个丹气盟再次炸裂了 孙乐秦正暴怒不已 这可是他们丹气盟 几万年来的积累啊 混账 混账 此人到底是谁 苏天佑 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 找到 盟主 找到了 苏天佑 立刻临摹出一个画像 赫然就是萧云的画像 此此 给我找 给我找 挖地三尺 也要找出来 孙乐气急败坏了 整个人都要疯了 毁了山门 还偷了宝库 这愁可大了 于是 丹气盟靠着自己强大的人脉关系网 在整个上天狱 寻找这个萧云 无奈这家伙太低调了 就算是在清风门之中 况且这二十人多半在闭关 且就是剩余那几个人 看见了萧云的画像 也不觉得 就是他们认识的那个萧云 他们所认识的萧云 窝囊怯懦 怎么敢与丹气盟为敌 所以 导致这一段时间以来 张布凡都是安安稳稳地度过的 距离宗门选拔还有二十天 对他来说 时间还是有的 他们就在这个城池 找了个修炼室修炼 一进入修炼室 相当于也是一种保护 毕竟能开修炼室的 首先要保证修室闭关时的安全 所以 修炼室的护卫能力 也是不错的 二十多天结束 两人的修为 都是一层巅峰了 马上就能突破到二层 不过他们时间不够了 第二天便是这个人所谓的选拔 对于选拔这件事情 宗门的长老和宗主们 是有自己的意向弟子的 但是为了显示公平 他们也不能做一言堂 关于这五人 还是只能通过 公开公平的方式来选拔 至于选择悟性最高的五人 如何选 他们有一套一直以来的办法 谁就可以胜出 当然 他们看好的弟子 也都是内门核心弟子 至于参悟这些功法武技什么的 都很有难度 外门的杂役峰的 基本上想都不用想 估计连前一千名都进不了 但是大家 只要想考核的 都是可以来的 二人回到了清风门 立刻打听 关于这次报名的事情就 得知是不需要报名的 想参与的 直接现场去就行 二人在杂役峰的地摊上逛了一晚上 张不凡发现了些许的 鸿蒙之气的石头 可惜数量不多 其余的东西 就再也看不上了 距离天亮还有些时间 二人找了个酒楼坐在窗边 点了点特色的菜肴鲜酿 倒是觉得挺美 后半夜了 下面的人还是熙熙攘攘的 没有中断过 二人边喝酒 边朝着下面看热闹 嗯 有意思 苏香 你看这人才是金仙镜 竟然也掌握了空间法则 他却又用空间法则 去偷别人戒着 哈 这让他想起了修真剑的孙明 也是有空间神通 但是做些小偷小摸的事情 要不是遇到他 估计不知道何时会被人捉去 殴打致死也不一定 正想着 一个先王进的强者 似乎发现了一些东西 他立刻盯住了 那偷戒指的家伙 啪 直接一掌拍下 这金仙器 想用空间神通来阻挡 一层层的撕开空间 让那人一掌拍来的力量 被泄露到另一个空间里去 哎 这 有意思 我怎么没想到 空间神通 还可以用来借力打力 哈哈 还真是被他给启发了 旁边的苏香也是如此 第一次看见有人 如此使用空间法则的 他们之前都是直接用空间法则 当成盾区硬抗 不过 金仙器虽然使用的巧妙 可是一粒详识会 他们的差距差太多了 两个大境界啊 就是张布凡也不敢说 在差两个大境界之下 能逃得了 怎么了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那金仙器 已经被一掌拍在地上 动也不能动了 很快 执法队便来了 嗯 怎么回事 宗内不准私斗 执法队的一人喝道 这人是先王中期 很强了 师兄 并非我们私斗 而是我 看见他在偷别人的戒指 先王静的话一出口 立即引来大家的惊叹 偷 戒指 没听过偷戒指的呀 偷了有啥用 对啊 偷了不也打不开吗 在他们的意识里 是这样的 除非两人的境界相差很多 比如 先帝要想打开一个金仙的戒指 太简单了 执法队那人望向地上的金仙镜 是这样吗 你偷了别人的戒指 我 我 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偷 此时 二楼的张布凡喊道 哦 你看见了 他确实没有偷 是的 我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是这个人 先王静的师兄 看人家长得比他帅 极度心重 这才打人 他应该受到惩罚才对 混蛋 你是哪根葱 你下来 先王静气急败坏 竟然一个外门弟子 敢跟他对着干 这是根本没把他放眼里啊 下来就下来 张布凡一跃而下 我作证 他没偷 而且 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来验证 这位师兄姐 既然说人家偷了 那一定看清偷的谁的了吧 找出来 双方对峙不就完了 执法队的人觉得 似乎这个办法非常有效 当即赞同了 这位师弟 你既然说人家偷了东西 那被偷的是何人 那先王静当然看清了 就是这位师弟 应该先尊敬的家伙 还在看热闹 没想到自己被拉了出来 张布凡笑了笑 这位师弟 哎 被打得坐在地上的家伙 其实心很虚 虽然有个怪人为他作证 可是他兜里的戒指是铁证啊 他可没办法 现在将之丢出去了 人都到齐了 执法队开始审案了 你丢东西了吗 先问那先尊敬 先尊敬在身上翻找了一下 总共三枚戒指 我 我 我没丢啊 我只有三个戒指 现在这不都在手上 先王静猛了 你 我刚刚亲眼看见 他从你身上偷了一个 怎么可能会没丢啊 师兄 我真的没丢 我这仨都在呢 那金仙敬赶紧摸自己的兜 发现那枚戒指竟然不在了 他立即意识到 遇到高人了 这 你也看见了 丢东西的人都说自己没丢 我看就这样算了 你也不是有利要伤人 这样 赔偿些零食 与这位师弟就算了 你们俩觉得意下如何 我 我同意 金仙敬连忙见好就收 这 这 我也同意 尽管这先王静很委屈 但是没有证据啊 赔多少呢 这是个事 我做个主 十条下品灵卖吧 对于一个先王来数 这些都不算钱 他直接扔出一个戒指 狠狠地瞪了他和张不凡一眼 哼 随后愤愤地离开了 师兄 谢谢你了 金仙敬的外门弟子 低着头不敢看他 走上去喝两杯 没人再注意一个 被冤枉的外门弟子了 毕竟 这就不算什么事 师兄谢谢哈 张不凡明白 此人心里更明白 关键时候 若不是张不凡将那戒指 一花接木到主人手里 那事情的结果 不会太轻松 重则逐出宗门 轻则伐莫成杂役弟子 你的空间法则是天生的 是的 难道师兄也 我可不是天生的 他的空间法则并不强 但是他运用得很熟练 说明已经用了很久了 所以张不凡猜测 这是他的天赋神通 的确是天生的 让师兄见笑了 你有这本事 竟然用来偷东西 岂不是浪费了 哈哈 这个 主要是因为我在他戒指内 感受到了一样空间类的一宝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 嗯 空间类一宝你不早说 说吧 张不凡赶紧放开神石 发现那人还没走远 心念一动 那枚戒指 又出现在他手中了 师兄果然好手段 金仙金木瞪口呆了 随后他将东西一一翻出 唯一带着空间法则气息的东西 是一根针 啥玩意 这是啥玩意 张不凡将那针拿出来 让苏香看了看 这不是针 你看他的肩部 并没有那么尖 只是略微 so 忽然时空鬼自己飞了出来 然后 针和时空鬼进 和二为一 针插进了时空鬼中间的小洞里 时空鬼 我就说嘛 这样才是鬼的模样 之前就像在罗盘嘛 时空鬼完整之后 会有什么变化呢 公子赶紧试试 嗯 时空鬼的时间法则 和空间法则 几乎完整了 时间达到了一百倍 空间上 我估摸着 可以直接穿透不同空间的结界了 如果只有的话 那我何不去修真戒看看我娘 那就试试吧 不过 还是等这次选拔结束吧 那倒也是 不差这几天 三人喝到了天亮 张不凡将那戒指 给了这个叫做邱逸成的金仙镜 毕竟 他还需要大量的临时修炼 天还没亮 最大的广场处 也就是杂役广场这里 主持者竟然是清风门的门主吴清风 此人先王巅峰 算是清风门的开创者 如今也有几万岁了 今日是我们选拔弟子 去南地宗修炼的时间 我就不多说 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次我们清风门 还是五个名额 老规矩选拔悟性最好的弟子 和修为没有任何关系 此时 广场上至少有二十万弟子 围着 既然没有任何的限制了 当然就所有人都来试试了 万一自己走了大运呢 门主吴清风 后面是七八十个个门长老 想参与的弟子 进阵法吧 吴清风手指一指 一道剑芒刺向了空中 随后一个巨大的阵法 从空中扑下来 足足十几万人进入了阵法 进来以后 果然如同张不凡所想的 就是个幻境 第一关 选出一万人 参悟的是一套功法 只需要悟透第一层即可 成功了 阵法会直接将你们送出来 吴清风的声音传进来 接着出现在他们脑海的 就是这套功法的第一层了 清木心法 竟然是一套静心的法觉 这可比那清心咒高级太多了 我要是有全套就好 嗯 完了之后 一定要弄全来 清木心法 似乎是清心咒的升级版 有了清心咒的帮助 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就参悟明白了第一层 问 阵法一阵闪烁 张不凡第一个出来 哇 好快 这是谁啊 嗯 这个弟子 竟然如此之快 这阵法不会出问题了吧 吴清风看着张不凡 也就是萧云 没见过这个弟子啊 还是个外门弟子 不过 张不凡是不知道 丹气盟的人在通缉他 他这一露脸 立即引起了许多弟子的注意 有人就已经认出了 这个家伙和前两天丹气盟通缉的人一模一样 别有用心之人 已经将他出卖了 我们外门呢 竟然有这样优秀的弟子 也不一定 或许某些弟子 对某些方面的功法擅长 这清木心法 毕竟是个辅助的功法 不错 不错 张不凡出来后 迟迟不见第二个人出来 估计这一万人出来 还早呢 于是他打算去功法阁 喂 这名弟子 在考核呢 你去哪里啊 外门的一个长老喝道 长老是这样的 我看距离结束 似乎有一段时间 我想去功法阁 来换取刚刚那个 清木心法的完整版 吴清风笑了 哦 哈哈 你喜欢这个功法 回门主 实不相瞒 弟子之前在夏天狱 得到过一个叫做 清心咒的心法 比起清木心法差得太远 弟子感受过他 带来的好处 所以 嗯 你很不错 很有眼光 这样吧 我就把这部心法奖励给你吧 吴清风只见射出一枚预简 谢门主赏赐 于是 张不凡就在一边 开始参悟剩下的功法 共有九层 在清心咒的帮助下 他飞快地参悟着每一层 只出来五千多人的时候 他已经将九层都参悟完了 苏香 时空轨的时间 如今这么多了 你参悟一下这个功法 时空轨里 苏香的修为飞速的增长 都快超过张不凡了 足足过了一日的时间 终于出来一万人了 吴清风对后面的几千人 很不满意 好了 现在开始第二关了 参悟剑法 也是只需要一招即可 这一关只录取前一千人 于是 剩余的人被阵法全部踢出去 然后这一万人 重新进入了阵法之中 燕云剑 第一招剑气化物 剑一法则大成的张不凡 这样的剑招对他来说 太简单了 同样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就又出了阵法 这下 众人可是无比地吃惊了 第一次算运气 第二次同样还是第一个 那可不就是 简简单单的运气 解释得过去的了 你 你叫什么名字 吴清风赶紧问道 弟子萧云 之前被淘汰的吕冰 不可思议地看着萧云 这家伙 怎么 受了伤之后 便厉害了 萧云 好 萧云好啊 你来我们清风门多久了呀 我怎么没什么印象呢 这个问题 要是他自己 还真是回答不出来 但是赏赐吕冰告诉他了 回门主 弟子入宗门85年了 85年 为何才是外门弟子 以你的天资 哈 弟子原本愚钝 不久前去历练 误吞了一种果子 所以似乎变得比之前聪慧了些 哦 哈 这也是你的机缘 气韵也是一个人修行过程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依然是过了许久 才缓缓地有人出来 第二个人出来时 不可思议地看着 第一个出来的萧云 M 又是他 这人什么来头 以前名不见经传啊 第二人便是他们看好的一人 核心弟子潘如斌 如今已是先王二层的修为 年龄不过一千五百岁 在宗门中也是最厉害的天骄 没有之一 这一关的一千人 明显地快起来了 半日的时间 一千人就起了 接下来的 就是真正的天骄了 这些人服侍绝大多数 都是内门的弟子了 只有一百人 不到的外门弟子 好的 哈哈 第三关 我们参悟的是一道神通 这道神通 是对于剑意的运用 当然也是只有一招 这次只录取五十人 去吧 张不凡早就等不及了 进入阵法之后 一道信息进入了神海 梨花剑 这名字 有意思 咦 有点意思 对于剑意运用的神通 确实不多 这 我要了 于是他开始运转了 全部的青木心法 然后参悟这梨花剑 哈哈 好 好东西啊 不到十个呼吸 他便出了阵 出来后 外门的二十万人发现 又是这个叫萧云的家伙 一阵唏嘘 他 好强 好快 就是 三次都是第一 而且远远的超过第二 吴清风也是激动得不得了 谁能想到 这一次考核 还给自己这么个天才弟子啊 好 好 萧云 好样的 张不凡上前 文主 弟子斗胆 吴清风伸手制止了他 你想要梨花剑的全部心法 哈哈 拿去 不得不说 他很高兴 天才弟子得到更好的神通 对于宗门来说也是好事 谢门主 于是 张不凡退到一边 开始参悟着神通 梨花剑的第一是 一花一世界 剑意凝聚一处 给予志强的一击 第二是 漫天花雨 大范围的攻击 第三是百花落镜 志强的大范围攻击 清尽所有的剑意 才能施展出这一世 好 好 激动之余 张不凡大声地喊出来 而此时 第二名才刚刚出来 还是潘如斌 他看着张不凡这个家伙 心里甚是疑惑 五十人不到一个时辰也就够了 可见这些弟子的天资 有多过人 最后一关 依旧是一世神通的参悟 这个神通张不凡 就不是那么地喜欢了 但依旧是第一个出来的 啊 哈 萧云啊 不错 不错 吴清风看着四次第一的萧云 非常满意 有这样的弟子 和仇他无人接班 吕冰上前来 上上下下地望着张不凡 你 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萧云嘛 这也太牛逼了吧 走 走 喝酒去 这五人中 还有一人算是张不凡的老熟人 就是那晚看见邱亦成偷东西的仙王静 竟然也在这五人之中 这小子 看来很不同寻常啊 张不凡和几个以前相识的弟子 在酒楼喝酒 却不想此刻他的信息已经完全泄露了 丹气蒙那里 已经得到了他的全部信息 正打算派人来捉拿他 此时是夜里 丹气蒙的足足上百个仙王巅峰的强者 集结在一起 看着那边传过来的影像 看来辞子白日 是在参加宗门考核去地宗的弟子 众位长老 辞子那日的那一剑 你们也看见了吧 威力非同寻常 当时一剑直接杀死了十几个仙王巅峰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剑招 这清风门之前也是普普通通啊 怎么会培养出这么强的弟子 王主 我们调查来一下 清风门也有70个仙王巅峰实力的强者 如果我们去攻打他们的山门 不是最佳的选择 应该长老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们埋伏在他们山门外 然后等他出来 对 刚刚传来的消息 这小子竟然以第一的成绩通过了考核 估计明日就要去南地宗修炼了 我们再去南地宗的必经之路上拦截 这样胜算更大 嗯 可以 能少点麻烦 当然更好 一晚上 酒楼里到处都是在庆祝的 其余的四人也来到这个酒楼 纷纷上来与张不凡敬酒 其余四人都是核心弟子 只有张不凡一个外门弟子 但是现在看来 那四个核心弟子 一点狗不敢摆什么架子 毕竟给张不凡的天资 不出十年 绝对成为核心弟子 一直到了天亮 张不凡面前 一堆那些女弟子 送来的传音御检 吕斌 这些御检 要不给你 好 好 我要了 哈哈 足足上百颗御检 吕斌全都拿去了 凭着他与张不凡好友这个身份 估计以后在宗门中 也会风生水起的 今日就要出发去南地宗了 他们身上有个特殊的令牌 是南地宗提前给了的 上面写着南地宗 另一面写着一个刻子 相当于就是南地宗的刻座弟子 挺好 张不凡看着手中的令牌 吴清风亲自接见了他们 嘱咐了一些 做客地宗 一定要遵守地宗的宗门规矩等等 好好利用他们的资源修炼什么的 喂 现在就出发吧 众位长老也一起来到山门前 然后目送他们离开 这里距离地宗也就是一万多里 对于他们来说 很快就能到了 这其余的四人 都是先王中期后期 只有张不凡才是先尊器 他们并没有率先离开 而是陪着张不凡慢慢地飞行 没有用闪盾 距离清风门四千里时 突然 一伙三十个先王巅峰的强者出现 糟了 还是被发现了 张不凡立马就想到了 是单气蒙的人 几位师兄 你们先走吧 是找我的 张不凡不慌不忙地说 几人看了看对面的人数 再看看他们的修为 每个人都比他们强很多 萧师弟 走为上界 这个大挪衣服给你 一个师兄走时 悄悄塞给他一张福禄 这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那师兄不过先王初期 对着这些先王巅峰的 自然不可能白白留下来送死 哈哈 很好 都是实实物的 我们也不与你们为敌 走吧 四人离开 他们没有为难 几人离开以后 张不凡反而放松了 下手也就不需要藏着掖着了 苏香 哎 练练手 两个无非是先尊一层的家伙 竟然对着中先王巅峰不慌不忙的 小心 这俩人不一般 不要看修为低 但是手段可不简单 他们见识过张不凡的那一剑 足足杀了十几个先王巅峰啊 战斗开始 他们也没有一来就使用绝招 苏香拿着自己的九品长剑 也算是熟练一下 几乎每一刻钟 他们可以斩杀一个先王巅峰 当然这都是他们在各种的 法则之力的辅助下 才能做到如此 九龙护体 苏香身上开始有伤了 他换出九条冰龙 来护着自己的周身安全 张不凡毕竟练体有成 即便有点伤 他也魂不在乎 此刻正在熟悉那清风门一道 剑异神通 仅仅只是第二诗 漫天花雨 一招用出 二十几人全都伤痕累累 呀 好啊 公子 这是什么神通 怎么没有教我 拿你看着点 第一诗 一花一世剑 一剑刺出 后面三人在这一剑之上 与命 第二诗 漫天花雨 二十人再次重伤 第三诗 百花落尽 无数的剑异如同落花一般 追着人擦过 这些先王已经是伤上加伤了 这 这是什么妖念 这么强 这些人已经怕了 掏 有一人喊了一句 这些人四散而逃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当我这里是酒馆啊 禁锢 空间法则将周围几百里 完全禁锢 百花落尽 砰砰砰砰 一个个的 完全变成了血污 收战利品 二人去地面上找掉落的戒指 足足百十多个 又是一大笔的收入 哈哈 随后 杨尘缓缓地朝着南地宗那边飞去 快到南地宗时 一个身影忽然出现 萧氏殿 逃出来了 好 好 快点进南地宗 进去以后 他们就不敢追了 此人名叫胡青朗 便是刚刚给张不凡服录的那个 谢胡师兄挂念了 走 二人快速地进了南地宗 自然有接待的长老 将他们带至客风 这个时间段 是南地管辖的宗门 往这里派送弟子的时间 每个宗门都是五人 差不多两百多人 分配在一个专门的山峰里 权利和内门弟子差不多 可以接任务 兑换功法 使用他们修炼的秘境等 张不凡就是冲着秘境来的 但是他 还是想去功法阁看看 或许能遇到 清风门清目星法那样的 好功法五技呢 张不凡是不差零食的 所以 他直接用零食买积分即可 每一个宗门 都有这样的人 做着倒卖的生意 赚取差价 他打听到了秘境的所在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槐树 树下坐着一个老头 摇着菩萨 喝着酒 前辈 我想经秘境修炼 不知道多少积分一天 老头喝了口酒 闭着眼睛 伸了个手指头 一千 啊这一千这么贵啊 我没有那么多零食怎么办 这句话 张不凡凡几乎是喊出来的 不远处有四五个人 听得清清楚楚的 你喊啥 没有就没有呗 我又不拢 老头睁眼看了一下张不凡 当然 他这一喊 又不是喊给他的 那几个人立即跑过来 发现是个客座弟子 兴趣缺缺 师弟 我们这里可以卖积分 你想要多少 先来十万吧 十万 哈哈 好好好 这一百万零食一积分 一个极品零食哈拿着 张不凡直接丢出 十万极品零食 这在他这里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好师弟 我直接给你刷 张不凡点了点头 其余几人很后悔 刚刚自己怎么没有再勤快点 都怪自己这狗眼看人低 张不凡进了秘境 不得不说 烟雾缭绕的山林和清泉 环境绝佳 泉水都是纯净的灵气液 周围约有几千修饰 不算多 张不凡直接跳进了水里 将时空轨放出去 二人疯狂地吸收着灵气液 临走时 还可以狠狠地给他装干净 公子 这些灵气液 真是好东西 二人的修为确实太低了 先遵一层 这在上天狱中 只能算是底层 所以 有这么好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外界的一千天 里面可是三百年啊 第一年时 二人双双迈入了先遵四层 里面可是足足一百年 可见先遵境境界有多慢 第二年时 迈入了六层 第三年 竟然只进了一层 到了第七层 在他们俩诸多的法宝作用下 也仅仅只是 晋升了六个小境界 这要是在外人看来 可是只有三年的时间啊 苏香 我再去换点积分 你在这里等着 他只身出了秘境的门 却没看见 外面有那几人的身影 奇怪了 有钱都不赚吗 修炼室处应该有吧 他到了修炼室 一路上 他们听到人在议论张不凡的名字 说几个地宗 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这样的天才 只能属于地宗 下面的这些宗门 不配拥有 可是 找到没有啊 有人问 听说已经知道他的身世了 夏天狱一个叫问天宗的宗门 不知道这问天宗 怎么走了这狗屎域 培养出一个如此天才的弟子 可惜啊 怀必其罪 那些先帝们 恐怕此刻 再早已经到了问天宗要人了 如此妖孽的天才 不可能让他留在夏天狱的 那倒也是 只是不知道 有没有人会嫉妒这样的天才 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 大家都懂 张不凡听着他们的话 也觉得似乎有点道理 说不定问天宗会因此招来祸害 此刻 问天宗里 三位先帝齐聚 让这些人瑟瑟发抖 你是这个宗门的门主是吧 张不凡人呢 让他出来 我们三人齐聚难道他还藏着掖着不成 中帝稍稍释放了一点点威压 这些先尊敬 哪里承受得起 一个个地趴在地上大汗如雨 先帝陛下 稍等张不凡在外力练 我们这就传音与他 莫问天赶紧发传音给张不凡 声音瑟瑟发抖 张不凡 速回宗门 有要事 哼指一个夏天狱的弟子 竟然还要我们等他 岂有此脸 男帝喝道 他却不知 此时张不凡正在自己的宗门 刚换完积分的张不凡 立刻收到了莫问天的讯息 果然该怎么办呢 装死 他改变了下声音 粗着嗓子说道 此人早已被我写 魔老祖杀了结结捡 张不凡学着血魔老祖的声音笑道 此刻正在一处洞穴中 恢复的血魔老祖一个喷嚏醒了过来 谁谁想谋害老祖 看了看洞穴中 似乎很安静 也便罢了 莫问天看见信息来了 刚要打开 中帝一把吸过传音遇见 此人早已被我血魔老祖杀了结结捡 三人脸色一变 这血魔老祖是什么人 莫问天赶紧回答 因为他是知道的 这血魔老祖是中天狱的一个杀手 曾经他的分身在修真界与张不凡有仇 这人还派杀手杀到过我们宗门 三人一阵唏嘘 先戒损 了一个天才没有关系 只要不是他们自己损失的就行 哼原来是个短命鬼 老弟们撤吧 三个老家伙呼的一下子完全消失 问天宗又恢复了安宁 我弟娘 这可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 宗主 这张不凡难道真的死了 莫问天还没有从当当的恐惧中反应过来 张不凡也算是为我们问天宗做过大贡献的 咱们的先尊功法都是人家给的 唉 在宗主殿前面给他竖一个雕像 要将他的事迹传给后辈人知道 咱们问天宗有今天离不开张不凡 于是张不凡的塑像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又多了一个 如今 每天他的法箱都能一天天的凝食 离不开那几座城里大家的祭拜供奉 张不凡在外兑换了积分以后 继续进入秘境开始修炼 这里的机会可是很难得的 三位先帝离开以后 互相问了句 你们相信 那张不凡已经死了吗 按说有如此强大的天道气韵加持 不应该这么容易就死了呀 中帝说道 的确 我们也有点怀疑 要不派俩人在他们宗门这里守着 听听这些老家伙们说什么 也可以 于是 这三人一人叫了一个宗门的人 守在问天宗外围 同时监听他们的谈话内容 确定那张不凡是真的死了 还好张不凡是连莫问天一起骗的 不然还真的就被发现端倪了 一天后 范晨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赶紧联系张不凡确认 结果许久没有回复 此时张不凡已经入定了 根本没有听到 如果真的回复了他 反而是害了他 不光是几个先帝 先帝的门下的得意弟子们 立刻意识到 如果张不凡得到了重视 那他们岂不是就失宠了 所以 中帝的最得意的弟子 楚天飞 南帝最得意的弟子 万龙 北帝的弟子封一刀 三人各自发动自己的力量 寻找这个张不凡 一旦找到 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击杀此人 于是整个仙界 对于张不凡的追杀 或者说寻找空前的盛大 这一下子 就让眼前张不凡的敌人们活跃起来 纷纷来针对张不凡 其中就有 硕金城角斗场的主人百里家族 中天狱的大家族 家里曾经出过先王 有先王的手段 这段时间一直谋划着 如何收拾张不凡 见有上天狱的这么多大实力大家族 要对付张不凡 于是悄悄地联系了他们 将张不凡在夏天狱的经历 统统地告诉他们 他联系的最大的一个家族 就是上天狱的楚家 也就是楚天飞所在的家族 楚家派了两个先王后妻 来见百里家族的人 两位前辈 这张不凡 我们曾经与他打过招呼 他曾经在夏天狱硕金城 以及他旁边的几个城池 解放了奴隶 那些奴隶 还为其肃金身雕像 日夜参拜 哈 笑话 一个夏天狱的人 竟然还被人参拜 此人的面容 你们有吧 当然有 于是 百里家将张不凡的模样 透露了出去 哼 我们这就去看看他的雕像 究竟是什么人在参拜 二人又到了硕金城 这里是参拜者最多的地方 虽然来了新城主 但是他也不敢拆除这雕像 据说有人敢对其不敬 从雕像的眼中 射出一缕雷电 直接将其射杀 二人首先是不幸 其次根本也不怕 一个夏天狱的雕像 还能杀了他们先王不成 于是 二人一到这个广场 看见张不凡的雕像 确实与百里家 给的面容非常相似 哼 看我一掌拍碎他 那先王静 一掌朝着张不凡的雕像拍去 然而巨大的掌印 刚要接触到这雕像时 似乎有一层淡淡的光运闪过 竟然结结实实地 抗住了这一掌 下面祭拜的人 抬头看着那两人 能感觉出来 他们很强 所以没有人敢去阻拦 但是他们相信 上线一定会惩治他们 所以 下面的人见到有人 要毁坏雕像时 反而一起跪下来祷告 此刻 张不凡的连台 忽然一阵清光闪烁 他自己是不大明白 发生了什么的 但是连台忽然一股 强大的气息射出 也不知道是射向了哪里 在硕金城的广场上 张不凡的雕像 双目射出一道强劲的气息 直冲着二人 哼 二人直接被炸成了血污 这个消息传出 张不凡这上线的威名更胜了 一些没有被他拯救过的城池 也纷纷效仿见他的雕像 有些人甚至还 自己制作了小的 在家里供奉 楚家的两人 直接被雕像炸成了血污 楚家人吓呆了 这张不凡 竟然一个雕像 就能杀先王巅峰 那他真人得多强悍 弄得其他家族的手下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是继续与张不凡为敌 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 他们现在就是找人 要是找着了 绝不自己动手 直接上报 按说这人死了之后 他的雕像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威力吧 中帝听说了此事分析道 说的有道理 说明这小子 知道我们在找他 只是藏了起来 耍了个心机 嗯 继续盯着问天宗 那里面肯定有 与他熟悉的人吧 陛下 我们还真的发现了 一人这几天 联系了他好几次 而其他人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哦 那干脆 直接将他们抓来审一下吧 不过陛下 这人也没有得到回复 所以 抓了他 恐怕也没有用吧 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性命 来威胁他现身啊 真是的 中帝突然想到 这 好 好办法 他们这些人 去问天宗抓个人 就太简单了 不到一个时辰 下面人就将 范城胡兵抓了来 你俩 是张不凡的朋友 先帝的威压 那是何等的强大 二人只能半跪在地上 站都站不起来 我 我们认识 哦 那就行了 拿你们的玉检来 二人老老实实地 交出玉检 哈哈 好 好 你俩叫什么名字 中帝接过玉检 范城胡兵 哈哈 随后 他拿起玉检 张不凡是吧 我是中帝 谢你一日内来中帝宗 不然我就杀了这个叫胡兵的 说完 他哈哈哈哈地笑起来 完全没有一个先帝的风范 这胡兵两人 已经是绝望至极了 他们有神妖办法 就是死都做不到了 二人被扣了起来 他们知道自己的传音 张不凡就没回复过 都说已经死了 果然一日的时间马上到了 张不凡依旧没有听到信息 他还是在秘境修炼的忘我 根本就没有关注 其他的任何消息 而那中帝 犹豫了一番 最终没有杀他两人 将他们关了起来 万一以后还有用吗 时间如白鞠过戏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没人打听到张不凡的信息 倒是确定了一件事情 的确雪魔老祖和张不凡有仇 所以大家都认同了 雪魔老祖杀张不凡是事实了 两年的时间到了 张不凡二人终于从入定中醒来 修为是先尊八层 两年的时间 加上时空鬼的一百倍时间 才进阶了一层 转眼间 这客座弟子的五年期限也到了 南地宗的内门大长老 五秋刻 半步先帝的修为 来到了客座弟子峰 诸位客座弟子们 都出来一下 一道洪亮的声音 就连入定修炼的人也惊醒了 纷纷飞到他面前 参见五长老 张不凡也刚好出了秘境 便看见这个长老 在跟这些人宣布着什么 大家无需多脸 从上一次 你们来到南地宗 已经五年了 很快啊 大家这五年 在这里修炼的如何 大家纷纷表示非常好 那就好哈哈 这样哈 再过三天 正好是我们南地宗招收的日子 欢迎大家留下来 最好的优惠条件 那就是 你们有机会直接进入内门 而外面的弟子 只能是杂役弟子 最好也就是外门 张不凡还在考虑 到底是以萧云的身份 还是以自己的身份 来参加这个测试 这些年应该有传音吧 他赶紧拿出传音预检来查看 问天宗的 范臣的 还有胡言然的 他逐一打开 胡言然的大概意思 有上天狱的大家族 来硕金城调查他 问天宗是问他 是不是真的被杀了 范臣的 便是中帝发来的传音 好一个恶心的中帝 竟然抓两个普通弟子 来要挟自己 再说了 他为何非要找到我 而且看这意思来者不善嘛 仅仅是因为自己占据了 本来该是升龙榜第一名 这就要杀我 不知道范兄二人 如今怎么样了 要是真被杀了 那我可就造孽了 如此多的大势力寻找自己 看来接下来最好的 还是萧云的身份了 但是目前 他应该先确定一下 范臣二人的生死 如果还活着 就得想办法将他们救出来 如果死了 估计现在也不是报仇的时候 可是 如何能让自己不暴露 还能知道他们的生死呢 对了 联系一下胡斌看看 他回不回 如果两人真的已经陨落 估计中帝的人 也不会继续留他们的传音遇见了 如果他们看见了传音 肯定会有反应 嗯嗯 于是 给胡斌传了音 让他在玄黄城 东侧一千里处的荒山之上一见 中帝总负责镇压二人的直视 立刻汇报了这个讯息 不是那张不凡吧 中帝问道 不是 那你们带上几个先王后妻去看看 别管什么抓回来审一下 此刻张不凡在离那个荒山三万里处 用神识查看着这里的一切 这里灵气不好 向来不会有修士轻易来此 所以只要有人来了 那就一定是中帝的人 中帝这边四个先帝后妻 押着胡斌 小心翼翼地来到这座荒山附近几百里 让胡斌一人过去 他们观察着山上的情况 不过许久也没有动静 走过去看看 四人走上前去 仔细找了找 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 没人来 再等等 万一迟到了吗 于是 四人又隐匿在了几百里之外 这一切 却被张不凡看得清清楚楚 这就证明了 他们应该没有死 不然 他们不会将一个死人的遇见 留这么久 胡斌虽然独自在这里 可是却完全没有逃掉的可能性 毕竟后面的人太强了 自己逃 只能是找死 胡斌 这是谁给你传音 以前认识的一个师兄 垂涎我的美色 经常经常 他低着头 四人哪里还不明白他的意思 见人切走 看来那小子不回来了 或许发现了我们 四人带着胡斌回去 将这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中帝也没有怀疑 他也认为这张不凡 应该是死了 距离南帝宗的考核还有三天 这三天 他倒是可以将范晨二人救出来 张不凡依旧用着萧云的面容 让苏香在时空轨内 他自己顺移到了中帝宗附近一千里处 原本中帝宗的九级阵法 是能防止人们窥探的 但是张不凡是神石和其强大 直接穿透了他们的阵法 在中帝宗内开始搜寻起来 一般情况下 关押弟子犯人什么的 肯定是地下了 张不凡率先就在地下寻找 先是找到了他们的宝库 在地下三十里出 哈哈 有钱不偷是傻子 从发现宝库 到出来总共用了三个呼吸 哈哈 中帝 你招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我 其次才发现一个更深的洞穴 这里面几乎与灵气隔绝 极寒 有万年寒冰 里面除了范晨胡冰二人 还有几十个其余的各种凡人 不过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了 哼中帝 等我将这些人救出去 恐怕你就麻烦了 哈哈 他一个闪盾 直接到了这个地牢之中门口 有四个先王巅峰的人在看守 张不凡心生一计 或许他根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就解决了这些人 他直接丢出几十条极品灵脉 在那几十个人旁边 这些人瞬间如同吸了水的海绵一般 只是一个呼吸 就将这些灵脉吸收掉 恢复了几成的实力 身上的铁链轻轻一扯 哗啦啦的全部断掉 哈哈 多谢恩公相较 几十个同时冲出了门口 那四个先王巅峰大害 本想逃跑 却被这几十个家伙 直接抓过来撕碎了 张不凡来到范城二人身边 一把扯断了锁链 将其收紧时空轨 随后身形一闪 便逃出两万里之外 神势还在看着后面中帝宗的情况 这几十人 还是不敢与中帝直接对抗 而是几十人合为一处 直接将九级阵法 击破一个缺口 火速逃离 哈哈 哈哈 道全 你等着我们的报复吧 这几十人中 竟然有人知道中帝的名字的 中帝站在宗门上空 看着远去的几人 一阵的头大 这 已经关了几千年了 怎么了突然就被他们逃了呢 中帝懊悔不已 下到地牢 没有发现任何从外而内的攻击痕迹 都是从里面攻破的 如此看来 外面没有人接应 是他们从里面 不知道得到了什么机缘 获得了灵气 之前他是抽干了他们的灵气的 然后放在一个绝对没有灵气的地方 就连执手他们的执事身上 都不允许带储物戒指进去 可惜这四个直视神魂俱灭 任何的消息都提供不了 同时跑掉的 还有那两个惊仙境 这在他看来 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毕竟他们俩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 就算逃出去 也翻不起风浪 此时的中帝还没有发现 他们的宝库已经空了 要是发现 估计那脑袋比现在还要大 出来后的张布凡 直接回到了南地宗 范臣二人 就先在时空轨待着吧 反正秘境也不差他们俩 时空轨中 苏湘给二人喂了几颗大黄丹 很快他们就恢复了 苏湘 你 你还活着呀 唉 请节哀吧 张兄的事情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可是 苏湘不知道啊 把他说懵了 赶紧神石放出去 发现张布凡就在外面 节哀 公子怎么了 为什么要节哀 你 你还不知道啊 张兄被血魔老祖 杀了呀 苏湘扑斥一笑 公子 你几时被血魔老祖杀了呀 张布凡的声音传进来 两年前杀德 范臣连忙点头 对 对 就是两年前 血魔老祖亲口承认的 嗯 不对啊 刚刚的声音不就是张兄吗 张兄 你 你又活了 张布凡指的笑了笑 哈哈 是的 我死而复生了 等一下我开个修炼室 先进去慢慢跟你们讲 此刻张布凡正在买积分呢 修炼室门口 买积分的有十几人 他直接将他们所有的积分 都买了下来 足够开二十年秘境的 进了修炼室之后 张布凡进到了时空轨 呀 张兄 你真的还活着 之前那三个先帝 跑到问天宗要去找你 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了 升龙榜的第一名 竟然真的是你 你太厉害了吧 哈哈 让你们受苦了 以后 问天宗 你们就回不去了 到时候 就跟我在这个南地宗 修炼上几千年 等到先王进再出去得来 两人现在都是精线二层了 在秘境中 恐怕用不了几年 都可以了进入先尊了 先王 那得多久 范兄 你感受一下这里的灵气浓度 你觉得 二人赶紧试了试 随后同时惊叹道 地宗 就是地宗 修炼师的灵气 都这么浓郁 而且范兄 在我这里修炼一百年 外面也就是一年而已 这就更令他们惊讶 时间法宝他们听说过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哈哈 跟着张兄 有肉吃啊 范城是个老实人 难得会开个玩笑 放心 我这里肉馆够 哈哈 两天后 张不凡离开了时空鬼 自然他们俩的灵气就只有 靠灵脉了 不过他这里的灵脉多得数不清 完全不在乎多两个人使用 果然 二人的精线 在这里面一百天的时间 已经进了一阶了 第二个一百天 又进了一阶 外界两天的时间 他们俩就已经到了精线四层 这个速度 在外人看起来简直妖孽 此刻 张不凡正在报名参加 他们的弟子招收 对于这些客座弟子 他们是单独负责招收的 其实只要是 他们愿意 几乎都能留下来 毕竟 这些都是各种万里挑一的 萧师弟 正是胡青朗 五年前他是先王二层 如今是先王三层 看得出来他非常满意 如今取得的进步 胡师兄 恭喜啊 进阶了 你 进步也不小啊 都先尊八层了 很快就能到先王进了 以萧师弟的天赋 超过我是迟早的事情了 胡青朗一脸的憨笑 看得出来 这个人还是很值得结交的 胡师兄 你也想参加考核 当然了 地宗哀 谁不想进入地宗 你看我五年 就进阶了 这要是在别的宗门 五十年一百年 不见得可以进阶 哈 那倒是啊 地宗的确是好地方 走 一起去报名 你看见其他三人没 看到了 他们都在这里 果然 人往高处爬 之前的宗门恩情再重 在诱惑面前也没用 还是内门大长老五丘克 因为这里总共也就两百人 所以就来了他一人 众位天骄们 哈哈 今天就我一人来参与你们的考核 因为你们不同于普通弟子 所以只要你们愿意 都能留下来 只是无非是外门弟子 和内门弟子的不同 这样吧 咱们参悟一道剑爵 前面一百名出来的弟子 就算是内门了 后面一百名出来的 就是外门 如何 大家没什么意见 毕竟谁让你悟性差 成为外门也不错了 好 进阵法 五丘克挥手布了一个幻阵 进入之后 进入脑海的是一道剑爵 总共有两招 名字叫耀阳剑爵 张不凡试着运转了第一招 果然剑尖出一道剑芒 如同烈日一般耀眼 会出一剑 威力倒是还行 不过他看不上 比起鸿蒙剑爵差太远了 不过这个鸿蒙剑爵 才只有两招 他直觉肯定会还有一招 至少有一招 哪有剑爵才两招的 可是去哪里寻找下一招 简直如同瞎猫抓耗子 根本无处寻找 他打定了主意 就当个外门弟子即可 不要太锋芒毕露 于是第二招 他迟迟的不参悟 直到约摸着差不多时 才参悟出来 出来后 发现自己是150这样子 挺好的 这个成绩他很满意 不像升龙榜一样 升龙榜是必须得的第一 天道的气韵很重要的 但是这种时候 能装孙子就装孙子 最终他只是外门 胡青郎只差两个两个名次二 就得到内门名额了 自己宗门的另外三 有两个内门 那两个内门 看着张不凡这边 得意的表情完全没有掩饰 哼 第一 第一又怎么样 这次不灵了吧 哈 一人说道 另一个内门弟子也是 用尽各种嘲讽之能事 这下 胡青郎张不凡 和另外一个弟子 叫做熊亮的三人 站在了一起 很明显 后面他们就是一条绳上的了 胡青郎熊亮 脸色不怎么好看 尤其是胡青郎 就差一点 怎么就没有进入前一百呢 张不凡忽然想到 可以让范臣二人去试试 以正常来的方式进入地宗 看看结果如何 南地宗最近的一个大城池 争南城 南地宗的长老们 正在这里选拔呢 范兄 我觉得 要不你们去试试 看看能不能以正规的方式 进入南地宗 二人倒是跃跃欲试 立即答应了 二人便飞去征南城 至于结果 就看他们自己的 不过刚刚张不凡 将青木心法传授给了他们 如果有参悟的考核 估计能起点作用 张不凡二人 依旧在修炼室等他 最多也就两日应该 就有结果了 果然 两日后范臣二人传来了消息 他们竟然考核上了外门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连忙给张不凡两人发传音 范兄 那后面的修炼 你们就要自己多加费心 我俩闭关了 有事传音 二人正高兴着呢 连忙回复了一句话可以 张不凡直接就进了秘境 一下子就开了五年的 一进入这秘境 他们便如鱼得水了 原本他想着带范臣二人进来 但是再一想 这俩人万一对他们产生了依赖 不是好事 于是便作罢了 还是觉得 让他们自力更生好一些 范臣二人一进外门 便分了一处独立的洞府 这下他们算是山鸡变凤凰了 二人感受着 这里比问天宗浓郁几十倍的灵气 心里非常高兴 但是他们同时 也向往修炼室的灵气 他们已经得知了 修炼室要二百积分一天呢 他们可只有一千积分 还是宗门赠送的 范臣 咱们还是应该去接点任务 赚取积分 毕竟修炼室的灵气 太令人向往了 嗯嗯啊 对对对 走 去任务堂看看 这二人灵脉可不多 上次张不凡给了他们几十条 但是一直修炼可不够 三天后 中帝终于发现 他们的宝库空了 气得怒发冲关 仰天长吼 吓得整个宗门都哆嗦 几千年了 从来没见过中帝如此的气氛 上一次 还是他的儿子被杀 他将凶手抓来 关在地牢 打算一直折磨下去 结果又被张不凡放走了 不过如今的中帝 还有个女儿 藤爱有家 也已经是先王三层的修为了 今年一千多岁 中帝到全市围掌上明珠 爹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么生气 清莲 你 气死爹了 这里 咱们的宝库 只是脾气也是刁蛮任性 什么 竟然还有人偷咱们的宝库 我包了他的皮 他拿出一对弯刀 比划了几下 女儿 你可小心 咱们家的几十个敌人 可都跑出去了 当年他们可都是 半步先帝的境界 这些年 虽然他们没有静静 但是恢复起来也很快的 到时候先帝之下 恐怖人是对手 M 中帝如今最担心的 唯一的软肋 也就是他这个宝贝女儿 如果那些人真要是拿了他要挟 他可真是没办法 知道了 爹 您太啰嗦了 我要去历练了 这次去南地那边的螺天森林 听说很好玩 小心点 宝贝 知道了 天空中一道声音传来 到清廉早已闪顿离去了 中帝宗立刻召开了 所有长老太上长老的会议 说出这次发生的事情 众人都沉默了 什么人竟然无声无息地 偷走了咱们的宝库 阵法可是久急的呀 怎么可能一点警觉都没有 我怀疑 就是那日逃走的那些老家伙们 那些人可都是猴金猴金的 各种是手段多如牛毛 中帝说道 中帝和长老们商议一番 将目标放在了 那逃走的几十人身上 他们是有那些家伙的信息的 于是画像张贴出去 重赏这些人的任何消息 道清廉进了螺天森林 他的境界也不算低了 在这螺天森林中 除了最核心的 几头妖兽王能伤害到他 其他的妖兽是不可能伤到他的 但是他这次偏偏的 就是冲着最核心的一头六尔灵园去的 这灵园的战力紧逼先帝 就是和先帝打起来 输赢都不一定 道清廉仗着自己有先帝的手段 和一个他的闺蜜斗狠 闺蜜马上要过两千岁的寿臣 他说 抓一只六尔灵园给他当寿宠 闺蜜是百般讥笑 说他不可能抓得住六尔灵园 谁不知道 这六尔灵园的战力强横 但是道清廉却偏偏的 要证明自己有实力 这才跑到螺天森林中 要捕捉这个灵园 几万里的距离 对于先王三层来讲 那就不算距离 他一个瞬移 便到了螺天森林的边缘了 他也没有那么傻 就直接落在螺天森林的核心部位 而且从外围开始 朝里面慢慢地行进 这里的修士非常的多 而且强者不少 先尊先王进一大把 随处可见 所以 道清廉的这点 修为在这里可不算是顶尖的了 毕竟先王中期 这里也不少的 不过 虽然修为不是顶尖的 但是有色胆的仙尊敬都敢看两眼 嗯 那个仙子 认识吗 一个白衣飘飘的公子 正巧看见了道 清廉在前方快速地穿行 白衣公子身边 跟着两个先王后期的护卫 白公子 这个 咱也没见过呀 这南地中的地盘上 啥时候出了这么一个角色 此人名叫白玉良 乃是南地中的圣子 此次圣龙榜的第三名 第二当然是中地中的楚天妃 第三名便是北地中的圣女傅红秀 嗯啊 跟上去 三人在后面远远地跟着 这是要去核心部分吗 那里面可是有先帝实力的妖兽啊 道清廉虽然到了先王三层 实力不弱 但是论计谋 论心机 他一个姑娘家 远比不上男子 所以这一路上 他根本没有想到 会有人会打主意 打到他自己身上来了 飞行了约半日 已经是到了核心部分了 这里的妖兽八级的随处可见 但是这六二灵园 可是九级的先手 他速度慢下来 慢慢地寻找六二灵园的踪迹 这灵园的喜好是喜寒 所以 那一定是山峰的最高处 这里核心部分的山峰 也有十几座 不确定哪座上面有 他只好一个个地寻找 老黄 老刘 这里几乎没有修饰出现 你们两人一左一右 我却将那女子倾下 白玉良对着二人了声 随后一个闪盾 挡在了道清廉的前方 原本在专心寻找灵园的道清廉 被吓了一跳 但是一看 此人的修为是先王五层 当即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是何人 为何挡住我去路 仙子 自我介绍一下 南地宗的圣子白玉良 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 管你什么事 让开 说吧 道清廉就要从一旁绕过去 虽然自己的实力不如他 但是小姐的脾气 可一点不少 哟 脾气挺火爆啊 白玉良再次一个闪身 又躲在他面前 道清廉知道 这次没有那么容易善了了 蒸蒸 一双弯弯刀拿在手中 划出一道道的寒芒 劈向了白玉良 白玉良仅仅使用手掌一推 一道圆形的灵气盾 便排山倒海一样的 涌向了道清廉 嗯 道清廉闷哼一声 接着嘴角一缕烟红的鲜血流下来 你 死去 道清廉一张玉符丢出去 一道极其强大的剑芒 从玉符中此处 朝着白玉良奔去 先帝手段 看来家境很英识啊 这白玉良 自然不敢单独对抗这道剑芒 但是这剑芒 毕竟不是先帝亲自使出来的 他扛不住 可以躲开啊 剑芒穿透了他的身形 道清廉心中暗喜 但是接着 便高兴不出来了 因为拿到身形是一道虚影 被剑穿过以后 慢慢地消失 随后白玉良的声音 从后面传出来 碰 一掌打在了道清廉的后心上 他一大口血喷出 白玉良 你敢 我可是中帝宗的人 中帝宗 那又怎么样 等你成了我的竞篮 谁又能知道是我干的 哈哈 说吧 这白玉良一把抓起道清廉 夺了他的戒指 将其收进了一个口袋之中 你放了我 我爹可是中帝 他会杀了你的 然而此时的白玉良 惊虫上脑 他哪里还听得见里面的说什么 哈哈 真是大收获呀 哈哈 老黄 老刘 走了 去抓那六二灵园 没想到这三人 竟然也是来抓六二灵园的 而且 目的竟然还是一样 这家伙的目的 也是讨好一个女子 巧合的是 此女也正是道清廉的闺蜜 好友柳叶熙 此女的容颜 只在道清廉之上 而且生的是端庄文雅 这白玉良 也是惦记了很久了 但是这女子身份不一般 乃是北地的侄女 所以她是绝不敢用墙的 只能各种讨好 上次听她的侍女说 这柳叶熙 自打在古书上 见过那六二灵园以来 就像自己也养一只 这消息传到了他耳朵中 自然是要在他寿臣之上 将此物献上 虽然知道这灵园实力强横 不过他也得带了 两个先王后期的帮手呢 三人 找了好几座山峰了 却始终不见踪迷 而布袋中的道清廉 已经完全放弃了 不过 忠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第十座山峰上 终于看见了灵园的脚印 五指 和人的巴掌差不多 看起来就是灵园无异了 老黄 老刘 还是老规矩 你们俩两方侧应 我主攻 好的 白冬子 两人一左一右分开 前方神势之中 已经有了六二灵园的踪迹了 这个灵园看起来是个幼年的灵园 实力还不到九级 只有八级 这样 他们抓起来就更容易了 哈 天助我也 竟然是个幼年的灵园 好 好 这三人直接一拥而上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这灵园就被活捉了 装进了玉兽带载 这就是铁板钉钉了 公子 赶紧闪 他们的爹娘 说不定就在附近呢 对 对 赶紧逃 三人的身影立刻消失 然而接着便出来了两只灵园 对着天空嘶吼 整个罗天森林都震动起来 看吧 后面果然有他们爹娘 这以后可得小心点 老黄说道 此刻 范臣二人正在外围历练 要捉两种六级的灵兽交任务 而此刻的罗天森林中 还有一群人 在做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正是北地的弟弟 秦万里府里的人 这些个仙尊敬的侍卫 来罗天森林是有任务的 就是要抓一百个奴隶 用于一个月之后的 他们家大小节的生辰 到时候 整个仙界可能会有百万人 到他们那里祝贺 所以不能人手不够 之所以要跑到南地这里来抓人 就是因为远 离得远 没人会怀疑到他们 正好 这范臣二人 落入了他们的视线内 二人生的也算是周正 正符合他们的要求 范臣二人 几乎是毫无防范 便被一个仙尊敬 一只大手给抓住了 收紧了一个小盒子中 这里面已经有七八十人了 又来了两个 二人惊魂未定 前辈们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谁抓了我们啊 范臣看到这里面 有不少惊心后期的强者 这 这 听说是北地宗那边的人 有人说道 北地的人 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来抓人 范臣问道 这 估计没什么好事 十有八九 是要拿我们当奴隶啊 有人猜测道 这 怎么 这可怎么办 这里面还能传音出去吗 肯定不行了吧 胡兵着急道 肯定不行 这里和外界隔绝 而且 这里没有灵气 所以 咱们唯一的机会 就是在被放出的一刹那 然后戒指 被收起来 之前的这一瞬间的功夫 传音出去 大家就这么商量定了 陆陆续续的 还有人被抓进来 凑够了百人后 便没有人再进来了 一炷香以后 他们被带到了一处 气派的府邸之中 此处便是北地的亲弟弟 秦万里所在的府邸 好了 放出来吧 交给大管家去处理一下 唠个奴隶烙印 一个侍卫的声音响起 接着 很快他们被放出了 落在了一处广场之上 张兄 北地宗 救我们 范陈小声地 飞快地发出了传音 果然 接着就被没收了戒指 一个个地 被唠了奴隶烙印 M 好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秦家的奴隶了 做得好的 有赏 敢有任何的反叛之心的 格杀勿论 一个老者 看起来非常精明 站在百人面前说道 是 是 一百个人 没人敢反抗 好 现在就安排你们的具体事务 会有老人带你们的 好好干 因为范陈和胡斌二人的年纪不大 长得也还算顺眼 就被安排到了大小姐的院子里面 听候差遣 如今他们的任务 就是跟着一个老家丁 到处去城里 采买后面 为小姐助收的各种物资 倒是也算有不少自由 而杨诚并没有第一时间 听到范陈二人的传音 他哪里能想到 范陈二人这么倒霉 这才刚从中帝那里 就出来几天就又被抓了 总而言之 仙界的危险 是到处都存在的 想要平稳地度过 那就只有自己强大 自己强大的这些危机 就能变成机遇 直到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杨诚从修炼中 暂时地清醒了一下 立刻发现了他二人的传音 啊 呵呵 这俩人还真是步步该栽啊 杨诚自语道 怎么了公子 范陈两人被抓了 一个月前给我传音 我到现在才看见 北地宗那边 具体的地址也没说 此时 二人的修为是先尊九层了 他之所以要停下来 是因为该服用破尊丹 突破先亡了 可是现在就只有改变计划 先去查看一下二人的下落吧 可是北地宗的地盘也不小啊 原本以为会非常难找 但是他将神石放出去 在北地宗粗略地查探了一番之后 很快就有了大发现 他发现 一座城里 到处都是范陈胡斌二人 留下的气息标记 很显然 这是他们为了张不凡 更容易查找他们 故意在一座城池里 留下很多的标记 哈哈 这俩人现在应该还活着 北地宗的北韩城 到处都是他们的气息 看来也没有被囚禁 那十有八九 就是沦为奴隶了 张不凡笑道 走吧 看来得去一趟了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二人直接消失了再出现 也就是在北韩城的城门了 二人正要打算交零食 却发现 上面写了个告示 柳叶熙小姐受臣 出入北韩城一概免费 呦 看来这个柳大小姐身份不一般啊 还有这种事情 废话 我们柳大小姐本身就是城主之女 还是北地的侄女 身份能一般吗 一个侍卫听见了张不凡 立即回了一句 哇 原来如此 凡是进入北韩城者 都可以去讨一杯喜酒 而且还可以亲眼目睹 大小姐的角色添姿 一个行人说道 张不凡摇了摇头 他们可没这闲心 赶紧找到这二人 还得回去突破仙王境 这城池里少说有十亿人 他此刻赶紧放开神石 果然 很快就找着了气息最强的梁谷 二人此刻在一起 顺着这气息找去 竟然直接找进了城主府里了 啊 城主府中 竟然在这里 此刻的城主府中 人来人往 非常忙碌 柳大小姐的寿臣 明天就开始举办了 那些小家族想送礼的 只有早点送 就是啊 要想当天送礼 咱们可是不够资格 那些大家族大宗们 到时候能踩破这里的门槛哦 苏湘 去对面的酒楼坐一下 对面的酒楼里 几乎都坐满了 二人找了半天 在角落里才有俩位置 听他们谈论的 都是关于这个柳大小姐的事情 说此女有多漂亮 天子有多高 北帝有多喜欢这个侄女 甚至当成自己的女儿来看 有多少的大宗门天骄 甚至南地宗的天骄 那个叫白玉良的 也听见了此人的名字 说是一直在追求柳叶熙 甚至那楚天妃也是 这俩人是被认为 最有可能的两人 此时的中帝 已经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了 他在第二十天的觉得异常 发现女儿竟然还没有回来 让她的修为降一个小层次 通过这个神通 她寻到了到青莲的大概位置 就是北韩城 于是她从前几天开始 就已经悄悄咪咪地来到了北韩城 到处寻找 但是却始终没有 发现到青莲的气息 奇怪了 人就在这里 没有气息 难道是被人抓住了 囚禁于法宝之中 她作为先帝 当然是见多识广了 如此的话 便只有再使用另一个神通了 那就是 寻找一切和自己的女儿 有因果之人 这种因果 会形成一种很微妙的气息 在此人身上 青莲的滋味 这么多天过去了她 可是品尝了好多次了 除了性子裂点 那就是鬼精明 竟然还用中帝女儿的身份吓唬自己 要不是大家都知道 中帝没有后人 她还真是被她蒙了 此时的道青莲 悲痛欲绝 后悔没有听父亲的 关键还遇上了这么一个强者 这白玉良的名字 她是听过的 毕竟是生龙榜上的人物 也算自己倒霉 此刻的柳叶西房间内 青莲这个丫头 怎么也不回我的传音呢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大小姐 放心吧 那青莲小姐的境界 可是先王呢 加上她爹给她的保命手段 有几个人能将她怎么样 丫鬟开解道 那倒也是 可是怎么就这么久没信息呢 难道是捕捉那个六二灵园 出什么事了吧 唉 我真不该让她去抓那个六二灵园啊 毕竟也是 吉林兽啊 刘叶西娇俏的脸上都是自责 她天资也很高 如今也是先王二层的修为 城竹府里 依旧陆续续的各个势力的人 拿着礼物进进出出 礼物上写上自己家的名字 就希望那大小姐能翻看一下 对他们的视力有点印象 时间到了寿陈前一日的夜里 张不凡二人 也在酒楼坐了半天了 范兄 怎么样了 她直接在她的神海中传音 张兄 你来了 给你添麻烦了 你们怎么回事 被人抓作奴隶了 对啊 就是这城竹府的人干的 没想到城竹府 竟然做出这等事情 亏她还是北地的弟弟 看来都不是什么好鸟 这三个先帝的她 是已经见识过了 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来来往往的送礼的人 真是不少啊 估计明天过完礼物更多 要是 等寿陈一结束 咱们给她一锅端了 哈 张不凡说道 范兄 你先在里面再多待几天 等寿陈结束 我救救你出来 你这些天给我注意一下 这柳家收的礼 尤其是灵脉都放在什么地方了 张兄 你想 给他们偷了 哈 正有此意 虽然她不能与这么多先王 和先帝正面对抗 但是偷个东西 应该还是不难的 更何况以她的筹划 一招之内 她应该能伤到先帝 但是鸿能剑爵 一旦用出第二招 恐怕她只有逃的份了 她盘算着自己的战力 逃是没有问题的 简单的过两招也还行 但是人家人多 自己就不行了 深夜 这个酒楼里 依旧灯火通明 想的都是明天去看柳叶熙一面的 明天 据说 任何人都可以进出城主府 但是 能有做的 就是几万人 再多城主府 也容不下这么多人了 咱们别说做了 如果去得早 能靠前一点站着 也很好了 我给你们说 那柳大小姐 绝世容颜 听说在整个仙界绝对是第一 也就是听说 她有个归忠好友 叫什么清廉的 能与她媲美 有人曾经看见过 这俩人一同出来 那真是叫绝带双交啊 哦 真的啊 还真是有如此美艳的人啊 明天一定得看看 苏香笑了笑 还真是对这些男人的 关注点表示佩服 无论什么样的女子 地位多高 天资多好 那就是只看外貌 第二一早 太阳还没出来 城主府的大门已经大开了 甚至能从外面看见 里面的有多人呢 此时里面已经陆陆续续地进人了 快去 快去 可以进了 酒楼里酒客们一哄而散 立即朝着城主府奔去 有个规矩 那就是 谁也不能在城主府中飞行 只能步行进入 那些有座位的 会收到请柬 像这些没有请柬的 他们只能站在用围栏挡住的地方之外观力 张不凡二人离得近 所以倒是站了个好位置 比较靠前 很快 柳叶熙出来了 但是她看起来一脸的愁容 这 清廉怎么可能到现在还不来啊 这都啥时候了 大小姐 放心 清廉小姐一定会来的 丫鬟在后面站着宽慰她 八卦门门主来贺寿 祝大小姐日日暮暮 美貌永存 送上贺里极品灵脉一千条 十万年紫珊湖一见 天气宗宗主来贺 祝大小姐仙姿永详 送上贺里极品灵脉一千五百条 极品的月光珠一颗 人越聚越多 逐渐的有做没做的 超过了十万人了 大人物自然都是最后才来的 所以 上午这些都是九中天的一些大宗门的门主 亲自来贺寿 不仅仅是北地宗的 南地宗中地宗的也都来了的 甚至是张不凡之前所在清风门 确切地说是萧云 因为他现在的模样就是萧云的 不过张不凡没有与他们打招呼 免得多天事端 毕竟他要做的事情会给人带来灾祸的 他此刻倒是看见了范臣二人 正在忙着搬那些贺里呢 但是他们没认出张不凡来 此时 刘叶熙一直站在前面 毕竟人家远道而来祝贺 他得在这里迎接不是 到了中午时分 这些门派的宗主送礼结束了 接着是一些大家族的大势力的 又有几十个来祝贺 其中包括楚云飞的楚家 甚至白玉良的白家 白玉良算是出尽了风头 他将六二零元献出来 顿时柳叶熙惊喜不已 亲自将礼物收了过来 这可是他第一件亲自收的礼物 别的礼物他也就是看了眼 点点头算是感谢了 唯独这六二零元他亲自接过来 而且爱不是手 旁边的楚云飞 倒是献出了一柄伟神器仙剑 可是依旧不是柳叶熙喜欢的 他同样只是看了眼 对着楚云飞点了点头 楚云飞很无语 这伟神剑可是他们家的传家宝贝 原本想着能驳美人一笑的 结果人家都没正眼看一眼 现在开始是先帝们登场的时候了 南帝来喝 当然 先帝来只需要人来就行了 无需送礼的 小丫头 越来越漂亮了 哈哈 南帝说道 谢南帝陛下 南帝陛下快请入座 柳叶熙亲自将南帝引入主座里 那里是他父亲正在坐着的地方 南帝陛下 请坐 柳恩农 柳叶熙的父亲 北帝柳恩化的弟弟 先王巅峰修为 柳老爹 不必客气 下面的伞修们开始议论纷纷了 南帝也不是经常露面的 上次就是生龙榜时 还只是法相露了一面而已 这次可是真身啊 中帝来喝 中帝脸色很难看 柳叶熙是知道他与道清莲关系的 丫头 恭喜恭喜 清莲这丫头 你上次是好久见的 道叔叔 我也着急呢 怎么清莲没来呢 两个月前 我们见了一次 说到了六二灵园的事情 他可能去寻找 嗯 这六二灵园是谁送你的 南帝宗圣子白玉良 就是那边那个一身白衣的 中帝眼神阴异的看了白玉良一眼 白玉良浑身一阵哆嗦 哼 就让你多活两日 中帝知道自己的女儿肯定没有死 因为魂牌还在 但是被抓了 估计要受点苦 当着大火的面 他还想保守这个秘密 所以没有直接杀人 但是在他看来 这个白玉良已经是死人了 白玉良浑然不知 危险已经来临了 还沉浸在柳叶熙的欢笑之中 不过中帝和柳叶熙聊了这么久 大家伙都很纳闷 按说这两个人没有交集啊 怎么看起来关系那么好 北帝来贺 北帝可是他的亲叔叔 所以带来了厚礼 也是北帝煞费苦心才找到的 侄女哈哈 看看叔叔 给你带来了什么贺脸 北帝柳恩话 拿出一枚珠子 有识货的人 立即认出了 这是一枚法则珠 只是不知道是哪种法则 叔叔 这是木系法则 谢谢你 叔叔 说着 柳叶熙抱着北帝 啪嗒一声亲了上去 哈哈 你这丫头 众人都见怪不怪了 毕竟知道这个北帝 非常疼爱这个侄女 只是无数的男修都在一营 要是亲在了我脸上 那就好了 哈哈 好 这样 我看贵客也都到齐了 就由小女来热一下场 抚情一曲如何 好 好 此时 城主府已经十几万人了 十几万人一同叫好 声震九霄 柳叶熙手里出现一架鼓琴 端坐正前方 玉手辅动琴弦 倒是真的非常动听 公子好听吗 好听 但是不如你好听 哈哈 油嘴滑舌 一曲完毕 全场寂静 几个呼吸后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好好 再来一曲 柳叶熙开口了 原本我是要与一好友合奏一曲的 结果 这个好友突然没有到场 现场有没有仙子会抚情的 可愿与我同奏此曲 条件限制了 那就是仙子 男的就不要去了 久久无人愿意去 并非没有女修会抚情 只是明明就是去当绿叶的 干啥还要去丢人 苏香 要不你去试试 哈 我觉得 你不比她差 试试就试试 谁怕谁 柳小姐 我来试试 苏香他们本来就比较靠前 所以很容易被看见了 当大家看见苏香的面容时 顿时又是到抽一口凉气 这 这 女子不比柳小姐差 哇 这是他们自己安排的人吧 怎么可能到处都是这种级别的美女 柳叶熙也吃了一惊 仙界竟然有如此绝色女子 她自认不比她差 姑娘贵姓 柳叶熙问道 苏 好 苏小姐 请坐 你有情吗 嗯 有一个 必走自争罢了 苏香拿出自己的情 柳叶熙看到她的情 的确只是很一般的情 苏小姐 这是情谱 我们来试试 情 就是几位先帝 都觉得苏香此女不比柳叶熙差 不光是紫色不差 就连往那里一坐 那种一态都不差 二人食指灵动 情声悠扬如玉盘相碰撞 清水撞击着石头 如鱼儿跳跃落入水中 有如清风吹过树梢 如春雨滴入池塘 二人食而你追我赶 食而并驾齐驱 端地是不愤伯仲 一曲弊 掌声雷动 呼喊声如潮 苏姑娘 没想到你的情迹 竟然如此之高 叶熙佩服 留一个传言预检吧 以后好交流 好啊 二人当即互留了联系方式 柳叶熙还专门把原本 给道千年的座位 让苏香坐下了 这一下子 成了傻手座的贵宾 这一下子 楚云飞和白玉良 两人忽然觉得 此女似乎也不错 如果能纳入后宫 岂不美哉 竟然把注意打在了他身上 当然 现在他们是完全不敢的 毕竟当着这么多先帝的面 哈 好 咱们一起举一杯吧 没有座位的道友 也感谢大家来捧场 赐酒 说吧 刘恩农一挥手 几万杯鲜酒 朝着这些站着的人飞去 干杯 十几万人一同饮下赐酒 就在张不凡刚要喝下这杯酒时 忽然看见 不是看见 是感觉到 一股非常熟悉的气息 血魔老祖的气息 在诸多伞修中 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下 他顿时愣住了 这血魔老祖来这里作甚 他立刻神识放开 查看一下这老家伙在何处 忽然 有人开始大喊 这酒有毒 几位先帝顿时也察觉出来了 这酒的确有毒 而且 竟然连他们 在一时之间 也无法使用灵气了 哈 哈 结结 血魔老祖显出真容突然 飞到了前面主桌那里 一挥手收了所有的贺礼 血魔老祖 这是血魔老祖 在场中竟然有人认识他 呦 竟然有人认识老祖 不错 不错 这家伙的境界 竟然已经是先王中期了 原本只是先尊巅峰 还受了重伤的血魔老祖 这才几年 竟然已经先王中期了 放肆 先帝在此 柳恩农大贺 呦 是吗 先帝不也是中了我的血毒了吗 你们还能使用灵气吗 结结 张不凡赶紧将那杯酒收起来 没想到这血魔老祖的血毒 竟然连先帝都能毒 厉害啊 不过这老家伙 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 这不是找死吗 哼 张不凡心里想到 呦 这俩女娃娃 可真是我老祖我馋得流口水了 而且你 怎么有一种很熟悉的气息 在你身上呢 不管了 抓走了 结结结 说吧 这血魔老祖 竟然一手一个 抓起了苏香和柳叶熙 便顿入了虚空 好你个血魔老祖 真是冤家路窄 张不凡不慌 因为他如今和苏香的感应非常灵敏 隔上几万里 都能感觉到他的气息 快 追 侍卫 快追 城主府还是有侍卫没有中毒的 连忙跟上血魔老祖的气息 从后面追上来 后面几十个侍卫紧追不舍 血魔老祖也是非常担心的 毕竟这些侍卫的境界都比他高 他有自己的优势 他的速度比同阶的快很多 而且逃命的手段非常强大 就是先帝之下 他也敢试试 血魔老祖一手抓着一女 速度却丝毫不比后面的仙王巅峰弱 然而 有一个人在上空眼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那就是张不凡 他不慌不忙地在高空 追着血魔老祖 期待能在关键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 这些人也太慢了吧 我得给他们提提速 不然啥时候才能追上 这都飞了好几万里了 张不凡一挥手 一股空间法则之力 作用在了后面十几人身上 这些人顿时似乎跨越出几千里 一瞬间出现在了血魔老祖的身后 进攻 小心大小剑 怎么突然就拉近了距离了 致命黑莲 血魔老祖不知道用了什么神通 天空飘下了几万朵黑色的莲花 这些莲花散发着黑色的幽光 照耀着十几个仙王巅峰 糟了 我们的境界竟然被压制了 此时 两朵黑莲照在了二女身上 使其无法动弹 老家伙 张不凡一闪身 将儿女收进了时空轨 这 他把我们收到什么地方了 柳叶吸睛道 哈 柳小姐 放心 这是我的道旅 把我们救了 嗯 你的道旅 好吧 此时二人的黑莲还在 所以还是被束缚的状态 张不凡也没管他们 反正在时空轨里面 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现在他 就是要找准机会 一举灭杀这个家伙 十几个仙王巅峰 已经挂彩了 不过毕竟是仙王巅峰 人数还占了优势 这血魔老祖 气息也虚弱了很多 看来得逃了 这几个老家伙 战力太强了 血魔老祖心想 随后便心生逃跑之意 他本想挥手去抓二女 发现人 竟然不在了 不在就不在吧 毕竟这些资源还在 他想逃 用绝招 如今十几人还剩下九人 纷纷拿出最强大的招式 朝着血魔老祖攻来 另想要逃跑的血魔老祖 很是气恼 拼了 万里血雾 黑色的血雾突然升起 张不凡在上空 都觉得有些难受 那十几个仙王巅峰更是难受 甚至神海已经开始混乱 出现了幻想 扑哧 扑哧 再次飘下来了几千朵黑莲 莲花碰上人 直接就陨落了 啊 不时的 有先王巅峰陨落 看来这老家伙手段 真是真多 这些东西 用火之法则 应该可以应付 我得布置一番 扳煮箱之后 血魔老祖胜了 将这些人的戒指 一一摘下 这么高兴得要离开呢 忽然发现 自己无法动弹了 糟了 先帝来了 不对啊 我的血毒 至少有一个石神的药性啊 这才多久 哈哈 老朋友 又见面了 张不凡的身影 出现在血魔老祖面前 你 张不凡 你 很好 我正到处找你 你却出现了 张不凡也不想跟他啰嗦 万一那些先帝来了 还麻烦了 鸿蒙剑绝 征途 袖剑缓缓地抬起 沟通天地之势 飞快地斩下来 结结结 你竟然想用剑杀我 血魔老祖不以为意 但是当他带着 无边剑一法子的剑盲落下时 他慌了 连忙化成黑气就要逃脱 然而 他身边忽然升起 无边的火海 在清廉地心火的辅助下 火海似乎从天到地下全都是 想逃根本没有办法 而且还在不断地朝着中间收索 啊 血魔老祖的惨叫声响起 剑盲落下 火海收拢 血魔老祖的气息完全消失 这次肯定不可能再逃了 不过张不凡该逃了 连忙回到了北韩城 将柳叶熙放出来 甚至都没打算让他看见自己 毕竟血魔老祖刚刚弄到的戒指 和十几个先王的戒指 最终都归了自己 最好是他都不知道 血魔老祖有没有死 这时 整个北韩城都已经乱成套了 不过随着柳叶熙的回来 大家立即又吻了下来 女儿 你 你没事 爹 叔叔 我没事 刚刚苏姑娘的道理救了我 嗯 不是咱们家的侍卫救了你 不是 苏姑娘的道理 趁他们在打斗 把我俩都救了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这个什么血魔老祖的血毒 竟然如此的毒 到现在我们 还不能运转灵气 不过 你回来就好了 此时 张不凡已经将范臣二人给带走了 至于他们身上的努力烙印 公子 你救了仙界第一美女 也不露个面 让人家知道 她的恩公是谁啊 苏湘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咋看你这意思 很想我去认识一下 那个柳叶熙啊 得 那我回去找她去吧 好啊 张不凡一把抱着抱住她 身形一顿 回到了南地中的秘境之中 她自然是不会真的要去认识 这个仙界第一美女的 仙尊九层了 她还急着去突破呢 范臣二人又跟着张光王 直接被时空鬼带进了秘境 而北韩城的城主府里 第一批恢复灵气的 当然是三个仙帝 这将近一个时辰的时间里 他们其实很忐忑的 幸亏有柳恩农的侍卫守护着他们 不然以他们目前的情况 随便一个仙尊仙王 就能杀了他们了 还好 那血毒消散的一瞬间 久违的仙灵气遍布全身 仙帝们便率先恢复了实力 恢复实力的中帝 一瞬间就来到了白玉良前面 中帝陛下 您这是坐身 且不说这白玉良的血毒 还没有恢复 即便他恢复了 也不是中帝的对手 左慎 你心里明白 敢对我的宝贝动手 我看你是活腻了 你的宝贝 难道那那女子 还真是 此刻男帝赶紧上前来 很显然 这白玉良是惹到了中帝 道全老哥 什么情况啊 我这弟子 怎么惹到你了 哼 你这个好弟子啊 前些日抓了我的人 将职囚禁起来 哼 白玉良赶紧跪下 磕头 中帝陛下 我真不知道那是您的人啊 要是知道 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 白玉良 还不赶紧将人放出来 男帝赶紧给个台阶 好好 说吧 一个女子 面容憔悴 出现在众人面前 清连你 怎么被他抓起来了 白玉良一看 这柳叶熙 竟然和此女关系这么好 心下悲乎 这下完了 叶熙 呜呜 中帝赶紧上前来 哪里看不出自己的女儿 已经不是原因之身了 宝贝你爱白玉良给我死 中帝 一掌拍出 没有反抗之力的白玉良 哪里能承受这一掌之危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一个人影挡在他面前面前 老哥 给我一个面子 留他一命 我愿意做出赔偿 此人除了男帝 也没有别人的男帝 也仅仅只是勉强挡住这一掌 毕竟论战里 中帝最强 卫英 你你知道 被这畜生糟蹋的人是谁吗 道全老哥我看出来了 此女确实自色不俗 比柳姑娘也不差几分 但是怎么说 也就是个女人吗 这样 我把那只青鸾赔偿给你 青鸾 上古先兽 中帝的确也垂涎久矣 如今他愿意赔偿这个 还真是让他心动 很好 我不杀他 不代表其他人 不杀他你的条件 我答应了 行 道全老哥 只要你不是亲自动手 换成其他人 如果他还被杀 那是命该如此 行 就这样 道青鸾的青白 换来了一只上古先兽青鸾 此刻的道青鸾 只顾在柳叶熙怀里哭泣 外面发生的什么 他浑然不知 柳姑娘 先让他在你这里吧 这只青鸾一会儿给他 让他亲自报仇 中帝也算想得开 他之所以 没啥白玉良 还有这一层面的原因 他的这道心缺失 也只有亲自报了仇 才能弥补 这下 最高兴的莫过于楚云飞了 他之前还有白玉良 这个强大的对手 如今白玉良 竟然抓了柳叶熙的闺中好友 这岂不是老天爷都在帮他 半个时辰以后 先王们也将毒素逼干净了 原本该庆贺三日的柳叶熙寿成 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了 不过从此 中帝和南帝之间的嫌隙也就大了 南帝或许自己还不知道道清莲的身份 但是中帝却仇身四海 我是答应过不动白玉良 但是他白家其他人 哼 中帝离开以后 悄悄地隐匿在白家人回去的必经之路上 混账 那女子到底是中帝什么人 白玉良的父亲白星元骂道 我我也不知道 他自己 自己说是中帝的女儿 白玉良低着头说道 什么 中帝他有女儿 白家一共十人 飞离五千里之后 忽然一道巨大的法乡真身 挡在他们面前 足足高手几千米 中中帝 你不是答应了南帝 白星元已经觉察到不妙了 中帝他 楚云飞觉得自己 是时候该让家族向柳家提亲了 于是跟他爹商量起这件事情 于是 回到楚家以后 楚云飞主动地向他爹说起这件事情 毕竟楚家的各方面实力 可完全不比柳恩浓弱 当然不能算上他哥哥先帝了 爹 我觉得是时候向柳家提亲了 你看之前有个白玉良横着 或许柳家还有些犹豫 如今 白玉良得罪了柳叶西 完全不是问题了 您说呢 楚向龙也就是楚云飞的爹 先王巅峰的强者 也是当代楚家的家主 要说家族实力 这楚家在整个仙界 也能排得上前三 嗯 是 以前有白玉良 现在白家明显不行了 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要是真的能跟柳家结成亲家 那 对我们 对柳家都是个好事啊 好 我们现在准备一下礼物 三日后再次去柳家登门提亲 楚云飞笑得跟个傻子似的 这家伙添资倒是有的 只是人比较木讷 和白玉良相比 显得老实了很多 但是这家伙的心思可不简单 坏都在心里呢 回到秘境的张布凡 稳定了一下气息之后 开始炼制破尊丹 破尊丹只能算是七级的丹药 这对于目前的张布凡来说 并不难 他运转轻木心法 开始参悟丹方 一日之后 觉得已非常透彻了 便开始尝试炼制了 共有128种药草 逐一地放入 手法稳健有序 君臣配比得当 半个时辰以后 三颗下品的破尊丹成丹了 药香浓郁 但是他看都不看地 直接放进了玉瓶中 继续炼制 第五炉 成了中品丹药 第十炉 上品丹药 第十五炉 炼制出了极品的破尊丹 接着炼了三炉 成丹十五颗 绝对够他俩用了 毕竟苏香如今的境界 与他齐头并肩 不相上下 苏香 哎 服下破尊丹了 苏香的身体 如今也不是一颗丹药 就能糊弄的了 足足扶了三颗 才到了九层巅峰 而张不凡足足扶了六颗 才升到了九层巅峰 现在就要开始炼制 先王丹了 八级的丹药 如果一旦炼成了 他就是丹王了 八级 他还是有点压力的 不过 必须炼成 因为市面上 想买极品的八级丹药 那根本不可能买得着 所以为了以后 不受单独的苦 只好自己炼制极品丹药了 这八级的丹药 最终158种药草 每一种都相当的稀有了 找遍了自己的戒指 竟然还差两种药草 芙蓉根和九眼花 他只好出去买了 先进了宗门的丹药阁 为了避免别人知道 自己想炼制什么丹药 他还故意地得问了 几种其他的 比较稀少的丹药 到了丹药阁前 这里的弟子并不多 只有三五人在前面排队 胡执事 先王丹有没有货了 第一个人问 有 今早有三颗 刚一到就被人买去了 唉 这些人来的 也太快了吧 没买到先王丹的那个弟子 失望地离开了 后面的几个人买了破尊单 竟然能值十条几品灵脉了 轮到张不凡了 只是 有没有这几种药草 他写了单子 共有五种药草 嗯 除了芙蓉根没有 其余的都有 啊 好 九眼花要一百份 其余的三种要十份 九眼花可是价值不菲哦 一百份 可是得五条几品灵脉了 没关系 给我包起来吧 那只是最终没在说什么 给他包了这四种药草 敢问直视 这芙蓉根哪里能买到 你试试丹地盟的丹气阁 看看有没有 如果他们没有 其他的地方就更不可能有了 丹地盟的宝库 不是被自己抢了吗 竟然都没有 那只能说明 这些药草 不被他们看中而已 此刻 丹气盟内 他们怕了 彻底地怕了 不敢再向张不凡派人了 毕竟那派出去这么多的人 几乎已经是他们八成的力量了 这八成的力量 竟然全部消失了 如果被他们的敌对势力知道 此刻的他们的如此 空虚 恐怕分分钟就能打上来 将他们覆灭 南地宗地盘最大的城池 南园城内 自然是有丹气盟的店铺的 不然这么大一个城市 没有店铺 是个很大的损失 张不凡独自一人到了南园城 身形一闪 就到了城门口 上次来是为苏香炼制酒品的仙剑 被丹气盟一个猥琐的直视 给惦记上了苏香 才有了他与丹气盟的恩怨 这次 他还是要来丹气阁 在萧云这个面容上 稍稍地又变化了一些 免得被认出来麻烦 伙计 有没有芙龙根 百心花 黑枫叶 这三种药草 张不凡依旧是加了几样不相关的 但是比较稀奇的药草 芙龙根 百心花 黑枫叶 都有 不过芙龙根好像不多了 你要多少 芙龙根要一百份 这两种要十份 一百份啊 我看看 只有三十份了 您要是非要可以给您调货 不过要等半日的时间才行 哦 可以 那你就去吧 我半日后再来拿其余的 嗯 好 半日的时间 张不凡也懒得再回去修炼了 就在这城里 找了个比较热闹的酒楼 点了俩菜 要了一坛酒 打算就这么过半日的时间 他找了二楼一个靠窗的座 酒先上来了 他直接倒了一碗酒 就这么喝了下去 口感爽烈 味道不错 伙计 菜呢 再还没上 红焖一虎肉 清蒸大地熊掌 快点上啊 张不凡喝了一碗酒 顿时觉得 需要点菜来压一下 来了 来了 您红焖一虎肉 来 伙计小跑着 朝着张不凡这边走来 忽然被另一个伙计劫住 说了几句什么话 随后那伙计 竟然直接端着 本来属于张不凡的菜 朝着另一张桌子上走去了 唉 什么情况这是 这不是我的菜吗 怎么端到别人那里了 张不凡当然不乐意了 客官 抱歉 抱歉 里面包间那位 我们得罪不起 那可是南原城的雷家的少主 在请客 一会儿再给您上 好吧 抱歉啊 说着 伙计便端着菜进了包间 放在了大桌子上 张不凡不乐意了 他直接冲进了包间 将那盘菜端起来 直接用手抓了一块虎肉 放进了嘴里 嚼了两口 扒搭下嘴巴 赞赏地说道 嗯 味道不错 哈 说着 端着菜就出去了 张不凡的行为 当即惹怒了包厢里 那几个吃饭的大少 不过那雷少 倒是饶有兴致 站住 这是哪来的混小子 竟然如此不懂理数 知道今天这是谁请客吗 雷少的一个肥胖的 坐上宾喝道 不过张不凡并没有理他 而是自顾自地 端着菜出去了 混账 这筷子便飞向了张不凡的后背 这筷子带着杀气 似有千军之力 朝着张不凡奔来 但是他似乎毫不知觉一般地 任凭他筷子 挤上了自己的后背 砰砰砰 筷子直接撞上了张不凡 但是却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直直地掉在了地上 哟 这是哪来的蚂蚁啊 咬了我一口 众人惊讶之际 张不凡却说了这么一句 看来是有点本事的人啊 怪不得敢从我桌子上端菜 小五 上 从包厢的角落里 诡异地出来一个 带着斗篷的黑衣人 此人气息极其地内敛 若不是张不凡的神势强横 还真是看不出 这竟然是个半步先帝的强者 废了还是杀了 黑衣人声音沙哑 听起来极为的不舒服 废了算了 倒也不至于杀了 是 随后 黑衣人消失 再次出现 已经是在张不凡面前了 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说明这是一般的瞬移 而是利用了空间法则在闪盾 还用手滑出一掌 张不凡觉得很有意思 正巧遇上了一个 掌握了空间法则的修饰 不过 他的空间法则之力更强横 硬生生的面前的空间裂痕 给禁锢住了 在外人看来 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那便是一道停住的空间裂痕 这个太难得了 一般见到有人划破空间 那是一件非常快速 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情 今日却看见他 直接凝固住了 你 你竟然 掌握了空间法则之力 而且还这么强 黑衣人愣住了 怎么 你以为天底下只有你一人会啊 说吧 阳尘也划出一指 然而这一指破开的空间裂缝 比他的长十倍 速度更快 男子想借用空间法则闪顿 但是却发现 做不到了 他的周身都被冰封了 动弹不得 前辈饶命 张不凡可不是菩萨 不会因为他服软了 就饶他一命 啊 男子的身体和元神 直接被切成了两段 包括男子背后的包房 也被斜斜地切成了两半 要不是后面这些人躲得快 估计也被切成两半了 你 你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这么强 这下 酒楼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了 足足为了几百人 这其中包括了两个容貌经验的女子 正是柳叶熙和道清莲 柳叶熙就是担心 道清走不出阴影 所以带着她 在三个最大的城池里面到处转悠 转了几天 倒是情况好了不少 最起码看起来 她能和柳叶熙正常的对话了 清莲 你应该认识那个雷成俊吧 那可是南原城的一流家族的雷家的大少 整天吃喝玩乐 欺负弱小 别看刚刚这个修士暂时占了上风 但是以雷成俊的德行 这个男子 恐怕危险了 哼 一群垃圾 我要杀进天底下的垃圾 道清莲狠狠地说道 啊 清莲 我们还是别惹事了 天底下的强者多得很 说不定哪天就遇上我们对付不了的 有什么好怕的 说着 这道清莲竟然神叨叨地 直接冲着雷成俊上去了 一柄九品仙剑 在他手中如臂食指 剑气弥漫 清莲 唉 张不凡已经梦了 原本是他要和这些人打呀 怎么救 突然出来一个美颜女子 后面这个 这你还柳叶熙吗 这是搞什么 雷成俊以为 道清莲是张不凡的同伙 于是便和同伴 十余人一起 对付着道清莲 十打一啊 道清莲的境界 还没到能以一敌十的程度 这柳叶熙也不能不管啊 直接也冲上来 二人各对付了五个先王初七 加之他们自己 也只是先王初七而已 所以 一炷香以后 还是败下阵来 哼 剑服 道清莲丢出一张 他爹给的剑服 剑服带着绝强的气息 直接斩杀了两个先王初七 这是先帝的一击 好啊 还有这手段 那试试我的呀 雷成俊爷掏出一个符禄 丢出去 符禄里出来一个火球 朝着二女砸来 清莲 躲开 柳叶熙竟然只身 挡在了道清莲身前 用长剑与这火球对抗起来 哼 火球炸开 柳叶熙被轰出去几百米 飞退出去 叶熙 可恶 道清莲干脆直接拿出来 武装的先帝符禄 朝着几人洒去 这些符禄要么变成火球 要么变成剑芒 砰砰砰 击杀了三人 清莲 赶紧逃 回过近来的柳叶熙 飞到了道清莲身旁 拉着他便要顿走 休走 杀了我这么多人 还想走 这雷成俊丢出一套阵棋 将两人瞬间禁锢在阵法之中了 哈哈 两个大美女 这是有口福了 哈哈 不过观众之中 有人认出了这柳叶熙 唉 那不是之前刚过了寿臣的柳叶熙吗 我还去喝了他的酒呢 不过 这雷成俊却偏偏地不认识他 只顾着自己 抓了两个美人高兴呢 这是一个九级的困阵 凭着两个先王初期 是很难逃出来的 九级的阵法 是对付先帝的 完了 完了 清莲 我真不该带你来这里的 让你还看见了这些破事情 柳叶熙一阵的后悔惋惜 小美女 真是没想到 今天还有这种谚语 哈哈 不错 运气不错 张不凡很无语 把他当什么了 当成透明的了 这雷成俊也是金虫上脑 刚当自己的侍卫 还被张不凡杀了 在门口就已经忘了 张不凡的存在了 哈哈 小娘子 我们回家了 哈哈 哈哈 张不凡慢慢地走上前 其余人根本都已经把他忘了 距离这家伙一米远的时候 他还在笑 碰 张不凡一巴掌 将他拍成了肉泥 你笑得得 傻子啊 雷成俊的元神飘出来 惊恐地望着张不凡 你 你敢杀我 我可是雷家的少主 你死定了 我告诉你 滚一边去 张不凡一指 将他的元神击杀 经得四周围观群众 倒吸一口凉气 他是不是不知道 雷家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完了 他死定了 不一会儿 这里恐怕要变成尸山血海了 赶紧跑 周围的吃瓜群众 终于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了 阵法里还困着这两女 她是破不开这阵法的 但是她可以直接穿过去 进入阵法之后 一手一个抓着两人了 直接出了阵法 两位 快跑吧 这里估计要打仗了 张不凡喊了声 二女惊慌失措的 直接也就跑了 也没有问张不凡的姓名什么的 跑了几千里之后 柳叶熙突然反应过来 我们应该问一下 人家的姓名啊 毕竟人家救了咱们 到清廉 似乎也正常了很多 叶熙 我们幻化一下模样 再回去看看 嗯 好 于是 二人变了一副丑点的模样 这样不容易引起别人的目光 距离半日的时间 至少还差两个小时 张不凡也不想离去 那就在这里会会这个雷家 看看他们的精良如何 不过雷家没有到 城主府的执法队倒是先来了 这里 有战斗 谁看见了 发生什么了 雷成俊一伙人 如今还有四人活着 这四人没有跑 张不凡也没杀他们 四人慌忙指着张不凡道 成队长 他 他杀了雷少 队长是个先王巅峰的修为 可以说 基本上是没有远超他战力的敌人的 何况又是在自己的地盘 自己有护城大阵撑腰 什么 你说的哪个雷少 雷成俊 成一便是成队长 不可思议地望着这几人 对 就是雷成俊啊 成队长 赶紧拿下他 雷家一定有后报 成一带着十人 加上他共有十一人 来人 抓了他 张不凡笑了笑 我说几位 你们是城主府的执法队 还是他雷家的执法队啊 问也不问 就直接选择抓我呀 这有啥好问的 他们都说 你杀了雷成俊 你也没否认 难道还冤枉你了 的确没有错 是我杀了雷成俊不假 但是 成一抬手打断了他 既然 你都已经承认了 那抓起来吧 是 这十个执法队成员 每人拿出 一柄巴掌大的小伞 丢出去 十把伞迎风见掌 变成了硕大的十把巨伞 撑起来 将整个酒楼盖住了 巨伞之上 一股股的光运 朝下照射 这 我的灵气 凝知了 雷成俊的几个狗腿子 吼道 但是这几个执法队员 每人带和一块玉石 放在脖子上 竟然抵消了 对他来讲 似乎没多大作用 他体内的灵气不一般 在鸿蒙之气的带动下 竟然照常运转 一个队员 拿着一柄长剑 刺向张不凡的丹田 哈 好很多 张不凡轻轻地侧身 一转身 一拳打向了那执法队员 碰 这队员直接变成了血污 嗯 什么情况 他 是体修 用灵气进攻 嗖嗖嗖 呼呼呼 满屋子的气静 朝着张不凡身上招呼 扮平练体 他勉勉强强地 能挡住他们的进攻 但是就没有余力进攻了 他无奈 只好释放出鸿蒙之力 作为灵气赵所用 却见 这些剑盲气静所有的进攻 全都被那层薄薄的灵气赵阻拦 这下张不凡也有余力反攻了 你们 打够了吧 该我了 剑意吞天 这是他利用的剑意法则 创造出的一招 漫天的剑意 如同暴雨一般的倾盆而下 啊 啊 无命休矣 十一个执法队员 包括雷成俊的四个没死的狗腿子 尽数陨落 这股剑意之强悍 立刻引起了南帝的注意 他原本正在洞府中修炼 却忽然感受到 一股强大到离谱的剑意 从南云城方向升起 直通天际 这是谁 竟然有如此强的剑意 竟然在我之上了 但是他没有出去看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一旦这个剑意冲着自己来 十有八九 自己会受伤的 这一切 全被易容的柳叶熙到清莲看见了 好帅 柳叶熙惊叹道 是啊 这么强的剑意 即便我店 都不如啊 此人什么来头 没见过仙界 有这么一个天交啊 道清莲说 清莲 你忘了前些时间 升龙榜第一名那个叫张不凡的 不也是突然冒出来的 咱们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听说了 这人被血魔老祖杀了 就是前段时间绑架我 毒害了众人的那个家伙 以他的手段 杀一个后辈 的确也太容易了 这血魔老祖 哪里出来的人物 怎么这般厉害 听说只是中天玉出来的 至于为何这般的厉害 那就不得而知了 清莲 我们要不要去认识一下恩公 好 啊 走 看看恩公有没有道理 或许 道清莲 倒是又恢复了之前的平嘴模样 张不凡刚杀完执法队的人 又是几十个先王后妻堵了上来 谁 谁杀我 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壮汉 飞到天上酒楼的位置 此时这里 早已变成一片废墟了 这雷家人 为首的一个 便是雷成俊的老爹 雷文聪 先王巅峰的强者 家里先王后妻的 就有上百个 这次带了一半出来 就是要将沙子仇人碾碎 张不凡朝前飘了出去 你就是那雷少的老爹啊 你儿子是我杀的 好 很好 杀了人竟然还不跑 很好 一起上 给我撕碎了他 慢着 就在雷家的几十人 一窝蜂地冲上来时 一个声音喝道 震扯天际 立成主 你来得正好 此次 杀了我的儿子 我正要将其拿下 你不会要阻拦我吧 立秋尘 南原城的城主 半步先帝的修为 雷家主 你且稍等 我刚当的一队 执法队成员 刚当在此地被人斩杀 我要问问 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立秋尘是独自前来的 他就压根不幸在南原城 还有人能拿他怎么样 你不用问了 你的那队执法队 是我杀的 立秋尘觉得还挺有意思 这年轻人看起来年龄不大 战力倒是高得离谱 关键是在他面前 胆子还这么大 哈哈 有意思 杀了人为何不跑 我跑了 你就不追了吗 当然要追 对吗 既然你要追 我又何必跑 哈哈 哈哈 好 就冲你这个劲儿 对我胃口 这样吧 我给你个痛快 如何 好 好 那就多谢了 他们几下把话聊完了 可把雷文聪急坏了 立成主 死子杀了我儿子 能不能将他交给我 你 你 雷文聪 这样吧 一万条极品灵脉 我把人交给你 雷文聪一证 最终还是同意了 当即交给他一个戒指 哎哟 小兄弟 你看见了 现在你的生死在他们手上了 哈 我就不掺和了 咱们下辈子 有缘再做朋友 哈哈 立秋成拿着戒指 站到了一边 好家伙 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已经把我卖了 张不凡也是大无语 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小子 敢杀我雷文聪的儿子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雷家是什么存在 诸位 活捉他 雷文聪一声令下 手下的几十个客亲 一窝蜂地朝着张不凡围攻而来 切 什么阿妈阿狗的 都来这里乱废 百花落尽 无数朵建议形成的花朵 从天而降 几十个人看着天上的花朵 莫名其妙 这是什么鬼的武技啊 还弄出漫天的鲜花 砰砰砰 有人开始碰触到花朵了 发出了一阵阵的爆炸声 仅仅一招就有半数的客亲陨落 小心 这是建议 慈子剑法已经通天了 有人喝道 立秋成看着张不凡的神通 吃惊不已 慈子要是跟自己对上 恐怕自己占不了便宜啊 雷文聪自然也是脚下一软 他自问 如果自己接上这一招 恐怕挡不住 不振 雷文聪大鹤 于是 剩余的这些人 以乾坤八卦之位站好 瞬间十几人的阵法已经形成了 剑意层层叠叠地朝着张不凡袭来 哟 这阵法有意思 张不凡整个人在剑意之中 然而剑意却绕着他旋转 那十几人见阳辰不躲不闪 以为这样的一波攻击下来 他必然已经神魂俱灭了 于是收了进攻 定睛一看 众人彻底傻了 这 他 怎么回事 要不试试 我的滔天剑意 哈哈 说着 他伸开双臂 无穷的剑意在他的身后涌起 如同波涛一般地 扑向面前的十几人 剑意时而变成飞鸟 时而变成利剑 时而化成巨龙 朝着十几人扑去 跑啊 有人大喊一声 随后几十人便溃散开来 然而剑意速度何其之快 瞬间将众人搅成了肉酱 你 竟然 如此强 丽丘尘此刻手里 还拿着那一万条几品灵脉 他此刻觉得这戒指 比任何时候都烫手 丽丞主 你看吧 一万条灵脉 你卖便宜了呀 哈哈 呃 哈 道友 我就是开个玩笑 没别的意思 是吗 我怎么觉得 刚刚你可是 拿着这枚戒指很高兴啊 呃 这 你一定是看错了 张不凡收了这几十人的戒指 足足两百多个 丞主大人 少废话吧 把你的戒指和宝库交给我 可以活命 不然 我也想和丞主下辈子再做朋友了 哈哈 我交 我交 于是 张不凡得了他的所有的资源 里面还有几百块 带着鸿蒙之气的石头 这场战斗 可是没有逼着其他人 几乎在半个时辰的功夫里 整个南原城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张不凡自然又去了雷家 将他们的所有资源都收了 差不多了吧 该去丹启蒙了 刘叶熙和道清莲已经被惊呆了 一个仙尊敬 竟然有如此的战力 这也太强了吧 我们 要不要去认识一下他 先不慌 这里可是南地的地盘 他的城池里出了事 他应该很快就会来了 再看张不凡 那眼神甚至都不敢直视 朵朵闪闪的 吓得牙齿直抖 火箭 我要的扶龙根有了吗 有 有了 给完吧 好 给你 给你 火箭赶紧将一大包药材丢出去 多少零食 三 三条零脉 张不凡给了他零脉 刚要走 忽见一股尾力朝着这边压来 这是 先帝的威亚 好强 看来 我要改变计划了 他立即转头走回了丹气阁 同时在几个火箭的脑海 刻画了奴隶烙印 杜绝他们告密的风险 张不凡进了丹气阁的炼丹室 开始炼制仙王丹 他布置了重重的阵法 就是为了避免南帝找到他 找了一个九级的阵法 自带二十倍的时间优势 进入后 外面的一天 里面就能有十天的时间 仙王丹 我来了 青木心法 运转了青木心法 脑海瞬间清明起来 看了看丹方 一日之后 了然于心 希望尽快出结果 一旦到了仙王期 我有信心在仙帝之下套走 第一天过去 练出来一枚下品的仙王丹 他已经很满意了 外面仙帝的威压到处游走 估计是在寻找张不凡的身影 第二日 练出了一枚中品的仙王丹 第五日 上品 第七日 终于练出乐乐极品 此刻外界还不到半日的时间 哈哈 来了 苏湘 马上来南原城 张不凡还是希望在时空轨中度过天节 这样能多一股那种神奇的力量 苏湘距离很近 一个闪身就到了 只要张不凡不露出自己的气息 他就很难找到自己 公子 怎么回事 来 仙王丹炼制好了 咱们可以渡劫了 二人进了时空轨 张不凡率先开始吞下丹药 半日后 他的气息便暴涨 终于 雷劫来了 时空轨中一股股的气息 朝着他体内钻来 又是半日 终于进入了仙王一层的境界 苏湘 来吧 苏湘也是直接吞下三颗仙王丹 瞬间便有了反应 气息涨到了一个极限 丹田猛地扩大 时空轨中的那股气息 开始朝着他身上轰来 张不凡也不浪费这些气息 主动地朝着自己上面迎去 这使他身上的这股气息 更加地磅礴 足足达到了四成 同时他感觉 自己的一层的气息 似乎要圆满了 竟然马上要突破到二层 一日后 苏湘的气息稳定在了一层 是时候逃离了 希望他不会隔着时空轨 察觉到我的气息吧 于是 两人在时空轨中 直接穿透了空间 一闪而逝 然而 时空轨上还真是有张不凡的气息 先帝的神识何其灵敏 当即追了上来 到了自己的宗门之后 这股气息竟然又消失了 看来是被自己宗门的阵法隔绝了 难道 此人是我宗门的 怎么可能 我们宗门最强的一个 除了我也就是大长老 之前的那个年轻人 是谁幻化的吗 他此刻开始怀疑 那人是自己宗门的长老们幻化的 目的就是为了打劫城主府的宝库 南帝此人生性多疑 对待自己宗门的人 就从来没有哪个是自己完全信任的 对谁都留一手 于是回到宗门之后 他便注意调查 看看哪个长老 在面对他说起这件事时候 眼神闪躲 心神不定 结果是了一百多个长老 还真是有些长老 心神不宁 其实他们的确是有亏心事 只是并不是这件事而已 之所以他不调查弟子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些弟子的本事 即便是最强的一个 也不可能有那么强的建议 这点他心里是笃定的 二人直到躲进了秘境 才算是放心下来 不然还真是有点担心被南帝识破 然后再也无法在南帝宗的秘境中修炼了 错过了这个机会 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再找机会进入帝宗 此时 夏天于一个叫做弃龙门的宗门内 作为外门弟子的张道理 已经听到了张不凡的名字了 毕竟升龙塔的第一名 那名号真是太响了 想不被人听见都困难 但是听见归听见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他 就连好多的强者 都来到他们宗门来寻找张不凡 当然是找不着 张道理如今能做的 躲着点别惹事 还是能保命的 他早已经打听了寒冰派的位置 距离他们的宗门只有一万里 飞行的话 以他的速度半日就能到了 他也做好了打算 买了几张隐身符 这样就能更好的保命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后 他出发了 要到寒冰派 需要绕过一片妖兽森林 也就是丰天森林 这里可能会有些危险 因为不但有先兽丛生 而且还有许多来此力量的修饰 所以 也就是 这个位置会有点危险 前一个时辰 他安安稳稳地飞行着 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但是眼看要接近风天森林了 这里的修饰多了起来 他没敢在林子正上方飞行 因为这上方隐藏着 许多强大的飞行仙兽 他只好绕着森林的边缘上空飞 此时他是隐身的 所以还是比较安全 不过第一张浮炉用完的间隙他 他突然一时之间 忘记了贴第二张 就仅仅是一炷香不到的时间 被几个修饰 发现了他一个人的身影 在全速地飞行 立刻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般这种情况下 都是身怀重宝 才会如此仓促 走 跟上去 这是两个金仙初期的修饰 两个金仙初期 对付一个天仙后期 那可是太容易了 而且 两人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当张道理发现了 自己的隐身符已经失效时 连忙贴上新的 可是为时已晚 那两人在跟踪他的气息 而且距离越来越近 张道理已经察觉到了 连忙贴上了个急行符 速度瞬间加快三倍 糟了 被他发现了 赶紧也贴一个急行符 二人也贴了符路 速度更快了 两者间的距离更加近了 糟了 糟了 现在也只好进入林子了 他别无选择 林子里的窜天的树木 可以阻挡神石 也能为他提供掩护 进入林子中 他依旧朝着寒冰派的方向 快速地奔行 此刻距离寒冰派 也就只有三千里了 如果没有意外 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 所以他就堵自己 能逃过一个时辰 还好这是林子的外围 遇到的妖兽也不算强大 他当然不会选择战斗 只要遇到仙兽就绕着走 倒是后面这两人 一招击杀了不少的仙兽 也没有影响他们的速度 在林子中时 两者的速度都下降了许多 倒是没有让他们之间的距离 再次拉近 前面的听着 我们只要戒指不要命 但是你要是再逃 我们可就连人也杀了 这两人在后面喊 但是张道理修炼如此之难 他身上的零食 都是拿命换的 这些东西他可舍不得 所以他只能逃 没别的选择 三级的仙兽金刚虎 前方不远处 这只金刚虎虎士 单单地盯着他看 在距离这金刚虎 只有几百没事 他故意地顿了下 让后面两人的距离 离他更近了 还不到一千米 张道理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突然地腾空而起 这下后面的二人来不及反应 直接撞在了金刚虎面前 丢了一个目标 后面还有两个 这金刚虎 自然不会再去追跑掉的张道理 而是冲着后面刚来的 两人扑了上去 畜生 给我滚 金仙对战三级的零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是要想解决他 需要时间 老刘 你先追上去 我缠住金刚虎 别让那肥肉跑了 你小心 其中一人 竟然静止追了上去 不到一炷香 又要接近张道理了 不过此时 距离寒冰派 也只有半个时辰的距离了 卡奈要用暴明的符路了 他花了大价钱 买了四级的攻击符路两张 不希望他能杀了金仙出气 只要能阻挠他们 一时半刻也很好了 距离后面的金仙 只有以前没事 到了符路的攻击范围了 他率先丢出一张剑符 四级剑符的光芒非常强烈 这还是张道理第一次使用四级符路 也不知符路的威势有多强 硬着头皮丢出一张去 砰的一声 剑芒划过空气 急速地朝着那金仙刺去 啊 数字 那金仙叫骂一声 丢出一个小盾牌 抵住了剑芒的攻击 不过盾牌也裂开了 火球符 张道理趁热打铁 接着又丢出一张火球符 同样是四级的符路 啊 金仙气明显没有想到 这天仙战斗意识竟然这么强 会接连丢出两张符路来击杀自己 砰 无意 这个火球符 结结实实地击打在金仙的灵器罩上 将它撞飞了几百米 他抓住机会 连忙朝前飞 这一下拉开的距离 他们再也追不上了 不过 临近寒冰派的山门时 这俩人竟然又在身后十多里了 不过他们没有再追上来了 毕竟已经到了别人的山门了 二人愤愤地离去 张道黎到了山门前 说要找影机 职守的弟子 似乎已经习惯了 有男子找影机了 不过上次找影机的男子 可是拯救了宗门的 所以 他们对于找影机的人都非常尊重 道友请坐一会儿 我这就去喊影机师姐 果然没有多久 影机便来了 发现是张道黎 也很高兴 毕竟都是修真界公欢难的朋友 影机前辈 张道友 没想到你倒是主动地找来了 随后 张道黎进去 说了下目前的情况 张道黎也大概地了解了这里的局势 当然 他最佳的选择 还是找到张不凡 毕竟以张不凡目前的动静 肯定对他的帮助会最大 这么说 这个升龙榜第一的 还真是张道友 唉 咱们的差距 真是从修真界到先界 一直这么大 张道友 你不觉得有这样一个朋友 也是我们的气域吗 最起码 上次张道友可是拯救了我们寒冰派啊 的确 的确 有这样的朋友 对我们来说也是姓氏 那我现在帮你联系张道友 有劳了 影机立即联系了张不凡 此刻的张不凡正在闭关 还真是没有马上听到 不过 既然已经到了寒冰派张道理的安全 就得到了保障了 他也不在乎多等几日 半个月以后 宗主赵英在外打听到了一个消息 张不凡已经被血魔老祖杀害了 什么 宗主你这消息确凿吗 应该确凿 是一个问天宗的朋友传来的 问天宗就是张小友的宗门 张道理一听 顿时觉得前程堪忧 原本觉得张不凡要是发达了 自己可以追随一下 看来仙界的路很是艰难 影机唯一能帮助他的 就是请他在宗门的修炼室 修炼了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 他到了天仙巅峰了 影机又给他一亿零食 算是人至一尽了 张道理始终是又重新离开了寒冰派 现在最好的目标 就还是返回七龙门 幸好返回的这一路还算顺利 花了一日时间回到了七龙门 只要他修为到了金仙境 进入内门的机会 就大很多了 所以他如今全部的心思 都是进阶金仙境 这原本只需要一颗金仙丹 就能解决他的事情 但是作为修真界老油条的他知道 要么服用极品金仙丹 要么自己突破 否则最好不要服用下品中品的丹药 时间久了 后路就会越走越窄 所以 他用一亿零食中的一半 买了自己宗门一个月的修炼室时间 希望可以冲破这个关卡 他刚买完积分 正准备进入修炼室呢 突然一个外门弟子冲到他身旁 将他撞飞了好几米之远 手里的弟子令牌被撞飞很远 你们 这个叫张红露的家伙 便对他怀恨在心 后面经常在宗门对他暗暗使手段 虽然宗门不允许私斗 但是来暗的 要宗门没有证据 也拿他们没办法 就比如这次 他们故意假装撞到了张道黎 另外一人又假装飞身经过 将他的弟子令牌踢飞 经过几个人的这么一配合 令牌最终被踢进了后山的悬崖中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弄来的五千五灵时 也没管这些人 自己直接跳下了悬崖 神石放开 来查找令牌 就在他找寻自己令牌时 刚刚因他的几人 也悄悄地尾随至此了 陆哥 这里宗门的阵法 真的探查不到 放心 一个内门师兄说的 他的一个好友 是宗门负责阵法长老的徒弟 那好 这家伙不知道那里弄来的零食 竟然一下子买了一个月的修院室 说不定他身上还有 所以 咱们只抢戒指就行了 如果他不配合 那就 张红露做了一个手掌下砍的姿势 砰 张红露趁他不备 一掌机在他胸膛上 张道理一口浓血喷出来 张红露 这里可是宗门以内 你敢动手 这里是阵法死角 交出戒指 或者交出小命 好我交我交 但是你得以道心启示 我交出以后 你不得再动手 麻烦得很好 我启示 你交了戒指我 扑齿 趁着他完全放松时 张道理蒙的上前 一剑穿透了他的丹田 这下不死也得废 你好 张道理可不是修真小白 拔出剑就朝着他脑袋砍去 既然得罪死了 那就不死不休 其余三人一看 这都出人命了 他们本来是一人 收了一千零食 来吓唬人的 可不想搭上人命的事情 三人一溜烟就跑了 但是却报告了执法队 张道理将张红露的尸体 焚烧干净以后 立刻找到自己的令牌 进入了修炼室 宗门的执法队 接到这几人的报案 立即就赶来悬崖下 当然已经人去楼空了 这里 似乎不像发生过战斗的样子 执法队看着这里说道 那个 那个叫张道理 偷袭了张红露 所以没有战斗 张红露 你们如何证明 那个张红露已经死掉了 这 这 将那个张道理叫来 一问就知道了 他 人呢 应该是去了修炼室 可是在没用确凿的证据之前 我们也没有权利 无端地打断人家的修炼 这样吧 等他出来再说吧 就这样 张道理竟然躲过了一劫 等他出来 那至少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便是宗门的考核了 谁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一个月的时间 飞快地过去了 张道理愣是凭着他之前的修炼经验 修炼到了金仙境 出来以后 紧接着就是宗门的考核了 这可是重中之重 所以 执法队早就将一个月前 张道理杀人的事情 给忘了得干净 这段时间 全都是为着考核的事情忙碌着 七龙门的外门考核内门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毕竟内门弟子的数量是控制着的 所以 每年的晋升内门的人数 都只有1%的样子 他们外门的弟子 有10万之重 但是能晋升到内门的 也就是1000人 所以 先是来个一刀切断 只有到达金仙的修饰 才能有资格考核内门 张道理出来以后 立即去了报名处 接受第一步筛选 金仙一层 刚刚狗格 拿到了一个号牌 5821号 看来他已经是第5000多号了 肯定后面还有 明早到外门广场来 来迟了 可就没有资格了 是的 长老 负责分发号牌的 是外门的长老们 张道理守在后面看了一日 足足有一万人 达到了金仙的标准 晚上 我还是不能回洞府 还是得去修炼室 只有这里最安全 不然那张红露的人 肯定会去找我 所以他又开了一天的修炼室 进去待了一晚上 第二日一早才出来 正好赶上考核开始 此时 还真有三人盯上了张道理 这三人并不是之前 和张红露一起的三人 而是张红露家里 买通的外门精英弟子 都已经是金仙中期的修士了 他们打算在第三关 猎杀妖兽时 将张道理杀了 张红露家 也算不大不小的一个中等家族 所以 这点零食 还是舍得花的 给了三人每人五千万的零食 所以三人还是非常高兴 承诺一定活住了张道理 第一关 测试资质 每个人拿到一部攻法的一部分 看谁先参悟出来 去前五千名 张道理好歹在仙界 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这一关 他以第五百名的成绩胜出了 第二关测试 防御和躲避 五千人进入一个阵法之中 阵法中会飞出无数的剑芒 这个阵法会自动地查探 每一个修士的气息 在他们认为 此人气息马上要断绝时 将其传送出来 躲避和防御在实战之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哪怕是对方的攻击在强悍 你躲过去了 他也无法伤你分口 所以这个能力很重要 五千人进入阵法 最终会选出三千人 这一关张道理倒是有些把握 他在修真界时 也学过一套身法 这身法 即便在仙界也算不错的身法 他曾经靠着这身法 躲过去很多的必死的攻击 第二关的阵法中 剑芒越来越多 开始张道理 还是躲得很轻松 足足出去了一千人 他还没有受一点伤 直到距离三千人 还差一百时 他还是一点伤都没有 最终三千人胜出 他一点伤都没有 这几乎是前十的成绩了 那三人也很强 都顺利地过关了 不过三人身上都有伤 发现张道理竟然没有伤 他们很诧异 难道此人是个高手 第三关 我们将会进行实战了 去疯天森林中猎捕妖兽 时间是三日 一级的一分 二级的两分 三级的四分 四级的八分 五级的十六分 六级的三十二分 七级的 你们也别想了 不可能的 外门的长老说道 于是 驾驶非洲带着三千人 进了焚天森林 一进去 这三人便开始疯狂地 追着张道理追杀 我说 隔几个是怎么回事 我可没得罪过你们 那倒是 你没得罪过 但是我们收了钱 就得将你倾注了 交给人家 你们收了多少钱 我出 这三人的实力太强了 张道理是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点把握 他们可是 每人出了五千万 你有吗 边逃几人边说 这么多 我 那我还是逃吧 张道理施展身法 不过后面的几人实力很强 根本就逃不开 砰 张道理中了一剑 背后火辣辣的 估计先血直流了 他来不及停下 贴上一个急行符 继续地逃窜 看来逃不掉了 丢个阵法吧 他迅速地丢出一个攻击阵法 不过三级而已 也就是能勉强地阻止一下 他们的脚步 砰砰砰 当当当 这几人被阵法的剑芒 稍稍地阻止了一下 也就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从里面挣脱了 而此时 张道理并没有逃多远 仅仅是七八里地之外 这几人又追了上来 距离还越来越近 仅仅不到两炷箱 两者的距离又拉近了 又到了攻击的 有效距离之内了 兄弟俩 进攻 三财阵 三人联手攻出了一个大招 朝着张道理的后背 猛然地砸去 砰 张道理直接被积翻在地 哎呦 不会被打死了吧 咱可没法交叉啊 哎呦 都怪你非要用三财阵 我看看 他死了吗 一人慢慢地上前 将张道理翻过来 只见他紧闭双目 一动不动 糟了 糟了了 估计是死了 扑斥 张道理手中猛地伸出一剑 刺中了这人的丹田 你 你 咔嚓 张道理接连又是一剑 将他的脑袋砍下 接着贴上隐身符和急行符 再次逃出去 这 这家伙命真硬 追 二人紧紧地在后面跟着 始终 张道理的伤太严重了 血滴了一路 就在前面 是 一人挥出一剑 听声音是刺中了 张道理这才又显出了身形 整个人出气多 静气少了 没想到 我张道理 今日这是要死在这儿了 他无力地躺在了地上 确实没有任何力气了 跑不动了 二人追上来 看着没有丝毫气力的张道理 还真是难缠 追了这么久 哈 不过总归是抓到了 老三带走吧 他们丢出一个复领锁 瞬间将张道理捆了个结实 这才放心下来 毕竟被复领锁困住了 不可能再逃了 扛起来 咱们领赏钱去 二人扛起了张道理 朝着封天森林的外围 封海城里面飞去 封海城中 也就是这张家的所在之处 当年 苏香被刘家的刘承轩 便囚禁于此 张家 二人将张道理丢在地上 张家主 人可送到了 张红露的老爹张风年 满目血红地盯着地上的张道理 小子 就是你杀了我张红露 好 好 今日我就用你的命来祭拜我儿子 哈哈 他提着张道理 到了张红露的灵牌之前 张道理已经不反抗了他知道 自己反抗也没用 死就死吧 哈 我张道理一生杀人无数 不过一个垃圾 杀了就杀了 怎么了 混账 混账 你给我死去 张风年一巴掌拍下 张道理双目圆瞪 没有眨一下眼睛 但是久久 久久 这张风年的一掌 都没有拍下来 怎么了 哈哈 不敢杀 懦夫 懦夫 哼 不过他骂完 发现事情不对 因为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动了 禁止了 除了自己 他能动 其余所有人都不能动了 他赶紧掏出一个丹药吞下 然后一箭杀了张风年 再杀了抓他的两人 竟然轻轻松松地就杀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竟然杀了他们 哈 此刻上空 张不凡和苏香站立齐上 杨晨笑着看张道理做完这一切 公子 不去见见吗 过两天 让他去封天森林考核 看看成绩怎么样 张道理将张家的所有灵石都拿走了 然后又去了镇福阁 买了不少的俘虏和镇法 这会大大提高他的胜份 随后又赶紧地返回封天森林 苏香 还记得当时扣留你的那个 叫什么留 什么的吗 刘承轩 要不要去出口气 呃 其实倒还好 没有多大的气 下去逛逛封海城吧 那也好 走吧 二人打算就在这里 等着张道理考核结束 三天的时间只剩下两天了 二人一进入封海城 发现城里还张贴着 关于寻找苏香的告示 是两亿零食 夏天玉来说 已经算是很大一笔钱了 哈 看来这个家伙 对你还不死心啊 张不凡倒是觉得 此人还真是用情至深 这都多久过去了 也不见他放弃 苏香一出现在封海城 大家指指点点地 就开始对他议论起来了 当然 不乏有人该被刘家通风报信的 刘家 刘承轩这些年都已经魔证了 也不好好修炼了 见到跟苏香长得有几分相似的女子 就想方设法地弄回家 对其大肆地凌辱 慢慢地 他的心境发生了扭曲 当今日 有有人来刘家通告画像上的人 来到封海城了 起初一人来 报告他还不信 结果慢慢地十多人都来了 他急忙地冲上街去 身形在街上四处乱飞 就这么一炷香之后 还真是让他在一家商萌前 找到苏香二人 苏香 还真是你 苏香 刘家的其他人 自然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带着人到街上来查看 刘承轩的弟弟刘承宇 妹妹刘承宇 还有爹刘一刀也都来了 带着十多个侍卫 街上的人 如今对这个刘家 简直恨之入骨 不知道糟蹋了多少的 梁家少女少妇 然而刘家家大势大 他们都是个敢怒不敢言 当他们看见画像上 这个女子出现以后 心里都笃定 这女子算是完了 就是不死也得疯 刘承轩 你 这是搞些什么 之前路人们议论的事情 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苏香 你 终于回来了 你还是没有忘记我对吧 哈哈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刘承轩 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你这些年 迫害了许多的女子 致使别人疯的疯 死的死 刘承轩眼睛 直直地看着苏香 是 哈哈 谁让他们长得像你 像你就不行 我就得糟蹋了他们 然后弄死他们 哈哈 哈哈 开始张不凡对这个家伙 还是有点赞赏的 谁知道 竟然变成如今的模样 来人 快抓住此女 刘一刀看见苏香以后 可没有多想 他儿子为了这个女人都入魔了 他可不能再放过她 十多个金仙器 朝着苏香抓来 苏香头都没有会 一挥手 一道寒气从手中喷出 这十几个人 惊仙当即变成了冰块 然后碎成了一块块的 这一招 整条街的人都杀了 这是什么实力啊 那些侍卫可都是惊险啊 刘一刀妇女四人呆了 吓傻了 没想到 他们一直惦记的女子 实力竟然如此强 苏香 你 你 刘承轩刚刚想去 抱住苏香的 却被这一招给吓傻了 你怎么 这么强 刘承轩 原本要是没有这些事 我可能不会杀你 但是你作恶太多了 苏香伸出一指 在刘承轩的脑门上 只见他的生机迅速消失 这样一个入魔的人 轻轻松松被苏香了结了 承轩 哥 你 你竟然杀我的儿子 我跟你拼了 苏香 这些人都杀了吧 手上肯定没少沾血 苏香再次一挥手 数十个冰锥刺向了三人 三人依然是保留了全尸 杀了这二人以后 刘家的财产二人 却全部都收了 花了一天时间 将他们分给了那些 被他们迫害的人 还剩下一天时间 二人在一家酒楼 尝遍了他们的美食和美酒 杨成的神识 时不时地 在封天森林中扫描几下 到了他们考核结束了 总结积分来的时候 张道理竟然因此 得到了一百多名的成绩 算是成功地进入了内门 如今 他分到了一间 很不错的洞府 正在里面高兴啊 张不凡二人忽然出现了 谁 张道理猛地转身 手中出现一张 俘虏直接丢了过来 却被张不凡一把抓在手里 硬生生地给捏了回去 张老哥 这么久不见 就这样欢迎我 张道理这才看清了 张不凡的身影 张小友 你 唉 你不是死了吗 被雪魔老祖杀了 哈哈 你得当我死了 不然那些个先帝 可不放过我 嗯 好 好 我忽然想起来 在封海城张家 是不是你出手了 张不凡笑了笑 算是默认了 我就说 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这些人竟然一动不动了 这个 张老哥 陈宗主以及一些长老 都在中天狱的修炼室里面 要不我也将你送往那里 甚至可以到上天狱的修炼室 但是你们切不可说出与我的关系 否则会连累你的 张道理想了想 不凡 这样吧 我还是从夏天狱摸爬滚打上去吧 我总觉得 这样提升上去的实力不扎实 这倒令他很意外 看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 哈哈 那好吧 我就送你些零食和丹药 能帮你一些 就帮你一些 阳辰递过一个戒指 里面有几千条下品灵脉 一些疗伤丹了 大环丹 仙尊丹破金丹等 都是极品的 这让张道理很诧异 这么多 这 太多了吧 张老哥 这些东西 我都用不上了 我的功法和来你们不同 真的 太谢谢你了 以后有麻烦的联系我 好 好 说吧 二人的身影消失了 张道理这里 算是暂时有了的了结 张不凡再次回到了南地宗 他置身在南地的山门口停下 飞了进去 不过就在宗门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是有个神迹即将现世 这个神迹可不是形容词 而且的的确是个神的道场 但是这个道场 可不是人人都能进得去的 据说在整个仙界 只有后十万个令牌钥匙 拥有钥匙的人才能拿进去 这个神迹每五千年出现一次 钥匙会在出现前的一个月 随即地出现在仙界的一些地方 得道者可在当夜 让钥匙沐浴月光 乘坐传送阵到达秘境 也就是 这钥匙其实也是传送阵 神迹 这个 我得去凑个热闹啊 可是 钥匙 他决定先不去秘境了 先去哪里看看 能得到这钥匙的消息 如今他的修为 还是先往一层 想进阶二层可不容易 他将这个事情 跟苏湘说了说 苏湘也同意 去寻找一下这个钥匙 只是他 他可不知道去哪里找 既然不知道 那也就只好去人多的地方 多探听这个消息 先是到了南地宗的杂役区地摊这里 这里几乎是整个南地宗人 最多的地方了 他假装在逛地摊 实际上神识 在探查着 每个说起神迹的人 只要有人说起来 他就立刻出现在他们身边 不但听仔细 还时不时搭个话问两句 这钥匙 现在出现过没啊 张不凡问道 没有啊 哪里那么容易 总共十万把 上中下三个天狱 几万亿的修士 出现在你手里的概率 这可太低了 这个修士回答 啊 这也是 要是能给我一把就好了 张不凡故意爱说道 哈哈 哈哈 就你 且等吧 周围人也是一阵哄笑 在这里混了两天之后 实在没有更新的传言了 他便直接回了南原城 这里的修士来来往往的 可比南地宗多多了 上次从这里 原本想结识张不凡的柳叶熙 和道清莲 最终因为张不凡一个闪顿 失去了他的踪迹 接着是南地在这里吼了半日 最终也是没等到张不凡回来 张不凡又在南原城打听了好几日 这次已经听到了 有人得到令牌的消息了 光是在南原城 足足有十人据说得到了令牌 但是这十人隐藏得非常好 毕竟这东西 那就是一个祸端 一旦被人知道了 恐怕就是怀必其罪 这一天 二人就在南原城的酒楼喝酒 当然如今的张不凡进了南原城 就换了另一副模样了 萧云的模样也不能用了 因为上次就是这副模样 大闹南原城 苏香也是稍微换了下 公子 看来这令牌 还真是不那么容易获得啊 就是啊 你看看 偌大的南原城才十个 而且竟然一个都没有露过面 就在二人说着时 突然旁边一人掘地而起 另一 人紧追不放 陈先王 我们只要令牌 你何必大了性命 追杀他的人也是先王 他们这一猴可不得了了 毕竟这个城里 好几亿的修士都盯着呢 顿时几百人一起到了天空 追杀那个先王 几百人 就是每人胡乱进攻一下 几次攻击也就手上了 顿时那陈先王便失手无存 他的身上有五六个戒指 分别被五六人抢去了 谁也不知道 这令牌在谁的戒指中 所以战斗一下子停了下来 忽然 这六人中的一人猛地消失 在他那里 追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战斗 先王一会死一个 一会死一个 执法队都管不了了 南原城整个乱成了一锅粥 很快地惊动了南帝宗 南帝宗的长老过来了二十多人 竟然也无法阻止 这已经接近一千人的乱战队伍了 很快 这二十个长老竟然被这些人重伤 不得不逃回了南帝宗 将此事上报之后 南帝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南帝对于令牌也是垂涎三尺 所以他亲自来到南原城 释放出先帝威压 瞬间这些先王都尾了 他们人再多 在先帝面前那都是白大 南帝一巴掌 将一半的先王给拍死了 剩下的一半也被他禁锢 戒指 拿来 南帝巨大的法箱伸出一只大手 那手里握着装有令牌戒指的人 毫不犹豫地扔了过去 他大手一捏 整个戒指直接碎了 里面的宝贝都掉了一地 他完全没有去捡 而是将令牌拿在手里看了看 满意地消失了 此时这些人的魂还没有回来 当他们反应过来 刚刚那可是好几百个先王的戒指 赶紧去下面找 竟然一个都没有了 足足四五千个戒指 如今全在张不凡的时空轨中 令牌到了先帝手中了 他们谁也没有那个胆子 优先帝那里要 或者偷了 只得寻找下一个目标 我听说 昨晚 白家 一道紫光出现 似乎落下了一枚令牌 突然有人说道 白家 白玉良 自打上次白家的主力都被杀以后 白玉良便在家里修炼了 他家的事情 暂时还处于保密的状态 如果真的让他知道 毕白家已经是败许其中了 恐怕早就有人打上去了 但是 如今有人提供了这个消息 而且还是处在这个结果眼上 恐怕即便是以前的白家 也有人打算去打上白家了 果然 这个消息 仅仅传出去一个时辰的时间 就已经集结了上千的修士了 这上千的修士 可已经是白家站立的好几倍了 所以 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地去了白家 这里面自然包括了张不凡二人 这样 众人飞到了白家上空以后 黑压压的人 把整个白家都盖住了 白家家主 我们众人只是想来要令牌 我看你们就交出来 免得有负灭之险 就是 白家主 交出令牌 我等速速离去 就是 不然你们白家的大阵 恐怕我们也就是 一个呼吸就能击破 城主执法队 此时已经彻底瘫痪了 疯狂的修士们 哪里还管他执法队 正所谓法不压重 如此多的修士集合在一起 还都是先王境 这也就只有 地宗能压得住了 白玉良和一众的克卿出来了 看见这么多人 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比他强很多 所以他顿时心中就感到无力 他们白家 如今连克卿一起 也就是七八十个先王了 而且 这里并没有什么令牌 白玉良此刻想着 能狡辩就狡辩一下 万一蒙过去了呢 哈 白家大少是吧 我们知道 你是南帝中的天才 但是南帝刚刚亲自 抢走了一个令牌 他不可能再出来了 所以 你别想着 他会再出来帮你 白大少 没有证据 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 不然 你以为我们怎么能找上你呢 白玉良心里彻底寒了 罢了罢了 我交给你们 交给你们 白玉良知道 这次是赖不过去了 只得将令牌丢了出去 一块紫色的令牌 嗖的一声从阵法中飞了出来 这下 第二轮的抢夺又开始了 先王的尸体继续地往下掉 如同下饺子一样 张不凡二人在下面捡漏 倒是捡了许多的戒指 不过捡了几个后 觉得没意思了 这么多的戒指和灵脉 对他们来说 已经用不完了 再多也没用 天上战斗的修饰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了 由开始一千人 到现在的两千人了 公子 你去抢下来 去吧 免得再生事端 万一又来个先帝 我们就又没有办法了 似乎在那个 穿红色衣服的修饰手里 二人一直在下面看 自然是没有错过 最终那令牌的位置 M 好 苏香 进去 我一会儿抢了 就去南地宗的秘境 过上二十天再出来 时空法则 禁锢 张不凡的身影 搜得一下闪烁 随后再次消失 进入了秘境以后 手里多了一块紫色的令牌 而那一帮修饰们 可没有因此而停止 因为他们并没有看见 有人夺走令牌 所以他们认为 只是那红衣修饰 将令牌收进了戒指中 直到他们杀了那红衣修饰 找遍了他的戒指 也没有发现令牌 才知道他刚刚说的是对的 令牌真的被人抢走了 这下两千多人 开始互相猜疑了 不过想了一会儿就想明白了 真正得到令牌的人 一定趁着刚刚他们战斗逃走了 怎么还会在此 于是 众人失望而归 但是并没有离开南原城 而是在这里继续等着消息 一旦听到后 再组队去抢 此时已经得到了令牌的张不凡 就只需要等着神迹开启了 剩余的时间 他继续地修炼 鸿蒙灵气石头还有很多 他先在时空轨中 修炼一段时间再说 好歹也有六万多天呢 但是他知道 这点时间肯定不够 他晋升二层的 先王的每一次晋级 都非常难 正常人恐怕几百一千年都是要的 只是张不凡他有时空轨 这一下子 将时间缩短了一百倍 再加上九级阵法的时间加持 又是三十倍 这算下来可就是三千倍了 但是 即便有六万多天 等于他还是说 将出去了 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一个人少的地方 这秘境万一无法找到 我们就完了 张不凡飞出南地宗 找了个几乎没有人的荒山 等待着令牌的接引之力 此刻 按说令牌鹰早已经分发完毕了 如同他这般的 找个僻静的地方 等着传送的不在少数 因为就怕别人突然偷袭 尤其是人多对付人少 那就完蛋了 所以 几乎九成的令牌得主得主 都是闷声发大财 一日后 令牌开始有了反应了 上面一阵微光泛起 但是却升起一道 非常强大的吸引之力 将张不凡代理的仙界 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这里 是神界 还是神界的一个碎片 这里 也 太 平静了吧 他们如今所在的是一个破败的村子 都是破败的小房子 茅草屋 有些甚至抢倒了一半 这是 啥玩意儿啊 神势放开 发现周围几千里内 还是有几个其他修饰的 这周围几百里内 是这样的破房子 但是除了这里 就是无尽的林子和山脉 再过几千里 又有几处破败的村落 当然这些村落里 如今是只有从仙界来的修饰的 他们到处寻找着 这里面能算坐视宝贝的东西 有人捡了个铁片 当作宝贝 放进戒指中 这个村子有几百座空房子 但是目前只有张不凡二人 不过很快就来了好几个 他们是刚刚被传送进来的 看来传送是有先后的 几人很快就碰面了 除了张不凡二人 还有六人 四男两女 都是先王中后期的强者 张不凡二人倒是境界最低了 两位道友 你们先来的 发现什么情况没 一个女子倒是姿色不错 过来问道 我们也是刚到 神识扫描了下 除了我们就没有别人了 苏香回答 既然咱们几人被传送到了一起 也算是缘分 要不我们暂时结尾 同盟如何 一个先王后期说道 我看行 另一个女子说道 那好 我们就互相介绍一下 我叫胡继善 先王八层 冯泽敏 先王六层 这是我妹妹冯泽秦 先王五层 原来这是两姐妹 张玉 先王五层 柳龙 先王四层 彭云畅 先王三层 我是张不凡 这是我的道旅苏香 都是先王一层 两个人的修为 显然是最低 这让其余几人 有点小瞧他俩了 商量什么事情 基本上也就是 将他们排除在外了 他们先搞清楚了 此处的灵气情况 稀薄 非常稀薄 也就是和仙界中天狱差不多 但是张不凡不那么看 因为这里面的 这种灵气 比起先灵气高一个级别 但是比起他吸收的 鸿蒙之气 又低一个级别 他已经试过了 可以吸收 但是苏香似乎 没法吸收 他只能吸收其中的先灵气 所以就显得灵气稀薄了 咱们现在就是商量 何时出发 先王八层的胡基善问道 显然他无形中 成了这八人中的首领了 毕竟他修为最高 嗯 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快点出发 刚刚我查看了 周围三千里的范围 还有四个这样的村落 里面刚桥也是八人 我突然觉得 这个似乎不是巧合 张不凡探查了周围 至少十几个村庄 并不是只有八人 也有七人救人的 但是总体来说 差不多 就在他们准备 离开这个村子时 忽然天空出现了一个声音 首先守护自己的村庄 然后战胜一个村庄 你们得一分 一旦村庄被攻占 你们将被传送出去 一百积分 获得进入神城的传送令牌 你们要守护的 就是这个带有你们村庄 号牌的石头 一块石头掉了下来 上面写着821号 众人愣了 原来是这个玩法 而张不凡想的是 又进坑了 这些个秘境 就没有好东西 苏湘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是一种被坑的有眼神 既然已经入坑了 只能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 来玩了呀 原来是这样 咱们的现在的情况是 无法顺移 只能飞行 也就是守村庄更重要 所以守村庄的战力要更强 胡继善说道 这时候张不凡有不同的见解了 几位师兄 我有不同的看法 众人见识 修为最低的张不凡 但是修为低不代表想法也低 所以大家还是让他说说 我觉得咱不去攻击别人 咱们就八人守村 但是四人隐蔽起来 不要让他们查看到 迟早有四人的队伍来攻打咱们 咱们八打四 肯定非常容易 等杀完了他们的四人队伍 周围村庄岂不是只有四人了 到时候 只有我们是八人 岂不是更好攻打他们 唉 这个办法不错 你小子 有脑子啊 哈哈 很好 大家觉得呢 众人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于是就守株待兔了 果然不出半个时辰 就有四人来攻打了 道友们 别来无恙啊 如果你们投降 我们可以不杀你们 来的都是先王后期的强者 中期初期便已经开始轻敌了 我们绝不投降 打吧 哈哈 找死 找死啊 那咱们就杀了这四个蠢货 赢取我们的第一个积分吧 哈哈 杀 先王后期在这里的战力 依旧受到了压制 但是毕竟比中期初期强太多 仅仅几十招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败事 就在这四人大意之时 忽然从他们身后 钻出了四个后期的强者 攻其不备 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让这四个来犯先王后期重伤 我们 投降 我们投降 四人大吼 我们不接受 杀 就这样 八人以受伤的代价 就换了四个先王后期的姓名 可以说是大胜了 这四个受伤的 当然包括张不凡苏香两人 他们是假装受伤 四人坐下开始疗伤 等待下一波进攻 一个时辰以后 四人的伤势好得七七八八了 还是之前的战略 四人在外面诱敌 四个后期的强者藏起来 这次四人直接到来了 就开始进攻 不过很显然也是大意的 毕竟他们只看到是四个低阶的先王 同样是没出几十招 就已经显出败事 此时 几个后期的强者突然出现 将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 就这样 他们用同样的办法 击退了三个村庄的进攻 第四个村庄没用他们出手 被其他村庄的击杀了四人 这下周围三千里以内的村庄 只有他们一家是八人了 其余的都只剩下四人了 这下他们占了很大的优势 不过他们 一直是隐藏了四人的气息 在外人看来 这下周围的这五个村庄 都以为大家 还只剩下四人 于是他们又开始 派出两个人 互相去攻打对方 这下对于张不凡 他们的村庄来说 胜算就更大了 只有两个人 只要来到了他们的村庄里面 直接就全部斩杀了 这样与其他村庄的差距 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他们有八人 而其余的村庄 都只剩下两人了 这种差距之下 他们直接就将 其余的四个村庄收服了 而且不但没有杀他们 还将他们的人也收编了 这下他们的村庄 变成了十六人了 然而 有同样做法的 可不止他们一家 还有许多其他的村庄 也用了同样的办法 而且收编了更多的人 到自己麾下 所以 后面的战斗 其实越来越难 越来越激烈 收编的八人 实力都是先王后期 因为毕竟后面 守村庄的就是最强的 基本上都是七八层的先王 这下张不凡在队伍里 虽然出了一个绝好的点子 但是由于实力低 地位确实越来越低 以前还是第七第八的 现在成了十五十六名了 当然这里面 还是胡锡善为首 他此刻掌握着五块石牌 也就是五个积分 距离一百差的还远 几位 既然你们投降到我们村了 其实对你们来说 根本就是好事 你们从一分变成五分 对吧 这样下来 一样能去神城 八人一想 倒也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倒也是诚心归降了 咱们现在有十六人了 如今如今 距离此处最近的村庄 都是三千五百里了 我们商量一下 如何拿下这个村庄 这样 我们得先派人去查看一下 这个村庄有多少人 才能制定计划 好 张不凡 你跟你道理两人去看一下 他们有多少人 快点 回来报告 两人朝着这个村庄的方向飞 苏香 你想明白没有 其实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那十牌 只要有一百块十牌 就可以去神城了 嗯 对啊 至于这十牌在哪里 在哪个村 甚至在哪个人手里 他们根本无法识别 到时候 只是往一百块十牌那里 发一个通往神城的令牌 那咱们是继续探查 还是怎么着 就混在队伍里面吧 还轻松些 二人还是决定 先去那个村子里探查一下 嗯 苏香 有人 前面的人飞行得也很快 几个呼吸就遇上了 嗯 你们 是多少号村庄的 对方同样是两人 笑呵呵地上前来打招呼 我们是156号村庄 呦 那可是离得很远啊 哈哈 突然二人就爆发了 急速地上前一掌拍来 二人都是先王中期 以为能轻松地拿下张不凡两人 但是令他们联想不到的是 这二人竟然如此地狡猾 速度快地像个泥丘 抓都抓不住 此时 一个先王中期的等不及了 拿出一个预解 老道 不至于吧 怎么 我觉得这俩人有古怪 所以还是速战速决 他捏碎了预解 里面一道巨大的掌影拍下来 朝着二人盖下 嗖 张不凡二人忽然消失 躲过了这一掌 这 怎么可能 这里不能瞬移 二人大惊 但是已经晚了 两柄剑从后心穿到胸膛 二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剑 咔嚓 二人将他们的脑袋斩下来 取了戒指烧了尸体 继续朝着前面的村庄飞行 公子 看来咱们的空间法则 还是很有用啊 在这里竟然还能瞬移 只是我觉得我的距离 好像缩短了一半 我也是缩短了一半 不过在这里 算是大杀招了 毕竟别人无法瞬移的 二人的速度 这三千多里就是飞行 也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到了 张不凡神势放出去 这个村子里竟然有十几人 挺了一会儿之后 才发现竟然还有十几人 已经外出攻打别人了 外出的人肯定更强 而且还不知道 石排在谁身上 公子 咱们回去吧 走吧 二人刚走到一半 那十几人看来 已经得胜归来了 满脸笑意 而且人数更多了 足足二十几人 躲一下 躲过了这一波人人之后 二人加速回到了自己的村庄 这里已经布置了一个 九级的阵法了 你俩 说说对方的情况 那边已经有四十人了 这话一出 这边沉默了 四十人 他们就是 拿出一半人来攻打我们 恐怕我们都守不住啊 这可如何是好 大家有没有办法 胡继善问道 胡老大 我看 我们干脆就拿着这些石排逃离吧 以我对规则的理解 十有八九 最终是看谁的石排多 而不是看守不守的住村庄 此人冯敏超 是其他四个村庄中收编的人 也是个先王八层的强者 胡继善一愣 难道规则还可以这么解读 如果真的能这样 那倒是可以一世啊 大家意下如何 犹豫了半天 最终这十六人 踏上了游击的道路 游击最大的好处 就是方便激动 而也失去了地力的好处 有村庄时 最起码有个阵法 大家发现 进攻可以摆出阵型来抵御 但是如今就不行了 战斗说开始就开始 这支队伍的目的 就是寻找自己更弱的队伍 然后拿下他们 或者说结盟 这是他们后来又想通的 反正只要十排 凑够了一百块 就会通关 出发了半日 飞行了一万多里的位置 都是错过了许多空着的村庄 但是却遇上了一组 二十五人的队伍 里面的强者比他们多 两方的首领 商谈了几炷香时间 胡继善的打算 就是大家合并算了 但是对方想法就不一样了 他们却想吞并了胡继善 区别是 胡继善的十六人 需要交出戒指 另一半就不收了 这下如何 刘道友 你们 有点欺人太善了吧 我们十六人虽然打不过你们 但是逃走 还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逃 你们也会付出代价的 比如 你们中期以下的这些人 很有可能生育 这样 你们的实力又弱了几分 这 容我们商议一番 最终 这些人竟然决定 让这边实力 在七层级以下的人 交出自己的戒指 毕竟这些人也是开战后 将会被杀死的一些 这里面包括了之前 这一帮老队员中的七人了 除了胡基善一人而已 这七人可就不同意了 弄到最后 还是强者占便宜 他们这些弱者吃大亏 冯敏超见这些人 犹犹豫豫豫不同意 竟然连同其他人无形之中 将他们围住了 防止他们逃走 冯敏超 你做什么 你竟然帮助敌人 对付自己的战友 冯泽敏喝道 对不起 你们要是逃了的话 我们也就不是战友了 我 同意 张玉柳龙 彭云畅 还有新加入的一个 七层修士四人 选择了同意交出戒指 他们觉得 或许神城里能获取更多 可以一搏 冯师姐 你们留两个用处不大的戒指 其余的给我 我帮你们收起来 苏香道 这 你有办法藏 是的 二女留下两个没多大用的戒指 张不凡将其他的 藏进了时空轨 我们也同意 四人也各自交出两枚戒指 真穷 怪不得修为这么低 那几人接过戒指查看了一番 随后用神石在他们的身上 扫描了一番 没有发现戒指 哈哈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算是咱们这个队伍的老大吧 刘道牧 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希望咱们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 争取早日积分到达一百 哈哈 这刘道牧眯着眼睛 整个人很是丑陋 如今这支队伍有四十人了 但是他们发现 后面遇到的队伍也是越来越强大 最强大的竟然已经有百人了 老大 前面有个三十人的队伍 干不干 他们的探子发现了一个队伍 三十人 刘道牧觉得可以一战 对方也有点虚 毕竟差了十人 这个差距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几位 你们是想打 还是想合 刘道牧率先开口 合是怎么个合法 这样吧 你们中的一半人交出戒指 就算糊了 如何 一半人 真的 真的 我们言出必行 对方商议了一炷香时间 最终很为难地同意了 好吧 我们刚刚也抽签了 很公平 你们十五人 交出自己的戒指吧 走出十五人 满脸的不高兴 走到了刘道牧面前 值得一说的是 人家并不是按照修为来的 而是抽签决定 谁交出戒指 十五人飞到刘道牧身前 拿出戒指 朝着刘道牧丢去 哈哈 哈哈 这就对了吗 以后大家都是战友了 砰砰砰 十几张九级的符录 在刘道牧身前乍响 声音震扯天地 刘道牧当即被炸成了血雾 身上的戒指 散落了几十个 一个身影快到了模糊 直接收起了这些戒指 转而回到队伍中 三十人便朝着一个方向逃脱 起来 他就连张不凡都觉得必须得追了 毕竟这么多的石牌 都被人抢走了 自己再积累这么多 也是要花不少时间的 四十人赶紧朝着他们追去 距离再慢慢地拉近 张不凡两人躲在最后面 他们修为最低 理应在最后面 打 距离已经很近了 到达攻击范围之内了 四十在后面或是火球 或是飞剑 或是地刺 各种攻击手段都使出来了 毕竟他抢走的东西 可比戒指更珍贵 这一轮的进攻倒是也很有效 前方的人不得不他停下来应对 就这样 双方这儿八斤地站到了一起 这边虽然少了流道墓 但是毕竟人数还是占了优势 张不凡二人在里面打酱油 反正别人杀不死他 他也不杀别人 他们的先王一层 也没有强者来杀他们 对付他们的 都是二层 三层的先王 倒是弱得的轻松 半个时辰以后 双方已经各有一半的损失了 那边剩下十五 这边剩下了二十人 停停停 咱们商量一下 对方的人终于忍不住了 这样杀下去不是办法 就算最后得到了十牌 但是人太少 也保不住 几位 咱们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 人越来越少 咱们也保不住十牌对不对 胡继扇又成了老大 他出来代表着二十人谈判 你们说怎么办 这样 咱们结盟 仍然保留各自的令牌 如何 遇到敌人一起对付 抢到的十牌四六分 你们六我们四 胡继扇想了想 这也是个办法 于是便同意了 就这样 他们的这个队伍 又变成了三十五人 他们也归还了之前抢的戒指 忽然 砰砰两掌 将胡继扇喝到 对方的老大这两人打飞出去 而且飞快地上前 将他们斩杀 张谦 你 你竟然是先王九层 有人认识此人 他是刘道墓身边的人 哈 当然了 不藏桌 怎么能弄到这么多的石牌和戒指 三十五块了 哈哈 好 现在你们这些人 若想跟我入神城 请交出所有的戒指 先王九层 确实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遇到的最强者了 这些人私存许久 最终还是慢慢地交出了戒指 你们四个 他来到了冯泽敏 冯泽秦 张不凡四人前 我们 都已经在里面了 冯泽敏说道 这是我从他们手里抢的 与你们无关 你们要想随我们入城 要么交出戒指 要么交出你们的身体 哈哈 张谦看着三女邪恶地想道 你 欺人太甚 我们走 冯泽敏就要离开 却被张谦拦住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你给我过来吧 张谦伸出一只手 用力一吸 冯泽敏就倒飞到了他手里 姐姐 冯泽敏就要上前攻击者张谦 奈何实力差距太大 又被他一手抓住 哈哈 小娘子 只剩下你了 哈 过来吧 这张谦一个手臂抱住两女 空出一只手抓向苏香 苏香的身体 如同他所料 朝着他飞去 然后就在马上被抓住时 苏香突然一个闪盾消失 手中出现一柄长剑 直直地刺穿了他的脖梗 手腕一翻 他的脑袋便掉落了 然而元神却飘出来 惊恐地看着苏香苏香再次一箭刺出 灭了他的元神 这着实让大家没想到 没想到九层的人 竟然被一个一层的女修给阴了 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下可有意思了 队伍中还是有八层的先王的 所以苏香很识趣地 将戒指还回去 然后把那带有石牌的两个戒指 交给了其中一个看起来 还算老实的八层先王 这 这 姑娘 我 师兄 你不是想让我拿着吧 我偷袭还行 但是真打起来可不灵了 呃 哈 好吧 我孙大庆就暂时为大家保管这些石牌 孙师兄 您就不要客气了 后面的路可还要很长呢 接下来他们飞了一天 下面都是些空的村庄了 几乎大家都已经逃离了原来的村庄 采用游击站 忽然 远处的天空一阵紫光闪耀 众人不知发生了什么 赶紧朝着那边赶去 最终发现有十几人在那里 茫然不知所措 我们懂了 懂了 一百积分只能传送一百人进神城 刚刚他们有一百零五 进去了一百零五人 剩下了我们 这 竟然是这样 啊 这里此刻有两三千修士 他们来使几十个不同的阵营 突然有人站出来了 现在的规则已经很清楚了 一个积分传送一人 不如我们来 统计一下各自手里的积分 看看共有多少 可以让多少人进城 如何 此人赫然已经是半步先帝的修为了 张不凡知道 一定还会有先帝赶来的 据他所知 就有南帝获得了令牌 而且 此人的办法 也是最快地进入神城的办法了 再晚些 好东西都被人抢了 进去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好 我们同意 我们也同意 纷纷报上自己的积分和人数 那半步先帝统计了一下 好 一共两千八百人 积分只有二百五十三个积分 这样吧 我们先自己内部解决 每个队伍有多少积分 就留下多少人 多余的人 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或者给点零食戒指宝物 或者杀掉 看你们吧 巧合的是 张不凡他们的队伍 正好是三十五个人 三十五个积分 刚好人均一个 他们非常高兴 我们就太好了 没有这麻烦 其他的队伍 已经有人开始厮杀了 有的人不愿意拿戒指 最终只好开始战斗了 打斗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慢慢地停止下来 大概率是 多余的人都已经解决了 大家既然都解决了 咱们就一起 将自己手中的石牌丢到一起 来吧 我数一二三开始 一 二 三 呦 每个势力几十颗 丢在了一起之后 就超过了一百颗了 天上落下一个紫色的令牌 并且一道强光 似乎将天空捅了一个窟窿 降下一股佩然俱力 将在场的二百五十三人吸走了 神石散开 这里面已经有好几百人了 这里似乎也没什么宝贝啊 张不凡身边的人说道 张不凡苏香二人 沿着街道行走 看见房屋就进去寻找 但是找了几十处房屋 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这算啥神迹 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有用的东西啊 除了这些破石头 砰砰砰 前面打起来了 肯定有宝物 快去看看 身旁的两个修士快速飞过去 张不凡二人也跟上去看看 这剑剑明明是我先看到 你要抢我的 哼实力说话吧 开始两个人战斗 不知道何原因 双方加入的人数越来越多 最终发展成了几十人对战几十人 而且看热闹 想捡便宜 多达两百人 苏香咱们走至一个破剑间 有啥意思 张不凡二人继续朝前走 反正每进一个宅院 楼阁就进去找一遍 二人刚找完了一处院落 准备离开时 苏香停住了脚步 不对劲公子 你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张不凡回头望着这处院子 看了半天 又倒回去了 这块岩石上这汪水不一般 张不凡说道 对你看我们经过的各处 都是干涸无比 没有任何的水和植物 这里却有一汪水 约莫几十斤的样子 突然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 公子 赶紧收起来 杨尘一挥手 这汪水连通轻石都不见了 进入到了时空轨中 然而近来的两个先王八层 似乎看见了张不凡最后的那个动作 是收东西进戒指的动作 后背 拿到了什么 交出来 二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看见两人只是先王一层 完全不放在眼里 公子外面人越来越多了 得速速解决 嗯好 近过 二人顿时觉得 身体如同陷入沼泽 眼中的恐惧之意 溢于眼表 吃吃吃 秀剑带着剑翼 迅速地将二人的脑袋斩下 一股清廉地心火 将其焚尘灰烬 刚做完这一切 便有四五个先王巅峰的修士 进来这处院子 几人看了眼张不凡二人 没有说什么 便进了院子 开始翻找起来 叮叮当当地开始拆东西 摔东西 二人离开后 天色已经渐渐地黑了 看来这里也是有黑夜的 苏香 你感觉到没有 黑夜之中 仿佛带来一种很寒冷的气息 这种寒冷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还真是 仅仅是两人的对话这段时间 气温竟然已经降到了 能够哈气成冰的程度了 这 不对劲 苏香 进去 苏香没有犹豫 直接进了时空轨 很快 空气中的灵气 都被冰冻凝制了 周围的空气极度地寒冷 火之法则 周围一层火焰 将寒气暂时隔绝了一下 但是他发现 随着夜晚的来临 这寒冷竟然愈驾得厉害了 他的火焰再逐渐地变弱 寒气通过了火焰 又袭击着他的身体 不过这种寒冷还能抵御 往前走了几里地以后 路上不时地有哆哆嗦嗦的修饰 浑身结满了冰 此时要是他去偷袭 肯定非常地容易得手 但是张不凡不是这种趁人之危的人 他刚走过 后面一个穿着一身铠甲的修饰活动 还算灵巧 一见砍下后面几个洞的发呆的修饰的脑袋 抢了他们的戒指 见张不凡活动还算自如 并没有打他的主意 前方有人朝着一个地方慢慢地移动 看来那里有藏身之处 张不凡也跟着大家朝前走 果然 一个很狭小的地下入口 众人一个一个往下走去 果然越往下 温度慢慢地越高了 终于走到地下约几百米处 有个还算宽阔的空间 里面聚集了一百多人 大家倒是很和谐 没有发生内斗 杨晨在这里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准备盘腿打坐到天亮 他的神石缓缓地朝外蔓延 啊 好冷 似乎连神石都被冻住了 好冷的气息 此时他敢肯定 如果现在将火之法子的火焰召唤出来 这些火焰都能被冻住 忽然 他看见在这寒气当中 犹豫着一条虚幻的身影 这形状让张不凡有点眼熟 冰龙 好强的冰龙 不知道苏香的寒冰龙珠 如果吸收掉这些寒气 会不会净化 嗯 这样的话 我还真想试试 如果这样的寒气能被我所用 战斗绝对如虎天意 说吧 苏香从时空轨中出来 缓缓地朝外走去 有些修饰看见 但是没有任何人阻止 毕竟他自己想找死 不会有人阻拦的 姑娘 且慢 外面太危险了 一个长得很不怎么样的南修 修为也不高 只有先王二层的样子 制止了苏香 道友 无妨 谢谢了 苏香看了他一眼 冲他笑了笑 危险啊 苏香没有理他 直接走出通道 到了外面时 立刻寄出龙珠 龙珠的寒气围着他一身 是外面的寒气不得入内 而这龙珠 正在吸收着寒气的力量 张不凡看他应该是没什么事 便收了神识 此时 外面还有人不断地朝着里面涌下来 原本不大的空间 已经越来越挤了 你 滚过去 倒过倒去 过道人来人往 一个九层的修饰 走到刚刚那个丑陋的二层修饰前面 踢了他一脚 让他将地方让出来 凭 凭什么 我先来的 凭什么 就凭我我比你强 滚 哼 丑陋男子哼了一声 最终还是决定服软了 毕竟人家九层比自己强太多了 慢着 道友 你不用离开 坐下就好 张不凡在他旁边 所以刚刚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丑陋男子 秉性还不错 张不凡打算帮他一下 道友 无妨 咱们惹不起 我去过道就行 哈 谁说的惹不起 那九层一看 一个先王一层的 要帮先王二层的打抱不平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傻吧你 你一个一层的打算 踢二层的出头 我 哈 你真把老子都笑了 张不凡微笑着 忽然释放出时空之力 将其束缚 随后一步跨出去 一剑斩下他的脑袋 烧了原神 一众看热闹的大惊 顿时安静了许多 此人如此轻松地杀了先王九层 那他们这些人 岂不是都能一招秒杀 那丑陋男子也惊呆了 没想到一个平平无奇的一层先王 竟然这么强 这 前辈 又回到了自己的位子 盘腿坐下 这下 张不凡周围的人 不自觉地朝着后面挪了挪 生怕碰到他 惹怒了这个沙神 到了快天亮 东方出来了淡淡的红色 天亮啊 这股寒气快速地退走 苏香回到地下洞穴中 看见张不凡周围 竟然空出了一圈 其他地方几乎是人挨着人 姑娘 你没事 那丑陋男子还不知道 苏香和张不凡的关系 立即起身问道 道友 我没事 感谢关心了 不用不用 苏香来到张不凡身边 公子 这是怎么回事 昨晚很多人看见了苏香出去 如今竟然安全地回来了 这还和之前 那狠人是一路的 这都是些什么变态啊 众人记住苏香和张不凡的脸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招惹这俩狠人 天亮了 众人走出洞穴 再去寻找机缘 街上没走几里路 就能看见 昨晚冻死在外面的修士 他们的尸身看起来很完好 远远看去 还以为是个活人 但是轻轻一碰 就能变成一滩血水 有些人专门去找这些修士 来捡戒指 一路上走过来 他发现一个现象 有些人在这里面还是结盟的 这样的话 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十多个一伙 得到的机缘按贡献分配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张不凡他们之前的队伍 在传送时早已经打散了 这个神城 在张不凡如今的神石之下 竟然望不到边 他如今在神石受阻的情况下 也有上千里的神石 却看不到城池的边缘 可见这个神城有多大 但是这里面的修士并不多 他神石之内也就是两三百人 加上昨晚死掉了很多 就显得更少了 嗯 我找到了城中心了 那里有一片非常高的建筑 张不凡不小心有心发现 于是便和苏香朝西方快速地行走 只有看见有可疑的东西时 才停下来进去寻找一番 即便这样 他们依旧毫无发现 这和大部分人抱怨的一样 他们都是毫无收获 而且还在这里面乱转 根本没有方向 张不凡得以于神石的强大 找到了城中心的方向 有了目标之后 他们行进的速度就很快了 他们也不敢太快地飞行 因为有时候 机缘就是这么错过的 就好比那一汪水 虽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 一定是好东西 他们就是走路都差点错过 何况飞行了 距离城中心有一千里 如果他们按照目前边走边寻找 晚上还要停下来的速度来算 至少也要十日才能到达 这还是只搜索中间一条主干道 要是连旁边的小胡同都要进去的话 那可就慢太多了 两人现在在一个看起来 还算挺大的一个院子内 这里应该是一个 有点钱的人住的地方 几座大房子 院子也还挺大 里面的房屋陈设还算整齐 说明这里还没有人来过 砰 张不凡突然就撞上了一层无形的结界 脑袋被撞得晕晕的 睁开眼睛往前看去 完全发现不了这里的阵法 伸手一摸 砰 手又被弹了回来 张不凡用神石扫描 竟然无法发现 但是确确实实又存在 这阵法不简单 难道神界的阵法 很有可能 不然没道理 我们的神石发现不了 有阵法 不用说了 我们的空间法则也肯定无用 毕竟连神石都无用 我试试能不能劈开 张不凡拿出袖剑 运转了鸿蒙剑决征战 一剑劈下 阵法剧烈地晃动 几乎要裂开 公子 最多再要两剑 就能将其斩碎了 如今张不凡的灵器 已经允许他使用三次的征战招式 但是这里的动静也不小 他快速地斩出两剑阵法 果然裂开了 露出了一叠果盘 上面有三个红彤彤的果子 公子 先收了东西离开 他一挥手 收了果盘 快速地闪盾至十里之外 这里很快就聚容了 几十个先王巅峰的修饰 这里有很强的剑异气息 刚才肯定有强者 你们看 这里是阵机 说明这里有阵法 你们看 这个地方 外面这么多沙石 而里面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所以 阵法是将这个地方守护起来了 这个青石上肯定放得有东西 现在还说 这有啥用 肯定被人拿走了 散了散了吧 张不凡二人躲在了一个角落 将刚刚的果子拿出来闻了闻 仅仅是闻了一下 他就觉得自己的境界竟然松动了 这 这 好东西啊 苏香 这东西 能让我们的境界 快速地提升 一共三颗 来嫌美人吃一颗 张不凡给苏香一个 轻轻地咬下去 一口下了肚 倒不是补充了多少的灵气 而是 外界的灵气 在飞快地朝着他们体内汇聚 又咬了一口 灵气继续地汇聚 进时空鬼 二人进去后 时空鬼就摆在了这个屋子的角落里 他将大量的灵脉 放在了身边 苏香 吃 果然 一口吞下 灵脉连同空气中的灵气 一同朝他们身体中钻 只是吃了半个果子 他们的境界 就已经到了二层了 继续吃完剩下的半个 二层的境界 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这还有一个 我们一人吃一口 来 张不凡先咬了一口 递给苏香让他咬 苏香迟迟不动 干嘛 嫌弃我呀 公子 你一个人吃吧 还是那个道理 我们没必要让两个人的修为齐头并进 我们需要让一个人先抢起来 张不凡明白 也就不客气了 这个果子吃完 他足足吸收了几十万条极品灵脉 是好几十年的的量了 这也让他到了三层 先王三层了 是的 张不凡将塑像搂过来 他很幸运 自己遇到这么一个十大体的道理 走吧 继续找找 朝着城中出发 二人又走了一天的时间 到了晚上了 太阳落下去 黑夜来临 嗯 怎么 这气息又不对了 不是寒气了 而是炙热 如果是遇到热 张不凡更不惧怕 他有清廉的星火 甚至还能让清廉的星火吞噬火焰 果然 太阳落山 从西边开始升起了漫天的火烧云 云彩如同着了火一般的 温度瞬间变得炙热 苏香 还是进时空鬼吧 这倒不用 我有这个 苏香拿出那颗龙珠 这龙珠释放出温润的冰冷气息 瞬间将高温给盖下去了 糟了 天上的云掉下来了 远处有人喊了声 二人这才往天上看去 果然那些火烧云 变成了一块块的火焰朝下掉落 一团团的火球砸在地上 房屋上四处都是燃烧的火焰 温度炙热 甚至有人掉落在地上的仙剑 都瞬间被融化 苏香 你发现没 地上的九品仙剑都能融化 这里的石头房子却没事 嗯 那是不是代表 这里的石头是宝贝啊 我看不尽然 应该是这里的石头 是按照这里的规则孕育而生的 所以 这里的火焰 烧不毁这里的石头 就如同仙剑的火焰 也很难烧毁仙剑的石头一般 这里方圆三千里内的修饰 又是被惨遭屠戮的一夜 大多数的修饰死撑着 还是能撑一段时间 慌不择路地寻找庇护所 唯独情况好点的 就是得水系和火系 两种灵根的修饰 这两种修饰 一种可以用水来阻碍火焰 第二种是自身的火焰 能抵御外门的火焰 其余的就非常吃力了 永灵气罩艰难地防御着高温 但是很明显 身体已经快不行了 这里有地窖 快点 不知道谁大吼了一声 不少的修饰跟着他 朝着一处院子下面飞去 苏香 走 我们也去看看 嗯 走 前面几十里就是 二人直接一闪身到了地窖前面 地窖入口是一块巨石挡住的 二人了掀起石头 往下看了看 看啥 要进来快进来 别让天火掉下来 下方一个修饰大吼道 二人下去了 地窖中有七八十人 几乎已经将地窖占满了 从下面看 那块巨石在慢慢地变红 要是被融化 恐怕这个地窖也无法避难了 我这里有个阵法 可以为巨石阻挡一下 一个先王巅峰的强者 拿出一个阵法 挡在了巨石上 同时将整个地窖的上方给盖住了 既抵挡了部分火焰 还阻碍了外面的修饰再进来 果然 看起来这块巨石 没有再继续变红了 这 昨天冻死人 今天就烧死 这里是什么鬼地方 还不知道 明天是什么灾难 就是 总共才进了了一万多人 这两天至少能死三五千 唉 我都怀疑 这根本不是什么神迹 这是个神木 就是就是 这哪里是人呆的地方啊 忽然外门有人在闯阵 里面的前辈 能让我进去吗 求求你们了 一个女修爱 让她进来吧 公子 这声音耳熟啊 是不是冯泽敏他们姐妹俩 张不凡的神石放出去发现还真是 进什么镜 都啥时候了 还想着女人 这洞穴都快保不住了 到时候 大家都死 这是那阵法的主人在讲话 张不凡可以进出九级阵法 但是不代表他能轻松地破开 可是出去带个人进来 那就太容易了 他身形一闪 出去 看见冯泽晴已经受伤颇重了 一把将他抓起来 进入了里面 张不凡的突然消失 让他们发觉 原来此人可以在这里顺移 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冯泽晴半天才缓过神来 张不凡苏香 你你妈 是你救了我 来 把这个吃下去 张不凡给他吞了两颗疗伤丹 他身上的红肿 溃烂快速地被治愈着 冯道友 你姐姐呢 我 我姐姐 被人抢了去了 二人一正 看来女人在哪里 都不能太漂亮了 这 被什么人掳去的 四个半步先帝 很强 他拼命地保护我 让我逃走了 可是 几时 半个时辰前 还来得及 这种情况下 我想 他们应该也没有心情 怎么着他 带我去说不定来得及 好 好 说吧 三人一闪而逝 张不凡用火系法则之力 轻松多将火焰拒之门外 天上的火球 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他们朝着什么方向跑去了 还记得吗 记得 东南边 想必他们不会跑太远 肯定会找地方避一下 三人便慢慢地巡视着下面的冯泽敏的气息 果然在五十里以外便发现了冯泽敏的气息 此时 他们躲在一个五层高的楼阁之下 由于比较结实 倒是将火焰阻挡住了 其他的普通房屋早已破了屋顶 在那里 这下面也有五六十人 张不凡三人飞来 倒是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但是 冯泽敏却亲眼看见了他妹妹又回来了 立即传音道 死丫头 你怎么又回来了 姐 张道友说 能救你 我就带他们来了 你没脑子 这是四个半步先帝 他俩才什么境界 这 我没多想 他们说呢 此时四个半步先帝 将他围在了中间 想跑那可不容易 旁边有人用水系法则 将这个楼阁四周给围了起来 让里面的人更舒服些 所以 不时的油水被火焰灼烧爆炸 建在修士们身上 嗯 有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好办法 张不凡拿出一壶酒 正是那血魔老祖 当时毒害大家的那壶酒 张不凡用手指点了几滴 穿透这些飞溅的水滴 直接射进了四个半步先帝的口中 他们也没有多想 毕竟身上也被水滴箭湿了 不过很快 他们察觉到不寻常了 这 我的灵气 怎么不能运转了 我的也是啊 怎么回事 这难道是这火焰的问题 不要说出来 被别人听到就惨了 此时 张不凡站在了他们身后 几位 我已经听到了 哈哈 瘦 四个没有灵气的人 想收进时空轨 太简单了 仅仅只是一个念头 四人便消失了 姐姐 你没事吧 风泽情赶紧上前 上下打量了一下 我 没事 他们人呢 张道友 被我给收了 放心吧 你们安全了 这 谢谢张道友了 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吧 放心吧 没事 三个角色的女子出现在这里 难免不会引起其他人的觊觎 妹妹 后面跟着我吧 我保护你们 我可是先王巅峰 这小子才先王几层啊 跟着他 恐怕你们都出不去 就是 妹妹们跟着我们吧 我们能保你安全 几个先王巅峰的修士围了上来 看来是对三女有了想法 谢谢了 不需要 苏香冷声道 妹妹 你旁边这个小白脸没用的 这里到处都是危险 如今活下来的修士 都是先王巅峰了 他一个先王初期 不知道靠着什么手段活下来 但是肯定坚持不到最后 这神迹 众位 不想死的离远点 张布凡恨恨恨地说道 但是这话听在他们的耳中 那即是痴人说梦一般 一个先王初期威胁七八个先王巅峰 这不是傻子是傻 你想让我们怎么死 笑死啊 修士的本性被暴露无遗 越是在这样的地方 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心底有多阴暗 很好 那几位我就不客气了 时间空间法则瞬间爆发 一众人被这股巨力缠住了身形 这 我怎么感觉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当然 他的力量没有彻底让他们静止 但是这样的胶着 足以要他们的性命 兵剑 水滴逐个的巨龙 变成了一寸长的剑足 朝着八人的脑门射去 多 多 嗖嗖嗖 但是哪里还来得及躲避 几乎是瞬间 这些兵剑穿透了他们的脑袋 火球 烧 八个火焰粘在了他们身上 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八人竟然全化成灰烬 其余的几十人 被张不凡的手段吓傻了 八个先王巅峰了 竟然瞬间就被灭了 哈 我看他们还是跟着我比较好 张不凡拍拍手 轻松地说道 张道友 你这手段 佩服 冯泽敏二人开始还担心 见识到了张不凡的手段后 是彻底地服了 收了地上的几十个戒指 周围的修饰警惕地看着张不凡 幸亏当时没有打三女的主意 三人便在这里待到了天亮 后面倒是没有人再不长眼地来搭讪 天亮后 这冯泽敏联系了他们同门的几个师兄 便与他们会合去了 姐 为什么要跟恩公他们分开啊 张道友战力的确强 但是他杀的那几个人我可是听说了 他还有一些同门的师兄在这里面 所以 咱们跟他在一起 很危险 姐 你这样做不对 我不赞同你的做法 人家张道友是为了我们杀的人 你怎么还躲得远远的 死丫头 我们实力低微 一不小心就能丢了小命 我也知道我这样做不对 可是咱们也没办法 张不凡也不知道 这二女士打的什么主意 既然人家要离开 他也懒得问 说实话能救他们 也就是看着他们两姐妹与他们俩 算是有一面之缘 其实还真是没有多么深厚的友谊 公子 这样 这街道两旁的房屋 我们俩分开搜 一人一边 这样 咱们的范围可就多了一倍了 可以 一人一边吧 反正就隔着一条街道 照应起来也很容易 二人就这么在街上搜索 确实很难再发现 如同那几枚果子一样的珍贵的东西了 一天下来 算是白白地搜索了 天快黑了 二人何为一处 我看咱们 不如直接飞去城中心得了 这里的收获确实太少了 不能因小失大 张不凡决定 还是直接往前去 那好吧 不过 现在恐怕不行了 你看 天色突然大变 忽然便开始下雨了 嗯 下雨了 难道这次的灾难 仅仅只是下雨 那还算什么灾难 张不凡道 不对 不对 这不是下雨 是TM下刀子 两人急忙撑起了灵气罩 下来的竟然是一滴滴的水珠形的锥子 锋利无比 但是一到地面就融化进了地里面 啊 好强 这绝对抵得上半步先帝的进攻了 张不凡神识放开 寻找着可以躲避的地方 找到了 十里之外 一处桥洞下面那里 竟然可以躲避这些尖锥的进攻 张不凡一闪而逝 率先到了这个桥下 接着又有人陆陆续续地发现了这里 可是这个桥可并不大 只能容纳十人左右 如今已经挤满了 可是外面还有修饰陆续的飞来 道友 已经挤不下了 去别处吧 桥下一人大喊 道友 附近实在找不着了 挤一下吗 挤不下了 你看吗 再来令我们这些人都被你挤出去了 那人悬在空中 灵气照防御着天空的铁锥 你俩 朝外点 给我让个地方 这人看见了张不凡二人 只是先王初七 柿子要减软地捏 他便打算欺负张不凡了 道友 这地方可是人家两人第一个发现的 刚刚那说话的人还算不错 为张不凡二人说了一句 那又怎么样 就他俩最弱 我还能让其他人离开不成 这人耿着脖子道 你 哼 那人也不说了 反正在这里弱就是原罪 你说我俩最弱 哼 好 一花一世间 一朵庞大的剑意形成的花朵 从他的头顶落下来 朝着这人砸去 你 哈哈 您想用花砸死我吗 哈哈 然而还没有等他笑完 那朵花幻化成无边的剑意法则 朝着他落下 仅仅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 这剑意将就此人绞成了碎肉 逃离的元神又被外面的尖锥给刺死了 其余的八人震惊地看着张不凡的手段 一阵后心发凉 好强 好强 幸亏我们没有针对他们 张不凡虽然强 但是他从不视强凌弱 也不欺负别人 躲到了天亮 大家各自分开了 此时距离城中心只有几百米了 张不凡的神识轻松地到了那里 发现那里已经集结了几千人了 正在进攻那个最高的楼宇的阵法 然而 这阵法散发出来的气息无比的强大 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九级仙阵 张不凡带着他一闪便到了这里 几千人的规模还是蛮大 大家各种神通都用了出来 可阵法牢不可破 张不凡想试试 离自己的空间法则之力 能不能穿越进去 于是来到阵法前 触摸着阵法 身形消失 砰 被阵法反击回来 惹得周围的修士一阵大笑 哈哈 这个傻子 想直接撞进去吗 哈 张不凡起身 回味着刚刚的阵法的气息 这是神阵 我们掌握的法则 是仙界的空间法则 就好比和修真界的有区别一般 哦 我猜着就是神界的东西 但凡临时仙阵 如此多的仙帝巅峰 早就将这阵法攻破了 就在大家束手无措时 一个身影出现了 南帝 南帝来了 南帝凌空站着 先是伸出手处摸了一下这个阵法 手中一道道的复杂的纹路出现 击打在阵法之上 阵法给他的反击也不小 他的手臂在阵战着 约某的半盏茶的时间 阵法猛的一个反击 哄 南帝的手臂突然寸寸地军裂 这 南帝都受伤了 这是什么鬼阵法啊 这么强 是啊 那可是先帝啊 南帝收回了手臂 开始一点点地重新凝聚出新的手臂来 中帝 北帝 赶紧过来看看吧 南帝的声音响起 很快 两个身影朝这边急事而来 傅老弟 这是怎么了 哟 好雄伟的大殿 北帝柳恩画出来 看见了南帝 南帝本名扶龙飞 这个阵法 有点蹊跷 不是仙界的东西 你们俩看看 二人走上前去 抚摸着感受了一下 确实 不是仙灵气 十有八九是神灵气了 他们的话 修士们可是都听见了 神灵气 怪不得咱们打了这么久都没办法 是啊 这能是咱们可以触及的吗 三人围在一起商议了许久 也没有继续用蛮力进攻了 神灵气和仙灵气 那是本质的区别 就是再多的仙灵气 无法和一缕神灵气相比 一股神灵气 那就是一根针 那旁部的仙灵气 就是棉花 针总能刺穿棉花 两位 有办法吗 没有 反正我是没有 算了 走吧 去其他地方吧 反正那里 也不是一点机缘都没有 三位仙帝 各自飞向了一个方向 这些修士 见仙帝都散了 他们留喜爱 还有个屁用 干脆都散开了 最后只剩下张不凡 和其他几个零零散散的修士 围着这里转了几圈 也离开了 张不凡也在思索着 要怎么样才能进去 忽然他体内的那棵小树 动了起来 剑木神树 你干嘛 一只树枝 从他的神海中伸了出来 朝着镇法伸去 树叶碰到镇法的一瞬间 这镇法的结界 竟然消失了 苏香 快进去 苏香一步跨了进去 紧接着张不凡也进去了 收回树枝的一刹那 镇法又恢复了 哟 你这个小家伙 还有这本事啊 还能突破镇法结界 进去之后 二人迅速地进入了大殿里面 防止别人看见 然而了 事情不凑巧 还真是有人看见了 他们进去了 我眼花了吗 怎么可能有人进去了呢 他急忙凑近 但是人已经没影了 张不凡二人进来以后 被这里的辉煌给震住了 周围金碧辉煌的 大殿中一阴的陈射俱全 桌椅板凳 雕梁化洞的 保存到非常完整 可是 我们要这么辉煌的大殿也没用啊 我们要的是能提高修为 和站立的东西啊 张不凡说道 就是啊 不过公子 这才是一层 我们去上面看看 你等一下 我上去 那个宝座坐一下 哈哈 说吧 张不凡走上台阶 中间的宝座 是一个很古朴的树藤长成的座椅 上面甚至还有些许的绿叶 这倒是有意思了 哈哈 张不凡坐下 刚坐下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 就感觉整个人与这座椅融为了一体 再接着 整个大脑变得无比的空明清晰 似乎什么事情都能想得通透了 运转了一下个工法 发现速度竟然快了几十倍 哈哈 苏香 幸亏我去做了一下 这可是好东西 参悟工法 绝对比咱们的青木心法还要快 呀 那搬走啊 好 张不凡用力挪动了一下 发现竟然是纹丝不动 嗯 这就奇怪了 怎么 这么重 苏香上前看了看 公子 我觉得 与其说它是一把椅子 不如说这是一棵树 说不定 凳子脚下面都有根 那 岂不是说 我应该使用木系法则之力 可是 咱们的是仙界的 这里是神界的东西 你试着去参悟一下 神界的木系法则 说不定很快就能悟透 嗯 你一起上来 这上面很宽 哈哈 于是 二人面对面 开始参悟木系法则 一日 两日 十日 三十日后 张不凡睁开了双眼 苏香似乎还在参悟 哈哈 透了 透了 我悟透了 瘦 木系法则之力涌出 进入这个椅子 椅子缓缓升起 下面果然有无数的根须 足足深达几千米 看来之所以能大脑通达 与这些根须有关系 刷刷刷 这椅子拖着了根须 进入了阳尘的神海 随后根须在神海中飘荡着 与那剑木神树并排飘在了一起 剑木神树长在后 椅子在前 苏香此刻还在椅子上坐着 张不凡上了二楼 这二楼是一间间的修炼室 既然是修炼室 那肯定有机缘了 他一间间的找 竟然都是空的 除了一个个的蒲团 房间里是空空如也啊 当推到了最后一间时 还真是有点发现 这里与其他的修炼室不一样 这屋里有东西 房屋四角有四个小棋子 张不凡上前检查了一下 不属于仙界的阵法 那就是神级的了 放在修炼室四角 那是距灵阵无异了 终于算是有点收获了 张不凡索性又坐在了蒲团上 看看这里还有什么不同的 上上下下看了一遍 但是竟然再也没有啥发现了 唉 去楼上再看看 总共五层 再朝上就是三层了 三层的房间 似乎是存放东西的库房 很大一片连通着 啊 又是空的 刚想转头离开 发现墙角有个戒指 哈 这是漏了的吧 还能有这好事 他捡起来 戒指没有神魂印记了 很容易看透里面的东西 几百条神灵脉 还有些散碎的石头 竟然都是带着 鸿蒙气息的石头 这可是他喜欢的东西 其余的 竟然再也没有啥了 不过已经很满意了 四楼空空如也 五楼空空如也 张不凡神石散去 朝上看了看 发觉似乎上面还有家层 他找到一个狭窄的通道上去 这里是大殿的屋顶了 这里就更没有啥了 唉 偌大的一个大殿 竟然空空如也 不对 这上面不空 有剑意 而且很熟悉的剑意 这是 鸿蒙剑爵的剑意 可惜的是 这里 似乎只有这道剑爵留下的剑痕 我要是能从剑痕中推算出第三式 那就牛逼了 他将满屋顶的剑痕看乐了一遍 记在脑海中 随后进入了时空轨中 坐上了那把椅子 神是顿时通明起来 一个无形的人 开始挥动着手里的剑 从头到尾 前面到了两招 和他记忆中的前两招合上了 这样对于后面的一招 就很容易参悟了 看后面的剑痕 估计这套剑爵 也就只有三式了 他通过剑痕 不断地反复推断剑招 终于 十日后 他将剑招推断得完全准确了 完全流畅 且符合剑痕 不对啊 这鸿蒙剑爵 怎么会在神界中出现 难道他是神级的武技 等他睁开眼 苏香已经醒来了 公子 你刚刚是在参悟什么 鸿蒙剑爵的第三式 这一招 如果我能施展 先帝都可以一战了 那这一招叫什么名字 第一招叫做醒悟 第二招叫征战 这一招没有记录 是我推算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名字 公子可以自己取一个呀 哈哈 好 这一招的气势 如同一个帝王 平定了天下 那我叫他军灵吧 不错 不错 我刚刚将这大殿找了一遍 只找到了一个戒指 和一套聚灵阵阵齐 好 那咱们就离开吧 不过先看好外面有没有人 如果有人被看见可就麻烦了 他们还以为 咱们捡到了多大的宝贝呢 嗯 也是 我们出去 回到大殿中 张不凡的神石 朝外放出去 发现周围的几十里内 没有人在守着 那应该是没有人了 二人再次用剑木神术的树枝 破开了阵法 来到了阵外 嗯 还真是有人 真是有人 那个最早发现 他们进去的人 在几百里外守了好几天 终于看见了他们出来 这才确保了 里面真的是有人 他悄悄地记住了二人的模样 他自己实力低微 不敢对二人有其他想法 但是他有一计 可以将这个信息 换一个大人情 楚师兄 我有重要信息汇报 上次升龙榜的第二名 中地宗的天骄楚天飞 如今已是先王五层的修为了 这次也进入到了神迹中 一炷香以后 楚云飞到了大殿旁 你确实看到了 有人从阵法中出来 看到了 看到了 一开始我看见了有人进去 我还不信 我就在这里守了几日 才看见他们出来 一男一女 我给你临摹出他 他们的模样 不过还好 张不凡的模样 不是本尊的模样是幻化的 但是风若清 可是他自己的模样 这楚云飞当时调查过他们俩 一下子认出了风若清 那 此女不是张不凡的道理吗 怎么和 不对 这 男子恐怕就是张不凡变化的 他们朝哪边走了 那里 那人指了个方向 二人什么修为 不高 先王初七而已 两个先王初七竟然能来到这里 而且这么多天了还没死 看来此二人真是有大机缘啊 哈哈 不过 都是我的了 楚云飞身后跟着四个先妻后妻 但是却都听命于他 这是中帝专门为他配的保镖 楚云飞哪怕再是第二名 可也是中帝宗的第一天交啊 不过 上次去找柳叶熙提亲 却被柳叶熙毫不留情的当场拒绝了 柳恩农也很无语 这个女儿被他大哥这么宠 他也不敢逼他 不过楚云飞听说 这次柳叶熙也来到了神迹之中 这几天到处找 还没有找到 倒是先发现了这个张不凡的身影 他顺着所指的方向快速追上去 此时的张不凡二人又换了个方向 正在寻找里面的机缘 所以速度并不快 他们也完全没有想到会被人看见 恍若无人地继续寻找 然而 几个呼吸以后 楚云飞带着人就已经追来了 此时的二人仍然是一人街道一边在寻找 这俩人 一人一边啊 先去抓女的 楚云飞刚刚看见女子的画像时 就有点面熟 上一次见苏香是在柳叶熙的寿城上 与柳叶熙合奏了一举 五人一起到了苏香所在的那个院子 四位 不先往 争取不要打扰对面的那小子 嗯 好的 四人手中出现了一个一个铁盒 到了这个院子中 将手中的盒子往上一丢 四个盒子瞬间打开 互相之间 组合成了一个几百米大的网子 朝着苏香扣下去 啊 仅仅只是叫了一声之后 便被这网子扣住了 随后 无论他再怎么叫 也叫不出声音了 苏香 张不凡身形一闪到了苏香所在的院子 发现他正在被一个巨网扣住 旁边是五个先王后妻的修士 你们是何人 你就是张不凡吧 张不凡还挺好奇 竟然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关键是他都已经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了 还能被叫出名字 这说明 他们对自己的调查 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了 你是何人 我好像见过你 在柳叶熙的寿城之上 他很快判断出了 此人他见过 只是不知道名字而已 哈 好吧 自我介绍一下 本人楚云飞 中帝宗的第一天骄 也是中帝的关门弟子 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找你了吧 不知道 这些跟我啥关系 跟你啥关系 你可是圣龙榜的第一 原本可是我的 你夺取了 你竟然还不知道我为何要找你 你TM有病啊 你自己没本事的第一 你就把第一名当成仇人 张不凡很无语 哈 这是你的道理吧 长得真漂亮 比起柳叶熙也不差分毫 这样吧 你自费丹田 我饶你们一命 如何 此时 楚云飞还以为吃定了张不凡的 傻逼 张不凡骂了一句 楚云飞一愣 你说什么 找死是吧 时空束缚 君灵 先束缚住了这五人 随后最强的一招使出 杀 这几人见张不凡不上道 干脆就先杀了他 再去霸占他的道理 怎么回事 我们动不了了 没等他们有任何的反应 张不凡的这一剑 已经斩下来了 带着无边的剑意和杀戮法则 这五人在剑盲之下 已经瑟瑟发抖了 哄 瞬间将这五人斩成了虚无 只落下来十几个戒指 废物 自己没本事 便要杀了有本事的人 来凸显自己有本事 张不凡收起这四个盒子 发现这东西还挺有用 交给了苏香 没事吧 没事公子 你心领悟的 见招不得了啊 你看看周围几世里的房屋地面都粉碎了 快点离开这里 不然那几个先帝要来了 还真是 三个先帝感受到了这边的动静 这种动静 都已经让他们三个心迹了 三人不约而同地 朝着这个方向飞来 但是并没有离得太近 当他们看见地下这个巨大的裂痕时 心中更加恐惧 这 难道是神迹中的力量 中帝说道 嗯 有可能 这种力量的破坏 我反正是做不到 我也是 三人都承认自己做不到这样的攻击效果 我可得自己手下说一声 别让他们胡乱再招惹什么东西 说不定这里面随随便便 哪一个就是他们幻化出来的 你说的对 对 就是 就是我也赶紧提醒一下 尤其是那个楚云飞 我总觉得这小子是个惹事的主 我们红袖倒是一向不喜欢招惹事端 不过我也提醒一下吧 中帝发出去了传音 许久没有回复 怎么 还不回复了 跟那四个指示发一下 中帝又发出四条传音 结果一条都没有回复 怎么回事 他开始放开了神石 他在这里的极限就是一千里 结果一千里内并没有发现楚云飞的身影 嗯 这几人怎么 中帝老哥 怎么了 有啥事啊 没事 没事 我那个逆途竟然不回复我 师尊 正是升龙榜来到第三名副红袖 他身后也跟着两个中年女子 这副红袖如今也是先王五层了 红袖 你们俩可要照顾好他 别乱惹事 你看看这里 这里是有强者的 三人看着地下的这道剑痕 不由地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没多久 这柳叶熙来了 同为北地的人 他们听到后集合了一下 看看有什么指示 老佛 你们的圣子白小子呢 怎么没有进来 唉 我也是刚进来才听说 他的令牌竟然被人抢去了 气死我了 不一会儿道清莲也来了 不过见到中帝 只是喊了声宗主 刘姐姐 终于找到你了 哈哈 道清莲也就只有见到柳叶熙面前 才有点笑容 他跌倒全都不行 清莲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一段 好 我叮嘱一下 里面不要惹事 不要以为是地中的精英就不得了了 这里面有比我们更强大的存在 中帝叮嘱道 是 我们知道了 道清莲回答 你的关门弟子呢 不会被宰了吧 胡说 他后面有四个仙王巅峰跟着呢 怎么能被宰 休得乱说 几人简单地会合了一下 便又各自去寻找机缘了 这里的时间可是有三年呢 三年之内出不去 所以他们就是没找到机缘 也还是得这里生存三年 中帝陛下 中帝陛下 我 给您说一个重要消息 几人刚要散去 一个修士突然冲出来 嗯 左慎 什么消息 是关于你的弟子楚云飞的事情 此事体大 所以我要 要些 中帝人老成精 哪里不知道他的意思 说 多少 五百级品灵脉 好 要是这个消息 不值这些 那你救的小命 陛下 绝对值 绝对值 刚刚我在这外面寻找机缘 看见了您的徒弟楚云飞 带着四人绑架了一个漂亮的女子 此女子 我们许多人都有印象 就是和柳大小姐合奏的那人 疯道友 叔叔 那疯道友的道理 当时可是救了我的人 柳叶熙道 这下那人来 倒是犹豫起来了 没想到这张布凡和柳叶熙 还有这层关系 哦 你的恩人出现了 你不是有他们的传音遇见吗 那就联系一下 嗯 对对 柳小姐 且慢 您听我讲完 于是 那人接着说 抓了那女子后 她的道理立刻就发现了 于是跑来和楚云飞一行人交涉 楚云飞说 此人抢走了她的生龙榜第一名 让她自毁丹田 就放了那女子 等等 我们都知道 生龙榜第一名 是个叫张布凡的人 莫非那女子的道理是张布凡 中帝说道 是 那人正是张布凡 只是幻化了模样 然后呢 她自费丹田了吗 一听到是自己的恩人 她立刻关心起来了 当然没有 不但没有 她还 一剑斩杀了五人 这道剑痕 就是她斩出来的 此话一出 众人接近 再次看着地上的裂痕 这 这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裂痕 就是我们三人也做不到 中帝失去冷静了 这 这人这么强吗 刘叶熙和道庆怜二人到现在 还是没有将张布凡 和他之前见到的救过他们的人 联系到一起 你快点临摹一下 那张布凡什么样 好 稍等 于是 此人将看到的张布凡 幻化出来的模样 又临摹出来 给他他们看 慢慢的 一个熟悉的模样 出现在了柳叶熙 和道庆怜的面前 啊 啊 啊 竟然 二女在那里大叫 你俩叫啥呢 叔叔 这人 就是前些天救了我的庆怜的人啊 就在那南原城里 中帝这下犹豫了 杀了他弟子的人 救了他女儿 这下 这个账可要怎么算啊 哎呦 只可惜 只可惜 这个仙界第一天交有了道理 不然 希儿 他跟你可是绝配啊 北帝柳恩化叹息道 叔叔你说什么呢 真是的 哎呦 刘姐姐 你脸红了 哈哈 你竟然脸红了 这一下三位先帝可犹豫了 这张布凡 一下子竟然就交好了两位先帝了 那他们的最开始的计划怎么办 南帝扶龙飞看着二人 我说 两位 这 这一下可怎么办啊 你看 两人自然知道他的意思 啊 这 我们在意 我们在意 二人也只好这么说 楚云飞 早就告诉他不能没有容人之量 不然道之意图不会远 他就是不听 中帝叹息道 啊 你们几个也都听着 如果你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那是好事 这可以让你们更努力地修炼 而不是努力地去解决掉比你强的人 北帝教会他们 是的陛下 行了 散去吧 年轻人散去以后 三个老家伙又在一起商议了许久 道老哥 你师尊的话 看来是没法破解的吧 这人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了 当年中帝说过 他师尊飞升神界前 告诉他 将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帝王来引领他们 三人当时不甘人下 所以要杀了张布凡 但是眼下的情况是 他们已经杀不了了 于是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那就是 是战是合的二选一了 这个 咱们幸亏还没有跟他闹到一个不可挽回的点 要是真的霸占了他的道理什么的 那可真是非战不可了 北帝说道 毕竟目前来看北帝南帝都与他没有什么仇 反而北帝还欠了人家两次人情 唯一和他算是有点仇的就是中帝了 不过中帝又欠了人家的人情 这 反正在我这里 我肯定是主张和平相处的 北帝先表态了 南帝与他无仇无怨的 当然也不想和一个如此强大的人为敌 也赞成何 道全老哥 你看 你呢 我 你俩都胡了 我还能怎么样 再说 是我亏欠人家 人家可不亏欠我 我还能追着不放吗 道全如是说 那好吧 我们就胡吧 看来道全老哥师尊的预言 还是成真了 那我就吼一声 看看张小兄弟在不在这附近 北帝说道 行 你喊吧 张不凡小兄弟何在 我是北帝柳恩化 感谢你两次救了侄女 如果在的话 还请现身一见 张不凡二人 此刻距离这边也就几百里 等于听的是清清楚楚 北帝 他神石放开 发现这三人在一起 张小兄弟 我是中帝道全 之前孽图楚云飞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他自己找死不怪你 而且 你还救了我宗弟子的姓名 如果不嫌弃 还请出来一见 中帝又补了一句 嗯 这三人似乎没有杀意 苏香 我们见一见 这几句话刚离开的柳叶熙 和道清莲副红秀 自然也听到了 纷纷地停止了脚步 看看张不凡出现不 要是他出现 几人倒是想回去 见见这个仙界 第一天交的真实面目 空气中出现了两个身影 正是张不凡和苏香 当张不凡此时 不是本来面目 哈哈 张小兄弟 没想到咱们会在这里见面 幸会幸会 之前的事情有些误会 我希望咱们慢慢地 都解释清楚 中帝说道 呀 苏师妹 真是你啊 此时去而复返的柳叶熙 见到了风若清 柳师姐 幸会 其实如今的风若清的境界 和柳叶熙 已经齐平了 都是先王二层 这位就是当日救了我们的公子 呃 是的 正是我的道吕张不凡 哎呀 苏师妹藏得深啊 竟然有个第一天交做道吕 真是羡煞旁人 这不是张公子的本来面目吧 张不凡也没啰嗦 而是直接变回了本来的面目 哎呦 公子没想到 这么英俊帅气 到清廉道 中帝一愣 这可是第一次 听见自己的这个女儿夸人 可惜是个有道吕的 若是普通人 也就己女 一夫都很正常 可惜她是先帝的女儿 先帝的女儿 可不能和别人共四一夫 此刻的北帝 又何尝不是如此 那柳叶熙对男人笑这件事 就很不正常 从来都是扮演高冷女神的 今天竟然对着一个男子笑 还是个有夫之夫 虽然说先界三妻四妾很正常 可是她不一样阿里 她是先帝的侄女啊 唯有傅红秀 倒是对张不凡 没啥特别的感觉 主要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交集 而张不凡着实长相 是普通人的长相 甚至 如果第一眼看去 还不如楚云飞和白玉良二人帅气 不就是个普通人吗 天资高是高了点 傅红秀小声嘟闹 不知道张兄弟 如今在哪里修炼 我中帝宗的秘境随时向你打开 我北帝宗也是 南帝宗一样的欢迎张兄弟 宗主 我现在就在南帝宗的秘境中 啊 那岂不是说 你实际上是我南帝宗的人 南帝还很高兴 啊 也算是吧 张不凡还不想把自己 因了一个无辜底子的事情说出来 哈 哈 这下 我算是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哈 不过 我们两个宗门也是欢迎张兄弟来修炼的 啊 好 好 眼下 我们 忽然 整个神城的地面开始抖动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地下有东西上来 张不凡喊道 果然 地下一个个的有黑的 长着白森森牙齿的变异了的大黑狗 体型足足有三四米之高 但是模样的确是恶狗的模样 我的天 好多大黑狗 地面上不断地有黑狗从下面爬出来 有些是露着白骨的 有些缺胳膊少腿的 看起来像是僵尸一般 周围传来一声声的惨叫声 不断地有修士被这恶狗袭击 只要被他咬住 就修想挣脱 这些狗唯一的一点就是不会飞 但是他们跳得非常高 那些妄图飞在高处 来躲避恶狗攻击的人想错了 这里的上空有个两千米高的阵法 这些恶狗竟然可以直接跳到这个高度去撕咬他们 修士们朝着恶狗进攻 但是他们发现这些狗 哪怕是只剩下一根爪子 这一根爪子还能独自去抓伤修士 来了 来了个恶狗 道清莲大喊 中地一拳打出 这些恶狗变成了一堆碎骨头 但是唯一一个还算完整的狗头 还在地上不断地撕咬 然而掉落在地上的骨头 却有互相地往中间滚动 最终又凑在了一起 变成了原来的恶犬 只是气息比之前弱了些 我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了 这和之前传闻中的地狱犬非常相似 柳叶西道 地狱犬 地狱犬 有何办法 北帝赶紧问 邪恶的力量自然都是 害怕治刚治阳的东西 所以火烧试试 大家纷纷用出自己的灵火来焚烧 结果这些地狱犬身上燃烧着火焰 却依旧地朝人类这里进攻 而且似乎攻势还越来越猛了 这 没用啊 要不就快逃吧 汇聚到这里的地狱犬越来越多了 足足几千只 三个先帝的招式 竟然只能阻挡他们片刻 打碎了之后还能重组 张不凡使出了鸿蒙剑爵 勉勉强强能斩杀 但是他的力量可是有限的 斩出几剑之后就已经无力了 这些鬼东西的生命力 也太强了吧 竟然如此难杀 公子 推进那个大殿之中 对 对 跟我来 张不凡在前面急速地飞行 后面跟着几个先帝和脊女 再往后 就是一群地狱犬跳跃着在后面追他们 还好 在速度上 他们还是占了优势的 这 你往这里飞干啥 前面那个大殿 我能进不去 到青莲喊道 跟我来 剑木神术 快点出来 前面就已经是大殿了 张不凡召唤出剑木神术的叶子 插进了阵法的结界中 快进 原本若隐若现的结界 就这么消失了 众人顺利地进入了阵法椅内 张不凡猛地抽出树枝 阵法重新显现 后面追他们的几千头地狱犬 撞在了阵法之上 骨头又是碎了一地 不过很快又组合在了一起 这 到底怎么办 北帝说道 他们这些先帝 是在先界向来无敌的 猛地被追得这么惨 还真是很丢脸的一件事 那边有人来了 似乎有人发现了这里 他们也朝着这边进来 道友 让我们进去一下 救命啊 来了十几人 他们可能还没有看清 是先帝在里面 三位老哥 这些阵法边上的地狱犬阻挡一阵子 等一下我撤掉阵法时 别让他们闯进来 放心吧 几位 一会儿我撤掉阵法 你们要快点 谢谢道友 先帝 谢谢先帝陛下 张不凡伸出树枝 阵法瞬间消失 这几人动作倒也快 不过还是闯进来两只地狱犬 几人联合压制住了 一人竟然拿出一个小布袋 将这两只地狱犬给装了进去 嗯 道友 你这是什么宝贝 既然有这个 为何不将所有的地狱犬装进去啊 道友玩笑了 这个只是一个级别较高的玉兽袋 最多也就能装三只 如今已经两只了 道友 还请将这东西给我 我去研究一下 张不凡拿着这东西 众人进了大殿 张不凡将时空轨给了苏香 他进入了时空轨 大家反正也是没有办法 只得任由张不凡去了 进去之前 他摘了一片叶子下来给苏香 如果有人逃难至此 便将它们放进来 张不凡进了时空轨 坐在那椅子上 将地狱犬拿出来 如今在时空轨之中 他就是这里的王 任何人在这 都只能听他的命令 放出一只地狱犬 那地狱犬看了半天 看见了椅子上的张不凡 一口便向张不凡咬来 定 地狱犬身形在空中静止了 张不凡走上前 开始用神识 仔细地扫描着这个大家伙 这股气息 充满着腐朽之力 没一丝生机 是什么东西 让他动起来呢 开 瞬间 这地狱犬的所有的身体 都散开来 在空中静止着 除了骨头就是皮毛 没有血肉 脑袋这里有个 散发着不同气息的金石 他将金石握在手里 感受着里面的气息 这是神界的死亡法则 怪不得 这东西竟然来自神界 所以要如何去击杀呢 那就是用生命法则来对付 可是我只有仙界的生命法则呀 生命法则 神界的生命法则 对了 那一滩水 青石上的那滩水 张不凡立刻将那青石拿过来 这里面的法则 就是生命法则 哈哈 怪不得 天不觉我呀 他开始将这些水喝了一半 随后在椅子上闭目参悟 十日后 入门了 一百日后 小成 他又将剩余的水喝掉 五百日后 大成了 神界的生命法则 大成 他睁开双目 放出的第二只地狱犬 他一直点出 一股的生命法则气息 进入他的身体 这地狱犬当即倒下 没有一丝的外伤 就是再也醒不来了 哈哈 好 好 外界过去了五日 他出来了 这里竟然聚集了五百多人 看来这些天 他们讲不少人救了进来 没用了 没用了 三位先帝 你就把你的仅剩的功力 传给我们吧 到时候 我们替你管理地宗 滚开 你们这群白眼狼 三位先帝是为了救你们 才被地狱拳咬到了 你竟然此事 要霸占他们的修为 你们还是人吗 道清莲的声音 张不凡静地从后面看着 没想到这几日不见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小娘子 哈哈 你放心 等我们有了先帝修为 忘不了你 哈哈 为首的三个半部先帝 其中有两人 还是他们地宗的 却在这里逼宫 苏师妹 公子何时出来 苏香笑了笑 他已经出来了 正在看戏呢 柳叶熙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这么说 我们不用担心哦 当然 公子的实力 我是相信的 三个半部先帝 也就是一招的事 道清莲继续吼道 你们这些人 每个都是先帝们 击退了地狱拳 你们才进来的 如今先帝们有危险 你们就不打算出手帮一下 如今剩下来的 都是先王巅峰 或者半部先帝的修为 大家差距都不大 嗯 我觉得 我们还是得帮一下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 接着 更多的人 挡在了受伤的先帝们面前 张不凡给他们传音 三位老哥 我才离开五日 怎么就变成这么狼狈了 张不凡的声音 响在他们的脑海 其实他们此刻 也有点担心 张不凡会不会趁机启事 哦 唉 中帝叹了口气 哈哈 放心哈 我有办法就三位 说着 杨成弹出三股生命法则之气 将他们敌内的死亡法则中和 三位 演戏就要演完哦 张不凡的意思 三人都懂 于是现在还在装作重伤的样子 看着哪些修士有良心 愿意挡在他们面前 结果这五百人中 有接近三百人 还是选择帮他们 另外的接近两百人 打算谋反 这个 蔡长老 他们人多爱 哈 不怕 看我的 这家伙丢出一个玉瓶 玉瓶飞到了三百人的头顶 从瓶口中流露出一丝丝的道运 将三三百人的修为大大的压制 至少压制了一半 哈 怎么样 众位 你们可是站错了位置哦 叫蔡长老的这家 是中地中的内门大长老 眼见马上要得失 动手 不过就在此时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这三个领头人的后面 突然被人一箭穿透了他们的丹田 三个造反的家伙 死也没想到 自己队伍里竟然有敌人 三个年轻人得手后 立即回到了先帝们这边 哈哈 哈哈 好 好 没想到还有这么聪明的弟子 陛下 您 您没有受伤了 之前的确受伤了 不过 后来 好了 哈哈 随我击杀这些叛徒 三个先帝 还加上人数更多的修士 这二百人完全没有一点胜算 陛下 我们错了 我们都是被那三人蛊惑的 陛下饶命 但是 三人也不是善男性女 对于想叛乱夺权的人 从不手软 三位先帝 仅仅是他们亲自出手 就将这二百人宰杀了 哈哈 张贤帝见笑了 实在气到我们了 仙剑谁的权都大谁活着 张不凡也不是第一天来仙剑了 自然见怪不怪了 哈哈 无妨 无妨 张贤帝已经能解地狱拳的死亡之气了 莫非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的确 是有办法了 不过现在不是时候吧 咱们就是出去 也得赶在传送阵开启之时吧 不是要三年吗 不错 的确是三年 所以 咱们在这里修炼三年吧 外面足足围围了几十万地狱拳 张不凡 可没打算全部杀完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不知道如何出去吧 道清连说道 不慌 会有提示的 柳叶熙毕竟要沉稳很多 好吧 咱们就在这里修炼吧 道友救我 几人正准备进入大殿开始修炼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飞速地靠近大殿阵法 后面几万只地狱犬在追着她 她身上也已经伤痕累累 好多伤明显是被地狱犬索咬 逢则情 张不凡快速到了阵法前 剑木的树枝已经开启阵法境界 阵法附近围攻的几千只地狱犬 一股脑朝里冲 忽然 一层新的结界又出现 这些地狱犬碰到这一层阁膜 立刻倒地不起 却见张不凡另一只手 推出一层防御盾 由生命法则之力组成的盾 一 这一茬那 足足几千只地狱犬陨落 而那冯泽情也趁机进了大殿 一进来 他立即倒地不起 张不凡赶紧来查看 浑身上下十余处 被地狱犬咬伤的伤口 生命法则去 生命法则 对于死亡法则的克制非常明显 有了生命法则之地 死亡法则迅速消散 冯泽情的脸色也迅速好转 开始有了红润 张道友 苏道友 谢谢你们 冯道友 你姐姐呢 我姐姐 她死了 那 你节哀 我早就跟她说过 说跟着你们我们一定能活下去 她不听 非要去找什么她的师兄 啊 那你在这里好好修炼吧 这里的结界是安全的 嗯 好吧 三年的时间 张不凡在楼上找了一间修炼室 布置了一个结界 便和苏香一起进入了时空轨 开始闭关了 如今 张不凡的境界是先王四层 这里的神灵器 倒是比先界对她的帮助更大 但是对她来说 还是那些鸿蒙之气的石头最吸引人 那些石头 也就是够她一个月之用 用完后 她就打算使用神灵石了 半年后 这里没有任何的变化 外面的地狱犬 有些去了别处 所以看起来少了很多 张不凡此时的境界 是先王四层了 在时空鬼家修炼室 上千倍的时间加持下 这半年实际上 有一千年的时间了 才提高了一个小层次 这并不算快 张不凡出来看了看大家 几乎所有人都在修炼 但是张不凡一出来 冯泽琴立即发现了她 似乎她专门是在这里等她一班 张师兄 我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冯道友请讲 什么事 我 我想去将我姐姐的尸骨拿回来 但是我一个人不敢去 张不凡自然明白了 她的确是在这里专门等她 好吧 我带你去一趟 你可知道她尸骨的位置 我只知道大概 应该是从这里往西八百里出 就是这条街对直了过去 那 好吧 我带你直接顺移过去 打开了阵法 她裹挟住冯泽琴的身体 直接到达了八百里 等于之外的空中 呜 呜 地狱犬发现了二人的身体 直接冲过来撕咬二人 然而一碰到张不凡的保护罩 这些地狱犬 就啪塔啪塔地往下掉落 张师兄 在那边那个院子 冯泽琴指着一个院子道 阳尘缓缓地飞下去 就是这里了 冯泽琴落下去 但是张不凡左右看了看 发现并没有任何的尸体 难道被地狱犬祸害了 不应该啊 地狱犬只对活物有兴趣 死的 就在张不凡疑惑时 轰 一个阵法在院子周围升起 将这个院子 罩得死死的 随后又是一层 最终足足九层九级的阵法 结结实实地将张不凡给扣住了 而一旁的冯泽琴 并没有被阵法扣住 而此时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女子 就是为了抓她 果然从周围又飞进来 十多个半步先帝的修士 每个人的身上 插了一片叶子 正是那片散发着 强大的生命之力的叶子 将那些地狱犬驱散开 张不凡没有责怪谁 而是此刻默默地检查自己的身体 还有哪些东西能用 首先 他最依赖的法则之力 没法用了 仙灵器没法用了 联系不到自己的储物戒指 时空鬼 无法传音出去 但是体内的鸿蒙之力可以使用 完全没有被他们压制 当然 练体的效果是永久的 也不会被任何的东西压制住 哈哈 张不凡 你终于还是落进我手里了 哈 张不凡回头看去 赫然是楚云飞 你 竟然没死 哈 的确 不过害我损失了一具傀儡分身 那可是我花了等于几万条 几品灵脉才练成的 就这么被你毁了 还真是可惜 不过今天 一切都值了 哈 果然 月到后面 想彻底杀死一个强者 太难了 这 姐妹俩又是怎么回事 他俩呀 他俩是主动投靠我的 不 倒从哪里知道了 我要找张不凡这个人 他们竟然说 认识你 这不巧了吗 张不凡叹了口气 张师兄 你也别怪我姐妹俩 仙界如此凶险 我们也只好牺牲了你往上爬了 冯泽敏说道 对此 张不凡无言以对 要怪也只能怪自己眼下 哈 张不凡 你还有什么一言吗 没有的话 我可就要抽取 你的天道气韵了 哈哈 仙界第一的气韵 肯定非常强大 到时候 我成敌也只日可待了 楚云飞道 这东西 还能抽取 张不凡纳闷了 哈 这扣住你的九个阵法之一 就有一个抽取天道气韵的阵法 来 彭长老 麻烦启动阵法吧 说着 其中一个阵法开始旋转 光芒大作 从中射出一道绳索来 将张不凡困住 随后一股股的吸扯之力 开始抽吸他的气韵之力 张不凡也不得不相信他的话 这阵法真的还有这作用 三清朱仙神 他运转了所有的鸿蒙之力 发出了一道不需要的仙气的武技 一套修真戒就掌握的执法 三清指 瞬间 巨大的三个手指的影子 从天空往下戳下来 哄 哄 哄 接连九道声响 传来 巨大的指引 愣是将九道阵法逐一戳破 随着阵法的破坏 他瞬间恢复了所有的力量 时空束缚 百花落尽 这十几人 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体便已经被束缚了 然后漫天的剑意 变成了花朵落下来 这 都是剑意 抵挡啊 楚云飞大喊 痴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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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剑意收割着他们的性命 最先被击杀的 就是冯泽民姐妹呀 其次是那些半部先帝 楚云飞衣衫上面 升起一层层的波纹 将剑意抵挡着 不过也很艰难了 砰 张不凡拿出铁棒 一头敲下去 楚云飞的脑袋 裂开一个大口子 脑浆直流 我 我想不通 阵法之中 你是什么力量破阵的 也行 临死前缘你这个心愿 那叫鸿蒙之力 没见过吧 张不凡接着又是一棒 直接将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唉 还真是红颜祸水 差点被坑死 收了所有人的戒指 哟 竟然有人找到神灵石 足足几十万克 又能让我用上一段时间了 哈 看来大危险 都是可以带来大机遇的 张不凡再次闪顿 回到了大殿处 进入阵法 里面的修士除了苏香 都围过来了 张贤帝 是你呀 刚刚那边的动静 怎么回事 中帝老哥 你的好徒弟楚云飞 竟然没死 火通你们宗里的十几个长老 足足用了九个九级的阵法 将我给捉住了 那么现在一定是他们死了 那当然 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大家都回吧 不过大家最好轮流指手一下 万一上面有什么新的指令 咱们没听见 可就惨了 张贤帝 你放心 我这就安排大家 每人轮流指手 回到了时空鬼 他将此事给苏香说了一遍 这 两姐妹 还真是白眼狼 救了他们两次 竟然还要设计坑害你 唉 有什么好把握 于是他逐一地将戒指打开 嗯嗯 这个戒指不一样 这里面可以装活物 而且还是一棵树 就是他们身上那树叶的气息 好浓郁的生命之力 进我的神海吧 既然剑木神树可以在神海 那么这个小树 应该也可以吧 果然收进去之后 这小树和剑木神树 并排长在了一起 这树在增强我的生命法则之力 哈哈 不错不错 苏香 给你一片叶子你吃下去 看看能不能参悟到生命法则 张不凡摘了一片叶子 给苏香摘下来的地方 很快地又长出来了 苏香吞下去之后 浑身的生命气息再增强 坐到这里来 张不凡让苏香坐到那椅子上 旁边还有这棵生命之树 看来 有戏 张不凡随即继续地翻找其他的东西 除了神灵石 还有几千块鸿蒙之气的石头 哈哈 收获还真是不小 接下来又是漫长的闭关 不过在半年之后 天空又响起一个声音 现在开始宣布出去的条件 每人必须亲自斩杀石头地狱犬 斩杀完毕之时 就是你们出神迹之日 这个信息正好别只手的弟子听见 他赶紧报告了三位先帝 陛下 陛下 刚刚 上面发布任务了 三个先帝 包括周围的修士都醒来了 什么人任务 上面说了 每个人必须亲自斩杀十个地狱犬 方可离开秘境 啊 这样啊 对于先帝来说 不算很难 但是对于其他的修士来讲 有些难度了 道全老哥 还是跟张贤弟商量一下吧 嗯 也好 他去了哪里 你们看到没 柳叶熙小声说道 他们好像在上面的某个房间内修炼 汐儿 你去喊一下他们吧 哦 好吧 上了二楼 他一个一个地寻找 结果刚走进一个房间内 发现了一个罗盘 张公子 苏妹妹 嗖 张不凡出来了 柳姑娘 怎么了 刚刚上面发布任务了 三位先帝说 让你下去商量一下 柳叶熙看张不凡时 始终带着点娇羞 哦 好吧 走 二人下去了 中帝将刚刚指手修士的话说了一遍 率先杀十个 可以直接传送出去 这样啊 那好吧 我将我研究的结果给大家说一下吧 说吧 张不凡伸手出去 直接用手虚握 抓了一只地狱犬进来 散 忽然 地狱犬的身体被一块块地分解开 脑袋这里 有个兽盒 是他们的能量来源 只要击散了这个兽盒 他们会立刻毙命 我来演示一下 这一只已经死了 他又伸手抓了一只进来 不过立即松开手 地狱犬在里面横冲直撞起来 张不凡寄出一柄很普通的仙剑 控制着飞剑精准地射进他的脑袋中 这地狱犬身体并无恙 但是却这么失去了生机 啊 原来这么容易啊 谢谢张前辈 谢谢张前辈 这些人一个个的都是先王巅峰 但是却称呼张不凡这个先王六层为前辈 而他这个六层也是刚刚突破的 无妨无妨 大家要是有着急要出去的 我可以送大家出去 既然都是亲手斩杀了 也无法依赖别人 只有自己上了 当即就有不少人表示要出去了 于是张不凡打开阵法 让他们出去 出去后的修士们一个目标 再别说效果非常明显 有些人紧紧半炙香不到 就已经完成了十个的目标 他的身形被一股吸扯之力给带走了 诸位 外面见 接下来陆陆续续的 他们都出去了 张公子 我们也出去了 外面见 柳叶熙道 清连走过来说道 嗯 好 最后只剩下三位先帝了 张贤弟 外面见 好 外面见 这下 几乎没有任何的损失 他们就全部离开了 只剩下张不凡和苏香了 公子 你还有想法 不愧是我的女人 的确 我有想法 这些地狱犬的脑袋里 可都是神界的死亡法则之力啊 我怎么能就真放弃了 我打算像吸收灵器一样的 将他们脑袋里的死亡法则吸收了 啊 要不我也一起 可以 你跟着我 二人出了阵法 他们直接从生命之树上 摘了两片叶子 这只地狱犬 便围绕在他们的身旁 不敢靠近 来 你试试运转功法 或者用神石去捕捉他们 张不凡是用的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将他们当成零石一样用 这些地狱犬发现了有人在外面 便全都朝着围了过来 不过上上下下围成了一个球 两人被包围在里面 已经看不到人影了 不过 很快 开始有地狱犬 啪哒啪哒地往下掉了 但是这些傻家伙 完全不顾及他们同伴的死亡 依旧往前凑 结果往下掉落得越来越多 而张不凡的连台上 死亡法则气息在升级 由仙界的 朝着神界的法则转变 下面的地狱犬尸体堆成了小山 小友 可以了可以了 停下吧 再被你这么整下去 我的神迹 恐怕就不用再存在了 还是那个老者的声音 突然 这些地狱犬 像是听到了什么命令一般 钻进了地下 啊 你这个赖皮老头 按说你早已杀了十只了 应该将你传送出去 我是看在某人的面子上 才让你 占了这个大便宜的 谁 谁的面子这么大 啊 这 你就别管了 上面的人 你现在还够不到 出去吧 张不凡二人 被一股俱力吸了出去 赖皮吗 这不是 二人出来后 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神石放出去 发现这里竟然是夏天狱 呃 怎么来到了夏天狱了 这神界 还真是有点神啊 哈哈 夏天狱的 这附近 我看看 有什么城池 这地方总觉得面熟呢 对了 对了 这是我刚飞升时 落下来的地方 当时我就在这里 被一伙盗匪给抓了 苏香说道 哦 这要巧吗 就在这里啊 然而更巧的是 此时正有一艘非洲 从他们上空经过 下方两人 你看 一点修为都没有 肯定是飞升的 哈 这里是他们经常飞升的地方 我都在这里抓了好多了 小心点 别让那个张不凡看见 不然咱们可就死定了 来 我们用复灵锁将他们抓了 哈哈 于是 男子一下子丢出两个复灵锁 朝着二人锁去 嗯 公子 有人要抓我们 哈 竟然还有人敢抓奴隶 好 我看看是谁 二人很配合地被抓了 装进了一个大口袋 两位 你们 唉 也被抓了 此时 这个口袋空间中还有八人 是啊 你们都是刚飞升的吗 我 是 我们 不是 我们都在仙界生活了很多年了 唉 这位仙子 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熟啊 有点像那个雕像里的 你 看错了 我就是普通人 长得像而已 哦 我就说 你要是他 怎么可能还会被抓 飞了半个时辰后 似乎停下来了 他们十人被盗出来了 来到了一个城池之中 此时 他们是在一间密室中 冯家主 这回有十个 哈 好嘞 这是五千万零食 我说冯家主 这下天狱 可没几个人敢再买奴隶了 你这样很危险的 危险越大 奴隶越贵 哈哈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啊 这倒也是 杜老大 你放心 我这些都是 装进那天代理 迈向中天狱的 哈哈 绝对不会出事 他张不凡再牛 也只能下天狱称王称霸 还敢在中天狱闹不成 那当然 冯家主你手眼通天 我们自然比不了 哈哈 你们只需要小心那张不凡就行 只要不被他遇上 你们这份钱 只会越挣越多 此时 张不凡觉得 是时候该出手了 哼 张不凡哼了一声 没人理他 哼 哼哼 几人聊天聊得正热火 张不凡一直哼哼哼 我说你有病是不是 哼什么 哼 你 你是 张不凡 那冯家主看见了杨尘 吓得腿一软 直接跪到 那几个劫匪 有一人还是张不凡见过面点 就是他带着张不凡找到了刘承轩 也是他最开始劫持了苏香 哎哟 还真是有缘啊 你们几个还记得我吗 这几个劫匪 还真是记得苏香 因为他们 从他身上挣了两份钱 你 是你 你是张不凡的道理 我们知罪了 知罪了 还请你放过我们 劫匪也跪下 哼 就你们还想活 休想吧 苏香只是轻轻的一哼 面前的这些人 全部化成了血污 后面的这些奴隶吓了一跳 纷纷往后退了几步 哈 你们不用怕 你们自由了 您真是张前辈 苏前辈 谢谢 谢谢啦 几人一番感恩之后 想逃出去 发现又被阵法阻挡了 张不凡一掌推出去 整个地下密室和地面之间 几百米的距离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众人一起飞了上去 何人 敢闯我冯家 几十个惊仙后期的强者围过来 你们冯家头硬是吧 还敢使用奴隶 谁不听话 谁就灭亡吧 也算为夏天玉节省点灵气了 他话音刚落 冯家的这些侍卫和族人 当即失去生机 啊 他 他是张不凡 夏天玉的各个家族和势力听着 再敢有买卖奴隶的 小心点 别被我看见 只要我看见 只有灭族 张不凡觉得 还是狠一点 不然总有人不长记性 为何只在夏天玉买卖奴隶 因为夏天玉的飞升的修士多 这件事情很容易做起来 但凡是到了中天玉 都至少是惊心了 想抓可不容易 所以 买卖奴隶这个产业 在中天玉和上天玉 很难形成 这个城池的 一些家族和势力 自然不止冯家一家 但是听说了张不凡到来后 连忙解除了奴隶的烙印 他最后的话 是对着整个夏天玉说的 所以 整个夏天玉的城池 都要摇摇晃晃的 有人还是对张不凡的势力存疑的 连先帝都不管的事情 他却来管 还不知道什么境界 这句话 如果是个先帝说出来 那绝对的没人质疑 也就是说 目前的张不凡 在他们的心中没有威慑力 夏天玉的家族 有些人知道张不凡的手段的 便听了话 有些不相信他的 还是我行我素 毕竟奴隶这件事情 会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公子 咱们 是去哪儿啊 咱们的境界 还是差些啊 我觉得 还是要继续修炼 嗯 好啊 那我们去哪个宗门啊 这回换一个 去北地宗 如何 你不是冲着柳姑娘去的吧 你看柳姑娘 每次看你都面带娇羞的 要不你将她收了得了 唉 我说你这个丫头 怎么老想着自己的男人 找别的女人啊 我 这不是觉得 柳姐姐人不错 跟了别人 就太可惜了 啊 这么说 仙家的好姑娘可多了去了 我不得见个后宫才行 你敢 我可不敢 所以 我就打算找你一个就行了 走 去北地宗 张不凡直接使用空间法则之力 一个闪盾 直接到了北地宗 足足跨越了两个天狱 哇 公子 你现在的空间法则这么强了 还不是拜这次神迹所赐 里面的半神灵器 还有半神的空间法则成就的 哈 到了北地宗门口 二人当然选择正常的方式来拜访了 你好 我们想见见北地 他们对直守的弟子说道 你想见北地 哈哈 每天想见北地的多了去了 看吗 那边的几十个都是排队见北地陛下的 要不你先去排一下队 直守的弟子不过是先尊敬 但是因为在地宗 所以狗眼看人地的事情做了太多了 哈 这位小友 可是北地邀请我来的 你要是不让我进 说不定会受到责罚 张不凡阴阳怪气地说道 哈哈 笑死我了 北地还邀请你 你算个什么玩意 此时另一个人似乎见张不凡 有点面熟 等 师兄 你不觉得这人有点面熟吗 另一个人拿着刚刚那个与张不凡吵架的人 他 他是 张不凡 张不凡 来人啊 来人 快点发求救信号 另一人立即发出了一个信号 一会儿的时间 来了两队执法队 和四个长老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人攻打我们吗 长老 我们 抓到了张不凡 出来的这个长老 张不凡可是认识的 他笑着看着出来的慌慌张张的众人 哎哟 张小友啊 明来没给陛下打个招呼啊 你们 傻子吗 还拉警报 他要是真的 还是我们的敌人 能自投罗网吗 傻子 这个长老使劲地拍打着 那直守弟子的脑袋 哈 前辈 算了 算了 走吧 我这次来叨扰 就是想在贵宗修炼上一段时间 哈哈 这个陛下早就交代好了 我这就给小友打开秘境 你们随便在里面修炼多久都行 陛下这次出来有点收获 正在闭关呢 所以不能亲自来接待你俩了 无妨 无妨 反正张不凡的打算 就是借助他们三家地中的秘境 来修炼一番 每个秘境所包含的法则不一样 或许能从中有不同的收获 二人进了秘境 里面原本有不少弟子在修炼的 悄悄地进来 找了一个角落 开始将时空鬼藏起来 然后二人进去 自然要开始修炼 将境界提上去之后 再说其他的 法则的参物需要尽心 一点心烦意乱都使不得 半年后 时空鬼中已是两千年过去了 张不凡到了先王六层 而苏香也到了五层 就在他想再升一层 就换个地方去中地那里修炼时 忽然整个北地宗亮起了警报 就连秘境中都能清晰地听到 二人想当然地被吵醒了 怎么了 这是这个最高规格的警报 从来没有拉响过 快出去 这一定是宗门被进攻了 秘境中所有的弟子都醒来了 约某几百人全都出去了 包括张不凡等人 一出来就发现 北地宗的阵法 正在遭遇着猛烈的进攻 但是进攻的人并不多 只是四五个人 但是每个人的气息都非常强悍 甚至超过了先帝的威亚 几位为何要进攻我宗门阵法 北地飞上去 与他们对峙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将会接管先剑 先界所有的先王后妻 及以上的人必须要接受 我们都奴隶烙印 不然就死 你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我们是伪神界的 比你们的先帝 足足强了一个大境界 所以不要想着抵抗我们 伪神界 传说中的伪神界 竟然真的存在 伪神界是什么地方 传说中是神界 诗的一个角落 几个长老说道 陛下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只有接受啊 总比死了强 就这样 他们算是不攻自破了 张不凡勉勉强强 没有达到先王后妻 所以没有被印上奴隶烙印 这些人倒也是很痛快 将先王后妻及以上的人 打上了奴隶烙印之后 就再也没有做其他的 而是爽快地离开了 北帝首先要做的 就是赶紧联系 其他的两位先帝啊 结果事情 和他预想的一模一样 道全和芙蓉菲 同样地被打了奴隶烙印 三人一片哀叹 北帝叫上了张不凡 一起到了中帝那里 商议对策 这 伪神界是什么来头吗 怎么这么强 他们直接半展查不到的时间 就将我们的阵法给攻破了 原本我还想法抗 结果人家仅仅一招 就将我打成了重伤 中帝道 南帝说的也一样 除了北帝见人家太强 直接认输了 没有受伤 道全老哥 这难道就是尊师 几万年前预测到的 仙界大难 按照时间来算 还真有可能 不过他老人家也说了 会转位为安 他有没有说 怎么化解这次危机啊 说了 就是张兄弟才能化解 张不凡看着自己 这 要是真像你说的一招 将你击败 我最多也就是 和一人打成平手 可是 他们不可能只有一人 张兄弟 所以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拿出所有的珍藏来 让张兄弟提高修为 张兄弟 你说吧 你要怎么样 才能最快地提高修为 啊 那好 我就不客气了 我需要这个东西 张不凡拿出一块 鸿蒙灵气石头 这是什么东西 这石头 里面有一种气息 我们很陌生的气息 所以 三位老哥 就赶紧回去找 如果能有个几十万块 这么大的 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到达先王巅峰 那好 咱们就分头去找 三人很快回到了 自己的宗门或者宝库 或者各个长老那里的收藏 一个时辰以后 三人笑呵呵地回来了 哈 张老弟 我这里足足有十几万块 而且有些个头 比你这个大很多 北帝笑着递过一个戒指 张不凡打开看了看 很不错 足足抵得上 他刚刚拿出来的二十多万 中帝也笑呵呵地来了 张老弟 我这里足足有二十多万 南帝也递过一个戒指 哈哈 我把所有长老的戒指 都翻了个遍 翻出了三十多万克 此时 上天狱的虚空中 飘着一艘巨大的非洲 这艘非洲正是伪神界的非洲 一个身影飞了上去 小人求见伪神界的诸位前辈 非洲出现了一个入口 你 何事 小的知道诸位前辈 想要收服仙界 特此来投靠 或许小的能帮助前辈们 做一些杂事 而且仙界的情况 小人也很熟悉 嗯 你 很不错 上来吧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风无双 此人正是张不凡的 老熟人老对手 风无双 此刻已经是先王九层的境界了 你想为我们伪神界效力 那就必须要接受我们的奴隶烙印 你可想清楚了 我愿意 嗯 好 你很不错 替我们效力你的实力还弱了些 不过 我们会给你更强的实力 此人手指一弹 风无双的神海 便出现一个奴隶烙印 不过风无双并没有丝毫怨言 这是一颗伪神丹 拿去吧 保你直接晋升先帝镜 风无双的眼睛都瞪大了 谢主人赏赐 他当即跪下 脑门贴地面表示臣服 嗯 哈哈 起来吧 主人 我有个情况汇报 其实仙界并不是三个先帝最强 而是另一个人 他的战力就是三个先帝加起来都无法战胜 哦 有这样的人 谁 他叫张不凡 他的名字在仙界都是传说 虽然是先王境 但是战胜先帝轻而易举 哦 此人在何处 他 前段时间从神迹中出来了 此刻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知道他的宗门在哪里 夏天狱的问天宗 只要我们去了他的宗门 不怕他不出现 嗯 你很好 走 去问天宗 于是 这艘非洲直接穿越了结界 直接从上天狱来到了夏天狱 这 就是夏天狱了 我看看问天宗的位置 风无双放开神石 主人在东南方向八千里处 于是 非洲又动了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已经是在问天宗的上空了 对 这里就是问天宗 那张不凡的尸门 非洲直接将他们的阵法压碎 整个非洲落在了问天宗里面 问天宗宗主出来回话 风无双喊道 几个呼吸以后 莫问天出来了 前辈 不知道降临我问天宗所谓何事 我主人来找张不凡 把他叫出来 问天宗就无余 如若不然 恐怕你全宗上下 都要被诛杀 这 这 前辈稍等我们这就联系他 莫问天知道 面前的敌人 他们却对没有可能战胜的了 所以 也只有将情况给张不凡说了 不凡啊 这 外面来了个非洲 直接碾碎了我们的防御阵法 而且 还专门要找你 张不凡可是给问天宗布置了一个九级的阵法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能一下子破掉九级阵法的只有伟神界的人了 你告诉他们 我马上就来 莫问天总算放心下来 这个 前辈们 张不凡说了 他马上就来 此时 他回了一趟北地宗将时空鬼带了出来 但是将苏湘留在了秘境中让他继续修炼 苏湘也知道 他不添乱 不给他带来危险 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他便老老实实地留在了北地宗 如果以他的预料 很有可能也是给他下一个奴隶的烙印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 他还算能接受 千万此事不要开战 一旦开战他可丝毫没有胜算 只能逃 为了让他们对自己不是那么的在意 他故意地拖延了许久 从上天宇到夏天宇 半个时辰以后 到了夏天宇 随后神识放开 便朝着问天宗探去 果然是他们 同样的气息 他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来 突然他心生一净 何人 敢与我张不凡作对 他一来 便拿出一柄普通的九品仙剑 张不凡 你来了呀 没想到也有今天吧 风无双 你竟然还没有死 于是他举剑便朝风无双砍去 带着强大剑翼的又一剑 看起来威势十足 碰 风无双紧紧一拳 便将剑盲打碎 张不凡朝后飞退了几百米 你 你竟然已经是先帝了 混账 环步 非洲上一个老者贺骂道 不过立刻被另一人制止了 唉 方老 让他们打 看看他的本事 是不是真的如同风无双所说的那么厉害 但是从这一招看来 似乎比并不像那么强的样子 接下来 张不凡拼尽了全力 浑身受了很重的伤也没能击败风无双 反而被风无双一手抓住了脖子 风无双或许仇恨蒙蔽了双眼 完全忘了他如今是谁的狗了 张不凡没有反抗 狠狠地瞪着风无双 风无双 住手 虽然我们根本不在乎多杀一个人 但你在骗我们 哼 风无双猛地一下子回过外来 连忙松开手 主人 我 可能是我现在实力增加了 已经远超先帝的战力了吧 所以 张不凡轻易地输给我了 哼 你之前所说 可是三个先帝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看 是你与此人有私仇 所以假借我们之手来杀他吧 这一下子 将风无双的伎俩给看透了 前辈 我的确在修真界 就与这人有私仇 所以他肯定是想借刀杀人 张不凡有气无力地说道 哼 风无双 既然想跟随我们 就少耍这些心思 这是你的惩罚 这人弹出一道气力 直接穿透了风无双的胸膛 风无双一大口血喷出来 然后又被这些人抓起来 进入到非洲 随后 竟然没有再管半死的张不凡 转头消失了 好险 好险 万一被下了这奴隶烙印 还不知道好久才能解开 他吞了一把大环丹 伤势飞快地恢复了 不凡 你的伤势 无碍了 刚刚都是装出来的 不过从此 张不凡也有了个心眼 以后还是得换个身份行事 不然仍然会连累宗门 若大一个宗门也没办法逃 只有撇清关系了 宗主 我有个权益之计 张不凡的办法 就是让莫问天对外宣称 已经将张不凡逐出了宗门 原因就是 他差点给自己的宗门 造成灭顶之灾 莫问天觉得 目前为了大局着想 也只能如此了 就这样 张不凡被逐出了宗门 如今 他得了几十万块鸿蒙之气的石头 还是赶紧去秘境修炼 既然如今 苏香在北地的秘境之中 他也就又回到了北地宗秘境 剩下的 就是无休止的训练了 张不凡进去前 专门叮嘱他们 只要不死 只要活着 就一定要忍住 三人都点头说记住了 让他安心修炼 张不凡进去后没几日 伪神界的人就来了 通知三个先帝来 中地宗开会 三人到齐后 伪神界也来了几个人 哈 三位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帕罗 修为是伪神五层 哦 哈 可能伪神五层 你们还不是很清楚 属于什么境界 这么说吧 伪神一层差不多等于 你们的先帝后期 二层等于你们的先帝巅峰 哈 三人大惊 原来他们竟然这么强 伪神界总共分为六个层级 一到六层的伪神 在网上就是飞升神界了 所以 杨晨若想与他们的至强者 伪神六层有一战之力 那就是意味着他 必修到了先帝后期 加上自己的诸多手段 或许与他们的至强者 有一战之力 这次我们伪神界来你们先见 其实是找一种灵石 就是这个 我们叫它神灵石 包含有神灵器的石头 这样吧 我们也不为难各位 每个人的任务是五十万颗 找齐了 我就免了你们的奴隶烙印 找不齐 可能就小命不保 哈哈 抱歉 当然 上天狱以及中天狱的 每个宗门和势力 我们也都下达了指标 完成等于自由 完不成 等于死亡 这 这东西 我们根本都没见过呀 就是 别说五十万 就是一颗 我们都不知道 去哪里找啊 能不能少点 帕罗脸色一清 每个人有一年的时间 没关系 慢慢找 找不着还能活一年 哈哈 哈哈 这帕罗带着人离去了 这 是个啥东西吗 唉 也不知道一年的时间 张兄弟能到什么修为 咱们还是先回去找找 要是能找这些一年之后 也好交差嘛 三人各自回到自己宗门里 跟自己的长老说了此事 让他们尽力去找 如果有 宗门不会亏待他们 愿意用灵脉交换 这神灵石 在先界也并不是一无所有 也还是有少许的 以前张不凡就发现过不少 只是都被他使用了 北帝将这里的事情 跟张不凡说了下 外界 上天狱中天狱的人 整个仙界的 在寻找神灵石 还别说翻遍了整个仙界 还真是找到了不少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时间如白居过系 半年的时间 也就是时空鬼 在张不凡的各种加持之下 过去了两千年了 所有的鸿蒙灵气石头 和神灵石 几乎全部用完了 他到了先帝三层 体内的那股鸿蒙灵气 此时已经占了六成了 才半年 但是资源用光了 唉 苏香此时 也已经是先帝一层了 他是纯粹地依靠 极品灵脉来修炼 所以资源用之不尽 鸿蒙灵气石 哪里还能找到这些东西呢 张不凡实在没辙了 但是他此刻的神石 已经非常强大了 就是比起先帝巅峰 也丝毫不差 他将神石彻底地铺开 不光是上天狱的地面之上 就是地面之下 他也完全地铺开下去 庞大的消耗 让他的神魂力 迅速地透支着 这股神魂力 不但在仙界 还在所有人的储物戒指中 啊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 他几乎晕了过去 连忙吃了几颗神魂丹 还是发现了几个戒指中 有这些石头 加起来 也有个十多万块了 最大的一块 在一个非洲之上 神石所及 他的身形 立刻出现在了这里 这 这不是那个尾神界的非洲吗 啊 还真是 平静了一下呼吸 他决定拼一把 如果事发 大不了跟他们碰一碰 看看他们的真正实力 此人的气息 应该是比先帝巅峰 还强一个档次 估摸着是三级 或者四级的尾神镜吧 他害怕自己的空间 法则支力不足 还专门从剑木神树上 摘了一片叶子 含在了嘴里 静 嗖的一声 他的身形消失了 进入了那家伙的戒指中 然后这个戒指 不能让活人进入 这是法则所排斥的 所以他一进去 戒指空间就疯狂地颤动 这当然引起了主人的注意 不过很快 他已经将戒指里的东西 全部收光 正准备逃出去 忽然 周围的空间被禁锢了 空间法则 还不弱 张不凡直接将那叶子吞下 突然自己的空间法则之力 大涨了几倍 猛地一下冲破他的防御 那尾神镜 一口鲜血喷出来 这 怎么可能 这仙界竟然有如此强者 张不凡逃出去以后 那尾神镜 发现自己的戒指空了 大发雷霆 而张不凡可没有就此回去 等于因为他还发现了几处 也有几万块鸿蒙石头 他可不想浪费 这些地方都是某些家族的宝库 张不凡进出他们这些宝库 跟进自己家式的 没有一点难度 这次不但得到了 十多万块鸿蒙灵气石头 还得到了几十万颗神灵石 而且这些神灵石 都是来自于那个尾神镜的戒指 这些尾神镜 都有这么多的神灵石的吗 不如我多去打劫几个 这也够我用了呀 哈 于是他神石再次放出去 又发现了一个气息 和之前那个相仿的 他再次含了一片树叶 又进入他的戒指内 此人连空间法则都没有掌握 就更容易了 接连这么弄了几个落单的尾神镜 足足获得一百多个神灵石 还有几万块鸿蒙灵气石 这剩下的 够我用上半年不成问题吧 他便又回到了秘境内 开始了疯狂的修炼 半年时间再次过去 先帝五层 他觉得这个境界 估计在六级的尾神镜那里 都能活下来吧 即便是其他几个先帝 也不过先帝三层 所以他现在想着 是时候跟五级的尾神过过手了 一年的时间 也是他向三个地宗设置的时效了 其余的家族势力 已经杀了好多个了 到现在他们终于怕了 这些人是真正的杀起人来不眨眼 其他的一些宗门和势力 但凡是没有找齐的 从宗主到在下面的长老 全都杀了 短短的几天内 整个仙界足足死了几万个强者 他们敢怒不敢言 毕竟一个宗门势力的最强者 都被人下了奴隶烙印 生死全在人家一念之间 人家杀这么多人 完全是兵不血刃 终于还是到了三个地宗了 他们率先来到了北地宗 来了五个人 一个五级尾神 四个四级尾神 北地老头 你好啊 不知道这一年过得如何 大殿中 所有的强者都到齐了 前辈 我们这一年 可是到处搜寻啊 就差一点点了 四十八万 您看 要不剩下的 我们再找一找 可以吗 刘恩华说道 嗯 老头 你忘了我说的 四十八的确差得不多 但是仍就是不够啊 哈哈 你们就全都死吧 说吧 这个五级尾神禁手掐法诀 便要启动奴隶烙印 时空束缚 在仙界这个空间内 张不凡的时空法则 还是很奏效的 嗯 什么人 这五级的注意力 一下子被转移了 也无心继续完成手印了 君灵 张不凡立即发出最强的一招 朝着五人劈来 什么人 此刻的张不凡变了个模样 还是怕自己 万一杀不了这些人 不过他小看君灵这个剑招了 这一剑勾动天地之势 瞬间将整个宗主大殿 化成积粉 剑盲落下 后面的四人瞬间变成了血污 只有那五级的尾神 不知使用了什么防御宝贝 竟然没有死 但是依旧伤势不清 你 你是什么人 仙剑没有这么强的 说完 此人放出一只猛虎 体型巨大 足足十多米长 一口朝着张不凡咬来 哼 畜生而已 禁锢 张不凡再次使用了时空法则 让他的速度变得十分缓慢 铁棒 须迷棍 张不凡手中的铁棒 变成几十米那么长 张不凡从上而下打下一棒 正中着老虎的脑袋 砰 老虎的脑袋瞬间爆开 那五级的虚神也没闲着 身后的法相升起 一个身着盔甲的几百米高的将军形象 在他身后显出 将军手拿双斧 此刻的尾神镜也手拿双斧 朝着张不凡劈来 砰 张不凡已经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了 只得用身体硬扛了这一副 张不凡被这一斧头劈砍的 倒飞出了几十里 伤势极重 不过 就在他刚准备服下疗伤丹时 体内那棵生命之树 竟然大量地释放出了生命气息 他的身体 不但在快速恢复着生命力 似乎过多的生命力 还让他的修为朝前跨了一步 先第五层 似乎马上要突破到了六层一半 再来 他缓缓地升腾而起 都让开 张不凡大喝一声 身后的连台中一个 闭目打坐的张不凡身影 君灵 法相突然睁开双目 手中并拢两指 朝着前方的五级虚神斩下 将他束缚住了 让他速度大打折扣 不要 轰的一声 他和身后的几座山峰 一起化为了虚无 戒指 戒指不要破了好吧 张不凡赶紧飞身向前 从废墟中找到了十枚戒指 这里面肯定有不少的 神灵石两百万 哈哈 还有鸿蒙灵气石 三十多万 足够突破七层了吧 不凡看着这些石头 很满意 不过那非洲中 可是有二十多人呢 现在才杀了五人 老哥 赶紧让你宗门的弟子撤退 我先给你们解了奴隶烙印 其实这些烙印并不难 难得是他使用了半神力烙印 所以也只有用半神力来解开 张不凡轻松地解开了这些烙印 然后让他们统统解散 等事情完了后再回来 张不凡还是进入了秘境 打算冲刺一下六层 此时非洲上知道了 自己的五人竟然被杀了 而且还有一名五级的虚神 他们有点慌了 这仙剑还真有这样的人吗 主人 我就说了 那张不凡很有嫌疑的 肯定是他干的 一年前 他连你都不是对手 怎么现在才一年 就能斩杀我们这里最强者了 胡闹 我 我也是猜测 你去那个北地宗 找找他们的人 还有没有在的 有的话抓来 得到命令的风无双 异常的兴奋 或许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被杨尘压制 苟且偷生 如今终于有机会报复他了 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他直接闪到了北地宗的上空 哈哈 北地宗 谁让你们收留杨尘 今天就等着我的报复吧 杀 我要大开杀箭 吞噬了你们 到达先帝四层 哈哈 的确 之前那尾神镜的一粒丹药 直接让他到了先帝三层 据他所知 三个先帝中最强的 也就是先帝三层 所以他踏上了北地宗的阵法 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随着被他杀的人越多 他的实力就会越强 此刻他异常的兴奋 开始疯狂破坏着九级的阵法 哄 哄 一下接一下 哈 北地宗 你们就这么的胆小如鼠 这样都不敢出来 结结结 一群蝼蚁 哈哈 莫夫 风无双一边骂 一一边攻击阵法 在他的猛烈的攻击下 阵法已经支离破碎了 只差最后一击了 给我碎 碰 阵法轰然倒塌 风无双风也试得的 冲进了北地宗 哈哈 北地 让我吃了你吧 结结结 他化成黑气 瞬间遍布整个北地宗 不过很快的 黑气重新聚拢成风无双的样子 跑了 竟然跑了 岂有此理 他又找了一遍北地宗 弱大个北地宗几百里 竟然空无一人了 郁闷的风无双 只得回到了非洲之上 主人 这北地宗空无一人了 哼 一群鼠蚁 主人 我觉得 我们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我们现在得抓紧去 其他的两个地宗 不然他们也跑了 嗯 你说的对 所有人 启程去南地宗 他们如今还有十五人 其中只有一个五级的尾神 所以想到对方 有一个能斩杀五级尾神的强者 其实他们这些人也心慌 不过还是将非洲 开往了南地宗 仅仅一个眨眼的功夫 非洲已经在南地宗上空了 南地扶龙飞 自然已经看见了这艘非洲 连忙撤了阵法 不然被压坏 也是个损失 前辈 扶龙飞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还得恭恭敬敬的 毕竟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五十万的神灵石 所以态度好点 能过这一关最好 嗯 你们完成的如何了 非洲降下来 那五级的尾神 走出来非洲 我们刚刚好凑齐这五十万灵石 还请前辈笑呢 嗯 你们不错 此时的南地 似乎还不知道北地那边发生的事情 反正他们也凑齐了 具体啊 所知北地岸边是差一些的 之前还向他们见 不过他们也是刚刚好 便没有同意 那 前辈 我们的烙印 能不能解开了 哈哈 我只说不杀你们 可没说要给你们解开啊 五级的尾神说道 此人名叫西青 在尾神界也是个将军 位置仅次于他们的陛下 你 你们 无耻 一个长老骂道 哦 是吗 这可不算无耻 这才是 说着他一直点出 一道印文进入他的脑海 这个张老弟 身体如同被吹胀的气球一般 慢慢变大 继续变大 最后喷的一声 变成了一堆碎肉 扶龙飞也吓坏了 你 你们 好好好 我们不解除了 不解除了 哈哈 这就对了吗 该给你们的 我会给的 但是你们不能主动要 这就不对头了 哈哈 风无双看着这些地宗的强者 似乎是自己 将他们给镇压了一般的解气 哈哈 走 去中地宗 西青驾驶着非洲 消失在虚空中 再出现已是中地宗了 道全此刻正担心呢 也因为他们没有找齐五十万 只有四十万 他想着跟这些人讲讲道理 看看剩余的能不能宽限点时间再找 在他们看来 这都不是事 可是他们完全没想到 这伪神界的残忍 柳兄怎么也不回复啊 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呀 你们谁有北地那边人的传音 问问情况 宗主 我有 我问问 这个长老发出来传音 还没等他们回复 伪神界的非洲就已经来了 哈哈 中地宗 任务完成了吗 西青在非洲上大喝 道全赶紧也撤销了阵法 让他们的非洲下来 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将那些天才弟子转移了 万一发生战斗 也能保全他们的火种 啊 前辈 我们 我们 西青立即板起了脸 没够啊 有多少了 中地哆哆嗦嗦地将储物戒指递过去 四十万 西青看着这些神灵时 心里在想到底杀不杀这些人 不杀的话 他们的威信何在 杀了确实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差十万对吧 好 差十万我就要十个人的性命 剩余的十万零食再给你们三个月 不然权宗的性命都没有了 说着 他截了一个手印推出去 十个长老瞬间爆炸 变成了碎肉 啊 你 你们 道全大惊 但是又不敢如何 毕竟性命都把控在人家手里 人家只需要一个手势就能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怎么 你们还敢反抗 不 不敢 不敢 我们一定尽力找 这就对了吗 哈哈 走 去中天狱那些宗门市里 去中天狱走一圈之后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也就到了 到时候再回来 中天狱里 这三个月期间 必然又是腥风血雨 西青看着这段时间的收获 足足接近一千万的神灵石 拿回去后 一定又是一个大功劳 他们的伟神界 有的是伟神灵石 神灵器的含量 比比这个低很多 一个偶然的情况下 从仙界过去的一个人手里 出现了几百颗神灵石 他们才发觉 用这个修炼速度提升了好几倍 所以 伟神界的最高领导者 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陛下 一个六级的伟神境 命令他们来仙界找这些东西 然而 伟神界和仙界 距离非常的遥远 他们的驾驶者超过光速的非洲 也历经了一年的时间才到来 此时的张不凡在关键时刻 有了鸿蒙力气时的帮助 他这一层的突破 要比用神灵石还要快 闭关的第三个月 他顺利突破到了六层 哈哈 六层 如今在斩杀他们的五级的伟神 轻轻松松 如今的苏香 也到了先第四层了 这个修炼速度很快了 当然主要的原因 还是他们的时间优势 阵法有二十倍 时间法则二十倍 时空鬼有二十倍 加在一起 那可是四万倍了 到了六层的张不凡 决定出去看看 苏香说 在里面待了几十万年了 他也要出去透透气 好吧 一起去看看 这些伟神镜还挺强的 二人出了秘境 这北地宗自然是空无一人 也不知道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二人直接又到了南地宗 南地宗的人倒是都在 南地老哥可在 张兄弟 你可来了 如今什么境界了 先帝六层 扶龙飞大喜 哈哈 真的啊 太好了 能不能弄死那些王八蛋 没问题 不过 我先给你们把烙印解除 你还能解除烙印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有奴隶烙印的都过来 都过来大殿 上百个老听见了召唤 立即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宗主 怎么了 怎么了 好事 好事 你们的烙印 今天就能解除了 真的 谁给我们解除 谁啊 张兄弟 麻烦了 张布反手掐法诀 朝着众人推出去 一瞬间 他们的神海中的阵法 变成了虚无 哈 好了 好了 奴隶烙印没有了 张兄弟 我觉得 你还是赶紧去中地了那边看看 他们的数可不够 那些人给了三个月的时间 让他重新补齐 时间如今也快到了 哦 我看看这帮人在哪里 他神石散开 整个上天狱 没有发现那艘非洲 随后继续地扩散神石 传透了上天狱中天狱的结界 哦 竟然在中天狱 嗯 找他们去 这是之前做不到的事情 神石这次竟然穿透了结界 二人一闪 到了中天狱 很快锁定了那非洲 此时他们正在一个宗门内 地上一大片的血肉 这都是奴隶烙印爆炸所致 前辈 我们 确实只能找到这些了 要不你们 再宽限点时间 好 再给你们一个月时间 剩余的五万神灵石找不齐 你们的宗门 就没必要存在了 说吧 那位神进上了非洲 准备要离去 公子 看我将他们的非洲斩碎 不 这非洲 我们留着油也用 这非洲的速度不一般 那好 非洲里面的畜生 给我滚出来 西青刚要走 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 似乎是在对着他们叫喊 出来了几个人 其中包括 风无双 张不凡 你 你们竟然还敢来 苏香管他三七二十一 一箭灰来 啊 好强 风无双赶紧往后躲 西青走上前 手中出现一个小盾牌 轻而易举地挡住了这一击 苏香 前面这个家伙 估计是五级的尾神 你现在不是对手 你对付其他人 我来弄他 张不凡走上前 哈 之前的五级尾神 就是我杀的 如今该你了 什么 你 你还真有这本事 西青其实心里已经相信了 手中出现一柄奇怪的 说剑不是剑 说刀不是刀的兵器 神器 不错呀 束缚 时空束缚再次涌出 如今的力量更加强大 牢牢地将这西青困住 你 好强的空间法则 西青脸都下白了 破 不过随着她是手中出现一张符录 贴在身上 她的行动似乎又恢复了 嗯 这是 神符 军灵 直接斩出最强的一招 哄 这剑芒从天到地 天地间似乎都是这一道剑芒 比起之前的这道剑芒 可是强了百倍不止 西青大惊 连芒再次举起小盾 哄 连同她后面的七八个四级的尾神镜 竟然全化成血物 不过这西青的元神 很明显有东西保护 竟然完好无损 直接钻进了非洲之中 逃 快回尾神剑 此时的苏香正在和其中的几人缠斗 阿力 用副神网 将那女的抓走 非洲启动 一个巨大的网子从天而降 瞬间将苏香抓住 随后非洲顿入了虚空 苏香 束缚 张不凡再次使出时空束缚 可惜非洲已经顿入了另一个空间之内 光速地逃离了 苏香 张不凡那个好恨啊 怎么就让他跟着来了 你等着 尾神剑我一定会去的 此时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就是筹划去尾神剑 也得知道路程不是 不过刚刚这几个人的身体化成血物 留下了几十个戒指 他一一捡起来 嗯 九百多万的神灵石 这岂不是说 他们这一年多的功劳全给我了 还有欧几万颗鸿蒙灵气石 看来我要在时空轨中 一边修炼一边赶路了 他回到了上天狱 将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 三位老哥 现在我要你们帮我查找到这个尾神剑的位置 我要立刻追去 这个好说 其实他们一出现后 我们就已经查了 这尾神剑 距离我们一千万亿里的距离 方向我们也有 位于这个星域 终地拿出一个星盘 输入灵气 星盘的上浮现出万亿的星辰 其中一片区域做了标记 就是这个红色的区域 那里就是尾神剑 传说这块区域 设计神剑掉落在仙剑的几片大陆碎片 他们修炼的神灵气 所以战力比我们高很多 嗯 好 这个给我 张不凡拿起这个星盘 立即进入了时空轨 以时空轨如今的速度 还要避让直线距离上的陨石 星球 速度就更慢了 这么算下来得十年了 不过十年 我的修为在里面 也能再进各一两层了 时空轨自主地飞行 张不凡利用最后一次得来的灵石 在里面修炼 算起来 他里面得有几十万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利用仙灵石 也能进两阶了 接下来的仙剑 倒是安稳了 那几个人的非洲速度 可比他的时空轨快多了 并非时空轨级别低 而是他还没有进阶到更高的级别 而张不凡也不知道 如何让他进阶 他将所有的神灵石 都堆放在了时空轨中 这十年就不用停止了 一直可以修炼不止 不过他很快发现 神灵石消耗的速度 有点过于快了 等他停下来时发现 这一大堆的神灵石还在消耗 难道 是你在消耗神灵石 你咋不早说 早说我早给你了呀 你只要给我速度快点就行 他边修炼边飞行 时空轨的速度 也在慢慢地增加 一年之后 他的进阶到了七层 而时空轨 似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速度比之前快了十倍 这么算下来 还有半年就能到了呀 好 时间当然越短越好 那边肯定都没有意识到 他能这么快就来 而此时 这剩余的几个伟神镜 已经到了伟神界的天狼星 这里是他们的陛下所在的地方 这几人里 自然也包括了风无霜了 当时这小子一见张不凡用绝招 立即进了非洲里 而那西青只是原神状态 不过他随身便带着几具傀儡 最终还是决定 先先使用一具傀儡再说 有更好的身体再说 陛下 我们 这次 在仙剑 被杀得非常惨 他们的陛下名叫崔克 一个看起来非常有威严的中年人 蠢货 西青 你甚至失去了身体 仙剑是低等位面 怎么可能连有人这么强 陛下 我 失去身体还算好的呀 帕罗将军连命都没有了 神魂俱碎 什么 你们去了二十人 只回来了这几个 还有这一对男女是何人 不过就在崔克看见 苏香那冷峻的脸时 立即愣住了 陛下 男的叫风无双 是我们在仙剑收服的一个下人 另外这女子 便是那杀我们人的道理 哦 此女 竟然如此美严 哈哈 不错 不错 众人都明白了 他们的陛下 这是看上她了 啊 陛下 此女就由您亲自审问吧 好 好 我就亲自审问此女 哈哈 说着 这家伙就离开了王座 痴痴地走向苏香 仙子 你们那里都是这么称呼吧 哈哈 跟我去我的宫殿 我们慢慢聊可好 走 苏香此时灵气被封 几乎就是个凡人 值得随他去 希望这家伙和刘承轩一样 不应来 而崔克 倒是真的不是那泛魂的人 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强 别人弱 尤其是女人 还真就下不了手 此时的张不凡 此时的张不凡 正在疯狂地朝这里赶 七层的境界 也还在继续打稳固向前 但是肯定是到不了八层了 果然 半年后 他到了星盘里 指定的这一片区域了 果然 这里的灵气 和那神迹中的灵气 非常像 半神半仙 怪不得他们的战力 更强 他到了一颗星球 打算在这里探听了一下消息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这虚神界看起来 有几百颗不规则的星球 各种形状的都有 真正成圆形的 却没有几颗 怪不得是碎片 还真是碎片 一块块的 他到达的这颗星球 叫做金马星 星球的形状 是个正方形的一块大陆 金马星铁力称 你们听说了吗 陛下前些年派了二十人 去下等卫面仙界 找寻神灵时 派去的可都是四级五级的强者 结果被杀得很惨 什么 四级五级的 还能被杀成这样 那 这个下等卫面 也太强了吧 谁说不是 不过 听说他们带回来 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比戴夕公主还美 真有这么美丽的女子 戴夕公主那多漂亮啊 竟然还有比戴夕更漂亮的 我真想看看 张不凡一听 这不就是说的那帮人吗 啊 真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啊 在哪里啊 我想去看看 张不凡凑过去问道 废话 当然在金狼星王宫里啊 你以为还能在你洞府里啊 哈哈 哈哈 几人一起嘲笑 声音越来越大 说不定呢 真在我洞府里 天狼星 张不凡的星盘上 有这个星球的位置 面积非常大 是个原形的大陆 足足比金马星大十倍 是整个伟神界最大的一个星球 天狼星的王宫里 苏香也仅仅是被束缚了灵力 但是自由没有被限制 可以在王宫里到处行走 甚至也可以出宫在王城里到处走 看上什么拿什么就行 但是出不去王城 甚至都没有人跟踪他 因为王城有阵法 他出不去 几乎整个王城的人都认识他了 只要他出宫 就有人在后面跟着看 这半年来 那崔克倒也没有逼他 这令苏香没受什么苦 张不凡那里有他的魂牌 知道他最起码还活着 而此时 张不凡也到了这里了 既然已经知道了 苏香被那所谓的陛下给软禁了 他自然就冲着王宫这里来了 不过这里的阵法 竟然是真正的神阵 因为那气息 比起他在神迹中建造的大殿的阵法 还要纯正 所以他判断 这是真正的神阵 他看见进入的人 每人都有个令牌 拿出令牌之后 便直接进入了阵法以内 没有交灵石 啊 要不我先试试 用剑木神术的树叶 也不行 阵法肯定有影像记忆经实 这样还是会被查出来 还是偷个令牌吧 于是他利用空间法则 轻松地将一人的令牌偷了出来 进入到了王城内 进来以后 他自然是放开神石 开始寻找苏香的气息 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那就是被藏起来了 可是我的神石如此强 也没发现进不去的地方 对了 有很多凡人 他们封进了苏香的灵气 所以没有气息了 那就一个一个地找 张不凡在街上走了一遍 倒是听到了不少 关于苏香的传言 哦 既然他经常从王宫里 出来到王城 啊 我在王宫门口等也行啊 这算是个捷径 于是他到了宫门口的一家酒馆 就在这里坐着等 而且听周围的酒客的说法 等他的人可 不止他一人 许多痴汉都在这里坐着 眼巴巴地望着宫门口 来了 要来了 每天都是这个点仙子会出门的 真的啊 你们见过没 真有那么美啊 废话 当然是真的 真有这么美 绝对是比戴希公主还美的 来了 来了 你们看来了 哎 不对啊 是戴希公主啊 他今天怎么来了 戴希公主是陛下的女儿吗 这不废话 不然怎么叫公主 站住了 再等人 我们看看他等谁 果然 没多久 苏香来了 张不凡神势放出去 发现他果然 只是被封尽了灵气 其余的倒是没有受伤 公子 是你吗 两人之间的感应 让苏香第一时间察觉到 这里有张不凡的气息 哈 当然是我了 这段时间 你没受苦吧 还行 没受什么苦 他们只是封印了我的灵气 封印了灵气 但是神魂里还是有的 我就在你对面的酒馆里 你 找个人少的地儿 我将你收进时空鬼 你怎么还跟公主混到一块去了 啊 王公没有别的女子 只有这个公主人还不错 所以我们成了朋友啊 苏香妹妹 走 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个好玩的地方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会去这里祭拜 好玩的地儿 什么地方啊 要出城 不过很近 出了城往西一千里 就是一座山 整体的山都是金色的 有人在山上雕刻了一个胖子 说是某个地方的佛 也不知道啥是佛 那座山就被叫做金佛山 苏香 跟他去 出了城 更好下手 他们俩朝着城西这个入口飞去 公主 陛下有令 仙子不可以出城 一对执法队拦住了他们 滚蛋 我用得着你管 我爹那里自然有我 是 是 公主殿下 被戴戏一顿骂 这一对执法队倒是老实了 但是后面足足几十人 在追着两人看 一些痴汉 还在后面疯狂示爱 自然这几十人里包含张不凡 一路上都没有机会 不过此时他倒是放心了 只要苏香没事 其他的一切好说 他也想去看看 他们说的金佛山 看看是什么东西 很快 便看见一座几万米高的金色的山峰 这山峰从头到脚 被人雕刻成一个 穿着金色袈裟的佛像 下面坐着的是一个连台 连台 这 和我法相一模一样 朝上看去 一个大光头 双耳垂间 目光有神 嘴角含笑 不过巨大的佛像 让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似乎有个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压在了头上 无法反抗 小友 来了 谁 谁 我不就在你面前吗 你 是这个 佛像 不错 正是老那 小友 我们有缘啊 什么缘 自然是佛缘 起 忽然 张不凡的连台法相升起 你看看 你的法相 这不是和佛有缘吗 这点张不凡早就发觉了 呃 那 你找我是有啥事 让我给你重塑法身 飞一眼 飞一眼 我早就在这里等着你了 该属于你的东西 今天我要还给你了 说吧 这金佛浑身的金光暴涨 随后朝着张不凡的法相射来 紧紧眨眼的功夫 张不凡的法相 整个变成了金色 再看那金佛山 已经变成了土灰色的石头山了 这 怎么回事啊 怎么金佛山的颜色没了 就是啊 好几万年了 怎么今天 这里的人可不少 这金佛山的变化 让大家非常诧异 刚刚的金光暴涨 包括两人的对话 别人都是完全看不见的 执法队来了 果然 这次来了两个执法队 二十多人其中 有五级尾神近四名 这 怎么回事 谁干的 为首的一个吼道 咱也不知道啊 突然就这样了 有修士说道 这金佛山距离王城很近 所以向来是当做王城的一部分的 这 要不通知陛下吧 让他来看看 嗯 也只有这样了 两个五级尾神商量了一番 最终还是决定上报 张不凡看大家似乎注意力 都在佛像身上了 直接心念一动 便将苏香收进了时空轨里 解除了他的灵气束缚 哎呦 这半年可担心死我了 我就怕你找不着这里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啊 不是 主要是我到了这里之后 他听说 这里距离仙界一千万亿里的距离 吓都吓死我了 我哪里走过这么远的距离啊 是啊 时空轨又进化了十倍的速度 仍然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么远啊 二人交流着 张不凡并没有打算离去 因为他觉得 这里如此好的灵气 如果能在这里修炼 岂不是更好 而且 这里还能更容易得到神灵石 和鸿蒙灵气石 张不凡就在这里等了下 看看这个陛下 到底是何方人也 女儿都好几千岁了 还对年龄这么小的女修下手 简直无耻 果然 说话间这个他们口中的陛下就来了 一个身高一米九多的中年男子 满嘴的胡子 身穿金色的龙袍 倒是有几分威严 爹 您来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跟苏妹妹过来看看金佛 突然这金佛就变色了 也不知道咋回事 苏仙子在这里啊 人呢 我咋没看见 刚刚 就在我后面啊 糟了 完了完了 跑了 不过他没灵气 应该跑不远 你们 快去追苏仙子 崔克指挥着后面的两队执法队 而他则飞到了金佛的面部 即便是这面部 也有几千米之距 没了 还真是没有了 那种隐隐的 而且非常神秘的力量 竟然没有了 崔克疑惑 这股力量几十万年了 一直都在 无论谁都取不走 就是上面下来的人 都没办法玻璃吸收 怎么今日就突然没了呢 真是怪事 怪事 此时 他们的一些将军和阁老 也来到了现场 赵阁老 将这里用阵法阻隔开 然后也用金粉粉刷一道把 这声音是传音的 所以其他人听不到 但是张不凡时刻 用神魂力关注着崔克 却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传音 竟然还搞这一套 欠 这在崔克来说 其实没那么重要 反正他也获得不了那股力量 只是万一这股力量 是用来对付自己 可就麻烦了 阿T 崔克竟然打了个喷嚏 这让他非常吃惊 难道我猜对了不成 这股力量 还真是用来对付我的 对 就是用来对付你的 哈哈 不过 看在你没有对苏香 怎么样的份上 就留你的小命吧 此刻 更多的执法队甚至军队 都加入了寻找苏香的队伍里 整个王城一日之内 鸡脚嘎拉被他们翻了好几遍 而此刻的张不凡 就在逛着这个王城 看着一趟趟的军队执法队 从自己身边经过 他就想笑 苏香 你在这里待了半年了 知道哪里灵气最强吗 此时的张不凡 就一家伤萌一家伤萌地转悠着 他想看看 这里有没有鸿蒙灵气石头 不过他发现 这些伪神镜的戒指里 都有这东西 说不定这里的保有量更多 若海伤萌 进去看看 小友 想买点什么 刚到门口 就有火鸡接待 这里面的人不多 或许大部分都在金佛山那里看热闹 或者在街上看热闹 我想买一种东西 如果你们有 我可以高价购买 张不凡拿出一块鸿蒙零石递给他看 这个 这不就是普通的石头吗 只是颜色很奇怪 小哥 你看看你们仓库有没有 要是有 价格你随便喊 说不定做这东西 没有被记录入册 卖的零石都是你自己的呢 这句话 才是打动这个小哥的一句话 啊 好 我去找找 过了半个时辰 火鸡换了身衣服 道友 你跟我出来 张不凡心下一喜 这是有戏啊 火鸡拉着张不凡 到了一个小胡同 道友 我还真是找到了不少 而且正如你所说的 没有入册 所以 价格我可以给你更大的优惠 你看看 这样的一块 你给一千尾神灵石如何 啊 哈哈 可以啊 可以 别说一千了 就是一万十万 他也得买啊 得了 成交 一共多少 八万 好 这是八千万 就这样 张不凡竟然如此轻松地得到了八万块鸿蒙零石 这简直太出乎意料了 哈哈 苏香 你看这么轻松地就得到了八万鸿蒙零石 这里 好像还有七八家商盟 我得一一去试一下 就这样 他花了两天的时间 将这里的大小商盟都试了一遍 竟然得到了五十万的鸿蒙零石 这种石头 目前对他的帮助 甚至超过了纯正的神灵石 他也不知道 这个鸿蒙零气 是个啥东西 但是对他的功法帮助真的很大 转了转了 哈哈 对了 苏香 刚刚问你 哪里的零气最浓郁 我自己是没有体验过 他们不让我去 但是我听说了 零气最浓郁的是一个宗门 叫做神霄宗 他们的秘境零气浓度 超过了皇家的修炼室 神霄宗 在这个星球吗 对 在这个星球 好 我们去 哈 神霄宗 光是拥有六级的尾神镜 就是好几百人 张不凡如今有把握战胜一个六级尾神 但是多了 他没有把握了 几百个六级尾神镜 他很清楚 这是什么势力 要是全都针对他的话 他估计连跑都来不及 不过 公子 这个神霄宗的阵法 据说是支神界传下来的三级神阵 而且不止一个 据说就连秘境的结界也是神级的 我不知道你的空间法则 或者那件木树叶能不能穿过 如果穿不过 看你会惊醒人家 哦 这样 确实有点冒险了 那正常的渠道 大不了再弄一个他们弟子的令牌呗 但是 公子 他们的令牌 是与他们的神魂有联系的 啊 这个 还只能走正常渠道了 他们的弟子招收 一百年一次 一百年 这是不是太久了 我们唯一的机会是 他们的那门弟子 有资格招收一个随从 随从有同样的权利 在宗门修炼 所以 这是唯一的合规的机会 那我应该去找他们的那门弟子了 他们的那门弟子 倒是经常出现在王城 我都见过许多 穿纯白色服饰 胸口有行星饰 几颗星星 就代表了几级的修为 哦 那我去街上转转 街上的军队和执法队 还在到处搜 刚好经过一个商门 发现里面有不少的穿白衣的修饰 至少十几个 他走了一圈 里面有十人 都是神宵宗的那门弟子 但是要怎么跟人家说呢 总不能一来 就说让我做你的随从吧 这个不大合适 人家对你不了解 也不会轻易同意的 周兄 昨天 王城的陆架 说让他们家的庞系弟子 给我当随从 反正就是购买一个 神宵宗修炼的名额吗 给一百条灵脉 我在考虑 这还考虑啥呀 换成我早卖了 啊 有戏啊 没想到他们竟然 还能公然地售卖这种名额 没想到能听到这么有用的信息 现在就是要 找到合适的人来买了 一百条灵脉 还挺多 要不我偷点去 他之前是打劫了几个人 但是买鸿蒙零食花了不少 所剩的不多 偷东西 我擅长啊 这些大家族的阵法 我还不信全都是神阵 只要是伟神阵 我都能进去 他进了一家酒馆 开始探查这里的家族 哪家能进得去 八家大家族 四个大商盟 都可以如入无人之境 因为他们布置的都是伟神阵 所以对于伟神的空间法则 已经大成的张不凡来说 有鸿蒙零食的全偷了 灵脉偷了一半 这已经算仁慈了 他是没想到 这些家族里的宝库中 又获得了一百万颗 大小不一的鸿蒙零食 这一大笔的收入 这伟神剑真是来对了 完成这一切 他本人甚至都没有离开酒馆 纯粹的空间法则之力 就完成了 若海商盟那只二级的神剑 我早就想买了 可惜要二百多条灵脉 太贵了 我舍不得呀 五师兄 你不是随从的名额还有吗 卖了呀 最低都能卖几十条灵脉呢 而且你可以分期卖 比如卖五十年 一百年 这样还能多卖几回 这又给张不凡上了一课 怎么还能这样 要是这样 他买五十年就够了呀 他连忙凑上去 师兄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买您五十年的随从 您看 怎么样 哦 你要买 张不凡点点头 师兄报个价 五十年 这样啊 三十条灵脉如何 成交 这是三十条灵脉 当然是下品的 这么痛快啊 哈 那好 这里是随从令牌 只需要注入一丝神魂即可 哦 这么容易啊 我试试 张不凡注入这一丝神魂 立即令牌像是被激活了 你现在就可以自己进去了 当然 你没有动佛 我不需要动佛 师兄如果有积分 我全要了 二人看了看张不凡 没想到 相貌平平的张不凡 还挺有钱 这个 我们的积分可不便宜的 宗门里 一般都是两千五到三千一分呢 我给师兄算三千 二人看着张不凡 越看越喜欢 哈哈 好 真痛快 师弟 你有多少 我只有十万多一点 我这里有二十万 师兄们 秘境一天多少 秘境 可不便宜哦 好像两千积分一天呢 哦 那好 我买了 两人倒是痛快地就将积分转给了张不凡 也高高兴兴地收了零食 这 我自己拿着令牌也能进去了 当然 二位 谢了 张不凡直接拿着令牌离去了 有钱有时候比有拳头似乎还 那也不竟然 我打劫了他不一样抢到这个快令牌吗 只是不知道会这么简单就能使用 张不凡自言自语 所以 公子 有时候解决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办法 而是要灵活啊 一句话的功夫 二人已经到了神霄宗外 我能进去了 他拿着令牌轻松地穿过了阵法 果然是神阵 不过这个 能不能被剑木神树破掉呢 试试先 见四下无人 他伸出一个树枝朝着阵法伸去 结果阵法都是没有排斥 但是似乎也根本不能让阵法消失 反而是阵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能量 将树枝朝外排斥 啊 看来是有希望 只是剑木神树似乎太弱小了 这家伙要怎么样才能成长呢 公子 你还记得我们见到这树石 它可是很大的 到了你空间才变小的 所以我想着 是不是原来的环境能让它成长 不如这样 一会儿进了秘境 你让它到秘境中来试试 这也是 我一直忘了它的生长环境 三十万 两千积分 这才一百五十天 太少了 它还是得去买积分 我再去修炼室外面看看 有没有人卖积分 它通过修真界 到先界这么多年来的经验 每个宗门 毫无例外 都有做这种事情的修饰 它找到了修炼室 站在那里 果然很快有个小个子过来 师弟 买积分啊 嗯 是 你有啊 怎么卖 两千五 买得多 还能优惠 果然是便宜了点 你有多少 我都要 还有你那些朋友的 都叫过来 我都要了 原本面无表情的小个子 一听来了的财神爷 表情立刻丰富起来了 哈 好 各几个 过来 都过来 大买卖来了 那边七八个人 都围了过来 咋了 老鼠 什么大买卖 财神爷来了 咱们的积分他全买 我 主动给你降价 两千 如何 这都无所谓 你们有多少 几人一听 还真是财神爷 两千和两千五 差距不小 几人交头接耳地 说了一番 师兄 师兄 刚刚还是师弟 现在已经是师兄了 师兄 我们凑了下 一共一百多万 算你一百万整 如何 叫老鼠的人说道 好 一共二十一对吧 来 拿着 张不凡 当然是浑然不在乎 大大方方地服了零食 哈 对 谢谢了 师兄 下回再买 还来这里找我们 行 行 于是他直接朝着秘境走去了 原本以为就这么去了 却不想一队执法队突然出来了 站在了张不凡的面前 你 站住 把你的弟子令牌出示一下 张不凡只好将自己的令牌拿出来 随从 而且还是刚刚进入宗门的 你的主人呢是哪位 内门弟子吴大方 哦 你是哪个家族的子弟 对于重点家族的子弟 我们宗门需要登记一下 我们也知道 你们私下的交易 这些我们不管 我不是什么大家族的子弟 这些零食 也是我辛辛苦苦积攒的 好吧 打扰了 张不凡还真怕被他们的强者发现 这样还真是麻烦了 不过幸好 他们没有继续纠缠 忽然 一股威压上空压下来 隔着三级的神阵 都让张不凡感到了压力 这 浩强的威压 只见一个浑身闪着金光的人 就这么直接穿透了 神肖宗的阵法 落在了宗主殿上方 张不凡虽然在另一个山峰上 但是仍然感觉压力山大 上面的人又来了 快去看看 说吧 这对执法队 便朝着那边飞去了 张不凡也是个 爱凑热闹的主 干脆也过去看看 是什么情况 一春望 那金色的身形 足足高几百米 站在宗主殿上空 前辈 前辈 快里面请 我们里面去聊 神肖宗宗主一春望 立即飞出来 那身影变成普通人大小 跟着一春望进了大殿之中 到此 外人就完全听不到了 张不凡跟在那群执法队后面 又来要人的 这神界的人啊 还真是拿我们不当人 就是 十年就要一万个 原因之体的女子 唉 还真是残酷 是啊 这些人去了 肯定活不了 师兄 是只要女的 不要男的吗 对啊 不要男的 你放心吧 唉 怎么又是你啊 我这不是好奇吗 来看看热闹 那岂不是咱们宗主 得到处抓人吗 那有什么办法 不抓能行吗 我们不抓 他们也一样来抓 他们抓 说不定会死更多无辜的人 我们抓 最起码还能给些补偿 一个执法队队员说 哦 还能这样啊 这一万人 他们多久要骑啊 一年内就要 明年这个时候 他们还会来 毕竟这些事情 在神宵宗都不是秘密了 但凡是来得久的弟子 都知道这些 这就是神 简直比盗匪还盗匪 是啊 但是有什么办法 之前咱们宗主 曾经带领着长老 抵抗过他们 结果被这一人 就杀了一半的长老 所以宗主立刻投降了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反抗过了 毕竟神 真的太强了 有多强 张不凡继续问 知道咱们宗主吧 六级虚神境巅峰 其余的长老们 都是后期 巅峰是后期的十倍战力 而那神是 六级巅峰的一百倍战力 而且 即便是一百个巅峰 如果九宫不下 那必定将会一败涂地 这么强 唉 不过这次听说 他们发现了一个下等位面 叫仙剑 如果在那边再相逼 我看 很有可能就回去仙剑抓人了 听说那里人口 是咱们的一千倍多 张不凡猛了 这怎么说着说着 到了仙剑了 要是开了这个头 岂不是仙剑要遭殃了 是不是每次 他们只下来一个人啊 嗯 对 每次还都是这个人 哦 这样啊 要是将这个人杀了 你想啥呢 上次的教训 还没记住吗 张不凡现在肯定不是 那神剑修士的对手 干脆 暂时不管了 如果再生两个小境界 说不定与那神剑之人 有一战之力 如今是六层 刚刚得到了这么多的鸿蒙灵石 他应该可以很快地突破两层 而且这个速度 比起神灵石肯定还更快 希望能赶上明年的此时 看看能否救下这一万个少女吧 他当即进入了秘境 开始了修炼 而一春望这里 他已经料到了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前辈 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十年一次 实在是有点太紧了 咱能不能稍微地 将时间拉长一点 比如二十年 也给这个界面的生灵 一点成长的时间吗 嗯 嫌时间短是吧 好 干脆我叫人来 直接将你们这个心欲的人屠杀干净算了 这人眼神一瞪 吓得一春望一哆嗦 立即将之前的话收回了 前辈 我知错了 知错了 当我没说 我们这就去完成这一次的任务 嗯 这还懂事吗 我们家主说 这些年也辛苦你了 这里是一个亿的神灵石 对你们的修炼也有帮助 拿着吧 一个亿的神灵石 对一春望来说 可是一大笔的数额 这 那我就收着了 谢谢前辈 嗯 赶紧去完成任务吧 我一年之后再来 说着 这身影便直接消失了 一春望拿着手里的戒指 觉得又烫手 又渴望 说不定这些神灵石 都能让我飞升神界了 此时张不凡在秘境中 贪婪地吸收着鸿蒙灵石 修为飞速地增加着 何况秘境中的神灵气 也非常的浓郁 已经有七成的灵气 都是神灵气了 在这浓郁的灵气中 果然不到三个月 他就到了先帝七层了 外界 一春望的长老们 正在到处地去找 抓这些原因肢体的女子 而一般情况下 还有原因肢体的女子 年龄都不大 自然修为也都不高 所以 抓起来倒也好抓 不过抓完后 他们都给些灵石 但是这些人的家人 可是很不愿意的 又没有办法 谁让神肖宗这么强 这一次 他们肯定是来不及去仙界了 因为一去一回 至少两年时间 只有下一次再从仙界入手了 苏香如今也是五层的修为了 修真无岁月 转眼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剩余的九个月 张不凡将所有的鸿蒙灵石用光了 又使用了不少的神灵石 和伪神灵石 才算突破到了八层 苏香也到了先帝六层 先帝八层 不知道能不能跟神异较高地 按说他们的积分 也还够继续修炼 张不凡现在还在考虑一件事 那就是飞升神剑 或者有没有办法 在先帝镜 有那种突破小境界的丹药 按说以前的每个境界都有 这先帝镜也该有啊 先帝镜的确有 只是他不知道 而且先界没有 这伪神界却有 正是之前风无双吞噬的 那种丹药伪神丹 只是他吞噬的是下品的 张不凡的要求 那肯定得是极品他才服用 而且他一次是要服用好几颗的 品质差了可不行 苏香 要不 你先在里面修炼 我出去看看那些神界的畜生来没来 那好 你将时空鬼带着 我先在外面修炼一段时间 嗯 好吧 张不凡心里也不确定 这个神的战力到底有多强 万一不敌还是要躲的 总不能让他们给弄死吧 师兄 神界的人来了吗 张不凡出来后 随便找了个人来打听 没呢 没呢 不过快了 就这两天了 哦 这样啊 好吧 既然还有点时间 他干脆就去丹药阁打听一下 五级六级尾神的提升修为的丹药 这位前辈 我想问问有没有提高修为的丹药 提高修为 尾神丹啊 有啊 哦 有什么品级的 下品 中品 只有中品啊 那 有没有这尾神丹的丹方和药草啊 我想买些 你想自己炼制尾神丹 那可是六级的丹药啊 岂是那么容易的 我试试 行 试试吧 药草自然有 丹方送你就行了 你要多少份 两百份吧 那可是不小的一比零十哦 两百份 五十条灵脉 五十条下品灵脉而已 张布凡完全不在乎 好 给名 张布凡买了大 可以看了看丹方 一百八十种药草 我在进去里面 一两天里面 可是有几万天的时间 炼制出来应该不难 AO 所以他又进了秘境 不过刚进去 就发现两个六级尾神的弟子 正在纠缠苏香 而且看样子是要打起来了 周师兄 这 不能打斗吧 万一被宗门知道 要重罚的 小李子 你不知道吧 这秘境之中 是阵法监测不到的地方 哈哈 哦 真的呀 那 咱们 两个六级尾神 苏香还真不一定能解决 但是他也不怕 只要这里有动静 肯定会有长老进来的 然而这两人 不知丢了一个什么阵法出来 直接将这一块的空间给包围了 导致形成了一块特殊空间 外面无法察觉阵法中的动静 张布凡远远地看着二人 他也想看看 苏香如今的战力 能不能战胜这两人 苏香此时还是用的九级仙剑 在尾神界有不少的神剑了 所以也可以帮他 在这里找一笔神剑 能提高不少的战力 三人的战斗 一触即发 苏香如今的战力 也的确是提高了不少 但是两者间有本质的区别 那就是 苏香的仙灵器 对战尾神灵器 是占了下风的 果然摆招以后 他开始负伤了 张布凡知道 该他出手了 他直接穿透了这个阵法 猛地出现在一人之后 仅仅是一掌 就将一人重伤了 身体烂成一块块的碎肉 不过 那元神没有死掉 他的身体 也很快地重新凝聚 你是何人 你的战力 这么强 你别管我是谁了 你只要知道 今天你们惹错了人就行了 他此时有点想使用 那个金佛给的奇怪力量 想试试 是一种什么力量 法香 他的法香此刻 闪着异异金光 一出来 这两人就像是傻了一般的 将他们的修为完全压制了 嗯 这是 什么意思 只压制 就没有 公子 你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啊 那好 一花一事件 两朵花飞出 二人的身体和元神 变成了虚无 啊 哈哈 还真是 慈悲为怀啊 他不会杀人 但是却会压制 这已经很好了 我现在要炼制一个伪神丹 看看有没有难度 时空轨内 张不凡坐在那个椅子上 思路无比的清明 伪神界的丹药 他没接触过 自己之前炼制过 最高八级的丹药 这丹药的难度 和八级有的一拼 如果仅仅和八级一个难度的话 我应该不难啊 果然 他炼制了十炉 便已经出来下品了 第五十炉的时候 炼出了几品 比他想象中容易多了 炼了几十颗以后 他在思索 现在是不是吃的时候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 等九层再吃吧 又修炼了些时间 距离九层还是很远的 至少要一年的时间 相当于时空轨内 要几万年了 并不是张不凡的资质差 因为这个时间 已经比普通的修饰 需要的还久了 只是因为 他每一层需要的灵气 是海量的 此刻他体内的那个星河 早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星球 一个巨大的星球 这个星球 在吸收张不凡的灵气 而且在关键时候 释放灵气 供他战斗 出去吧 苏香你跟我一起吧 万一又遇到这样的蠢货色鬼 好吧 出了秘境 神石放出去 一春旺和一众长老 正在宗主殿里 正在商议神界的事情 孙长老 这次的任务完成了 一个长老情绪不高 回到 嗯 完成了 唉 这伪神界的希望 这些都是苗子 宗主 现在伪神界流传着这么一个 说 如果一对夫妇生了的女儿 他们宁愿一生下来 就亲自杀了 也不愿意抚养他们长大 最起码那时候 还没有感情 一春旺低着头 铁青着脸 不过这次 听说崔克那里 发现了一个低阶位面 叫做仙界 我们下一次就可以提前准备 去那里抓人 嗯 我也听说了 这样以后 你们还好些 宗主 你这是何意 什么叫你们还好些 您呢 哦 我已经感受到 神界的飞升之力了 最多五年就能飞升了 嗯 这 恭喜宗主了 就在几人说话间 一阵压力 瞬间让这些人 心中一阵颤抖 来了 果然 一个身影穿透了阵法 落在大殿中 哈哈 易宗主 恭喜恭喜啊 那人竟然一下子 就看出了他 感受到飞升之力了 这 多谢前辈所赐 这才感觉到了飞升之力 你们看见没 你们宗主 就是因为各给我办事有功 这才得到了赏赐 感觉到了飞升之力 你们也都是六级巅峰了吧 说不定下次我来 再给你们带点神灵石 你们也能感受到飞升之力 这位神界的修士们 大家向往神界的心思 可是远远的强于仙界的 因为仙界大家都觉得 飞升神界的希望太渺茫了 所以这些长老们 对于这个神界来者的话 非常的渴望 这家伙虽然很辣 但是他说话还是算话的 好 好 就算宗主飞升了 我们还是会认真地 替前辈办事情的 哈哈 就是就是 前辈放心 我等一定尽力 长老们各个谄媚至极 哈 行了 少废话 这回的这些人给我吧 好 好 前辈在这里 一春旺拿出一个小袋子 刚要递出去 哈 一群匪徒 之前还见你们为这些人 担心不已 现在一看给了好处 看你们这副嘴脸 简直可恶 一个声音从大殿上空响起来 混账 什么人 滚出来 一春旺伸出去的手 又收了回来 或许他觉得 此人能改变些什么 万一真能不牺牲这些人 岂不是更好 那神界之人 饶有兴致地看着上方 哦 这家伙的气息很强大 一宗主 可比你强太多了 一春旺不解 现在不是自己是这个心欲 唯一一个快要飞升的人吗 怎么可能还有人比自己强 这 怎么可能 在这里谁还能比我强 上去看看不就行了 走 于是 众人一起到了大殿的上空 一个年轻的不像样的家伙 站在他们上面 刚刚就是你大言不惭 一春旺看见张不凡之后 反而没有那么的害怕了 他觉得 这么一个人 不可能是比自己还强大的存在 是我 小弟弟 有些事情啊 身不由己 就是你站在我的位置 你也没得选 张不凡不得不承认 事实就是如此 面对比自己强的强者 没有任何的心机 可耍 这样吧 一宗主 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你重新选一下 你把手里的这些人放走 我和你一起对付面前这家伙 小友 你可能没见过神界之人的强大 前辈 你看看这个小家伙 也算是我宗门子弟 要不你就小成大剑 给他露一手 也就当是给下面这些新人立个威 以后就不会有人敢有这样的想法了 一春旺可以说是人老成精了 他没有拒绝 也没有接受 他就想看看张不凡的手段 要是真如这神镜所说的 他呀的战力真有这么强 那么到时候 他说不定真的带领这些长老 一轰而上 将这神镜斩杀 好 那我就也用出一城的战力 给他一个教训 争取给他留下元神吧 好 好 您辛苦了 这神镜向前一步 一直点出 一道气息悄无声息地 朝着张不凡推来 不要看他慢 你要是真想躲 绝对躲不开 张不凡嘴角擒着笑意 身前铺开一层层的金色光韵 那气镜就这么轻松地被挡住了 这 你 神镜一成的力量 那也不小啊 竟然被如此地轻易阻挡了 好 有两下子 看到没有一宗主 是不是比你强 神镜似乎没有什么意外的 在他意料之中 五成的力量 这神镜再次推出一掌 这一掌的气势 可比刚刚强了很多 哄 哄 然而 这一掌 却依旧轻松地 被那金色光韵给挡住了 这一下连神镜都吃惊了 这一掌 他是打算要了张不凡的性命的 但是却没有伤及他分口 一宗主 我只给你三个呼吸的时间选择 否则 一会儿那就 不是这么和平地解决了 那 一会儿我跟你一起上 一春旺跟张不凡传音道 那好 我先来 张不凡率先使用时空束缚 将这神镜给禁锢 虽然他是神镜 但是在伪神界 他还是要遵守这里的规则 你 法则之力 竟然如此强 不止如此 我的攻击力也很强 一宗主 一起上 他拿出绣剑 一剑朝着这家伙劈出去 君灵 一春旺也拿出一剑 秋水剑 无边剑意 这一春旺也非泛泛之辈 剑意很强 众长老傻了 怎么回事 他们的宗主 怎么就一下子倒戈了 他明明可以不用这样的 其实他们不知道 这么做是有伤天合的 这种事情 对于他以后的道徒 是有伤的 所以他现在是想弥补一下 对于以后的道徒也有帮助 一春旺 你竟然 然而张不凡的剑意已经来了 此时他虽然没有完全被束缚 却缓慢了许多 神灵盾 他身前泛起的是 金色的神灵器 一层层的神灵器 形成防御盾嘛 抵挡着张不凡的这一剑 神灵盾在逐层的败剑意瓦解 然而看这样子 就是破开后 杀伤力也不大了 幸好一春旺的剑意 也在加速神灵盾的瓦解 一起上 上百阁这长老 一起朝着这神镜劈下来 你 你们 轰轰轰 轰 这神镜还是被重伤了 不过他身上依旧有一层 光运在阻挡着致命的攻击 护住了元神 金身法相 献 张不凡的法相高达千里之距 光是法相给人的压力 就要让这些伪神镜 颤颤巍巍了 即便那神镜也是在颤抖 你 你是佛界之人 怪不得 怪不得 我告诉你 这尊偏神镜 只是我的一个投影而已 我的本尊在神界等你 一年后 我们还回来的 到时候会是个更强的正神镜了 说吧 他自爆了 虽然是一具残体 但是自爆的能量也很强大 一众伪神镜被轰飞了几十里 一春望吃惊不已 神镜真的太强了 和他这个即将成为神镜的人 差别还是很大的 各位 没事吧 这个自爆虽然强 但是要不了他们的命 没事 宗主 只是是受了点伤而已 嗯 这下麻烦了 麻烦了 还有更强的 可是 你 怎么临时改变主意了 不记得以前的那个教训了吗 大家都跟我先进来 你们边疗伤 我边说 道友 你也请吧 一春望将众人叫进了大殿 此刻的张不凡 与一春望平起平坐 道友 不知道怎么称呼 张不凡 道友并非伟神界之人 仙界 仙界 仙界怎么可能出来你这样的强者 那不是低阶位面吗 啊 不是 你不是来自那个佛界吗 不是 那佛力 是在你们王城的金佛山得来的 哦 那佛像我也看见过 也感受过那力量 虽然感受到了 但是无法令话吸收 没想到 那东西是属于你的 哈哈 真是有缘 哈哈 易宗主 你怎么突然又想明白了 对啊 宗主 我们也想不通啊 怎么就突然转变想法了 一春望坐在那里 目光呆滞 若有所思 那我就说说为什么吧 你们也知道了吧 我感受到了非圣之力 然而 这不是好事啊 怎么了 怎么就不是好事了 不是可以非圣了吗 就是啊 非圣怎么能不是好事 长老们急了 毕竟这事 不是他们一个人的事 一个年纪最大的长老忽然说道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 有伤天河 所以 在渡劫之时 一定会有报应是吗 此人是他们的太上长老 见识最多 大家眼巴巴地看着易春望 宗主 是这样吗 是吗 易春望点点头 不错 太上长老说的对 我在感悟发非圣之力时 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道心 我的道心有缺啊 这种缺失大家都知道 绝不是杀几十几百个几千人造成的 是我们这么久以来 一点点地积累成的 这种缺失 如果我目前渡劫 那是必死无疑的 众人吃惊了 必死无疑 那他们现在还真是不能渡劫啊 所以 我现在其实害怕 我尽量地压制非圣之力 就是为了弥补 能来弥补一点 我成功的希望就大一点 但是目前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必死 这 还 唉 也就是说 还不如不飞升 就在伪神界当鸡头 不当氛围 现在就是宗主了 宗主的飞升之力 总有压不住的一天啊 现在大家看向了一春望 一春望也是一脸愁容 接下来 一春望将那一万人一一送回去 此时他再次体会自己的道心 是要好了一些 但是还不够 道心之缺 还是会让他在度劫中陨落 张道友 你现在的修为是 先帝八层 哦 我听说 按照你们的境界划分 先帝巅峰 就可以感受飞升之力了 的确 所以我还想请教一下你的经验呢 你是如何感受到了飞升之力的 一春望很惭愧 说实话 我还真是没有什么经验 这次的感悟 可能就是猛的 猛的 这 哈哈 有意思 对了 张道友 那明年可能有更强的来哦 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啊 我们这些人 连那个偏神都对付不了 明年据说是正神 我们 可是完全没有把握哦 哈哈 放心 我既然管了 肯定要管到底 但是 你了解那个所谓的正神和偏神 有多大的差距吗 大概的了解一点 偏神和正神通境界的差距 差不多是一百倍吧 比如 正神一层 可以占一百个偏神一层 一百个 那岂不是说 我要提升一百倍的战力才行 那 光是提升到先帝巅峰 恐怕都不够 除非还有其他的神通 对了 你不是得到了佛力吗 但是并没有佛界的神通武技吧 那 倒是 确实没有 我这里有一个非常绕口的东西 我们研究不透 但是或许你能参悟 一春旺拿出一件袈裟 上面 绣着一些汉字 大成六祖佛指 这是一套执法 嗯 对了 易宗主 要想我修炼更快 我需要这东西 张不凡拿出一个鸿蒙灵石 这是啥 越多越好 那 行 你们去几个人去库房找找 另外 你们自己有的也尽量拿出来 我给你们神灵石换 哦 好 好 哈哈 半个时辰之后 他们找了足足两百万块鸿蒙灵石 张不凡看着这数量巨大的鸿蒙灵石 这比他之前的所有都多 先帝巅峰 应该没有问题了 哈哈 在学会这个执法 说不定和正神经有的一战 那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其余的长老们 还是不要修炼了吧 大家保重 一年后我会出关的 那 希望张道友有所突破吧 说吧 他又进了秘境 期间 苏香一直都在时空轨修炼 当然时间还不多 他没什么进步 如今还是六层 但是张不凡也不是依靠他 只要他在时空轨中 就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公子 怎么样 那个是神经 已经杀了 对 已经杀了 不过 我好像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这次杀的这个是偏神 据说一年后会来一个正神 正神的战力是偏神的一百倍 那怎么办 你怎么能在一年内提高一百倍啊 哈哈 我这里得了一个佛界的执法 看着很不俗 配合上佛力对别人灵气的压制 估计者能提升几倍 加上我如果突破了先帝巅峰 或许还有几十倍的差距 这么一加 百倍有可能 哦 看来时间很宝贵 你快去那数以上参悟吧 张不凡捧着袈裟 他坐在了这椅子上开始参悟 第一指定缠 第二指降魔 第三指无畏 第四指观音 第五指金刚 第六指如来 端着袈裟 基本上十天能参悟一招 两个月将这六指雾透了 只是还没发事实威力 这里面可不能是 还有十个月时间 必须修炼到巅峰了 有了鸿蒙灵石 这不算多难 只用了六个月 就已经到了先帝巅峰了 还剩下的四个月 他看看 还有什么需要进一步参悟的 他的传音御检 竟然震动起来了 张道友 仙界来了一帮抢者 不抢钱 只抢人 而且还是原因肢体的女子 我让几个长老去对付他们 结果一招就杀了 十个先王巅峰的抢者 这 绝对超过了我们三个的手段了 什么 这群畜生竟然找到了仙界 混蛋 他这一说 张不凡就知道了 这肯定又是神界那帮混蛋啊 还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这仙界的人数和面积 都比伪神界大多了 这要是抓起人来 那还不是狼入了羊群 任凭他们抓 而且仙界的修为 可比这里又低太多了 不过 走之前 他得去办件事 那就是 风无双这个家伙 必须得死 之前让他跑了这多次 这次必须要杀了这家伙 张不凡也对自己如今的事例 有了很清楚的认知了 从这里到仙界的距离 他虽然 无法一次完成瞬移 但是多几次 应该也很容易就到了 幸好 他提前了半个月出关 这边的政神还没有到达 他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一年的时间 他们才能再次下来 估计和下界的传送阵有关系 需要多久时间的冷却才行 他还是先问问 确定了再说 义宗主 是不是每次他们下来 必须满一年才行 这倒是的 必须满一年 那好 仙界刚刚给我发来信息 说那帮混蛋 已经去了仙界了 我得去处理一下 啊 那你赶紧去 只是你来回一趟 需要多久 哈哈 不到一炷香我就能回去了 什么 这么快 那就好 哈哈 那就好 不过临走前 我还得去一趟你们的王宫 你们应该知道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因为王宫的人 去仙界寻找神灵石 好吧 还请道友手下留情 放心吧 我可不会轻易 遭这么多杀念 像你一样 可就后悔完影 说吧 张不凡消失在了神宵宗 出现在了王宫之上 不过这次是 他和苏香两人 苏香说 要跟公主告个别 那你先去找公主吧 我看看风无双 这个家伙在何处 嗯 上方何人 王宫种地 速速离去 二人还没有开始行动 这执法队 反而已经先发现了他们 戴戏公主何在 苏香的声音 直接响彻在王宫里面 这声音一响起 整个王宫的每一个角落 都听得到 苏香妹妹 戴戏率先飞出了阵法 苏香妹妹 你 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戴戏刚出来 接着就是他们的陛下崔克 苏先子 你 你还在伟神界呀 你的修为 竟然也是六级的伟神境 崔克 感谢你之前没有相逼 所以我们按和愿也就扯平了 我回来是和戴戏见一面 大胆 敢直呼陛下的名讳 苏香反手一挥 如同赶苍蝇一般的 那几个六级五级的执法队 直接被他爆发的 狂暴的法则之力给扇飞了 各个重伤不起 你 你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远超六级伟神境了 崔克大惊 但是苏香也没搭理他 戴戏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道理张不凡 我们现在就要回仙界了 仙界 我可以跟你们去玩玩吗 崔克顺便变色 戴戏 不可 去了仙界你的安危 我们无法保障 就在他们说话间 西青带着风无双来了 B 此人就是之前杀了 我们好几人的那个家伙 来人 将他围住 西青大喜 以为再也无法报仇了 没想到这么快 就看见了张不凡的出现 哈哈 张不凡 你来得正好 主人 我这些年在这里 已经到了先第六层了 让我来收拾这个家伙吧 顺带解决了我们之间的私仇 哦 好 你去吧 崔克没有阻止 他倒是想看看 这叫张不凡的人是什么来头 竟然敢自己找上来 张不凡微笑不语 他本来就是来找这个家伙的 没想到他倒是着急着自己 冒出来挨打 张不凡想试试 这六式执法的威力 自己只是误透了 还没有测试一下 正好趁这个机会试试 他打算先用一成的灵气 来催发这六式佛指 尽量地将所有的都出一遍 风无双 来 虚空一战 张不凡率先飞上虚空 目的就是为了不破坏王城 此时的张不凡并没有隐藏修为 但是风无双却看不透 如果看透了 他也不敢冒出来找死了 哈 张不凡 你非得千里迢迢地追上来找死 我就成全你 让你看看 伪神界修炼出来的实力 比仙界强多少 在风无双看来 张不凡是刚刚来到伪神界的 好吧 我就看看你能有多强 风无双哈哈大笑 随后从他的身后 泛起无边的黑烟 黑烟上方 一个风无双一模一样的巨人 站在黑烟里 足足有千米之高 哈哈 我的法相如何 厉害吗 不错 很厉害 哈 猎骨爪 这风无双伸出两手 成爪 爪子上长出齿鱼长的指甲 看起来异常的可怖 他整个人也变得长发披散 双目血红 还真是恶心 定缠指 张不凡使出了第一指 定缠 看起来极其普通的一指 这一指横着戳向了 风无双的法相和他的本体 将他的那一抓直接戳散 然后急促朝着他胸膛指去 碰 他的法相摇了摇 他的身体也摇了摇 一口血吐出 你 这是什么指法 怎么将我的压制得这么厉害 哈 看来你在伪神界修炼的 也不咋样吗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 哼 啊 风无双高举双手 他的双手瞬间皮肉脱落 露出森森的白骨 拍山掌 巨大的法相 从上到下重重地将双手拍下来 张不凡就在下面一动不动 在他法相前 张不凡只是又等于手掐佛指 冲着那拍下来的硕大的白骨戳了上去 响摩指 每一个指法 散发出来的佛力 对于风无双的本体来说 都极大地压制着他的气息 让他发挥不出一成的战力 咔嚓咔嚓 他的法相瞬间双手碎裂 随之法相也变得小了一半 这风无双 此刻算是心生俱异了 主要是张不凡太沉稳了 没有一丝丝慌张的神情 你 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 先帝巅峰啊 怎么了 怕了 张不凡笑了笑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 我不信 不信 我再来一指 你试试威力 无谓指 张不凡再次手掐一个复杂的法觉 一个巨大的奇怪指引 从天而降 朝着张不凡的脑袋压下来 这 风无双已经怕了 他最后直接化成了一片庞大的黑雾 准备四散逃离 想逃 没门 法相线 张不凡的金身法相出现 比起张不凡的更大几十倍 关键是 金身法相散发的金光 照在这边黑雾上 让这黑雾如同被冰封一般 动也不能动 你 张不凡 你这是什么神通 怎么能完全压制我 哈哈 火指法则 烧 雷电法则 给我劈 一阵阵的哀嚎 丝鸣从黑雾里传出来 仿佛里面是亿万的生灵 正在被灼烧一般 呜呜呜呜呜 时而又传出来哭泣声 笑骂声 哀求声 如果定力不足 很容易被这里面的声音 所误到魅惑 张不凡 你 你不得好死 我下辈子还会来找你的 你还想有下辈子 想得美 如来指 一道带着万字法印的手掌 并拢四指 唯独食指竖起来 朝着这片黑雾打下来 碰 巨大的手掌 足足有几百里之巨 一下子将黑雾拍得完全散尽 再也没有没有一丝的残留 希望将他彻底杀死了吧 张不凡收了法香 回到了苏香身边 此刻的崔克 哪里还有半点 想与张不凡为敌的想法 这 张道友 我 为之前的事情 向你道歉 嗯 崔克陛下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如今和一春望宗主 也算是朋友 还要一起对付神界来人 我现在要立赶回仙剑 那里正在遭受着 你们之前所遭受的痛苦 苏香 赶紧吧 戴希 你想去吗 我想 那好 不要抵抗 我带你进公子的空间 你 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 先帝巅峰啊 怎么了 怕了 张不凡笑了笑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 我不信 不信 我再来一指 你试试威力 无为止 张不凡再次手掐一个复杂的法觉 一个巨大的奇怪指引 从天而降 朝着张不凡的脑袋压下来 这 风无双已经怕了 他最后直接化成了一片庞大的黑雾 准备四散逃离 想逃 没门 法香线 张不凡的金身法香出现 比起张不凡的更大几十倍 关键是 金身法香散发的金光 照在这边黑雾上 让这黑雾如同被冰封一般 动也不能动 你 张不凡 你这是什么神通 怎么能完全压制我 哈哈 火之法则 烧 雷电法则 给我劈 一阵阵的哀嚎 思鸣 从黑雾里传出来 仿佛里面是亿万的生灵 正在被灼烧一般 呜呜呜呜 时而又传出来哭泣声 笑骂声 哀求声 如果定力不足 很容易被这里面的声音 所误到魅惑 张不凡 你 你不得好死 我下辈子还会来找你的 你还想有下辈子 想得美 如来指 一道带着万字法印的手掌 并拢四指 唯独食指竖起来 朝着这片黑雾打下来 砰 巨大的手掌 足足有几百里之巨 一下子将黑雾拍得完全散尽 再也没有没有一丝的残留 希望将他彻底杀死了吧 张不凡收了法香 回到了苏香身边 此刻的崔克 哪里还有半点 想与张不凡为敌的想法 这 张道友 我 为之前的事情 向你道歉 嗯 崔克陛下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如今和一春望宗主 也算是朋友 还要一起对付神界来人 我现在要立赶回仙界 那里正在遭受着 你们之前所遭受的痛苦 苏香 赶紧吧 戴希 你想去吗 我想 那好 不要抵抗 我带你进公子的空间 好 爹 我去了 没事的 我会安全回来的 崔克欲言又止 劳烦苏仙子照料 放心吧 走了 苏香抓着他的手腕 进了时空轨 张不凡开始吞了一片荐木树叶 开始了他平生最远距离的瞬移 他的身形猛的消失 再出现已是一百万亿里之外了 支离是无尽的虚空啊 哈 他难得打量了一下这周围的景色 来的时候 完全是修炼过来的 现在却是亲眼目睹这个景色了 真是漂亮啊 再来一次 那是什么 他忽然看见 头顶一个熟悉的东西追着他 似乎一直在他头上一般 这 这不是周山秘境吗 他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跟踪我 呃 主人 我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为什么叫跟踪呢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穿进他的耳朵中 怎么 你是这秘境的气灵 是的主人 我叫周周 呃 你说这个秘境是我的 可是我 由他干啥 主人 这秘境可是一个上古神器 和你的时空鬼不相上下呢 什么 这个 秘境竟然如此了得 你给我说说 它有什么作用 且不说什么时间 加成它都有 穿越界面都是小意思 最关键的是它自成一界 里面的灵气 是可以自己诞生的 也就是以后 您在这里面修炼 都不需要灵石了 这 这妖妞 那 这么大一个 我怎么携带啊 还有它怎么就成了我的了 您不是带走了那颗剑木神术吗 它就是这秘境的钥匙 谁有钥匙 秘境属于谁 这个秘境 自然也可以变大变小了 主人 您试试将它收进神海 可以吧 进来 突兀的 这硕大的东 竟然真的进入了神海 啊 还真是可以 不行 我得赶紧回仙界了 那帮狗日的正字 在仙界屠戮 它再次也念头 消失在远处 然而令它的惊讶的是 竟然一个瞬移 就回到了仙界 这是 怎么了 怎么这么快 主人 当然是周山秘境 带来的好处了 哦 还行啊 这个大家伙 还有作用呢 哈 来不及扯其他的他 赶紧将神石铺开 遍布整个仙界 只有一人 也是指来了一个神境 也是偏神境 此刻他正在 夏天狱的一个城池 俘虏了数千的 仙王境强者 正在为他卖力 来抓那些 原因肢体的女凶 不过幸好他还没有离开 估计已经抓了不少了 张不凡 翘无声息地 出现在这个神境后面 此刻这家伙 正在一座 二百多米高的酒楼 透过窗口 看着外面的 几千个仙王境 为他抓人呢 抓了多少了 哈哈 十多万吧 哇 这么多啊 在哪放着呢 这不废话 当然在我这里 他拍了拍 腰间的一个金色的布袋 哟 这布袋竟然可以装人啊 我看看行吗 哈 拿去吧 不要打开 问话的人自然是张不凡 回答就是那神境 张不凡都没想到 就这么容易 十多万人 竟然被他如此轻松地救下了 不过很快 这神境便反应过来了 你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你 他肯定是当成了 被他控制的先王之一了 我叫张不凡 你听过我吗 张不凡 这个 名字我好像听过呀 你是 那个 跟先帝并肩的强者 嗯 算是吧 哦 你主动出现的目的 是要归顺我吗 不 不 我出现的目的 就是要杀了你 刹那间 张不凡的法则之力 已经将他束缚得紧紧的了 这里是仙界 他的法则之力 比伪神界更强大 所以他突然又故而想法 将那即将到来的正神境 引来仙界 到时候胜算更大 你 你 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这么强 神境冷汗直冒 因为他现在完全不能动了 说说吧 你们在神界 属于什么势力 抓这些原因之体的女修干什么 哼 修想我凑我这里 得到任何信息 看来骨头还挺硬 那我试试 你的神魂强不强大 说着 张不凡的神魂 进入他的神海中 神境的神海就是强大 只是比我还差些 小青 烧 青莲地心火 在他的神海燃烧起来 啊 几乎同时 这个神境就已经抱着脑袋 在地上打滚了 张不凡足足少了一盏茶的时间 这神境已经筋疲力尽了 连叫喊的声音都小了很多 我 我说 我说 我 我 是神界下神域万灵宗的人 奉宗主之命来下界抓一些有原因之体的女修 供她练习一个神通绝技 她吞噬活人来练功 具体的我们不知道 反正是这些女子肯定就没有命了 你们是怎么下来的 我看古籍记载 神界下来 仙界并不容易 自然不容易 我们宗主为了能下来 专门花了大价钱 找了阵王建了这个阵法 只是 每次启动会花很大的代价 而且 每次启动一次 都会需要十年的时间冷却阵法 如果我没记错 你们都是去伪神界抓人的吗 怎么突然来到了仙界了 对 的确 我们之前是去伪神界 那里 距离神界更近 空间节节更薄 所以更容易 但是伪神界这么多年 已经很难找到目标了 所以 这次我们的宗主经过寻找 找到了这个仙界 虽然阵法消耗更大 消耗的神灵石更多 但是这里的原因之体也更多 也就是说着 这次的伪神界 你们不会去了 对 听说那里出现了一个强者 需要正神下去解决 但是传送一个正神镜 需要花费更多的灵石 所以估计明年才回去 那你在这里 怎么联系神界 我无法联系 他们只有我的一个魂牌 如果我死了 那边就会知道 张不凡突然想到 那还不能轻易地杀了他呢 等自己再沉淀一下 到半步神境时 把握会更大些吧 或者说 让苏香也强大起来 还能帮助自己 或者是 自己先渡神节 然后抵抗住非生之力 几十一百年 应该不成问题 可以趁这个时间来 斩杀他们神界派下来的强者 按照你所说 你们最强可以派什么境界的人下来 最强可以是神将期 神将期的分身下来 修为大概是正神期 再告 我们宗门也没有罢了 正神 看来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正神了 只要能解决正神 就不惧怕 以自己的跨境界战斗的能力 此时对战正神 还真是不好说 但是对付偏神 绝对的没有问题了 张不凡将这个家伙 囚禁于时空轨中 只要他不死 神界就不会觉察到有问题 当然就是觉察到 他也有十年的时间准备 易宗主 我刚得到消息 你们这里今年应该是安全的 他们的人将这次传送的机会 用在了仙界 张不凡给易冯春发了传音 易冯春此时紧张得不得了 他自己的事 加上神界的 弄得他一个头两个大 当得知神界今年不来了 他也算松口气 但是一年的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太短了 即便给他十年百年万年的时间 他也就无法对付神界的来人 他唯一的寄托 还是张不凡 张兄 伪神界的事 还是仰仗你 我们是完全没有对付偏神的能力的 何况正神 之前易冯春也告诉过他 神界的境界分为了六层 天神 正神 神将 神尊 神王 神帝 张不凡也问过易冯春 关于飞升神界的事情 得到的答案是 并不那么容易 要心境完美 脑心无缺 张不凡至今的道心是有缺的 他的遗憾就是 修真借几个朋友的枉死 如果 江炎 常玉峰等 这是他很难抚平的道痕 他时刻在想 如果能下到地狱九幽就好了 之前他也打听过地狱冥界的事情 但是得到的答案 让他很失望 说冥界竟然是和神神界同一位面顶 也就是 仙人去了 神界都只有挨打的范儿 也就是说 只有神界的修饰才行 不知道他这种 拥有神境战力的人能不能去 他打算 等解决了那万灵宗下来的正神之后 就专门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完不成 他自己的道心 就和易冯春一样有缺 无法飞升 其实神界 他也不是飞去不可 留在仙界当霸王 也一样长生不老 最起码目前来看是 没有多大的必要要成神 他其实追求的只是变强 只要在这里没人欺负他 也就可以了 如今又获得了一年的时间修炼 在仙界修炼 自然不如去伪神界 他找到了三位先帝 这三个老家伙一看不低 藏得比耗子都隐秘 张不凡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明明打不过 还非要去打 那就是傻子吗 三位老哥 张不凡此事后面 跟着苏香和戴希 张兄弟 多亏了你啊 不然 我们可就造了孽了 十多万年轻的孩子 这对我们的道心格是多大的影响啊 道全还在后怕 我知道 他们最起码十年内 不会再下来了 你们放心 下来 张兄弟 他是什么 也太强了吧 他 是神 你们不敌是很正常的 刘恩华惊恐地看着张不凡 那 那岂不是 岂不是说 张兄弟已经可以和神抗衡了 他如今的战力 只是神界最低级的境界 天神 上面还有正神 神将 据我了解 他们下一次再派人下来 就是正神了 我现在可能没有多大的把握 可以斩杀正神 只有逃跑的把握 三人又是一阵地担心 但是看张不凡 似乎不是那么担心的样子 那 张兄弟 你可有应对之策 十年后 我肯定会回来 到时候 无论我能不能战胜他们 你们要选出一些仙界的希望 藏进密境空间内 我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找到的 当然我战胜他们之后 再出来就可以了 好 好 张兄弟你放心地去修炼 嗯 苏香 你带着戴希 要不去玩一下 我在这里和几位宗主再说点事情 张不凡此刻 是想打听关于冥界的事了 如果他能渡劫成功之后 相信战力能翻百倍 到时候 只要顶住了飞升之力就行了 苏香二人走后 三位老哥 可听过冥界的事情 冥界 冥界那可是高于仙界的位面啊 我知道冥界高于仙界 我是想问 如果我想去冥界 除了死了 还有什么办法没 三人沉默不语 许久之后 弗龙飞突然想起来 我南帝宗那边有个宗门 叫做鬼明宗 据说他们的宗主能沟通阴阳 让生者见到适者 我向来是不幸的 一直对这个宗门不怎么有好感 时刻也关注着他们 有没有干有损天道的事情 结果也没发现 他们干啥缺的事 鬼明宗 带我去看看 于是 四人一闪 便到这个位于南帝宗地盘的 鬼明宗的宗门上方 鬼明宗的宗主长老 瞬间就感觉 三股强大的气息 压迫在了自己家宗门的上空 他们的长老和宗主的境界 只有先王巅峰 这 三 三位先帝奇志 我鬼明宗同必生辉啊 他看不透张不凡的气息 张不凡此时的气息 收敛得如同一个普通人 你是鬼明宗的宗主吗 老朽鬼明宗宗主钟离 见过先帝陛下 嗯 打开阵法 是 是 刘长老 打开阵法 阵法开启 四人一起落下 钟宗主 把你们宗里 对明界了解的最多的人都叫来 对明界 好好好 先帝陛下 请随我到宗主殿 几人来到他们的大殿 一进来 张不凡就发觉到了 和先灵气不一样的气息 这种气息里 带着丝丝的死亡之力 毕竟他是参悟透了死亡法则的人 这鬼明宗 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或许还真是能帮我 进入明界 钟离离开了半盏茶的时间 将钟离的太上长老 和一些了解明界的长老 都叫来了 加上他足足有十人 他喝退了殿中的侍女和侍卫 陛下 这就是我们钟离 对明界了解最多的人 这是四位我们的太上长老 比我知道的都多 陛下有什么吩咐 这位先帝你不认识 张不凡张先帝 哦 这 这就是张先帝啊 老索老眼昏花 确实没认出来 没想到这么年轻 张不凡抬手制止了他 钟宗主 此次是我来找你有事情 我想问一些关于明界的事情 哦 张先帝尽管问 我们定之无不言 我想问明界的实力 和境界划分等 哦 据我们所知 明界的修行境界 分为鬼兵 鬼叉 鬼将 鬼司 鬼王 冥王 六个境界 至于他们的实力嘛 他们虽然也是六个境界 但是对应的 可比先界的境界强很多 差不多是十倍的差距吧 就是鬼兵差不多是地先十倍的战力吧 张不凡若有所思 要是如此的话 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他的实力 已经超过同阶十倍不止了 你们宗门的这股隐隐的死亡之力 是怎么回事 钟离心中咯噔一下 其余的长老也是心惊不已 这种气息 南帝来过几次 都没有感觉出来 这个张先帝 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股死亡之力了 这 这 钟宗主 我对你们的秘密没时要兴趣 纯粹是好奇而已 那 好吧 其实 这是我们宗门的至宝 位于我们后山的禁地之中 叫做死亡之术 它能散发出死亡之力 供我们修炼死亡法则使用 哦 原来如此 现在我要问最重要的了 就是 你们有办法连通冥剑 这 的确可以 钟离吞吞吐吐吐的 不知是如何连通法 其实这是我们之前的老宗主传下来的一套阵法 通过这个阵法 可以让我们与冥界的 和我们有渊源的灵魂交流 哦 莫非这样的一次连通代价非常之大 钟离很为难 看来这次是必须要出血了 不错 主要是 这东西 是用一次少一次的东西 它用的是冥界的灵石 叫做冥石 这是我们宗门的老祖留下的 如今只够用三次的了 冥界的灵石 冥石 我们仙界连神灵石都有 怎么会没有冥石呢 反正 我们找遍了整个仙界 从来没有发现过冥石 钟宗主可否拿一刻出来 让我看看 钟离拿出一个黑漆漆的石头来 上面散发的 也是一股股的死亡之力 莫非冥界的修饰 都是这样的气息 那是自然 就好比我们用仙灵石修炼 修炼出来的气息 和仙灵石就很接近 这 灵石 我确实没有见过 不知道伟神界有没有 张不凡直接问了问一春旺 义宗主 你们这里有没有灵石这种东西 散发的是死亡之气 躯黑的一种石头 过了十几个呼吸 这边也没人说话 一春旺的传音回来了 有 不过不多 只有一百多万颗的样子 一春旺的声音 大家都听到了 一百多万 哈哈 启动一次阵法 采用一百颗 这 嗯 钟宗主 而且我先要问的 可不仅仅是跟那边的人说几句话 我现在要做的是去明鉴 张不凡的话一出 众人都大惊 去明鉴 那 可是很危险的 弄不好 你就永远留在了那里了 一个太上长老说道 但是似乎没有吓到张不凡 嗯 诸位 安全的事情 你们不用管了 我就想知道 你们能做到吗 这个 这个 很难 钟离结结巴巴地说道 哦 很难 那就是说是可以了哦 说说 怎么个难法 张不凡看着他们 这几人眼神交流了一下 首先 刚刚我说的那个阵法 它只能让灵魂 原神 等这些精神体通过 所以 你的神魂一定要非常强大 而且 神海中最好有空间法宝 可以把你自己的身体撞进去 毕竟神魂太久 离开肉体 也是不行的 这样啊 你看看 我的神魂如何 说着 从张不凡的肉体中 出来了个和肉体 看起来一模一样 十分凝实 凝实到分不出这是原神了 这 这 这么强大 完全可以了 可以了 神海的法宝呢 这个我也 有 而且不止一个 说吧 他自己的身体 被收进了时空轨中 如何 呃 好 好 剩下的 就是需要至少一万颗明石了 我们 只有三百五十颗了 嗯 你稍等 说吧 阳尘一个闪烁 就到了一春望旁边 易宗主 把明石给我 我去趟明鉴 张不凡的话 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你 要去明鉴 那里可是很危险的哦 而且 你去了 完全就是一个异类 哈 没事 易宗主 你要相信我的战力 如果说逃跑 就连神界的神将都留不下我 原本只有时空鬼 张不凡还没有那么的有信心 但是有了周山秘境 他信心更足了些 那行 既然张兄有这个信心 这些明石就全给你吧 易春望拿出一个戒指 将明石全都给他 主要是他留着一点用都没有 至于怎么来的张不凡就没问了 他相信 只要自己进了明鉴 那还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啊 一年之内 我会回来的 刚哥在仙界抓了一个活的 将那边的事情 基本上也打听清楚了 抓这些女子去修炼什么邪功 不过一个好消息是 他们最高 也只能下来正神修为的人get 张不凡将事情说了一遍 张兄 那正神我也没辙啊 全靠你了 嗯 我这次去明鉴 其实就是为了 将自己的道心补缺 争取早日度过神节 一旦度过神节了 我的战力至少强百倍 到时候对付正神 估计就是轻而易举了 明白 人这一辈子 谁没个遗憾啊 祝张兄弟顺利 嗯 走了 张不凡再次一闪身 就回到了仙界 不得不说周山秘境 还是为他带来了很多便利 回到了鬼民宗 张不凡拿出五万颗名石 递给了钟离 哈哈 这么多 好 张先帝 想什么时候去 我们好准备准备 现在就去吧 嗯行 我们这就准备 一日的时间 就能完成阵法 好吧 三位老哥 我们就离开吧 嗯 行 走吧 你那个一起来的小妹妹 是干啥的 道全问 哈 还记得上次来的伟神界那些人吗 这个女子是他们老大的女儿 是个公主 三人一听 大惊 张兄弟 厉害 去了一趟了 不但把自己的女人找回来了 还多抢了一个回来 佩服 北帝心中 其实还是有遗憾的 自己的侄女 可不比那女子差 论姿色只在其上 的确 柳叶希的姿色 比起戴希要好不少 但是张不凡 还真是对女色 没有那么多的苛求 随着修为的提高 他甚至越来越觉得 自己对于双修的需求 都弱了不少 这令他有点担忧 老哥 这些女之事不是那么的有兴趣了 三人听后 鸣嘴含笑 这 其实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天道 道权指了指上面 这又是张不凡的知识盲区了 这 什么意思 怎么这事 还跟天道扯上关系了 小友听过这句话吧 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如今 咱们就属于这天道之下的有余 所以 天道要遏制我们 你想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还是很厉害的话 我们的子嗣岂不是成群了 以我们的能力培养他们成为天才 是不是太简单的事情了 这样 我们自己家族的势力 岂不是越恋越强 天道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 你懂吧 张不凡一想 还真是这么回事 哈 好吧 道权老哥 那道清廉师妹 是你的女儿吧 自从掌握了生命法则之后 他对这血脉之事 似乎也有点参悟 其余两人都一惊 啊 老哥 你 有个女儿 我就说 怎么你们俩长得有点像呢 你这就是不地道 有女儿还不说说 我 这不是怕有心人害她吗 M 哈哈 哈哈 几人分别以后 张不凡找到了苏香二人 给他们说了说他后面的安排 那 公子 我也要跟你去 苏香 不行 你还是别去了 太危险 万一我都出事了 你即便在时空轨 都没法回来啊 而且 我去了明界 也就是想找到我几个朋友家人的灵魂 或者投胎的地方 一旦找到了就回来了 那里面的死亡之力 你不适合 那好吧 我就在仙界等你吧 对了 时空轨给你用 你争取早点到达先帝巅峰 我这里有周山秘境了 对时空轨的依赖 没有那么重了 嗯 虽然时空轨没有认主苏香 但是时空轨可是神器 这点灵智还是有的 他不会不听我话吧 时空轨我告诉你 你听好了 这位是谁你也知道 给我老实点 戴希在旁边笑得花枝直颤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北韩城 二女要逛 自然是先找最繁华的城池逛玄黄城 他们先逛了 现在轮到了北韩城了 苏香出现在北韩城 还引起了许多难修的轰动 这个仙子 不是之前和刘女神 一起抚情的那个吗 真是不输刘女神啊 对啊 只是不知道姓名 戴希听见他们的议论 苏妹妹 他们是在议论你吗 可能是吧 没想到你在这里 还这么出名啊 你没听见吗 人家是在议论另一个女神 稍带着议论我的 哦 还有女神 叫出来认识一下 我试试 看看人家方便吗 苏香给柳叶希发了传音 结果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而且一下子 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苏师妹 你 没事了 之前苏香被伟神界抓走的事情 几乎整个仙界高层 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但是回来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我 没事了 让你们担心了哈 道师妹也来了哈 他们发现 苏香的称呼变成了师妹了 苏师妹 你什么境界了 先帝七层 两人大惊 先帝 还是七层 这 都比我爹 中帝修为高了 那 张师兄 得多高了呀 他 先帝巅峰 张不凡没有开口 这二女对他的崇拜 那是写在了眼睛里的 几人在北韩城又逛了几圈 这四女的姿色各个不俗 大部分的人是不认识张不凡的 心底将他诅咒了几万遍 这样 刘小姐 他们俩就留给你们了 我得去干正事了 几位 再会 说吧 张不凡就消失了 嗯 苏 师姐 他去哪里了 这么着急 明鉴 什么 明鉴 就是人死了去的地方 道清莲着急 嗯 就是那里 张不凡来到了鬼民宗 钟离以及众位的长老 已经将阵法布置完毕 明石也放置好了 只等着张不凡来 就可以启动了 张先帝 您终于来了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给您说呢 这阵法 不是已经布置好了吗 的确 去的阵法已经好了 但是您想过回来的事吗 你难道 没有回来的办法 钟离摇摇头 这么说吧 这个阵法将原神传送过去 都是头一回 更别说回来了 回来的事情 那就更没有考虑过了 这岂不是说我得自己找回来的路了 对 就是这样 所以 您看看 还要不要去 你等等 他此时当然是要问问周周了 周周 你说 你有办法从明界回来吗 这个 恐怕 我得参悟了明界的空间法则才行 一年内你能悟透吗 不好说 如果单纯让我这么参悟 恐怕不行 如果主人你也一起参悟 我们俩的参悟是能融合一起的 但时候使用上周山秘境的时间加成 肯定没有问题 哦 这样啊 行 我可全靠你了 要是误不到 我们就只有待在明界别出来了 周周一定会尽全力的 主人放心 得亏他将那椅子给带上了 对于参悟法则之力很有帮助的 万事俱备 他与毅然决然地踏入了阵法 麻烦了 嗯 钟离和几位长老手掐法印 一起打在了阵法之上 一股浓郁的死亡之气 从阵法上腾起 张先帝早日归来 且 随后 阵法猛的光芒大作 张不凡的元神 便被一股如同地狱深院一样的犀利给拉扯下去了 两个高大的传着白袍的鬼叉 来到了张不凡身边 张不凡 你如今阳寿已尽 我们是地狱的鬼差 压你去阎王殿审判 或者下地狱 或者投胎 走吧 二人拿着一根冰凉的铁链子 锁在了他脖子上 张不凡没有反抗 跟着他们快速地飞行 先经过了一片混沌之地 满地的雾气 竟然都是死亡之气 分不清天地 飞过了这一片之后 天地明朗起来 出现阳光 村庄和城池 前方一座有黑的大山 竟然是一个长方形的山脉 一头大 一头小 形似棺果 两位大哥 这是什么山 问这么多干嘛 问了 也得忘记 孟婆汤一喝 啥都不记得了 孟婆汤 是啥东西 好喝吗 嘿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 来到地狱不但不怕 还好奇得很的 您就跟我说说嘛 我好奇得很啊 哈 得 那是鬼王山 山顶是我们冥王所在之处 而山下面 就是十八层地狱 要是你活着时作恶多端 就会下地狱的 那 如果我活着是个好人 没有杀生什么的 会怎么样 那会很快安排你转世投胎的 他相信自己的这些亲人朋友 应该都不是恶人 岂不是应该早就转世了 这 那咱们这里的 能不能查到他们转世的去处 废话 当然可以了 不过只有冥王的生死册上也有 我们只负责干活 唉 你什么情况 你问这么多干嘛 此时 另一个桂茶不屑地得到 问就问呗 反正喝了孟婆汤也就忘了 哈 也是 就当闲着没事聊聊天了 那 我有机会见到冥王吗 你 当然见不到了 除非你是恶贯满营的大恶人 杀了很多人的那种 前段时间来了 叫吞天老魔的 好像就是咱冥王大人亲自审的 那家伙据说在仙界 专门吞噬强者 弄死了十几万人呢 那这样的会怎么处理啊 那必须的十八层地狱 让他走一个遍啊 各种酷刑都让他尝一尝 最后永远地 让他在这十八层之间轮换 永坠地狱不得超生 哈 哈 这么惨啊 真是活该 张不凡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呃 哈 我们哥俩在地狱几万年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还能笑出来的 有你的 兄弟 我看看到时候审判你的时候 你还笑不 我可没干什么坏事 我怕傻 行 但愿你是真的没干 飞到了鬼王山的接近山顶的位置 或许这里就是 所谓的阎王殿所在 来到这里是接受审判的 根据活着实干的的事情 来决定下面的惩罚 或者直接转世投胎 或者入十八层的某一层 或者几层 或者全部的地狱 此刻他是原神的状态 刚刚路过下面的城池 发现这里和修真界仙界的城池布局 还是很像的 他有点不明白 这些人是哪里来的 两位大哥 下面城池的居民 是怎么来的 我们这里好歹也是一个界面 从来没遇到像你话这么多的鬼 唉 老哥 这总比那种 一来就开始哭得好受点吧 嗯 这倒也是 话多就多点吧 前面到了 在这里排队吧 别乱跑 跑了 你可就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了 张不凡看见前面 排着几百人的队伍 竟然没人跑 而且关键是 这里没有鬼差看守 嗯 好 好 张不凡老老实实地拍好了队 等这俩人走远 他开始想接下来的计划了 下面有人生活 有人就有利益 有利益就好办事 他直接祭出自己的身体 元神进入身体以后 开始朝着刚刚的城池飞去 城池围着这鬼王山一周 全都是居住的房屋和街道 这城池 看起来真的和普通的神界城池无异 就是普通的布局 商铺 酒楼 摆摊的 全都有 唯一的一点就是 城池没有阵法 大家的秩序井然 如果不是仔细地感受他们的气息 还真以为来到了仙界呢 张不凡的气息 可不是死亡之气 不知道 如果他释放出死亡法则之力的时候 是不是会透露出死亡气息 他尝试了一下 死亡法则是他早就领悟了的 释放出来之后 果然和他察觉到的别人的气息一模一样 哈 这样也行 于是他直接落入城池中 无数次的经验告诉他 这样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城池里 案里的事情肯定不少 所以他此刻就是要找这样的人 在大街上溜达 左看看右看看 这是标准的一个新来的修饰的动作 果然 溜达了没多久 就有人上来搭讪 道友 是来这东王城办事 他只知道 这城池是位于鬼王山的东侧 原来就叫东王城 啊 是啊 只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哈 那找我们就可以啊 你想办什么事 只要交给我们五剑客 就没有办不成呢 五剑客 哈哈 有意思 那我们去坐下聊聊 好啊 走 我知道一个酒楼 酒好喝 还有包房 就在前面 走 进入这个叫黑王酒楼的包房里 道友 介绍一下 我就见三 鬼匠三层修为 你有什么事说说吧 哦 鬼匠三层在这里算是什么层次修为 中等吧 但是我们干的可不是打打杀杀的事情 所以 事儿能不能办成 不再修为 您放心 只要有名识 我们可以给你请到鬼王的帮手 哦 那好 是这样 也不算什么难事吧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我一些过去的亲友的现状 如果转世投胎了 就打听到投胎的具体地方 嗨 就这点小事啊 这都不是事 那我报一下我们的价格 嗯 说吧 每个人一百万名识 嗯 好 可以 是现在就交还是 不需要 等事情办好了 我们再约你如何 道友留一个传音御简 啊 是这样的 我来的时候 戒指被偷了一个 所以那御简丢了 道友不介意 先给我一个印一下截 哦 这个 好说 来 你留一道神魂之力 二人互相留了传音御简 现在张不凡就是想着 如何弄到名识了 当然最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偷 可是男的 他不知道 明界的空间法则 和仙界的到底一样吗 不过想都不用想 肯定不一样 如今他的法则是半神法则 这明界和神界 是同一层次的未免 但是即便同一未免 法则也不一样 他试着感受了一下周围的这些家族 发现有八九个家族是阵法的 他到了一个家族外面 试着利用空间法则之力 进入家族里面 碰 一脑袋撞在了阵法上 弄得狼狈不堪的 喂 瞎呀 这里是司马家 不能随便进 没看到有阵法吗 两个侍卫看见了张不凡 撞在了阵法结界上 立即过来查看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哈哈 没看见 张不凡连忙招手 于是他离开了 说明空间法则真的不能用啊 要是参悟 没有法则珠 想参悟出来可不容易 原水解不了尽壳 那就只有抢了 但是 抢还真不是我愿意的 张不凡向来不喜欢以示压人 但是抢就是以示压人 没办法了 那就只有钓鱼了 看看谁愿意抢我 他进了一个商门 伙计 有没有阵法卖 他故意的提高音量 有 有 贵宾买几级的阵法呀 你们最高有几级的 实际上 他根本都不知道 这里的阵法是分几级 但是他打定了注意 别管对方说几级 他都要假装不符合要求 我们这里有七级的阵法 一百条中品零卖一个 只有七级吗 我想买八级的 没有吗 哦 八级的 我们那是没有的 得 那我去其他家再看看 张不凡连续去了几家商门 都没有买到 唉 真是可惜 手里有钱还花不出去了 唉 只有去其他地方看看 张不凡假装朝着城外飞去 身后有七八个人在追他 哈哈 上钩了 这些人的气息 都比那件三强不少 看来至少是鬼司的境界了 约莫飞了几千里之后 那七八人飞快地围堵上来 站住 哈哈 几人看着张不凡 如同看着一头肥羊 几位 怎么了 为何拦住我的去路 怎么了 是这样 我们搁几个 最近手头有点紧 想借点灵脉花花 哼 我可是大家族的侍卫 你们敢 哈 就因为你是大家族的 所以我们才追上来的 哈哈 咱跟他费什么话 赶紧上吧 免得他来了帮手 好啊 快点上 灵脉评分 哈哈 就你们这几个货 如来指 他今生法相现身 这佛力散发出的气息 对他们明修来讲 简直不要太压制了 金光一出 这几人就有点瑟瑟发抖了 你 你是什么东西 这些人被吓破了胆 天空一个巨大的手指印 戳了下来 砰砰砰 这几人仅仅一瞬间的功夫 就变成了一个个的血花 盛开在空中 欠 若不经风 地上落了十几个戒指 他一一将戒指捡起来 把里面的 吸收进来 还行啊 这些灵脉 根据气息来分 应该有三种 上中下把 上品的有几百条 还不错 下品的几十万 够了够了 这边的不同寻常的气息 很快被鬼王山里的 扎克 你感受到东方一股很强的气息没有 这晚安不属于我们冥界的气息 走 快去查看一下 丽娅 我也感受到了 只是不大敢相信 咱们快点去 二人都是鬼王镜 在整个冥界 除了冥王 他们这几十个个鬼王镜 算是最强的了 张不凡也不是菜鸟新手了 这种打完救车的习惯 早已经养成了 收了戒指后 他就飞速地朝着东王城飞去了 因为他发现 自己先都无法顺移 原因自然还是空间法则不一样 这里 这种恐怖的气息是什么 好奇怪 又好可怕 扎克说道 感受到了 这气息 简直对我们的名利是先天的压制 嗯 我从记载中听说过 我们名利不害怕神灵力 我们最害怕的一种叫做佛力 还有一种叫做道力 尤其是佛力 对我们压制最大 难道佛界的人 闯入了我们冥界了 姿势体大 我们赶紧去报告冥王吧 张不凡要是知道这佛指 能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他是肯定不会 又用这一指的 用个剑法 再不禁用混沌翻 不都行吗 他虽然不能顺移 但是飞行的速度极其的快 比顺移都慢不了多少 他还得在东王城等消息 所以还是得回来 找到了一个修炼室 开了几天 进入修炼室后 他拿出一条上品灵脉 试试自己能不能吸收 运转了功法 发现自己还真是能吸收 而且 他对自己的帮助 等同于上品的神灵石 这 好东西啊 之前的神灵石都是下品的 如今有上品的了 只是我目前已经到了 仙界修为的顶峰了 再吸收 也没多大用了 没有任何发现 或许这些大家族的宝库中 有这个吧 对了 周周 你说我们该怎么 仓物空间法则之力 这样吧 主人 我就隐匿在虚空 那里最适合仓物了 好 你去吧 我再想其他办法 张不凡变了一副模样 又出去了 走到了门口 看见伙计正在闲着 道友 我想问问 如果我要卖点闲置的东西 去哪里最好 你可以去水井集市啊 那里是专门供修士们摆摊的 哦 水井集市 怎么走 这边往西二十里就是 张不凡快速地朝那边飞去 他当然不是为了卖东西 而是想去买 看看能不能买到 含有空间法则之力的东西 二十里的距离 眨眼也就到了 果然 这里是一大片的空地 之所以叫水井集市 就是因为 这硕大的空地中间 就是一个古老的水井 这里足足有上万的摊位摆着 说不定真的能找到宝贝呢 他从头开始 一个一个地看 甚至看见了仙灵石神灵石 不过还害死就没找到任何的 含有空间法则的东西 不过 还有数千个摊位等着他看 他坐在中间的那个井口上歇角 看了看这硕大的一片摊位 难道这冥界就没有空间法则吗 喂 小友 离那井原点 掉下去可上不来哦 一个旁边摆摊的老板 冲他喊道 上不来 这 不就是一口井吗 怎么上不来呢 随后 他神识下探 啊 吓得他往后倒退一步 这井 竟然如同深渊一样 将他的灵魂都往里拉扯 这 怎么回事 好恐怖 这井 有古怪啊 哈哈 怎么样 吓到了吧 之前掉下去不少人 结果 连个尸骨都捞不出来 这井多深啊 张不凡问 深不见底 谁都没有测过 那 既然这么危险 为什么不把他封上 封不上 你当天把他盖住 晚上就没有了 无论用什么东西盖都盖不住 还有这种怪事 张不凡想着 决定还是要下去试试 因为通过描述得知 这里面发生的一切都和空间法则有点关系 但是 这时候人太多了 就晚上来吧 说吧 他又回到了之前那家酒楼 边喝酒边等消息 足足等了三天 也没收到回复 他都怀疑 那小子不会是个骗子吧 甚至他都打算 自己去找冥王了 就在此时 他收到了传音 正是那间三的传音 之前张不凡告知了 他要找知人的姓名 大概的死亡年龄 以便寻找 道友 我们找到了 抱歉 时间花得久了点 还是那个酒楼 我在这里等你们 张不凡有点激动 果儿 果娘 姜岩 常玉峰 周一飞 冯毅 葛秋 当然还有他爹张月 这几人的确是有点多了 人家花点时间 也是正常的 一展查的时间 健三带着另外的四人来了 看来就是他提起的 自己的几个兄弟了 道友 抱歉啊 来 进来说 几人坐定以后 张不凡没有催促他们 健三开始说 整个事情的进展 他拿出一张纸 道友 你这上面的 除了两个人 都已经转世投胎了 除了发逢疫 葛秋之外 这俩人手里 都有几百上千的人命 所以被罚在地狱 待够他们杀人的年数 这还远远不够 而其他人 都已经转世投胎 地方也都在这上面写着了 张不凡结果 接过这张纸 什么的地方 他都熟悉 因为都是修真界的城镇 这 十八层地狱中的人 我该如何救出来 十八层地狱 有个规矩 你要是能一层层地 闯到那里 想找人 自然让你带走 啊 还有这事 那我闯就完了呗 哎呦 我的哥 哪里有那么容易哦 十八层地狱 那可是真的上刀山下游过 而且 灵气完全不能用 全靠自己的胆量撑着呢 啊 上刀山 下游过 还真有这些惩罚 还不能使用灵气 那 看来要吃点苦 罢了 谁让我欠你们的来着 那就去 就像张不凡说的 谁让自己欠他们来着 就是下十八层地狱 他也得下 这十八层地狱 怎么下 简单 十八层地狱是公开 谁想去闯都行 但是一旦进去 就身不由己了 啊 最严重会是怎么样 最严重 你要是通过不了这一关 那就永远地留在这里吧 张不凡一哆嗦 我擦 这么狠 给这五兄弟 付了两倍的零食 兄弟五个非常高兴 张不凡也问到了 十八层地狱的入口处 告别了五兄弟 张不凡没有耽搁 直接上了鬼王山 那入口 就是在鬼王山上 鬼王山的山顶上 他找到了这个 十八层地狱的入口 这里是个洞穴 里面飘荡着死亡法则之力 嗯 没想到 这里倒是能让我参悟死亡法则 挺好 洞口停着许多 一动不动的修饰 仔细看 原来都是原神不在的人 这些都是原神去闯地狱的人 只要他向前跨一步 自己的原神 估计也就离体了 他一咬牙 直接跨出一步 原神如同被一股距离吸扯 竟然毫不由己地离开了躯体 之前这五兄弟说了 葛秋冯一两位长老 在第十六层地狱 十六层地狱是针对在阳间 抢劫财物 放火杀人者 都进入这一层 这些罪行在修真界 简直是家常便饭 太正常了 哪有一个修士 不会下十六层地狱啊 他要做的是 得从一层闯到十六层 如果那一层受不了 晕过去了 那就重新从这一层 开始接受酷刑 他的原神 已经不自主地 进到了第一层 第一层叫做拔蛇地狱 生死诽谤他人 巧言说慌 死后会被打入这一层 这一层收到的酷刑 就是鬼叉会拿着 巨大的铁钳把舌头 怎么痛苦怎么来 哈 来一个闯关的呀 来小子 一个浑身脏兮兮的鬼叉 穿着破旧的长袍 跟个乞丐似的 仔细看 才看清他的长袍上 都是血迹和干涸的 发黑的血迹 怪不得身上脏兮兮的 来 给小爷来个痛快的 张不凡道 随后 那鬼叉拿着铁钳子 夹住了张不凡的舌头 但是这家伙并没有给他痛快 而是慢慢地拔 一点点地拔 让他疼 但是又不给他彻底拔下来 这一关的要求 是在鬼叉拔下来之前 不能晕倒 那该死的鬼叉 每隔一个时辰 就给他延长一寸 直到后来 他的舌头拉得有一尺长 足足一日的时间 才给他咔嚓一下拔断了 张不凡浑身一阵无力 差点晕倒 不够狠开 他的神魂立在恢复 他双目血红的地 瞪着鬼叉 小子 干啥 还想来一次吗 哈哈 我来你亲娘寺就老了 张不凡挥起一拳 直接将鬼叉打成了血污 要知道 张不凡的神魂 也是很强的 这一关通过 他直接被传送至第二关 第二关是剪刀地狱 生死拐卖妇女 逼人为娼的 将会别打入这一层地狱兽形 这一关的剑刀地狱 是剪掉全身的手指脚指四肢 生殖器 耳朵鼻子和舌头 全部的东西剪掉之前 没有晕倒 算是闯过了 对于那些真的做了这些事情的鬼魂 他们看你要重复几年几十年的 如此的酷刑 这一关又是什么花样 冲小爷来吧 因为是原神体 所以他过关以后 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毕竟是原神嘛 哈哈 闯关的呀 那你可要撑住了 不要晕倒 否则会被永远地压在这一关享受 哈哈 这鬼叉 如同上一层的一般 浑身脏兮兮地 拿着个一米多长的剪刀 上面血淋淋的 还在滴着血液 这一关呢 是剪掉你身上所有多余的东西 最后只剩下圆滚滚的脑袋和躯干 哈哈 好玩嘛 变态 你等着 一会儿你也会和上一个一样 要知道 这一片地方 至少有几万个灵魂 在接受酷刑 哭喊声简直痛彻心扉 当然 鬼叉也不止他一个 他手指头 啊 我擦 食指连心啊 不疼是假的 于是 十个手指头 一个一个地被剪断 对了 轻木心法 或许有用吧 他心中默念口诀 果然 这些疼痛 都是他神魂波动造成的 他只是原神而已 按说没有痛觉的 想明白以后 他突然豁然明了 完全感觉不到疼痛了 反而是参悟起来 这里的死亡法则之力 这里的死亡法则之力 绝对是顶尖的 那鬼叉还故意地剪了一个之后 等一会儿再去剪另一个 不过看着张不凡 突然从大喊大叫 到一声不吭 他他都梦了 你 你是吓傻了吗 为何不叫 我叫你妹 他不理他 自顾自地参悟死亡法则 足足一日之后 他浑身突出来的东西 已经全部剪完了 好了 你过关了 真是个怪物 随后 张不凡恢复了身体原来的模样 他的原神是损耗了的 给老子死 你们这些变态 张不凡拿起他的剪刀 一下子将他的脑袋剪了下来 无论是喊叫还是鲜血 在这里都无法引起 别的鬼差的察觉 这里乱哄哄的 他的原神出现在了第三关 这一关叫做铁树地狱 一望无尽的铁树 再长满了山坡 足足几百里之远 这一关是从山上跑下来 经过密集的 满是铁钩到刺的铁树 跑完这一片铁树 还没有晕厥 算通关 擦 真是会玩 你们这些变态 张不凡看着山坡下的这些铁树 那些灵魂跑下去后 浑身的皮肉都挂在了树枝上 有些灵魂只剩下骨架了 还在往前冲 冲着冲着 就倒在了山坡上 不一会儿又醒来 醒来还得继续往下跑 张不凡默念轻木心法 开始缓缓地往下走去 反正他此刻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但是浑身的肉 被旁边的树枝勾下来的撕扯感 非常的清晰 几百里要走一天 他依旧开始参悟 这里面的死亡法则之力 足足走了一天 总算是走完了 这一次倒是没有人讥讽他了 他再次出现在了第四关 这一层叫做铜镜地狱 这一层是针对生事犯了罪 但是逃脱了阳间的法律制裁的 这一关会接受一个铜镜的照射惩罚 这铜镜会发出炙热的光线 兽形的人站在这铜镜前面 被铜镜一点点的炙烤 直到最后变成肉干 张不凡需要接受的考验 是撑过一日的时间不晕倒即可 小意思 他站在前面 闭上眼睛运转了青木心法 神海在参悟死亡法则之力 又是一日的时间 他丝毫没有感受到痛苦 尽管此时 他的神魂已经被晒成了一个黑黑的肉干 我该补充一下元神之力了 这机关还是挺折磨人的 他神海的时空轨中 拿出了几个神魂丹 吞了下去 元神一下子又充盈了 第五层地狱 蒸笼地狱 这里是个巨大的蒸笼 也还是有几万的灵魂 在这里被蒸笼蒸着 惨叫声不止 张不凡都有点烦这些人了 下辈子少做坏事 就不用来这里了 哭啥哭 一个鬼差剑张不凡 丝毫不惧怕 怪不得 是个闯关者 还是修士 是修士就杀了不少人吧 还是要下地狱的 放心兄弟 我死不了 等我成了神 肯定把你们地狱的冥王打一顿 少废话吧 快进去 张不凡被扣进了蒸笼里 你要待够一天 没晕觉算过关了 外面传来那鬼差的声音 有本事多挣我几天 妾 谁怕 他又参悟死亡法则 不浪费一点时间 旁边是这些人的哀嚎声 有些身体被蒸得变大 变红 但是张不凡并没有 他已经看透了这个幻想 巨大的蒸笼里 躺了几万个灵魂 大部分都在不停地翻滚喊叫 凡人是真受不了这个痛苦 这比修真界仙剑那些抽鞭子 放血什么的 残忍太多了 一日后 张不凡跟没事人一样的起来了 哎哟 你小子 可以啊 竟然丝毫无损 怎么样 我就说 我死不了吧 这里一样 上面仍然一样 张不凡大摇大摆地 进入了第六层同住地狱 同住地狱是生死纵火 同住中间生火 兽型之人被绑在同住上袍落 张不凡看着这个巨大的柱子 柱子旁边拴了好几万人 同住通红 唠得人吱哑吱哑地作响 哎呀 你们这些人 还真是变态 少废话 上去吧 老规矩 一天的时间 撑住了就通关了 张不凡被扒光了衣服 绑在上面 钢贴上 嘘嘘嘘的声音响起 切 张不凡依旧参悟法则 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 旁边的那些人 身体被烙得滋滋冒烟冒油 而张不凡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那 这小子什么情况 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反应呢 一个鬼差 注意到了张不凡的情况 嗯 这人是作弊了吗 可是身上光光的呀 完全没有作弊的可能啊 别管他了 我们只要 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行了 就这样 一日之后 张不凡没事人一样的下来了 反正自打他找到了 青木星法这个漏洞以后 原神上就不再有任何的折磨了 第七层 刀山地狱 张不凡来到了第七层了 这一层是生石亵渎神灵 屠杀牲畜的 会被压进这一层地狱兽形 这一层是上刀山 足足十万米的高山 这得爬到啥时候 这一关 只要他爬上去就行了 刀山上到处是断掉的手脚 脑袋 肠子 看起来恶心不已 则则 张不凡摇了摇头 开始往上爬 他爬得很慢 是因为想拖延点时间 参悟死亡法则 这一关足足爬了七日 他才上去 而此时 他的神级的死亡法则 几乎要小成了 他估摸着 再有上十日的时间 就能小成 到了第八层冰山地狱 生石云人通奸 不孝敬父母的 会被打入这一层 这一层是爬一个冰山 让你脱光了衣服 同样又是几万米的冰山 这光滑的冰山 哪里好爬呀 无数的灵魂从上面掉下来 然后将下面的登山者砸了下去 张不凡找了个人哨的一侧 开始登山 边爬边参悟法则 这下他足足爬了十日 才到了山顶 死亡法则已经小成了 后面的咱就不一一赘述了 张不凡自打找到了青木心法 那就完全是如履平地一般的前进 半个月之后 他到了十五层 十五层是折行地狱 传说是生石挖坟掘墓 到了地狱会进入这一层 这一层的 会用小刀将你的肉 从骨骼上一寸寸地割掉 擦 真是够残忍 每一层都让我长见识 张不凡大咧咧地往前一站 来吧 小爷怕你们就不姓张 嘿嘿 有意思 我选一把最顿的刀 我看你还削张不 咦 那鬼差拿着一柄生了锈的小刀 开始在张不凡身上挖肉 嘿嘿 来到我这里的 没有一个嘴硬的 我专制嘴硬 然而他这一刀子下去 张不凡都没有坑一声 咦 哈哈 有点意思 有骨气 再来 那鬼差足足割了几十刀以后 发现张不凡一声不出 没意思 没意思 遇到这么个狠人 行了 你这关过了 鬼差直接服输了 下一关 可就是这葛秋和冯义所在这层地狱了 他颇有点紧张 火海 小爷是玩火的祖宗 闯关者 来这里坚持一日 算你通关 鬼差说道 等等 我想从这里就俩人出去 有什么规矩 俩人 承受两天即可 这么容易 哈哈 好 张不凡直接跳入火海 这里面有几百万的灵魂 还真是如他所料 修士哪有不杀人的 杀了人就得来这一层 葛秋 冯义 你们在哪里 他到处找 神魂在这里收到了阻碍 还不到一万米 然而 这个巨大的火海 至少几百里宽 一边喊 一边神识放开 你找谁 这个灵魂竟然也不具火焰 看来也是有秘密的人 冯义 葛秋 您知道吗 这俩呀 我知道 往前十里 他们喜欢在那里待着 谢了啊老伯 于是他快速地朝前方跑去 半盏茶的时间便到了 果然看见俩老头 看来也是有尽心法觉 还在那里聊天 哈 二位长老 聊得挺热闹 二人忽然被张不凡的声音打断了 急忙转头 张 张不凡 你 你也死了呀 唉 来 说说 是被谁杀死的 是被那血魔老祖杀的 我就说 那家伙很邪门啊 他的功法 简直就是魔族的功法 专门压制我们的功法呀 不凡 你冲动了呀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张不凡还没有开口 二人已经将事情定性了 两位长老 你们听好了 我没有死 我如今是专门来救你们俩的 什么 来救我们 这 这咋救啊 这可是十八层地狱 你看见那些鬼叉没 它们的气息 强得离谱啊 哈 那些 都不算什么 二人一愣 对了 不凡 现在得好几十年过去了吧 你到了杜劫期没有 到了 哦 很好 很好啊 哈哈 太好了 我先见宗有了你就能坐稳一级宗门的座位了 哈哈 呃 那个 我们先出去后再说这事吧 还有就是 灵魂体和元神还是有区别的 不知道你们这个重生该怎么弄啊 这个 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里面几十年了 倒是听了些事情 就是灵魂复活除了投胎 还有就是夺射了 但是这个夺射不同于元神夺射 它需要一种天地之宝 叫做七破珠 当然 一个七破珠可以让很多个人使用的 七破珠 没听过这东西啊 你们知道哪里有吗 当然 解铃还虚系灵人 这东西就在冥界 再冥界不是个很稀有的东西 哦 那就好 等我出去 我就去找 真的只需要待够两天 就能带我们走 冯毅还是略微激动 身体都在颤抖 当然 你放心啊 如果他们不让 我就打出去 打 不行不行 这里的人修为太强了 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杜劫期 巅峰灵魂想反抗 结果被那鬼叉 一瞪就粉碎了 对啊 太强了 咱可不能来硬的 哈 这不是没有什么变化吗 两日过去了 祖办法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比如鬼差刁难什么的 但是人家并没有 这里数议的灵魂 他们才不在乎 这一个两个灵魂的去处 好了 你不错 闯了十六关 也算是极少的了 上一个闯过十六层的 还是三万年前呢 谢了 这是仙界的一点鲜酒 尝尝 张不凡从时空鬼中 拿出两坛酒来 嗯 哈哈 也就是 你们这些闯关的 还能带点好东西来 谢了 对了 我想问问 七破珠在什么地方能买到 七破珠并不是多么稀奇的东西 在四个王城里的一些大商盟里都能买到 只是价格有点贵 嗯 走了 再会 他们俩是灵魂体 直接放在时空鬼里 很安全 哎哟 这是什么宝贝啊 里面怎么这多的零食 而且 这零食 我们没见过呀 这是 仙零食 二人终于认出来了 不凡在哪儿弄来的这么多的仙零食啊 修真界能出现个几千颗几万颗 都不容易了 对啊 这 算了 等出去问问他吧 现在啊 你看这里有零酒 我们试试能不能喝 结果 二人自然是不能喝 也只能闻闻味道 闻闻也行 这比那些活海里的烧焦的味道好多了 就是就是 哈哈 出来后的杨尘 自然又找到了五兄弟 哥几个 来 这是仙界的仙酒 我也不瞒着你们了 我是来自仙界的 我们发现了 杨道友确实与众不同 这酒 真好喝 与明界的不同 杨道友 这次 你有何事 是这样的 我就出了两个朋友的灵魂 现在需要七破珠 七破珠 这东西的确不少 但是很贵 不知道怎么个贵法 一枚 至少一千条灵脉 而且还不是直接买 要去拍卖 有可能还会更多 你最起码准备好两千灵脉 当然是明界的灵脉 不是仙界的哈 嗯 知道了 除了偷 还有什么来钱快的方法 嗯 这样啊 如果道友胆子够大 可以去幽冥海海底 那里有不少的灵脉 甚至可以找到上品和极品 好 什么方向 往西 两翼六千万里 好嘞 谢了 别人没惹到自己 他也是不想抢别人的 当然之前那个方法可以再试一次 可是他不是很想这么干 两翼多里 不算很远他 他也就是一个多时辰的时间就能到 他告别了几人 急速地朝着那边飞行 也不知道周周的空间法则的参舞的怎么样了 反正他是一点思路都没有 幽冥海 一听就知道 是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一个时辰以后 到了一片黑色的海洋之上 这上面充斥着各种死亡法则之力 还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力量 这得多深啊 神石一下子都到不了头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往水底潜入 足足一日之后 才到了海底 这不得好几万里深啊 不过到了海底之后 的确感受到了浓郁的灵气 嗯 可以 不错呀 还有其他的修饰呢 看来这里果然是金窝窝啊 他在海底快速地飞行着 有了 这里有灵脉 好浓郁的灵气 他直接用土质法则 分开了海底的土石 露出了几十条的灵脉 嗯 不错 继续前行 这是 好大的鲨鱼 一条幽冥沙 长上千米 在几万米的海底 生存的 那身体不知道有多坚硬 那鲨鱼 似乎并不是只冲着张不凡来的 因为张不凡在他的眼里 太小了 他从张不凡身边游过 嗯 这里面 有很浓郁的空间法则之力 刚想到这里 他看着大家伙 一下子张开了嘴巴 竟然直接进入他的嘴巴中 哈哈 怪不得 要是这样的话 你的兽盒 一定有空间法则之力咯 所以他必须要杀掉他 或者让他吞掉自己也行 张不凡扭头 一箭斩出 他的身体上 瞬间出现一个巨大的伤口 幽冥沙猛地转头 终于发现一个弱小的生物 竟然刺伤了他 幽冥沙张开了嘴巴 张不凡周围的空间 一下子被这幽冥沙 吞噬进了腹中 呵 好家伙 这肚子里真大 他的腹中 是各种兽类的白骨 臭味很难闻 张不凡用灵气罩保护着身体 避免他胃里的液体 腐蚀到他 兽盒 前方 等我把你的兽盒挖出来 空间法则之力 最起码能入门 前面几百米 在他的骨骼和肉里 那是兽盒所在之处 他用力地斩断他的骨骼 竟然发出了 当当当的金石之音 好硬 不过 幽冥沙感受到了疼痛 疯狂地在外面翻滚 一些无辜的修饰 被他碾压而死 胃酸使劲地往外涌 想把他吐出来 然而 可没有那么容易 张不凡直接斩断了他一根骨头 开始切开血肉 他钻进去了上百米 才算找到了这颗兽盒 好大 哈哈 一个两米直径大的兽盒 散发着浓郁的空间法之力 他直接将其收进了时空轨 就在此刻 幽冥沙的生机 也慢慢地散去了 他艰难地将他的腹部劈开 才钻了出来 哦 累死小爷了 这东西太重要了 我得先吸收了 到时候 速度和战力都能增加 他进了时空轨 开始吸收这颗兽盒 外界一个时辰 他已经吸收得一干二净了 哈 果然入门了 不错 入门了空间法则之后 他继续地寻找灵脉 这空间法则入门以后 他在这里的速度 瞬间加快了许多 寻找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日的时间 他找到了梁晴多的下品灵脉 一千中品 五百上品 倒是没有找到几品 差不多了 他一个闪身 就到了海面之上 来了一个 抓住了 四个鬼死尽的家伙 直接在上面 用这阵法 将他拦住了 抓 四人分别投出一个 有黑的小球 小球炸开 四个小球互相勾连 形成了一个 非常诡异的阵法 这个阵法 对于他体内之前 吸收的名利 有很强的压制作用 哈 怎么样 入阵 你就别想逃了 交出戒指 或许可以活灭 哈哈 呃 那好 好 我交 我交 张不凡拿出一大把的戒指 丢出去 哈哈 好 竟然这么多戒指 足足四五十个 四人 每人分了十多个 我看看 你小子在下面 挖了多少灵脉 四人在海面上飘着 也很简单 还要分心 去抵御刮来的 杂乱的法则之力 哈哈 看看 有多少 砰砰砰 四声爆炸前后响起来 这里面布置了 一个九级的仙镇 只要打开戒指 就会被爆炸 四个鬼死 被炸得满脸皮肉都烂了 如来指 一个硕大的指引 从天空戳下来 四人当即被压成了血物 就你们 还学 打劫 他倒是又获得了 几千条的下品灵脉 几百条上品的 还是打劫来得快 他又飞回了王城 其实此时 西王城距离他是最近的 于是他 落在了西王城里 在几个大商盟里问了一遍 都说 没有七破猪要拍卖 他只好又换了南王城 还是没有找到 最终又去了东王城 这几个商盟 估计都是连锁的 一个没有 竟然其他的几个都没有 最后不得已去了北王城 和他所想的一样 还是没有 M 不过他刚从一个商盟走出来 就有个鬼四镜跟了上来 道友 你想买七破猪 不错 你有 我哪有 但是我知道哪里有 所以我向你卖的 就是这个消息 哦 那 怎么卖 一条灵卖 哦 我从别人手里 买个投胎的消息 才一百万名时 哎 我这可比那个更难 更珍贵啊 不然 你找遍明鉴 也找不到啊 你说呢 得 但是我怎么知道 你这个消息是真的呀 这个很简单 我发下道心誓言如何 嗯 好吧 给 张不凡不啰嗦 直接给了灵卖 北王城的张家 张家 恐怕来头不小吧 废话 能拍得起这东西的 能是一般家族吗 北王城三大世家之一 有一个鬼王境的老祖 鬼司十几个 你说强不强 我想问问 他们是花了多少灵卖买的 我好有个数 一千八 好 麻烦带我去一下 可以吗 得 走吧 于是 二人朝着前面走了三十多里 很快到了一个大院子前面 张福 就是这里了 至于你能不能买下来 那就看你的钱包股不股了 当然 这样的大家族 他是不差钱的 嗯 好的 谢了 杨晨来到大门前 你好 我是来找你们家主谈一笔生意的 一笔两千零卖的大生意 张不凡的模样虽然普通 但是那谷子的气质很不俗 你等一下 我去通报一声 约莫一盏茶时间 客人 请 我们家主有请 来到一处非常气派的大堂里 里面做这个体型高达 脸色有点黑的汉子 五十岁的模样 客人 请 那汉子坐在中间没有动 小友 不知道是哪家的 我是外地来的 不属于四个王城 哦 外地那些偏远之地 还有这么大的手笔啊 不知道是想谈哪一块的生意啊 我就直来直往了 我想买你们手中的气质猪 汉子正经微作 面色凝重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张网手里有气质猪 哈 要是我们连这点消息 都打探不出来 那还是别做生意了 哈哈 说得倒也是 但是这气质猪 价值不菲哦 我出两千 如何 两千 倒是赚了些 但是这个价格我 还是觉得低了 卖也不是不能卖 毕竟我之前已经用过了 也没有多大用 两千五 张不凡思考了一下 好 成交 哈哈 小友果然豪爽 走 随我去宝库 看来张望是绝对没有想到 也不认为 有人敢对他们张家的宝库 有什么想法 于是 张不凡就这么大大方方地 跟着他进了宝库 林脉是装进了戒指的 所以看不见 但是其余的宝贝也不少 最起码 他看见了几百块鸿蒙零石 还有一些含有空间法则的石头 一些冥界特有的宝贝 虽然他如今不知道作用 但是想来不是凡物 这张望走到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盒前 拿出了一个珠子 小友 看吧 这就是七破珠 杨晨接过来看了看 上面不少的生命法则之力 嗯 好 这是两千五百条灵脉 二人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张望将张不凡送出了张家 一切看起来顺顺利利 张家主请留步 张不凡刚想起身非离 但是之前那个鬼丝镜叫住了他 喂 前辈 刘步 张不凡一看 那叫桑乐的家伙 竟然还没走 怎么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七破珠买来了 买来了呀 我看看 张不凡好奇 为什么要给你看看 这么贵的东西 是这样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跟你说 那就是 来 来这边 二人拉到一个稍微偏僻的角落里 是这样 这个张家主名声并不是那么好 你要没买到 那我就转身就走了 但是你既然买到了 我就有点担心了 这个 我怕你被骗 很有可能 这个珠子有问题 什么 有问题 我 张不凡拿出珠子 让他看了看 我曾经远远的在拍卖会上 看见过一次 你这个 虽然也有生命法则之力 但是 太淡了 当时那珠子 距离我一百多米 那法则之力 浓郁到全会长 几万人都感受得到 你觉得你这个 有这么浓郁吗 桑乐说道 这 这肯定没有啊 这样 前辈 你最好去找个大商萌 你就说要卖这个 如果他们买 那就说明 这是真的了 如果 嗯 谢了 这样 你跟我一起吧 事情要是解决了 不会把人忙活 好 那咱们走吧 这几个商萌 张不凡都进去过了 所以他稍微的 变化了一下模样 桑乐对这里 是非常熟悉的 带着他去了 最大的一个商萌 巴亚商萌 这个当然张不凡也来过的 嗯 伙计 叫你们管事的来 桑乐抬着头 舔着脸说道 哦 贵宾是有什么事情 几千灵卖的生意 你做不了主 伙计一听 立即进到商萌里面 二位 随我来 张不凡桑乐进到里面 伙计将他们 带进了一个接待室 二位道友 我是本商萌的管事立委 不知道二位 有什么大买卖啊 一个中年人 微笑着问道 我们出手一个七破珠 那中年人 立即来了兴致 哦 是吗 我看看是什么品质的 张不凡才知道 这东西 还是分品质的 请 他将这个 鸡蛋大的珠子递过去 这 哼 你当我巴亚商萌 是地摊不成 拿一个假的来戏弄我 立委啪哒一下 将珠子丢在了桌子上 假的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我可是刚刚从张家主那里 花了两千五买的 张不凡说道 立委看了看张不凡的神情 不像是开玩笑 对啊 立委管事 我可是亲自见到张家主 从你们商萌拍到的这颗珠子 桑乐说道 不错 张家主的确是两千年前 在我们这里 拍到了一颗七破珠 但是 哼 你既然是这个城里的老人了 应该知道这个 张旺的品行吧 你们还敢在他那里买东西 哈哈 我看你们是被骗了 立委说道 哼 张不凡直接冲出门 便朝着张家走去 他气冲冲地走到张家门口 哼 张旺 你给老子滚出来 你竟然敢卖假货给我 你还是人吗 张不凡大侯 引来了不少的修士驻足观看 张旺 你给我滚出来 张不凡继续大喊大叫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聚集了上万人了 半盏查之后 张旺出来了 哦 小友 怎么回事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回事 你卖给我假的气魄猪 还说怎么回事 咦 你可别乱说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卖了假的气魄猪给你 这是物证 张不凡拿出猪子 让周围的人都看清楚 2500条连啊 你就卖了我一颗假的猪子 这边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好几万了 城主和执法队都过来了 城主来了 城主来了 城主是个年轻模样的男子 长得倒是还算英俊 清风城主 你给我拼拼脸 他随便拿个猪子 来到我张家 就说是我卖给他的 还要诬陷我2500条连 天底下 哪有这种事 张望倒是恶人先告状 清风走到张不凡面前 道友 你说这是从张家主这里买的 可有任何的证据 证据 没有 张不凡也没想到 会遇到这事啊 哪来的证据 这 没有证据 即便我是城主 也没法帮你啊 清风道 好 好 我认了 说着张不凡气呼呼地离开了 张望冲着后面的人说了句 跟着他 杀了 张不凡自然不是能眼下这窝囊气的人 离开后 桑乐也跟上了 前辈 赶紧逃 为什么啊 逃什么 我跟你说 刚刚我看见 那张望最后那个眼神 虚眯着 那是 他要杀人的钱照 好家伙 不但要钱 还要命 当我好欺负是吧 哼 张不凡立即联系了周周 周周 你怎么样了 主人 我已经空间法子入门了 你呢 我也入门了 这样我们两个家在一起 岂不是就能小成了 回来吧 我们合二为一 好的主人 于是 周周搜的一声 进入了他的神海 桑乐 这里哪家的修炼室最好 我带前辈去 张不凡将手里的下品中品灵脉 全都给了桑乐 要是换成下品 那可是几百万条 前辈 这 这 怎么这么多 您给我干嘛 我用不着这些了 给你吧 也算你有心了 好好修炼啊 说吧 他进了修炼室 这 我桑乐终于实来运转了 老板 我开几年的修炼室 不 不 先不开 我得等着前辈出来 看看他 还有什么吩咐 张不凡进去后 便进了时空轨 开始互相参悟彼此的空间法则 外界半日后 哈哈 小成了 不错 要是加上张望宝库中的那些石头 大成都没有问题了 张不凡直接闪顿出了修炼室 到了张家的后面 我不信 还无法进入这个阵法 空间法则实战 轻松地进入了阵法里面 没有引起任何的动静 嗯 张望 我让你探我的灵脉 小爷 我是在乎那点灵脉吗 小爷 我是咽不下那口气 幸好他去过了宝库 宝库的阵法 他也轻松地进去了 哈哈 外面的东西收完 没看见那珠子 和装灵脉的戒指 神石放出去查看四周 呵 这个阵法很精妙啊 墙上有个隐藏阵法 他直接伸手进去 打开了这个隐藏的壁核 几十个戒指 还有一个木盒 这盒子里 估计就是那真正的弃破珠吧 打开以后 果然是一颗 与之前一模一样的珠子 散发着更浓郁的 生命法则之力 哈 张家主 我就笑纳了 另外的戒指 是几十万的极品灵脉 还千万计的上品灵脉 对了 不能让你这么轻松 那就再布置个阵法吧 布置了几个 九级的爆破阵法 谁 你是谁 怎么在我的宝库里 是你 张不凡竟然忘记 用神石防范一下 人家主人进来了都不知道 哈 张家主 你看看 你这个宝库 空了呀 哈哈 你 找死 他顾不得什么了 直接冲向前 轰轰 巨大的爆炸响起来 张旺被炸得 浑身没有一块肉 是完整的 如来指 张旺直接被这一指 吹成了碎肉 身上落下了四五个戒指 被张不凡捡起来 一闪身 又进入了修炼室 这几块石头 跟我们再次进阶了 外面 张家的动静大的 全城都听到了 城主清风 立即带着人过来 怎么又是张家 真不给我省心 城主 好像出大事了 有张家的消息说 张旺死了 什么 死了 谁能杀得了他 何况他家的老祖 还是鬼王 的确是有个鬼王 但是鬼王对空间法则的 理解也不高 所以没想到 他们家的阵法 被人无端端地混进来了 完了 完了这张家的老祖 可是鬼王性的强者 除了冥王 谁能管得了 我 这个城主还真是倒霉 城主 你说会不会是之前 那个买气破猪的 年轻人干的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那年轻人的气息不强 也就是鬼将的修为 不可能闯进他们的阵法 还杀了鬼似巅峰的张望 走 去看看护城大阵的影响 清风查了影像 完全看不到任何人 进了他们张家 清风 给我出来 一个强横的气息 落在了城主府上空 糟了 糟了 还是来了 城主和刚刚那个 侍卫掌声上去 面对张成亮站着 张前辈 你们张家的 事情我已经知晓 刚刚也查看了阵法的影像 确实看不到任何人 进出张家 你看看 是不是你们张家有内鬼 不然也不至于 翘无声息地进入阵法呀 哼 我不管这些 反正你得给我找出凶手 只要你能找出即可 杀人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毕竟是在你的城池处的事 这 这 晚辈一定尽力 韩氏卫长 立即封锁了城池 只准进不准出 回城主 这个命令早已经下达了 那 张前辈 我们就一点点地去排查了 嗯 快去 张成亮虽然年纪老迈 但是鬼王中期的气势 是真的害人 此刻的张不凡 正在修炼室内 将最后的那几块 空间法则石头给吸收了 这 也接近大城了吧 周周 能不能突破这结界了 我只能去试试了 毕竟我们只是接近 如果那样的石头 再有石块 就能大城 我们就一定能突破 好 你先试试 反正我们如今突破他们的阵法 已经没有问题了 大不了再去他们这些大伤门里面走一圈 我还 不幸就没有这些石头 那好 我们出去 张不凡凌空飞起 轻松地突破了阵法 而这一幕 正好被指手阵法的阵尸发现 这 不可能 怎么可能有人轻而易举 突破阵法出去了 城主 发现可疑目标 清风那边迅速出了阵法 正好发现 张不凡立在阵法之外 道友 果然是你 张家的事情 是你做的 不错 是我 你 他只是坑了 你两千条灵脉 你就杀了他 呦 城主大人 你觉得两千条灵脉是小手啊 他能买到的 可不是一个人的性命 周周在上方 试图突破境界 张前辈 您要的凶手找到了 清风朗声喊道 毕竟他只是城主 也没必要为了一个陌生人 得罪了张家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张成亮突然出现在了二人中间 你 是你杀了我 张望嘛 不错是我杀的 好 很好 好的很 我很好奇 你是哪来的 怎样有这个本事 杀得了我 没什么好奇的 我不但能杀了他 还能杀得了你 哦 哈哈 你很嚣张 而我不喜欢 这么嚣张的年轻人 张成亮的气势 不停地攀升 而张不凡的法香赫然地出现 几百里高的金身法香 在身后威严 十分有压迫感 你 你到底是什么 如来指 张不凡一指弹出 光是从气势上佛力 便将名利彻底压垮了 啊 张成亮甚至没有了反抗之心 拿出一个黑色的龟壳 挡在身前 砰 他被压进了地下几千米之身 呦 这龟壳什么来头 怎么这么硬 丝毫无损 只是张成亮已经变成了肉饼 这股佛力 之前在东王城出现 那时候死无对证 现在就是人证物证 都有了 周周刚刚传来信息 不行 失败了 清风身体不断地倒退 城主不必害怕 我也不是杀人狂 只是 还烦请城主帮我去 其他的几个大家族大商盟 去寻找这样的一种石头 一个时辰后 我们修炼事件吧 如何 好 好 张不凡将那块石头丢出去 让他比对着去寻找 收了张成亮的戒指 这个动静 引起了全城人的注意 这个 前辈 您 您这么强 桑乐飞上来道道 哈哈 一般般 桑兄弟 你最好离开这里 跟我沾上关系 不见得是好事 啊 好 我这就离开 前辈再会 杨诚回到了修炼室 在门口坐着 那修炼室的伙计 端来了上好的明茶 嗯 这茶 有意思 可以助我领会死亡法则 你这茶 北王城里有没有更好的卖 嗯 有 有 不过很贵 一两要十条零卖 我这里有一千零卖 你去帮我买十斤可好 前辈 稍等 我这就去 一个商盟不见得有这么多 于是 这修炼室的伙计 朝着这里的几个大商盟走去 最先去的 自然是就是最大的商盟 巴雅商盟 立委老哥 快 快 最好的明茶 有多少要多少 你 阿郎 你能舍得买这么好的灵茶 十条零卖一两了 老哥 哪里是我想买 那个沙神啊 刚刚添上那个 一招秒杀张家老祖的 那个沙神喜欢 嗯 刚刚 才从我这里 要走了一些没用的石头 这会儿喝上茶了 这 我可不敢收钱啊 得了 破财免灾吧 我这里一共五金 还请兄弟给我美颜几句 好 好 放心 我一定是说 是巴雅商盟送的 还不够呢 还差五金 我得去其他几个商盟再要 买点 一个时辰后 清风来了 带来了三百块那样的石头 嗯 不错 谢谢了城主大人 你放心 我最多一天的时间就离开了 而且 以后应该都不会来了 哈哈 张不凡拍着他的肩膀道 呃 哈 前辈想来 清风随时欢迎 欢迎 不久 火家阿郎也回来了 前辈 不如使命 十一斤 买 不是 是几个大商盟送的 这些灵脉 哦 这些灵脉 你们俩有一人一半吧 我要这个也没用 说着 张不凡就拿着这些石头进去了 一日后 圆满了 哈哈 现在 应该轻而易举了吧 主人 放心 轻而易举了 哈 周周自信地道 那好 我就进秘境了 看你的了 张不凡直接进了周山秘境 周山秘境变成一束光 飞速地离开了冥界 再出来时 已经是仙界了 哈 不错 那我们去修真界 应该也不难吧 毕竟我的仙界的空间法则 早就圆满了 当然了 很轻松 我们现在就要去吗 哎 还没叫上你主母呢 张不凡神识放开 仙界很平静 没有多大的事情发生 他一闪身 出现在苏湘吉女的身边 这三人如今正在玄黄城 一份酒馆喝酒呢 竟然喝得微醺了 三位仙子 请你们喝一杯如何 你 起开 我们也不是随便 谁的酒都喝的 苏湘看都没看一眼张不凡 哈 又来一个 你说 咱们这两天 至少有一百多个公子哥 来搭讪了吧 柳叶熙最熏熏地说道 哈 哈 这些人 要是都有你们家张公子那本事 不用他们来 我们自己 就 去找他们了 哈哈 这位公子 我劝你离远点 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都是先帝的女人 别找麻烦 一个中年人 见张不凡来搭讪 赶紧劝离 哈哈 无妨无妨 我就是随便试试 这三女还在那里 自顾自合着 完全没有看一眼张不凡 她决定戏甩一下他们 仙子 我得到消息 你的男人 已经死在了明界 哈哈 你现在开始就归我了 哈 说着 他一把抱住了苏湘 就朝着窗外飞去 哦 哈哈 有人把苏妹妹抢走了 哈哈 那家伙倒霉了 竟然去招惹一个先帝 道清连迷迷糊糊地说道 哈 一会儿肯定被打得鼻青脸肿 半死不活的 哈哈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看热闹 苏湘被抱出去飞到了天上 瞬间就挥散了酒气 不过一看 竟然是他朝思暮想的男人 一下 刘姐姐 你看看 这苏妹妹 是不是给张公子戴绿帽子了 嗯 怎么还亲上了 光天化日之下的 唉 可怜的张公子 如此优秀 竟然被绿了 嗯 不对 不对 那男子 不就是张公子吗 嗯 他回来了呀 柳叶熙揉了揉眼睛 回散了酒气 那可不 就是张公子吗 咱们还真是担心过头了 两人温存了一番之后 回到了酒馆 张公子 您回来了呀 嗯 哈 回来了 你俩还是要抓紧把修威提升上来啊 来没人两粒丹药 一粒破王丹 一粒先帝丹 M 张不凡也不客气 又给了戴希 一粒极品的伟神丹 不过他们距离非生神界都还太远 就算几女都算是天骄 但是没有个几万年 恐怕他们是没办法非生的 这样哈 我接下来需要去修真剑 也就是 我和素项以前所在的那个星球 去处理点事情 你们要是愿意去玩玩 我就带着你们 好啊 好啊 行 我们去 这三人都是爱凑热闹的主 那 你们给家人说一声吧 还不确定要去多久 不过你们要回来 我就让周周送你们回来 很容易的 好吧 周周又是谁 周周是气灵 哦 我还以为又有个女子呢 柳叶熙说道 就这样 几人进了周山秘境 唉 这个秘境 我好像来过啊 道清莲大喊 哈 周山秘境 张布凡道 嗯 周山秘境 怎么属于你了呀 看来柳叶熙和道清莲 都去了周山秘境的 这就是我的机缘啊 哈 说着 周山秘境破开了结界 进入了修真界 离开百十年 再次回来 感慨万千 既然来到这里了 肯定是先找他娘叶芳了 神石铺开 整个星球的一草一木 都在他的神海中 清清楚楚 而苏湘自然是要找他二哥了 他的神石在修真界 同样的强悍得无以伦比 湘儿 怎么样 找到了你哥没 找到了 他在宿景城 要不你先去看看你哥 我去看看我娘 他现在的情况 似乎不怎么好 那我们一起去吧 几位姐姐 你们先在这个星球转转吧 我们去忙点正事 嗯 好 你们去忙吧 哈 我们自己玩就行 张布凡此事顾不得其他的 因为他刚刚神石里 看见叶芳似乎再和人战斗 而且 对方的实力 如今 叶芳可是在妖兽森林的 最中心的那处洞府里 能进到这个位置的 非杜劫妻莫属 他身形一闪到了 这座山峰的山顶上 看着下方的二人 在进攻叶芳 大伯张扬已经重伤倒地了 张扬此刻的修为 才大成七中七而已 而那两人都是杜劫妻 巅峰的修为 张扬自然是一招都接不住的 叶芳是大成七中七 不过也就是靠着之前 张布凡留下的诸多手段 才撑了这许久 不然早已经是重伤了 张布凡猛地出现在叶芳前 面对着两个中年男子 你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修为 二人没有进攻张布凡 反而是停下来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要来进攻这里 哼 说出来吓死你 我们试试天宗的 怎么样 怕了吧 这个山峰 我们宗门征用了 所有人都得离开 不离开就要死 是天宗 我怎么没听过 哼 我们可是近百年崛起的宗门 如今已经将三个 一级宗门给收服了 目前这个星球 是我们是天宗的了 哦 是天宗 你们先等等 其实 叶芳在后面 看着这个熟悉的身影 已经非常惊喜了 只是没有插话 娘 我回来了 大伯 张扬在地上 竟然无法起身了 看来伤得有点重 张布凡挥出一股 生命法则之力 扑向二人 二人的伤势 竟然在瞬间完全康复 而且修为 还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这 这 怎么回事 小凡 你 竟然 这么厉害啊 张扬缓缓站起来 惊喜地看着自己浑身上下的气势 已经长了一个小境界了 你 到底是什么人 好了 到你们了 小二 你在这里陪着娘 我去 将他们处理了 嗯啊 好 你去吧 娘 我们去洞府等会儿 半盏茶应该就好了 来 二位 去你们宗门一趟 张布凡一挥手 身形消失 二人的身形完全不由己了 被张布凡裹挟着 带到了他们的宗门上 刚刚他的神石 已经发现了这个气息不弱的新宗门 布置了一个超久级的阵法 哟 看来这个宗门来历不小啊 是天宗的宗主是哪位 张布凡的声音 回响在整个的宗门里面 宗主洞府内 一个年轻人突然惊醒 因为这股气息非常强 他迫不得已 飞到了阵法之上 嗯 什么东西 怎么看不清修为 奇怪了 年轻人飞出大阵外 一众的长老也紧跟他之后 这 这人是张布凡 一百多年前已经飞升仙界了 怎么回来了 年轻人听见了此人 竟然是一百年前飞升仙界的人 随之也就放心下来 一百年能修炼到什么境界 无非就是帝仙 哟 天仙巅峰 怪不得能在修真界称王称霸 你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的修为 此人便是世天宗宗主帝清 一百年前流落到了修真界 无论如何 也不知道怎么回到仙界了 便只好在此处暂时留下来 你 既然是仙界之人 却为何在修真界 你不是飞升了吗 怎么下来的 你能回去吗 我当然能 不过 在说这些事情之前 先惩罚你们所有人的罪孕 竟然敢对我娘出手 所以 一百股冲着他们的丹田射去 扑扑扑 扑扑 仅仅两个呼吸的功夫 他们的所有人的丹田都碎了 包括他们的宗主 这下你不用想着回去了 赶紧逃吧 不然被你们欺负过的宗门弟子 很快就会来杀你们的 前辈 前辈 请带我回仙界 张不凡可没有搭理他们 直接消失了 白丹帝也在啊 哈 小凡 没想到 你们还能回来啊 是的 一般人的确不容易下来 哈哈 白前辈已经到了杜劫期后期了 那你可以服用破解单啊 到时候等待机缘 就能飞升了 张不凡知道 并非是修为到了就会飞升 而是心境也得到 毕竟之前张不凡都经历了五十年的化凡的 那个 小凡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我已经是仙界巅峰了 什么 这才多少年 你就已经是仙界巅峰了 我儿子真是不得了 哈哈 娘很欣慰啊 娘 这次来 我是有个惊喜给你的 我现在要带你去找爹 叶芳愣了许久 反而 他如今已经投胎了 而且就投在了平银城 真的 孩子 你没骗我吧 娘 我骗你作甚 我带你去找 白前辈 失陪一下 嗯 行 你们去 于是张不凡裹挟着几人到了平银城 我看看他爹娘的名字 叫做张臣 胡燕 看来只有逐个问了 因为即便张不凡如此强大 也不可能只凭名字就找到了人 对了 子 找城主不就行了 对了哈 城主那里应该有登记的 当时他杀了城主杨永乐的千金杨小臣 当然他不会担心杨永乐敢耍诈 毕竟在真正的势力面前 这些小心机都是徒劳的 他们出现在了城主府中 大胆 这里是城主府 岂能擅闯 那侍卫看来是没见过张不凡的 他也懒得跟一个侍卫计较 再次出现在了杨永乐的面前 杨城主 别来无恙啊 杨永乐看见张不凡 身体一哆嗦 张 张不凡 你来作甚 哈 杨城主不必惊慌 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了 此次来就是打听两个人的住处 嗯 好 好 不知道要找谁 张晨 胡彦两夫妻 你稍等 稍等 我去找餐室 查阅一下 去了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杨永乐带着一个老者 慌慌张张地跑来了 这 这俩人 已经死了 什么 死了 怎么死的 好死 这样啊 那他有个儿子对吧 是的 有个儿子 儿子现在有出息了 在林尹宗 坐外门地责 哦 修士 那就好 不知道他们儿子姓名是 张悦 叶芳一正 这 难道就是缘分 反而 咱们赶进去 好 打扰了 杨城主 说吧 四人又消失在了平银城 此时出现的位置 是林尹宗的宗主殿 父亲临这一百年来可不好过 张不凡对他们的影响 一直持续到如今都还在 不过 当张不凡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 他又略带害怕 因为他也知道 张不凡早已飞升了 说明他此时是仙人了 张 张 前辈 您 怎么 父亲临不知道是吓的 还是激动 说话都结巴 父宗主不必紧张 我此次来是找个外门弟子 叫做张悦的 外门弟子 快 众位长老 一起去 把张悦带来 如今的大殿上七八个长老 这些人自然都知道张不凡的事情 这些长老 先是去了他的洞府 人不在 张不凡的神识 跟着这些长老 进入了他的洞府 感受了一丝他的气息 根据这一股气息 他开始在整个修真界 寻找这一股气息 娘 我找到了 在妖兽森林 走 张不凡来得快 去得快 父亲临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已经不见了 四人在妖兽森林的上空 此刻他们在中部 下方 两个住击后期 在进攻一个住击后期的修士 这个修士显然受伤严重 马上要不知了 叶芳看着那人的模样 M 太像了 太像了 叶芳一个瞬移冲了下去 将那二人一巴掌拍碎 张悦 张悦停下来 气喘吁吁的 伤得不轻 叶芳给了他一粒极品的疗伤单 谢前辈救命之恩 叶芳看着面前的张悦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张阳再次看见 这个离散多年的弟弟 也忍不住泪目 几位前辈 您这是为何 海大爹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这个前辈 我至今还没有道理 您此话何意 反而 怎么回事 他怎么不记得我了 张不凡也很激动 面前的人和他爹简直太像了 难道投胎都可以保留之前面目的吗 主人 当然不是 只有执念非常深的人才会如此 周周的声音响起 娘 哪有人还能记得上辈子的事情呢 那那我该怎么办 我有办法 之前明界的朋友告诉我了办法 只是我需要找一样东西 三生石用这个东西 可以唤醒他们之前的记忆 张悦疑惑无比 但是又不敢轻易离开 在他看来 这里每个人的修为 都如同大山一般 远超他自己 毕竟他才住击后期 真的太弱了 那你赶紧去找啊 嗯 好 你们给爹说说什么情况吧 看看他能相信多少 我俩这就去了 爹 我 虽然前辈看起来 的确与我有几分相似 但是治着怎么可能 兄弟 你先跟我们走让房 去找那个什么三生石 张扬道 我们这就去了 夏儿 先去你哥那里看看 好吧 不知道 小倩现在怎么样了 二人一闪就到了宿景城 从这城主的主街道过去走了一趟 这里还算安定 感觉得到 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斗 二人走到了城主府门前 守门的侍卫 他们已经不认识了 站住 你们俩找谁 有没有预约 我们 我们不找谁 我们回家 你回家 来城主府做甚 赶紧离开 苏香想笑 你难道不知道 你们城主有个妹妹 听说过呀 你不会说 你就是城主的妹妹吧 对 哦 这倒是头一回 我通报一声 一人离开去通报了 城主大人 外面有个长得很美的人 说是你妹妹 这侍卫 似乎有点神经大条一般 离得老远就开始喊 先听到的 反而是小倩 小姐 小姐回来了 这都多少年了 她倒是直接顺移到了门口 呀 小姐 真是你啊 小倩没什么变化 看起来稳重了些 但是见到苏香 还是一把扑到她怀里 小倩 不错嘛 都已经大成七了 小姐 我想死你了 忽然 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来 娘 你在干什么呀 忽然 二人分开 苏香看着面前 这个小女孩 长得和自己有点像 和小倩更像 哎哟 这是 我侄女啊 哈哈 苏香将小女孩抱起来 三岁的年纪正是好玩的时候 姐姐 你是谁啊 我可不是姐姐 我是姑姑 姑姑 那是什么东西 姑姑就是你的亲人啊 此时 苏无忌也出来了 妹妹 妹夫 你们终于回来了 哥 好久不见 张布凡道 妹夫 哈哈 来 屋里坐 苏香还抱着小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豆芽 呀 豆芽呀 真好听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呀 苏香早已发现这个小家伙 也就是练七二层了 我是练七七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练七 众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坐好 看到这一家三口这么幸福 苏香其实很羡慕 妹妹 妹夫 你们俩年龄可不大 怎么还没有孩子 二人都一阵脸红 无忌 你没听说过吗 修为越高越难 嗯 怎么还有这种说法啊 修为越高 还越难 其实张布凡只是还不明白而已 他掌握了生命法则 要想有孩子是很容易的事情 只要再做那事儿时 少少地运用一丝生命法则就行了 在这里待了一天之后 张布凡说 自己去找找那三生石 让苏香在这里多玩几天 就算张布凡如今修为通天 但是对于找一样不知道 没见过的东西这种事情 他也丝毫没有办法 还是去通天楼吧 不知道那个老楼主 如今非生没有 悬崖城 通天楼下 莫道有可在 张布凡的声音 直接传进了莫天机的耳朵里 一个身影 飞快地出现在了他前面 张 张前辈 您竟然从仙界回来了 嗯 是的 有点事儿要叨扰 张前辈有事直接吩咐 不用客气 里面请 来到接待室 你们的楼主飞升了 是的 五十年前飞升了 哦 那我倒是可以在仙界帮他一下 张前辈 如今已经在仙界的顶端了 嗯 算是吧 反正仙界的事情 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们老楼主算中了 自己会在仙界一个叫做风云阁的势力里面 而且 境遇不是很好 如果清北有这个能力 倒是可以帮一下老楼主 您放心 我会的 此次来叨扰我是想寻一样东西 叫做三生石 三生石 我着实没听过 也没见过 对于寻找这样的东西 我也只有动用禁忌之术了 禁忌 会有什么后果 会大量的损耗生机 仅仅是损耗生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放心吧 接着 他的手心出现了一个气团 这个气团越来越大 最终有苹果那么大 这个 够你消耗吧 墨天机 眼睛瞪得像同龄 这是 如此纯净的生命之力 哈哈 够了 不但够了 我还能有剩余 说着 墨天机开始布阵 桌面上 一个并不怎么复杂的阵法形成 墨天机从这个气团里 往里输送生命力 瞬间 阵法开始启动 阵法之上 闪起一阵阵的灰光 出现了一片星辰大海 最终 星辰大海开始朝它拉近 显示出了一个蓝色的星球 呦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连灵气都没有的星球啊 三生石这样的宝物 怎么会在他们星球呢 远吗 倒是不远 我给你做一个标记 你按照这个标记飞行 大约两亿里的距离 两亿 那真是太近了 岂不是一下子就能到了 张不凡低语道 墨道友如今是渡劫后期了 这颗丹药 对你或许有帮助 张不凡留了个破结丹 随后消失了 你们老楼主的事情 我会去办的 张不凡的声音从空中落下来 而他此时已经一个瞬移 到了虚空 然后拿着墨天激流的标记 再次一个瞬移 已经到了这个蓝色星球的上空 他神石开始将整个星球 全部铺开 啊 就这么一个平级的星球 别说灵气 连武者都少之又少 怎么会 可是 即便如此 我连个带灵气的东西都没有发现 怎么去找这个 三生石 好歹也是个宝贝吧 他在虚空停留了一阵子 探查完之后 发现唯一还算有点灵气的地方 是在一个沙漠 他落下去 站在沙漠上 将神石穿透了整个地下 M 这种带点灵气的石头 又不像是灵石 晶莹剔透 他用手一吸 吸出来一大块的透明晶体 三生石可不是这种颜色 是三种纠缠在一起的颜色 这个星球 有没有消息机构呢 如果没有有什么国主 首领之类的也可以吧 他朝着人多的地方飞行 这里的建筑倒是蛮高啊 路面太窄了 下面这些铁盒子 是他们的售车 前面的飞行物 请立即降落在 这里是近飞区域 否则我们将采取攻击行为 请立即降落 一个脸盆大的飞行物 在张步凡的身后 发出的声响 他也听不懂 于是他轻轻靠近这个飞行器 华夏人 请立即降落 否则米国政府 将采取军事行动了 啥玩意啊 听不懂 正法 如果是真人 他可以直接读取别人的想法 然后到他们的神海 能正常交流 可是这个东西 他发现没有神石 传音都做不到 于是他开始将附近的 所有人的语言 进行分解学习 移住相后 他掌握了这里的语言 英语 我要见你们的首领 张步凡发出地道的英语口音 华夏人 请你待在远处不要动 我们的战斗机 马上就到位 半盏查后 两架战斗机 一左一右将他围住 非洲 有点意思 没有灵气的非洲 这里的人还挺聪明 华夏人 请跟我们走 两架战斗机 将他带着到了一个军事基地 华夏人 请立即降落 基地中 一个声音通过喇叭传出来 将军 你看到没有 华夏人的飞行技术 务必将他的装备 完整地扣下来 不可以损坏 是的 将军 上校带着几个大兵 来到了张步凡的面前 华夏人 你说要见我们的首领 走吧 我这就带你去 凡人 连武者都不是 啊 这星球 太弱了 张步凡跟着他们 走进一个房间内 刚一进门 外面十公分后的铁门就关闭了 刷刷刷 几十只手枪 对准了他的脑袋 哈哈 愚蠢的华夏人 将你的装备脱下来 快 装备 秀 快让他出来 否则后果很严重 哈哈 你的小命都在我手里 还敢威胁我们 真是愚蠢 小星身上 只准射击脑袋 黑洞洞的枪口中 飞出几十颗铁珠 朝着他的脑袋射来 普通的铁珠 想杀我 啊 哈 所有的弹头 停在了空中一动不动 但是这些士兵可以动的 他们眼里的惊恐不言而喻 子弹就这么悬在了空中 他 他是魔鬼 张步凡心念一动 这些弹头射回他们的脑门里 神石放开 冲着有人的地方飞去 我要见你们的首领 能带我去吗 嗯 华夏人 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来人 抓住他 这里有几百人 张步凡只是轻轻冲着其中的一片挥了挥手 他们便抱成了血污 哦 上帝啊 他 他是魔鬼吗 现在有人带我去吗 剩余的人被吓怕了 我 我带你去 不要杀我 走 张步凡裹挟着他 在低空中顺着他的指引 朝前飞行 这儿 这儿就是了 士兵指着一座白色的建筑说道 张步凡直接闪身进去 他一出现 立即有人拿着手枪对准了他 不过都被他轻松地解决掉了 总统先生 我们必须去地下安全屋 此人很邪门 他掌握了华夏的那些巫术 张步凡的神识中 看见了几个人 带着一个形似领袖的人 朝着地下跑去 看来就是你了 他直接出现在 这个下行的电梯中 你是 这里的领袖 四个保镖当即对张步凡进行射击 他们连手都没有抬起来 就已经生机全无了 你 你是什么人 华夏不可能有你这样的人的 少废话 我来又不是杀人的 你们替我找一样东西 张步凡将那三生石的模样 临摹出来 尽你所能 将这东西的模样 传播得越广越好 给你三天的时间 找不着 我就把你们的星球 给粉碎了来找 你说的华夏在那里 总统已经吓得双腿发抖了 好 好 我们找 那个华夏就在这里 往东一直走就是了 记住哦 三天的时间 说吧 他的身形消失 往东急速地飞行 果然 到了一片国土之后 发现这里的人 长得和他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服饰有区别 张步凡出现在这里的街道上 竟然没有引来太大的动静 只是有人不停地 拿着一个方块对准了他 他也没有发觉危险 便任由他们了 你好 我们这个国家的首领 在什么地方 他看见一个不行的路人 于是就问了问 当然是在京城了 那人回答 京城怎么去 你坐飞机 或者坐高铁 再或者 你遇见飞行 会不会大侠 哈哈 那人调侃道 你竟然知道遇见飞行 知道啊 我们这里谁不知道 电视里经常演吗 小哥哥 你是拍抖音的吧 哈哈 这个造型可以 来 抖音号多少 我关注一下 什么 抖音 不知道 我先去了 谢谢 说着 他略到虚空 开始朝着京城的方向飞 他 替他 那是他特教吗 特效 我TM又不是在视频中 哪来的特效 啊 他是 仙人 张不凡用神识探查下面的情况了 确定了这个人口更加密集的地方 便是什么京城了 看在这里 与他颇有渊渊的份上 他打算直接读取这里人的记忆 来确定这个华夏的领袖所在地 一盏查后 他笑了笑 中南海 嗯嗯 不错 他一闪身 便到了这里 站住 你是什么人 怎么敢擅闯中南海 束缚 他朝着防守最严密的地方走去 看见一个穿着朴素的老人 你是华夏的领袖吧 是的 你是修真者 张不凡笑了 你竟然知道修真者 嗯 我们华夏跟他们打过交道 你可以当我是修真者 但是我已经是仙人了 当然 仙人也算修真者 宁宁是仙人 不知道仙人有什么吩咐 嗯 你比那些愚蠢的米国人实实物 我需要你们 发动全国之力 来寻找这个东西 叫做三生石 模样大概是这样的 领袖拿着手机拍了个照片 好好 我们一定尽力 张不凡打量了一下他的身体 你可知道 你活不过三年了 领袖看着张不凡大惊 果然是仙人 他的医生已经告诉他 他得了癌症 就算清泉世界的顶尖医术 也活不过三年了 知道知道 只是我很遗憾 在闭眼之前 我们的宝岛还没有回归 你们自己土地的事情 我就不掺和了 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三生石 我可以让你多活五十年 如何 领袖激动的嘴唇都在发抖 好好 那么去找吧 等你好消息 找到了 怎么通知上线 你找到我 自然会知道 说吧 张不凡就消失了 既然来到这里了 就买点特产啥的带回去 嗯这个 我需要点你们这里的金币 或者银币 反正就是买东西的 张不凡再次出现 领袖看着他 许久才想明白 是想要点钱 也好 总比他去买了东西 不给钱好多了 啊好 这是我的卡 付钱使用这个刷就行了 这个是一张 非金非银非木非石的东西 这么值钱 啊 尚先尽管去用 老头子 我哪里有胆子欺瞒您 张不凡拿着卡离开了 当然对于他来讲 这里的物品 连个灵气都没有 他自然没兴趣 但是这里的美食 倒是闻着很香 他在京城里面闲逛着 这个是什么啊 他看到一个蒸笼里 冒着热气的东西 猪肉韭菜馅的包子 大侠来几个尝尝 老板倒是很会调侃人 这年月喜欢cosplay 和古装扮相的也不少 倒不至于有多大的轰动 先来一笼吧 包子 在修真界仙界也有 只是模样不大一样 一口咬下去 韭菜的味道 还是有点冲 第二口 似乎还带着回香 第三口 已经觉得非常好吃了 接连吃了半笼 要知道 这一笼可不是小笼包 而是一笼几十个的那种大蒸笼 大侠 好胃口啊 我们在包子怎么样 周围已经有人开始围着他 拍短视频了 我们现在开始转为吃播了 刚刚我看见一个大侠 身穿古装 很是英俊 关键是 大侠的胃口非常好 已经吃了半笼包子了 二十几个大包子 这可不是小笼包 超人不会飞 你说 让我问问大侠会不会飞啊 好 我问一下 大侠 请问你会不会飞啊 张不凡看见这个人 拿着一个长方块对着他 关键是 里面还有自己的影像 你这是什么阵法 还能记录影像 哈 大家可以看到 大侠入戏很深 大侠 小弟这个是传音阵法 那大侠到底会不会飞啊 会 哈哈 大侠说他会 让大侠展示一下 这样 你刷个游艇 我就跪下求大侠展示一下 怎么样 哎呦 真刷了呀 得了 我这就给大侠跪下 这个主播 当真就跪在了张不凡面前 大侠 我们都没有看见过会飞的 要不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直播间八万多粉丝都想看看 张不凡也吃完了 老板 再给我来石龙 带走 石龙 大侠 石龙你怎么拿走啊 老板一听 略微愣了下 真的要石龙 加上你刚刚吃的 一共五百块钱 这个东西行吗 可以刷卡 老板刷了五百块钱的 开始给他用口袋装了 足足装了十几个大口袋 大侠 你的车在哪里 我让伙计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 张不凡一挥手 包子全都消失了 这 这 怎么回事 大侠是魔术师吗 直播间开始有人 刷修真者的事情了 主播 这明明是修真者 只有他们才有空间戒指 对对对 就是修真者 主播快点说位置 我们要过去 我就在王府井后面这条街 你们要看得快点来 大侠要走了 然而张不凡并没有着急走 你这个东西 哪里有卖的 张不凡对主播的手机感兴趣了 这个 我带您去 走 主播把他带到了一个大商场 大侠 你要是不差钱 我就推荐你买苹果12plus 怎么样 屏幕大 拍照还清楚 到时候 您开个抖音号 把自己的修炼的视频 上传到自己账号里 绝对吸粉 好 那就买这个 来到了苹果直音店里 小伙伴们看见一个古装帅哥进来 争相接待 帅哥 你 需要什么手机 用不用我介绍 不用 就给他买最新款的 512的普拉斯版本的 好 你先看看这个展示机 我去给你拿 主播很热心 他的直播间 因为张不凡粉丝一直在涨 已经突破10万了 嗯 这个有意思 他从那里放 不对他没有灵力 他需要什么能量呢 充电 大侠 您不是开玩笑吧 不知道充电这件事情 电 天上的雷电 呃 不是天上的雷电 是这里面的 这里 主播指着桌子上的插孔 这里面 他的神识进入 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他将手指头伸进去 唉 大侠 不要 便顺着张不凡的手指头 进入身体 嗨 就这个呀 不就是弱化了的雷电吗 主播看着张不凡的头发 都竖起来了 但是他人却一点事都没有 小伙伴拿了一台手机过来 给张不凡 不错 这玩意儿 好东西 我要50个 张不凡到 他打算拿回去送人 什么 50个 50个可是要50万哦 大侠 没事 我这里有这个 就这样 他买了50台手机 那主播边走边教他使用 慢慢的天色不早了 路边开始有了烧烤摊 大侠 吃过这个没 烧烤 他之前是吃过烤肉串的 味道特别像 他都怀疑 之前那肉串 就是来自这里 啊 试试 此刻 周围的大屏幕上 已经全是在寻找三色石的信息了 哎呦 不知道是哪位大神 在找这个石头 政府都说了 提供消息奖励500万 有这个东西 奖励5000万 我的天 要是我有这个东西 岂不是 就可以直接退休了 主播看着大屏幕说道 张不凡的神石 看了看领袖那边 他已经开始接到了各种各样的 和这个石头相似的 张不凡一一查看了这些石头 都是些普通的石头 此刻 哪怕是在最偏远的山村里 只要有电的地方 基本上都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唉 狗子 你看这石头 是不是和咱们村东头那神像的脑门中间的那个 有点像 大牛哥 你 还想去扣下来不成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神像 可是真灵验 恐怕你看还没扣下来就已经 全家倒霉了 咱们可以赚到500万 提供这个消息不就得了 嗯 也对 那咱俩可得平分哦 好好 好 这抖音上我刚刚看见了 专门有个电话 咱们打一个 二人就拨通了那个电话 将他们的情况说了遍 行了 狗子 那边说 马上就会有人来 于是 华夏这边立即派出了部队 去他们村子 仅仅一个小时 直升机就落下来了 来了 大牛哥 你看飞机来了 二人赶紧跑过去 就是我们 我们报答 十个人的小队 穿着防暴服 我给你们说 这个神像很邪门 之前好多人想 拆这个庙 只要你想对他不利 一靠近 就晕倒 哦 没事 我们有防暴服 全副武装的两个 拿着匕首 穿着防暴服 靠近了这个看起来 破破烂烂的神像 还真是 刚靠近三米时 二人便毫无征兆地软瘫下来 这 快将他们拉回来 二人身上有绳子 其他的队员将他们拉了回来 正在吃着烧烤的张布凡 立即被刚刚那股奇怪的能量惊动 嗯 哈 有了 毕竟这股能量 是他感受到的这个星球 最奇怪的一股了 他突然消失了 直播间疯了 主播 你手机卡了 信号不好 然而主播此时一抬头 发现人不见了 此时虽然是晚上十点钟 但是整个华夏搜索三生时的行动 就没有停止下来 他的出现 把这几个特种兵吓了一跳 张布凡立即注意到了那神像 上面的奇异的能量波动 引而不发 看来就是你了 张布凡靠近 这神像散发出一阵阵的奇异的波动 进攻着他的神海 但是 这什么的能量太弱了 对他来说 脑痒痒都不够 小友 终于等到你了 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响起 哦 你知道我会来 嗯 是的 十万年前 我离开这个星球时 就算到了你会来 哦 你等我是有什么事吧 不错 这个星球 是我正道成神的地方 不过我早已算到 这个星球会落寞下去 但是这个星球曾经的石修炼圣地 它的曾经的辉煌 也会为它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我肯定小友 能造福一下这个星球 那我的好处是什么 我曾经得到过一股力量 留了一半给你 当然这个三生石也归你了 这股力量 乃是祖神的神力 它的级别高于神力 我现在还不知道 它具体叫什么力量 一股气息从石像身上 朝着张不凡扑来 鸿蒙之力 张不凡道 谢了 张不凡将三生石取下来 谢了 这股力量它没有吸收 因为它知道 即便吸收了 境界也不会提高了 不如等突破神境之后才吸收 现在该回去给人家一个交代了 他再次出现在了领袖的办公室中 你们凡人这个时间 不是该睡觉了吗 张不凡的声音响起 上仙 您来了 这个石头 我们已经加班加点的在找了 已经找到了 就是那个山村神像那里 张不凡将三生石拿出来 给他看了看 就是这么个小东西啊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看不出来 我答应你的事情 拿杯水来 领袖端了一杯水 张不凡拿出一粒生鸡丹 刮了一点粉末下来 喝了吧 喝完你的冰就能好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跟你说 领袖将这杯水喝下 喝完后 立即觉得身上暖洋洋的 面色都红润起来了 这样 你们这个星球 我也算是已经惹上因果了 答应了那前辈得管你们 张不凡拿出一个阵法来 又拿出几百极品的零石 这样 当你们遇到无法解决的灾难时 就将一颗零石嵌入这里面 你们整个星球 就会被他保护起来 届时 我也会收到信号 就会赶来拯救你们 当然 你们的危机 不一定是几十年之内到来 有可能几百年 几千年 几万年 所以 我们要交代下去 将这个阵法传下去 保护好 呃 是 是 谢谢上仙 嗯 你很不错 后会有期 说着 张不凡再次消失了 出现在那个地摊前 那主播竟然还在 来了 仙师来了 直播间又活跃了 大侠 您真的是仙师 呃 是的 这个烧烤还行 老板 你的这些菜 我都买下了 还是少了点 大侠 旁边真不是还有几个摊位吗 一起买下来不就行了 嗯 对 还有这叫啤酒的东西 我也全都要了 就这样 他买了几十件啤酒 和一大包的菜 好了 我要走了 后会有期 你不是一直想看飞吗 看好了 张不凡缓缓缓飞到了夜空中 哎呦 真的飞起来了 这 不会是薇娅吧 这是拍电影吗 张不凡随后一个闪烁 消失在了夜空中 再次出现 已经是修真戒了 修真戒中 苏香陪着他的小侄女玩 张阳和叶芳 在跟张月 讲着他上辈子的事 张不凡给苏香传了音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三生石 这就去帮助他爹恢复记忆 娘 大伯 我回来了 找到那东西没 嗯 找到了 我就这来恢复爹的记忆 张不凡拿出三生石 手掐一个简单的法诀 张月神海中 一股薄薄的能量 被三生石化解开了 蒙住了他前世记忆的薄物散去 所有的记忆 一下子充斥进他的脑海 所幸这段记忆并不长 他还是很快接受了 从小时候挨了受动 到后来 进入王家成为奴隶 再到后来 被王云鹏最终鞭打致死 王大少 不是我 我冤枉 不是我 张月仿佛沉浸在梦境中一般 双手抱着脑袋挣扎 他电 没事了 没事了 事情都过去了 叶芳抱着他 许久张月才睁开双眼 看着面前的叶芳 芳 我 我不是死了吗 你 现在没事了 没事了 你又回来了 过了半个时辰 张月才将这一世 和上一世的记忆 都融合在一起 这 反而 是你找到了我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先帝巅峰 先帝 那是个什么境界 就是先界的巅峰 先界的巅峰 反而 好样的 好样的 没想到 咱们张家终于出人头地了 爹 你看这人你认识吗 张不凡指着张扬 张月看了许久 你是 大哥 是我 二弟 咱们真是太久没见过了 哈 好 好 我这辈子 真是没白活啊 张月满脸的眼泪 走 我们找个地方大喝一顿 嗯 我再叫个人来 仙 来一下 张不凡轻声喊道 忽然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几人面前 正是苏香 这姑娘是 孩儿他爹 这是咱们儿媳妇啊 而媳妇 好 好 真不错 而媳苏香拜见父亲大人 嗯 好 好 起来 咱们儿媳难道也是先帝的修为 爹 是的 苏香也是先帝修为 一家四人回到了平银城 这里也是张月第二室长大的地方 小时候家里虽然不算富裕 最起码比第一室强不少 平银城因为出了张不凡的缘故 如今规模比起之前大了不少 修士也多了不少 不再是以前那寥寥几个 满大街上随时都能见到修士 只是没什么强者 最强的也才精丹而已 走 我带你们去一个酒楼 张月道 几人来到规模最大的一个酒楼 这里倒是也做着不少的修士 咦 张月 你这个家伙 怎么想到回平银城了 华府的公子哥正在酒楼和几个人饮酒 四人都是精丹修为 他们只看到了张月是个助击后妻 其余的四人他们看不透 以为只是个凡人或者舞者 爹 这是谁啊 这城里新来的家族 独孤家的少爷 我曾经在他们家做过侍卫 哟 这才多少年 儿子都这么大了呀 咦 这位仙子 你好 在下独孤风敢问仙子方明 独孤少爷 这是我儿媳妇 嗯 你 儿媳妇 你们张家这样的废物 凭什么去这么漂亮的儿媳妇 张不凡一个眼神 此人暴成了血污 爹 走 这手段将在座的众人吓了一跳 酒楼老板可是认识独孤风的 连忙给独孤家传音 走 咱们坐下好好喝一顿 一个小小的独孤家 一个眼神就能灭掉 爹你不用担心 五人坐下 没多久韭菜上齐 不过刚上齐 外面啪啪啪的来了十几人 谁 谁敢杀我儿 我要将他的灵魂灼烧万年 哈哈 我去处理一下 你们喝 张不凡走到外面 一个中年男子 带着十多个金丹妻正在往上冲 你们是独孤家的人 张不凡拦住了他们 滚开 知道我们是独孤家的人 还敢挡到 哦 那就行 死吧 死亡之力散开 冲着几人扑去 十几人连叫喊都没来得及 便瘫软下来 围观的人一阵胆寒 这 这是什么修为啊 就是化神七 也没这么强吧 完了 完了 我听说这独孤家的女儿 嫁到了一级宗门 所以他们独孤家才如此地放肆 一级宗门 哟 那这下他们完了 反而 没事吧 爹 放心喝酒 就这么说吧 我就是把整个修真界的人都杀光了 对于来说 也只是道心有趣而已 当然 我只是打个比方 一般不招惹我 我也不会杀人的 啊 没想到 先帝是这么强的存在 爹 你现在所在的林颖宗 也是我当时的第一个宗门 只是后来跟他们闹掰了 他们的外门大长老 当时基于我的机缘 把我囚禁起来许久 后来被我逃脱了 啊 这 怪不得我在林颖宗 时常听到一个叫张不凡的名字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张不凡和我还有关系 哈 而且 宗主长老他们都还惧怕得很 现在 我要是回去给他们说 还有我几个好兄弟呢 我的面子得多大 哈哈 爹 这样吧 你们直接跟着娘去修炼 她离你不远 就在妖兽森林最高峰 那里多开辟几个洞服 够几万人修炼之用 到时候 我留足丹药给你们 其实啊 如果我想 都可以直接让你们成仙 但是这样并不离于你们以后的修炼 我们就一步步的修炼 不然也不能真正的成长起来 张月道 我来试试 这仙阵可否在修真界 发挥更大的聚灵效果 他拿出一个阵法 开始尝试 果然 可以发挥出更强的效果 而且还带着五十倍的时间加成 这对他们来讲 太重要了 爹 这个阵法能用 娘 你们到时候都在这里修炼 我现在要去找找其他人了 果儿 姜妍 周一飞周大哥 常玉峰常大哥 赵龙 梁子凤 侯三等人 他们都是我的心结啊 找不到他们 我的道心无法圆满 嗯 是的 毕竟他们都是受了无辜的牵连 叶方道 那好 你们三个聊吧 我去去 其实他们距离这里都不远 不知道是不是天意的安排 他们都投胎在了之前出生的地方 或许对那里有怨念吧 张不凡二人来到了广平城 苏香也是听过他讲述 关于广平城这里的事情的 直接去城主府吧 二人一闪来到城主府的城主大堂内 一个中年人猛地站起来 你们是何人 城主勿慌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来打听点事情 你 你是张不凡 张前辈 张不凡笑笑 算是承认了 哈 没想到 这一辈子还能看见张前辈 我真是三生有幸 张前辈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打听几个人的住址 他要找的大部分的人 几乎都是投胎在广平城 首先是见魂冒险队的几人 别管是不是出生在此地 可能与广平城生活的最久 便将此处作为了故乡吧 城主拿着名单 在一个预检中一一比对 找了半个时辰后 才抄露下了这十余人的投胎之处 谢了 不客气 能为张前辈做事情 我很荣幸 你是金单三层吧 这个极品的破金单 算是答谢吧 这 谢前辈赏赐 谢前辈赏赐 二人已经离开了 朝着一个胡同走去 走到第三个大门后 敲响了门 一个老太隆中的老玉 出来开门 你 找谁啊 你是叫刘英红吗 嗯 是 是我 你有个女儿对吧 呃 是 你们找她呀 她可不在家 一天也得很呢 在冒险队里 不知道去哪里了 冒险队 什么冒险队 叫什么剑魂冒险队吧 哦 那好 我去找找 张不凡一股生命之力 弹入老玉的体内 老人走着走着 腰就直起来了 头发也变黑了 张不凡来到工会 你好 我打听一下 是不是有个剑魂冒险队 那工会的伙计 本来也就没事 并跟张不凡聊了起来 不错 是有个剑魂冒险队 刚刚接了个任务 去万兽林猎杀一头独角青牛 哈 是吗 这剑魂冒险队实力如何 不错 很强 在广平城排第二吧 这剑魂有几个人啊 我给你算算 这里面 那仨姑娘的顶刻的漂亮 能打 有常玉峰 赵龙 高灵灵 梁子凤 刘果 高达 这几人 张不凡经的寒毛植树 这是天地法则 还可以这么运转的吗 将前世在一起的人 这一世又放在了一起 有意思 也省得我 一个一个去找了 苏湘陪着他到了万兽林 仅仅一个念头 整个林子尽收眼底 一队冒险队 正在那里与一头青牛苦战 已经有几人受伤了 张不凡在空中看着他们几人 模样竟然都没有多大的变化 唯有果 如今应该是三十多岁的大姑娘了 赵龙还是用枪 不过此时 胸口有个大洞 血流不止 唯一还有战力的 就是常玉峰了 他的大刀已经满是活口 青牛也浑身被血淋湿 但是愈加的疯狂 不顾常玉峰的大刀 砍在他的脑袋上 竟然低着头朝常玉峰抵来 那独角要是碰上 必死无疑 常大哥 受伤的几人倒在地上 眼看着常玉峰要隐命牛角之下 他们也只能喊叫 忽然 这独角青牛不动了 牛角被一个青年 用一根手指头抵住了 嗯 这 好强 小哥哥好帅 果儿说道 扑吃 赵龙拼尽全力 用长枪刺向了牛头 好 赵龙哥好样的 几人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互相搀扶着站起身来 张不凡一挥手 一到生命之力扑向几人 就连他们贯通胸膛的伤口 竟然也瞬间恢复 你 你是先师 梁子凤道 常大哥 子凤姐 你们不认识我了 众人呆了 我们 我们也不认识先师啊 哈 一会儿 你们就认识我了 张不凡再次拿出三生石 光芒掠过几人 一瞬间 几人也是抱着脑袋 如同神海爆炸一般 等他们慢慢恢复过来后 再次看着大家 感觉更加不一样了 张兄弟 你 我们我们真的是 死了一次了 常玉峰不可思议地道 常大哥 赵大哥 没想到咱们上辈子 就认识 还是这个建魂冒险队 哈 几人抱头痛哭 大哥哥 果儿看着张不凡 果儿 记起来了 大哥哥上辈子对不起你们 这辈子一定弥补 嗯 我娘呢 大哥哥找到我娘没 找到了 找到了 我这就去带你们去 大哥哥 这个姐姐是谁 好漂亮啊 这是大哥哥的道理苏香 你叫苏姐姐就行 道理是什么啊 梁子奉孝道 道理就是媳妇的意思 大哥哥的媳妇啊 苏姐姐好 苏香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据张不凡说她死的时候才几岁 怪不得对这孩子执念最深 张兄弟 走 我们回成包饺子去 张不凡还记得 和他们一起过年包饺子的时候 哈 好 你们先去准备 我还得去找果儿的娘 还有姜妍她们一家三口 争取在你们包好饺子之前 我们回来 哈 好 好 走 牵马去 张不凡笑了笑 直接连同旁边的马匹 一起弄回了广平城 张兄弟 这 真是仙事啊 常大哥 我们后来不知道 你当时有没有成仙事 有 等张兄弟回来 保证 让大家都变成仙事 张不凡二人又去了下一家 敲开门一看 傻眼了 这不就是姜妍的爹吗 你是姜灵老先生 是 是我 张不凡直接用三生石 恢复了他的记忆 张 张不凡 你 我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姜伯父 走 回你家看看 二人进去后 发现这一世 竟然还是他们三口一家人 只是有人投胎的路上 走快了一步 有人慢了一步 爹 这是谁啊 说话的正是姜妍 妍儿 哈 真是没想到 我们一家三口 前世是一家人 这辈子竟然还是一家人 张不凡直接恢复了他们两人的记忆 张公子 你 姜姑娘 真是抱歉 上辈子没能保护好你们 让你们受委屈了 她自然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姜姑娘 你们先去 铁匠胡同三号院 那里有果和常大哥 哦 真的呀 爹娘 我们去 常大哥 你们的饺子得多包点 人有点多哦 她的声音传到了常玉峰众人的耳朵中 现在他们得去找果儿的娘 来到下一处院子 张不凡敲开门 开门的是个男子 里面还有一个女子的哭泣声 谁啊 谁啊 你们是谁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李慧的女子 李慧 你们找我媳妇做事 哦 我们欠她钱 来还钱呢 钱 哈 快进来 快进来 进去后 他们看见一个妇人正坐在地上哭泣 喂 没看见来客人了吗 倒水去 女子的模样和果儿娘 几乎一模一样 张不凡直接恢复了她的记忆 果儿娘的杯子摔落在地上 张兄弟 你 我 死了 男人一看 这女子又在发疯 你个臭娘们 你知道一个水杯多少钱吗 你还打碎 男子仰起手臂就要打 被张不凡一挥手 消散于无形 去铁匠胡同三号院吧 果儿在那里等你呢 啊 好 果儿 我的女儿啊 他们在半个时辰内 找到了侯三 周一飞 M 苏香看着他们重聚 很是羡慕 小儿 你看看这个 张不凡又拿出一张纸 这是 后来他又让那几兄弟 打听到的江炎父母的下落 这 这是 你爹娘的下落 我们吃完饺子 就去找他们 好不好 嗯 好 众人好不容易又团聚了 看到他们的一瞬间 张不凡的心境 瞬间觉得圆满了 心境的圆满 让他直接感受到了雷杰的到来 不可以 现在还不行 必须得回到仙界才行 他努力地将雷杰压制下去 道友 你的神结 小老头可承受不住 修真界的天道的声音传来 他与杨辰也算就识了 放心吧 我会回到仙界渡神节的 真是不容易啊 张兄弟 你能把我们再找到 肯定费了不少的功夫吧 周一飞道 少爷 您 跟以前还是一模一样 喊他少爷的 只有侯三 侯三 你也是 还跟以前一样 吃完这顿饺子 张不凡利用大神通 为他们铸造了最好的灵根 大家以后 有的是机会相聚 有我张不凡在 绝对都能让你们飞升仙界 获得无尽的寿命 哈 好好 成仙这种事情 谁不愿意啊 这样 大家在这里处理一下 自己的事情 我一天后 就带你们去宗门 小二 我这里还有两个长老的灵魂 我将他们送回仙剑宗 夺舍的事情 他们自己 就可以去完成了 嗯 好 不着急 这是张不凡最后的事情了 他一闪 就到了秦伯庸的洞府中 秦宗主 别来无恙啊 秦伯庸吓了一跳 当即睁开双目 他已经大成七中七了 张 张不凡 你回来了 不到我回来了 我还带回来两个人 张不凡将二位长老的灵魂放出来 再把七破珠拿出来 秦宗主 我来教你如何 让二位长老重生 使用七破珠很简单 几个简单的手印就能完成 不凡 好不容易来了 我们得好好地招待你啊 哈 不用了 试天宗我已经解决了 你们无需害怕他们了 嗯 那试天宗霸道得很 连一级宗门都能等于制服 我们更不行 我现在还有些事情去做 秦宗主 这是你突破到镀截期 会用到的两种丹药 破成丹和镀截丹 给你们留下二十克 这 我先见宗真是 福运深厚啊 哈哈 张不凡二人已经消失了 到了宿景城 我爹娘如今 怎么样了 问问你哥 这对夫妻的地址 嗯 走 二人直接出现在城主府 哥 快来 快来 苏无忌慌慌张张地出来了 怎么了 妹妹 啥事 我知道咱们爹娘的下落了 咱爹娘 不是早就死了吗 你知道啥呀 你快点 查这两个人的住址 苏湘将名单递给苏无忌 这个 刘师爷 快点查去 这是 怎么回事 苏无忌的一脸的不解 这是 公子从民间弄来的 咱们爹娘投胎到了他们家 哦 刘师爷 快点 查到没 查到了 查到了 这两人 三十年前就死了呀 不用管他们死不死 地址在哪里 水牛街 821号 快去 快去 几人飞速地到了水牛街 寻找这821号院子 结果发现已经败露了 这 没人啊 苏无忌着急了 问邻居 分头问 苏无忌跑进隔壁院子 有人吗 有人吗 城主 城主大人 小明参见城主大人 屋里跑出来一对老夫妻 见到苏无忌 那头便拜 起来吧 起来吧 我问你们 你们隔壁这家人呢 隔壁 隔壁老苏两口子 在孙家当下人的呀 城主找他们做什么 孙家 哪个的孙家 就是家里做皮毛生意的孙家 好 好 谢谢 苏湘 我问到了 跟我走 苏无忌在前面飞 苏湘二人在后面跟着 落到了一个商行的后院 院子也算不小 家里有十几个下人 苏无忌三人落下后 就在这些下人中寻找 外面没有 这里面 有打骂声 一个年轻女子 正在用鞭子 抽打一个老玉 苏湘率先冲进去 待她看清老玉的脸 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掉 娘 孩儿不笑 来晚了 你谁啊 这是我孙家 好大的胆子 苏湘一巴掌抽过去 女子的脸都烂了 你 你敢打我 男人啊 侍卫 娘 闺女 你是谁啊 我孩子早就死了呀 公子 公子 快来 张不凡听见动静 到了这间屋里 看见苏湘 正在对着一个老玉流眼泪 这就是娘 是 你快恢复她的记忆 好 你稍等 外面七八个侍卫冲进来 那女子指着二人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苏湘一回手 七八个侍卫 爆成了血污 苏湘她娘的记忆 慢慢地恢复了 侠儿 侠儿 我 我不是死了吗 被一伙人闯进我们家里 杀死了 没事了 那些人都被我杀了 我爹呢 你爹 被他们派出去拉兽皮去了 去哪里啊 旁边的白树城 苏湘放出神识 在这些人寻找他爹的模样 一盏茶的时间就找到了 他爹和几个下人 正在勾搂着背 卖力地推着巨大的售车 岂有此理 这个孙家 真是活够了 苏湘一闪身到了这个大售车前面 一掌劈碎了售车 谁 谁敢攻打我孙家货物 一个年轻人坐在前面 驾驶着售车 苏湘将一众人裹挟着 回到了孙家 他爹 你没事吧 苏湘的娘出来 老头子 你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咱们女儿 女儿 老婆子 你疯了呀 咱女儿已经死了 苏无忌此时也赶过来了 爹 娘 无忌 无忌 孩子啊 我的孩子 张不凡此时正在帮着苏湘爹恢复记忆 不一会儿 苏湘爹的记忆也恢复了 孩子 小儿 无忌 我的孩子 一家四口抱头痛哭 苏湘的郁姐也慢慢地散去 道心也圆满了 哈 你们这群王八蛋 敢闯到我孙家作威作福 爹 快点叫人捉住他们 不过 当他看见城主 你要抓住谁啊 孙大小姐 我的爹娘 你都敢这么对付 我看你孙家是到头了 中年人一把扑倒在苏湖记面前 城主 我们 他 他们怎么可能是您的爹娘呢 这 不可能啊 他们的孩子 我都见过 都死了呀 你们有一盏茶的时间逃命 孙侍卫长 带着你所有的人来灭了程熙的孙家 立刻马上过来 中年人一听 彻底瘫软下来 女儿 快跑 快点 二人快速地朝着城门飞去 结果刚好遇上 从城门过来的孙侍卫长 结果几招就将他们斩杀了 爹 娘 走 咱们回家 众人朝着城主府走去 毕竟前世的记忆恢复以后 他也知道了 城主府便是他们的家了 苏湘和苏武记二人 将这些年的事情说了一遍 说到为他们家报了仇时 泪湿了衣经 不过他们 忽然想明白一件事 你 你们怎么知道 我俩投胎在何处的 二人同时看向了张不凡 这个小伙子是 小婿与张不凡拜见爹娘 哦 这 是仙儿的丈夫啊 好 好 如今也在城主府谋差是吗 苏武记笑了笑 爹 娘 妹夫可不是一般人 别说我这个城主府 就是整个修真界 整个仙界 恐怕也没人敢让他当差啊 二老大惊 这 什么意思 他不人嘞 扑 苏湘扑痴一笑 娘 您说什么呢 我找男人还能找个灵兽不成 那 是什么意思啊 二老的眼界还是在修真界 恐怕连仙界都不敢想 您二老知道 咱们修真界的天 是一级宗门的宗主对吧 是啊 然后呢 妹夫 是仙界的天 二老吃惊不已 呆呆地看着张不凡许久 小婿就是去了神界 也得喊您一声爹娘 哈哈 哈哈 是 是 啊 苏夫大笑起来 一个小女孩从门外跑来 红果 喊爷爷奶奶 红果跑上前去 爷爷 奶奶 二老惊喜不已 这是 无忌的女儿啊 好 好 真怪 一家人是其乐融融 张不凡临时炼制了几颅极品的洗水单 二老目前都是凡人 又是年迈 但是好在张不凡都可以提供极品的单药 而且他还需要这些 洗水单给他那些朋友 留了一部分给苏无忌 再想想修真界的事情 似乎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是去九霄阁看看 他那些朋友了 两日后 张不凡说去一趟九霄阁 让苏湘在这里再陪他们待几天 城主府举办了盛大的宴席 来庆祝这件事情 而张不凡此刻出现在了九霄阁中 冯阁主 别来无恙啊 张不凡直接出现在阁主的大殿上 一种长老下的连忙祭出灵气 以为是外敌来袭 呃 大家不必紧张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吗 张不凡显出身形 不凡 好久不见 冯小敏连忙走下来 冯阁主 杜劫七五层了呀 还要加油啊 晚辈受教 冯阁主 我来看看我的几位朋友 梁田 老孟 段杰 来一下阁主店吧 后半句 是直接传入他们的神海中的 仅仅几个呼吸 几人便已经到了 张兄 张兄店 太好了 终于又见面了 孟凡涛给了他一个拥抱 嗯 梁田 段杰 你俩 在一起了 二人一阵脸红 怎么 这么明显吗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他发现了 二人体内都互相有对方的气息 哈 恭喜 恭喜 来 一人一刻 误到单 先借的 冯阁主 这是你的 对了 罗琴呢 我刚刚怎么没有发现他的气息 紧接 他再次将神识放开 冯小敏刚要说 张不凡接着又问了 他怎么去了御徐宗啊 张不凡问道 张兄店 这个 前些年 御徐宗的新掌门 杜结九层的一个强者 来到这里 将罗琴掳走了 梁田道 什么 御徐宗竟然 他让我失望了 你们没说 罗琴是我的朋友吗 说了 但是他 他说 你已经飞升了 还管得到修真界的事吗 如果你来了 让你去找他 哼 他的身形陡然消失 出现在了罗琴身旁 罗琴 此时他正在修炼 张 张不凡 你 怎么来了 这是真的吗 他揉了揉眼睛 是我 这些年 你受委屈了 呃 你都知道了 其实也还好吧 张不凡神势放出 看见宗主店是有人的 于是二人直接闪盾到了这里 嗯 罗琴 你怎么突破九级阵法的 张不凡虚手一抓 宗主宝座上的中年人抓了下来 知道 是我张不凡的朋友 你还敢下手 我看 你是活到头了 这人脸都下白了 你 你是张不凡 你 这里是修真剑 你一个仙人 怎么可以在这里作为作福 修真剑的天道 难道就不管你吗 张不凡撇嘴一笑 你还敢拿修真剑天道来压我 我要灭你整个宗门 他都不敢说什么 哼 破 张不凡仅仅是轻哼一声 在场的二十多个长老 包括这个宗主 所有人丹田破碎 我 我的丹田 我的丹田碎了 罗琴你个王八蛋 我告诉过你九霄阁是张不凡的宗门 你非得去招惹 现在好了 我们全都成了废人 受 张不凡将所有人的戒指 和他们宝库中的灵石 全都收起来 递给了罗琴 走吧 这些算是对你的补偿了 修真剑和仙剑 对于清白这个事情 倒不是那么的在乎 要死要活的那种狠手 罗琴点点头 随他回了九霄阁 齐儿 回来了 你受苦了 阁主 没事 没事 看得出来 冯小敏是真的心疼这个弟子 罗琴姐 凉天上前来 抱着罗琴 没过多久 孙明也来了 几人一起去酒楼喝了一天一夜 罗琴渐渐地也从悲伤中走出来了 几位 好好修炼 到了仙界 去找问天宗 他们会接待你们的 张兄 你呢 你去哪 我呀 我可能已经去了神界了 如今我道心圆满了 而且已经感受到了 雷杰要来了 只是一直在被我压制 什么 你都已经落了 我们一个大位面了 唉 想当年 我们还是一样的修为呢 断杰道 哈哈 人各有命 你以为我走得快 会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吗 仙界那边 正在面临神界的威胁 正在等着我突破之后 提到了修为去对付他们呢 届时 神界下来的敌人 会比我高一个大境界还多 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说不定到时候 我就会投胎在了修真界 你们以后 要是见到和我长得很像的小孩子 一定要照服一下 哈哈 张不凡说得很轻松 但是在几人听来 是极度的危险的 张兄 我们相信 你的气于逆天 一定会化解危机 与众人聚了一天后 给了他们一些丹药 罗琴的那些灵脉 自己是怎么都用不完的 于是分了些给他们 在修真界 陪了他们的家人 差不多半年后 二人叫上柳叶希三女 又回到了仙界 如果苏香的修为 也可以突破到先帝巅峰 甚至渡神节的话 对张不凡 一定是个极大的帮助 但是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他就算进入周山秘境 估计也来不及 但是仙界的下一次 危机是九年半以后 他应该是能帮上忙的 二人此刻又回到了 伟神界的神骁宗秘境当中 偶遏的中年人 对着下方的几个 神将修为的弟子 哼 我们的计划 竟然屡次被下界破坏 什么时候 一群奴隶 也敢和主人呲牙了 下次妇龙 你作为神将巅峰 传下去的分身 应该也有 正神巅峰的修为吧 那些畜生不听话 直接给我宰杀干净 是 宗主 阵法还有一个月的冷却期吧 到时候你准备好 要是再不成功 我就直接将你的本体灭了 哼 这妇龙身体一颤 宗主 属下保证完成使命 只是我们新发现的那个界面 这一年似乎也 没有动静啊 嗯 没事 孙仓的本体没有变化 说明他的分身还活着 可能比较费时间而已 他哪里知道 此时那弟子的分身 还在时空轨里关着呢 不过伟神剑 被我们压榨了那么久 估计资源是越来越少了 新发现的那个 与他相邻的仙界星域 倒是资源充足 我们以后主要发展那里 只是那个更坚实的界面壁垒 让我们的阵法消耗太大了 要十年才能恢复 这 宗主 十年才能恢复 那我们一次下去 多抽取二十倍的资源 不就赚回来了吗 哈哈 方长老 说得极是 哈哈 宗主的神功 还要多少资源才能完成啊 还得一千万个 公祝宗主神功早日达成 在这地下洞穴中 七八个人就决定着仙界的命运 要是仙界没有张不凡这个异类 恐怕还真就是生灵涂炭了 哈哈 等到时候 我们万灵宗 击身一级宗门 也未可知 哈哈 张不凡这半年来 主要参悟的是他的法相神通 他发现 那个连台和法相 还有进步的空间 只是如今 似乎卡在了一个瓶颈上 无法寸进 如今他的法相高大百里 给人的压迫非常强 伪神界的法则 如今也都已大成 但是还未圆满 但是在仙界 这诸多的法则 他都已经圆满了 所以如果战斗起来 在仙界 他将会更强 所以到时候看 如果真的不敌 他只好逃向仙界 然而利用地力 来斩杀那正神界 这一个月时间 眨眼就过去了 易宗主 说实话我把握不是很大 原本打算渡了神界 再来迎接正神的到来 但是我不能确定 神界需要多久的时间 万一半年的时间 完成不了就麻烦了 所以我压制着神界之力 等应付完这一次 就打算渡神界 啊 是的 我也一直在压制 估计也很难再拖了 嘴都再有个两三年 就压不住了 一春望到 把你们的有潜力的弟子 藏好吧 仙界那边 我也嘱咐过了 嗯 也只得如此 快到了吧 嗯 快到了 最多还有几天 嗯 准备一下吧 此刻 二人在神霄宗的杂役广场这里 张不凡一打眼 看见了一尊神像 易宗主 这个神像 是 这个神像 历代都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是何人 张不凡看着这神像 忽然想起来 在那颗蓝色的星球 小山村里得到三生石的时候 那尊神像 有些像 张不凡走近 看着这个神像 摸了摸 没有任何的反应了 这件披风 却散发出很熟悉的气息啊 张不凡将这神像的披风取下来 突然 神海中的混沌帆有了反应 竟然主动飞起来 这披风 哪里是什么披风 明明是一个奇帆 这 才是真正的混沌帆 哈哈 这运气 着实是好啊 混沌帆合体的第一时间 一道气息传进了神海 此番神通贯通万古 一摇天地变 二摇阴阳乱 三摇日月衰 四摇星辰崩 五摇诸神灭 六摇万戒烟 这 这么强大吗 易宗主 我适配一下 张不凡直接拿着混沌 翻进了舟山秘境 主人 这 竟然是混沌饭 您还有这等之宝 周周 你认识此物 当然认识 这宝贝可是远高于 时空鬼和舟山秘境的东西 这在诸天宝物之中 排名第二 第二 那第一的是何物 第一 是一轮太极 那东西 只是听闻过 谁也没见过 据说 万界不乱 太极不出 所以只有到了万界 岌岌可危之时 太极盘才会显示 啊 那我也不惦记了 我来参悟一下这个混沌番 主人 混沌番 需用天地出 开始的第一股力量 叫做混沌之力 也有人叫做鸿蒙之力 得了 这一切 看来都是为我准备的 老早地让我得到了混沌番 又让我得到鸿蒙之力 他开始讲鸿蒙之力 注入混沌番 上面有六条纹路 如今第一条纹路亮了 瞬间 混沌番长大成了几十米长的旗杆 他用力挥了一下 轰轰 轰 忽然天地变色 地壳摇动 似乎天地要崩塌一般 主人 快将混沌番插在地上 周周大喊 张不凡急忙将混沌番插进去 顿时这天地变动停止了 啊 原来这样 他察觉到了 在刚刚的晃动过程中 唯独他是保持清醒的 所有的东西 都被混沌番影响了 哈哈 如果这般 我 岂不是又多了个底牌 哈哈 这下 他倒是有信心了 他如今还有不懂的地方 就是他手里的这柄锈剑 似乎一直没有到他原本的形态 周周 过来 你看看这柄剑 有什么来头 周周看了看这略带秀记的长剑 用手指头敲了敲 这剑 不一般 不一般啊 这幽远的气息 甚至比混沌番更幽远 比混沌番更强的 只有太极盘啊 这柄剑什么来头 哈哈 这柄剑你们当然 不可能知道 一个有黑的空间内 那个浑身 被锁链锁着的老者说了句 他 是创始元祖的两剑宝物之一 一剑是太极盘给了红军 这柄元尊剑 给了盘古 所以这柄剑 要想活过来 得需要一地盘古祖神的血液 然而这血液 又其实随随便便可以得到的 不过即便如此 这柄剑 也算是神剑中最高级别的了 哈 老头说道 主人 这剑我看不一般 在周山秘境中的一处断崖上 刻着一招极其古怪的剑法 你倒是可以参悟一下 嗯 还有这事 你咋早不说 主要是 主要是我也没见过主人用剑啊 的确 这段时日 他用剑的次数 寥寥无几 快带我去看看 二人一闪来到了这处断崖 上次进来的时候 他还真是忽略了这个地方 这 这是剑痕 这哪里是什么剑诀 要是通过这剑痕 来推断出剑招 可是难上加难 不过 看这个剑痕 这剑招绝对是好东西 甚至比鸿蒙剑诀也不弱 他拿出那把椅子 嗯 菩提本命神术 这 主人的气韵 果然不得了 菩提树 我在修真戒时 得到过他的叶子 怪不得这上面的叶子 看着有点面熟 张不凡坐在上面 思路开始清明起来 神海中出现了 一个一个的剑招 再一个一个的被推翻 几十年后 他终于悟出了 这一道剑招 这 这剑招 还是鸿蒙剑诀啊 我还以为鸿蒙剑诀 第三诗 就是最后一招了 看来还有一招叫做开疆 哈哈 这一招 绝对是整个鸿蒙剑诀 最霸道的一招 开疆阔土 现在 他的信心越来越足 是时候出去了 外面估计也就是过去了 两日不到的时间 出来后 果然一切还是太平的 他盘腿坐在虚空 伐在他身后 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与他一般打坐 神界万灵宗内 副龙 这样 为了确保万一 我在你的神海中 注入一种上古灵虫是神意 它是一种神魂体 所以可以跟着你下解 这种是神意 虽然只有一只 但是对你绝对是最大的助力 主要是其他的东西 我们都无法带下去 黑灵宗宗主刘一森说道 嗯 好 来吧宗主 忍着点 有点痛 刘一森打开一个小盒子 里面一直长着六个翅膀的 和蜜蜂一般大的飞虫 扑扇着翅膀飞了出来 刘一森手掐一个法掘 这小虫子开始飞向 附龙的神海 啊 附龙忍不住叫出声 足足一斩查的时间 这小家伙 才算钻入了他的神海 附龙整个人虚脱了 对于神海的折磨 是任何修饰都不想尝试的 好了 副长老 辛苦了 准备一下 阵法要恢复了 阵法终于冷却了 他们放了一万颗极品神灵石 看得出来 拿出这些极品灵石 刘一森的心在滴血 争取这次 把和蜂蜂一解决干净 是的 宗主 放心吧 阵法开始启动 慢慢地 阵法的能量波在变强 一阵耀眼的强光升起 哄 附龙的神情呆滞下来 看来元神已经下界了 此刻的神萧宗内 一股绝强的气息降临 令他们二人感觉压力山大 来了 不过不是在神萧宗 东侧的诸神森林上空 走 会会他 二人搜的一下子 出现在了附龙的面前 附龙此时刚下界 似乎还不是很清醒 你 是神萧宗的宗主 不错 是我 一逢春道 之前几万年 一直都老老实实的 为何这次要造反 哈哈 为何要反 因为你们断了我的修道之路 我前些时间感受到了天节之力 但是我的道心有缺 如果这么杜劫 我必死无疑 你说说 我还有什么不敢反的 哈哈 一逢春道 嗯 原来如此 但是凭你的战力 绝不可能杀了偏神 是谁帮你 瞎呀 没看见小爷 我在旁边啊 张布凡道 附龙朝着张布凡看了一眼 你 如此年轻 竟然有如此的战力 不得了 不得了 看来伟神界还是有天才啊 不过今日就陨落了 很可惜 哈哈 附龙绝对不相信 正神巅峰的修为 在下界还能有人可以匹敌 是吗 说不定是你来了 再也回不去了呢 张布凡取笑道 狂妄 你对神界的力量一无所知 对神灵力 更是没有最基本的敬畏之心 可悲 可惜 哈哈 神灵力 很厉害嘛 你试试我的佛力 张布凡将法香寄出来 百里的高度 压得一春望喘不过气来 就是那正神巅峰的附龙 也大吃一惊 你 得法香 竟然这么强 六道佛指看 第一是 一指定禅 一个巨大是手指 从法香身上戳下来 妇龙时没有任何神器的 只得用肉体对看 青龙拳 妇龙握起拳 身后的法香同样寄出来 不过只有几十里的高度 在气势上就弱了张布凡好几分 登登登 妇龙被这一指弓的 退了几十步才站稳 你 竟然这么强 这才哪到哪呀 第二指降魔 精神法香的气势 依旧雄浑无比 这次的指引 比上次更甚 给人的压力更大 好小子 神龙吞日 妇龙身后的青龙的虚影法香 朝着张布凡吞来 砰砰砰 这次二人打了个平手 每人倒退了几十步 妇龙的气息弱了几分 而张布凡口吐鲜血 你你一个下界的人 怎么站立这么强的 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妇龙不可思议地看着张布凡 他可是堂堂的 正神巅峰修为 算他是仙界的巅峰 那也还有偏神巅峰 和正神巅峰 两个大境界差着呢 妇龙恢复了些 但是在尾神界 他的恢复可就慢多了 哈哈 是不是觉得慢多了 张布凡知道 他是想借着这个空隙恢复下 但是这里可是尾神界 对他已经很不利了 要是仙界 那肯定对他更加不利 小子 你不要太高兴 正神的手段 你还没见过那神 起 只见 这家伙的神海中 生出一颗耀眼的 如同白日一般都珠子 这珠子一出来 张布凡立刻感觉到了 莫大的压力 感觉像是一个卫面 压在了他身上一般 强大的压力 让他站都有点站不稳 强忍着压力 身后的法香 突然再次迸发而起 替他把压力减轻了许多 这是什么东西 哈哈 这是一个神最强大的核心 和仙人的元神一般 我就不信你 还能再抗住 元神斩 他头上的神格 忽然化成了一柄 巨大的金黄色大刀 长达几十里 朝着张布凡砍来 如来指 张布凡顶着压力 将如来指用出来 强大的指引和巨大相撞 砰 张布凡直接被击飞了 几十里之遥 大口的吐血 身上的骨头都断了多少根 而那富龙 紧紧后退了几步 不过浑身的气息 又消散了几分 这都没有杀了你 仅仅是受伤 看来 你真的很不一般 张布凡半跪着 丢了一把的疗伤丹 大还丹 生命法则之力 也在不断地修复着伤势 但是 毕竟没有这么快 富龙见张布凡伤势不轻 似乎没有再占之力了 于是 趁你病要你命 直接又是一剑斩来 张布凡急忙吞了 剑目神术一片叶子 空间法则之力暴涨 在这巨大的压力下 勉勉强强顺移了几里距离 算是躲开了他的刀芒的正中心 他强忍着举起袖剑 开疆 张布凡第一次使用这件招 巨大的剑芒 再次与富龙刀芒碰撞在一起 哄 煞时间 整个星球都震荡起来 山风崩塌 河水倒流 二人同时倒飞出去 那富龙身形一阵虚幻 气息又弱了不少 一春望在下面看着 感觉到了这富龙气息变弱 抓住机会 一个瞬移到了他身后 斩 一春望一剑斩出 嗡 那富龙身上一阵金光 竟然挡住了这一剑 他猛地回头 一拳打出 一春望整个变成了一团碎肉 不过元神还在 一宗主赶紧躲起来 张布凡好道 躲哪里躲 那就被我吃了吧 正好弥补一下损失 一只大手伸向了一春望 原本正要逃离 却被富龙抓住 接着富龙变大 直接一口将一春望的元神吞了下去 他的元神也变得凝实了很多 一宗主 混账 他已经倾其所有了 除了最新领悟的那一招混沌番 第一是一摇天地变 他将鸿蒙之力注入旗杆 旗杆瞬间变大 这是 这是混沌番 还真的有这种天地气宝 富龙不慌 反而大喜 这宝贝 他必须得到 张布凡握紧旗杆 灵气注入的一刹那 天地间已经开始变化 富龙开始慌了 这种气息太恐怖了 他的元神在颤抖 对了 还有那是神医 是神医 给我咬死他 那只是神医听见命令 从他的神海飞出 立刻朝着张布凡的神海飞去 嗡嗡 这是神医 飞速地朝着张布凡飞去 无奈此时张布凡全身心在控制混沌番 根本没有精力关注这是神医 他拼尽全力地挥动着旗杆 天地间的变化越来越激烈 嗯什么东西 飞进我的神海了 此刻 如果混沌番在神海内 将会对这个是神医 直接轰杀 但是如今 偏偏混沌番不在神海内 是神医进了神海 便开始疯狂地肆虐 啊好疼 张布凡浑身一阵抽搐 但是手里的动作可没有停止 毅然决然地挥了下去 天地间无数的灵力气息 对着附龙刮来 啊 附龙的元神不停地在削弱 挥散 最终弱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呼 最后一丝的元神 竟然被混沌番给吸收进来了 而此时 张布凡也是强弩之末了 那时神医将他的神海 是咬得支离破碎 随着混沌番将吸收的元神之力 反馈给张布凡 他的神识在慢慢地恢复 但是恢复得相当缓慢 万灵宗的 宗主看见附龙的身体 一口鲜血喷出来 随之他的意识清醒过来 被灭了一具神魂分身 他的修为直接降到了正神巅峰 而且气息非常虚弱 附龙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惨 下面 下面有高人 他有一件上古神器 排名第二的混沌番 什么 排名第二 混沌番 这 这可比我的神通更重要啊 哈哈 哈哈 我一定要得到 一定要得到 沉默了许久 万灵宗的宗主决定 再重新增加两步阵法 两步阵法 几乎能耗空他们万灵宗一半的灵脉 但是为了混沌番 他必须花 混沌番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 三长老 去 找神阵门的大长老来 说明来意 我们要再次增加两步阵法 一年后 我们要下去三个神将巅峰的长老 这样就能确保万无一失 好 好 宗主 我现在就去请神阵门的大长老 这下 万灵宗不但没有因为鲨鱼而归而丧气 反倒是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 此时的张布凡 紧闭着双目 飘在虚空中 刚刚的战斗 当然引起了苏香的察觉 当他发现 外面没有了动静时 立即从舟山秘境出来 周周 你主人这是怎么了 苏香看着禁闭双目的张布凡 生机还在 只是紧闭双目不睁开 周周飘出体外 主人 主人他的神海受损 而且很有言重 不过混沌番似乎在给他能量 进行修复 至于什么时候醒过来 不好说 这 好吧 我们去神肖宗 苏香是准备去神肖宗秘境的 但是一来到神肖宗 立刻察觉到气氛不对了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了 一个长老哭哭啼啼地说道 我们 宗主 陨落了 呃 节哀吧 事情还没有结束 而且 恐怕会越来越严重 这次他们陨落了一个正神 下次可能会派更多人来 苏香道 唉 我们伪神界的浩劫要何时才能结束啊 时间还有一年 要不你们伪神界干脆就全部迁往仙界吧 因为在仙界 我们公子的实力会更加强大 这 可是伪神界有几十个星球啊 人数上百亿 这可怎么千矮了 嗯 要是这样 对了周周 上百亿人有办法装进周山秘境吗 苏香也不知道这么多人能装得进周山秘境吗 哈 当然可以 周山秘境可以更大 一百亿人 小意思 真的啊 这样 这位长老 你带着周周 他会将所有人都装进去 而我还得在你们的秘境中修炼一年 争取早日突破先帝巅峰 能帮到公子对付下一波敌人 苏香带着时空鬼 里面有张布凡 再次进入了秘境 周周跟着神霄宗的人 先将神霄宗的人装进了周山秘境 当这些人进入之后 发现这里的灵气比起伪神界还浓郁些 只是比起他们的秘境差了些 哈哈 这里不也是一方修炼圣地吗 哈哈 挺好 挺好 这些长老们倒是很想得开 随后 这众长老带着周周一个星球一个星球的去装人 原本以为有这么个藏身之处 肯定到了一个地方 他们都会抢着要进来 但是 事实不是如此 竟然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故土难离 尤其是这里面的凡人 他们完全意识不到危险性 反而那些修士一说就通 赶紧进入了秘境 一个月的时间下来 足足有三成的人不愿意设立他们的星球 不愿意离开就算了 这都是命 而且 下一波人也不一定就会毁掉这些星球 周周说道 说完这些人后 他进了秘境 见苏香正在修炼也没有打扰 干脆让周山秘境开始吞噬着秘境中的灵气 说不定 我还能进阶 一旦进阶了 说不定我还能帮助主人呢 时间一日一日的过去 一年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真的非常短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 张不凡的石海终于恢复完整了 不但完整 而且还进阶了 如今他的石海是加了正神镜的一部分的石海的 他的石海可是神灵气组成的 一下子让阳城的石海有了质的飞跃 以前他的石海有一半的神灵气基础 如今的至少有七成的神灵气基础 他缓缓睁开眼 金光直冲云霄 似乎冲过了无尽的虚空 哈哈 这小子又有静静了 但是估计下一次的难关可不好过 我得帮他一把了 不然 我可能永远被关在这里了 一个漆黑的空间内 这个浑身穿透了铁链的老者说道 小友 怎么样 有把握吗 一个声音在张不凡的脑海中响起 你 你是何人 张不凡的一缕神魂出现在了这个漆黑的空间里 他许久才看清这个人 满头的长发垂到了脚下 上身赤裸 身上被十八根铁链穿透 那铁链延伸出去了许久 铁链的头上竟然拉着三十六个星球 小友 我是来帮你的人 前辈 你 就你现在的情况 恐怕自身难保 哈哈 不错 我现在的身体 需要你以后强大了再来拯救 但是我现在随便出个点子 就能拯救你 啊 那行 如果前辈能在下渡过难关 以后晚辈强大了 定会报答 哈哈 这就是了吗 我有件甲骨下面的这根铁链 被我已经炼化了大半了 你只需要用手里的原尊剑 砍断了这根铁链 我便可以教你 用这条星辰铁 给你做一个钢铁之躯的分身 而我的秘法 可以让这个分身 拥有和你一样的战力 你说 这个忙大不大 要是这样的话 哈哈 还真是挺大 两个我 哈哈 张不凡笑道 那就别愣着了 砍吧 那 你说的原尊剑在何处 老者笑道 就是你手里的那把绣剑 哦 这破剑还有名字啊 破剑 你这个蠢货 这要是破剑 天底下其他的剑 那就是铁片子 垃圾 废品 啊 前辈 莫激动 我确实没看出 这剑有什么名堂 张不凡将绣剑拿出来 拿来 我可以帮你把绣去掉 但是威力和以前没有区别 除非你找到 那万剑 仅存一滴盘骨血 不然还真只是硬了点 但是自身的威势是没有了 得看用剑的人 盘骨血 那又是什么玩意儿 灵兽吗 轰隆隆 天空传来恐怖的雷鸣 你 你这个灾星 什么话都敢说 看见没 生气了 张不赶紧双手合十 不知者不罪 不知者不罪 我不是故意的 大神 人家没这么小钱 你放心吧 不会劈死你的 反正盘骨血 能让这柄剑彻底地解开封印 你现在估计找不到 十有八九是在神界 甚至是鸿蒙界 这都不是你现在能参与的 你还是先将下一波上面的来人解决了 我可以告诉你 下次他们会来三个人 你不是已经感受到雷结了吧 现在不要压制了 就在这里渡截吧 这里比你的时空鬼更好 啊 我现在只是一缕神魂 也行 可以的 试试放开压制 好吧 张不凡将压制之力完全解除 仅仅一个呼吸的时间 天空中乌云密布 紫雷开始密集 这可是神界 你可有的罪受了 此时他的身躯在秘境当中 同样在遭受雷结 实际上 神魂只是影 真正的雷结 还是秘境中的本体 轰隆隆 如果没错的话 你应该还是九到神界 碰 一道大腿粗的雷电 轰向了张不凡 他完全没有防御 任凭雷电 轰向了自己的身躯 啊 真酸爽 第一道顺利度过 鸿蒙炼体 完全挡住了雷结 雷电再次积蓄 半个时辰后 再一次轰来 张不凡身上出现了裂痕 不过瞬间就痊愈了 啊 哈哈 爽啊 雷电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粗 第七到时 他已经伤得很严重了 他立即吞了几粒丹药 半个时辰后 基本上恢复了外伤 但是内伤还在 第八到了 雷电足有一米多粗了 小子 小心了 这一道很厉害了 不过你撑过这一道 狭一道可就是奖励了 哈哈 这就是极酒神结的好处 哈哈 得了 来一层灵气罩 阻挡一下吧 毕竟 如果伤势太重 太耽误时间了 于是他寄出了一层鸿蒙灵气 等到神结度过 那神像赠送的一股鸿蒙灵气 就可以吸收了 不过度过神结后 他就要抵御非生之力了 还不知道能扛多少年 轰隆隆 紫色的雷电 足足有两米多粗 轰在张不凡的灵气罩上 仅仅一层的灵气罩 瞬间如同玻璃一样碎裂 碰 张不凡被炸得 只剩一个白玉般的骨架了 躺在一个深坑之中 这主人 不会是死了吧 周周说道 啪 他的小脑袋 被苏香拍了一巴掌 胡说什么 的确张不凡的气息还在 苏香能感觉得到 半个时辰里 张不凡一动不动 怎么 还没有动静 过了这么久 苏香也有点急了 主人你看 雷杰还在继续 还没停 还不停 这可如何是好 我得帮帮他 最后一道雷杰 不再是一根了 而是一片雷王 苏香飞快地 扑在了张不凡前面 哎 这个丫头 你着急啥这次是好事 只见这些雷电 竟然以柔和的方式 进入了张不凡的白玉骨架上 让他生机再次暴涨 骨骼上泛起白光 开始长出血肉 不到一盏茶时间 他的身体就完全恢复了 浑身闪着金光 他盘腿而坐 贪婪地吸收着雷王 这些都是精纯的鸿蒙灵气 苏香扑下去的那时 起 他也在吸收着这些灵气 一柱相后 苏香竟然也到了先帝巅峰 因为 他心境已经通透 竟然立即 又招来了一次雷杰 有有意思啊 这小姑娘看来 气韵也逆天啊 不是普通人 不是普通人 老者竟然连说了两个 不是普通人 张不凡此刻 还在闭目打坐 苏香的雷杰 把他一起给轰炸了 不过似乎 他对这些雷电 已经免疫了 这些雷电 似乎在补充着 精纯的神灵气 此时的张不凡 已经是偏神一层 但是似乎在不停地攀升 三次雷杰下来 他已经是二层了 苏香的雷杰有八次 八次下来 张不凡已经是二层了 三日后 张不凡睁开双眼 感受着体内的充沛的神灵气 他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强大 他的这屡神魂 还在这个空间内 哈哈 不错 已经二层了 来吧 砍断这个锁链 老者说 嗯好 张不凡抽出原尊剑 轻易地斩断了这铁链 嗯很好 你不是有青莲地心火吗 烧它 张不凡寄出青莲地心火 足足烧了三十日 才将这铁链融化为一滩铁水 注入你的一滴精血 一丝神魂 快 老者喊道 张不凡当即弹入一滴精血 一缕神魂 老者手掐一个繁琐的硬诀 打在这滩铁水上 五星向天 打坐 张不凡照坐 却见这块铁水 开始慢慢地生长 像一条藤腕一样往上生长 这个过程非常慢 十日后 这滩铁水 变成了一具有黑的骨架 和阳尘一般无二 可以了 现在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让它生长出血肉 你不是有周山秘境吗 那里的时间优势很大 你大可以 让其慢慢生长 在八九个月 他们来之前 应该能赶得上 谢大前辈 等我以后强大了 一定来救您 我等着你 这一天应该很快了 老者一掌打过来 张不凡的这缕神魂 猛地一下子消失了 等他清醒过来 已经回到了本尊的身体中 那钢铁之躯 本尊突然睁开眼睛 发现那有黑的骨架 正在他的对面盘腿坐 嗯 我要是给你施点肥 是不是能快点 张不凡突然想到了 从秘境中得到的那块巨石上 不是有生命之水吗 要是让他坐在其中 他将那巨石招过来 让骨架坐在水里 肉眼可见的 这骨架滋生血肉的速度 增加了几十倍 这下十几天 应该就能生长完毕吧 如今张不凡在思索着 如何再增加自己的战力了 他如今的招数鸿蒙见诀 已经第四十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完整了 但是他也没有更多的见诀了 只能到此为止 如今看来 最大切最有可能的 就是混沌番了 体内还有一股鸿蒙气 他招出来 将之慢慢地吸收 两日的时间 修为就已经到了偏神三层 修为越高 他感受到的 飞升之力越强大 他压制起来就越辛苦 现在他唯一的底牌 就是混沌番 要是能用出第二式 那战力应该更强悍 毕竟那攻击 属于大范围的攻击 一个人和十个人 对他没区别 但是第一次人家中招了 难免第二次没有防备 还真如他所料 上去的富龙 将混沌番的情况 给他们说了一遍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一件宝贝来抵御 万灵宗宗主说道 什么宝贝 宗主 山河设计图 山河设计图 这 这个也是中宝啊 咱们怎么可能弄得到手 我们不一定非得弄到手啊 我知道这件宝贝在哪里 我们去借来用一下就行了 万灵宗宗主名约杜万灵 这万灵宗 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如今也有几万年了 在下神域 也算有点根基 那 恐怕我们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啊 宗主 但是 如果我们搞到了混沌番 一切都值了 都值了 走 曾长老 我们俩去一趟通宝楼 通宝楼 怪不得 要收下神域 二人坐上非洲去了通宝楼 一个时辰后 到了下神御风凉城 这里是通宝楼的总部所在 也是他们楼主 赵的宝长时间所在之处 万灵宗宗主 求见赵楼主 杜宗主稍等 我去通报一声 下面的伙计 见来人也是个大人物 便赶紧地上前去通报 麻烦了 约莫半盏茶的时间 杜宗主 请随我来 通宝楼整个楼体 是一件无品神器 所有的通宝楼 都是一整件神器炼化的 伙计带着二人 上了最高层 我们楼主在里面 一个房间内 响起一个声音 杜宗主稀客呀 请进 门打开 杜万灵走了进去 二人走进去 落座 赵德宝倒上灵茶 拿出灵谷 万灵宗好歹也是个大宗门 虽然名声不怎么好 但是人家诚心来拜见 自己还得是以礼相待 赵宗主光临我通宝楼 不知道是有何贵干 不是简简单单地来买东西吧 的确 我们来是想租一件东西 赵德宝 身材肥瘦 手拍着大肚子 看着杜万灵 是这样的 我想借您的山河设计图一用 哦 山河设计图 这可是我这里的三大重宝之一 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会轻易借走的 赵楼主 价格您可以说 我们绝不还价 赵德宝的眼神一亮 那 你要借多久 最多一个月 这样啊 一千条灵脉 如何 好 我们租了 好 那请签署一下协议吧 赵德宝随手拿出一份协议书 杜万灵看都没看就签了 好 那就一手交钱 一手拿宝贝吧 赵德宝手中出现了一件宝贝 一副卷轴 我取消他的神魂联系 您就可以将其藏入神海了 一听说能藏入神海 他就高兴了 因为只有品接足够的宝贝 才有进入神海的可能性 这样才能跟随他下界 那我就试试 认主一下 可以 我会指导你的 滴一滴血吧 杜万灵滴了滴精血 那卷轴搜的一下子 进入了他的神海 顺畅无比 这 这就进去了 哈 真好 杜万灵欣喜不已 我来教你最基本的使用方法吧 它的最大的作用 就是震 对于绝大多数的神通合技能 都能镇压下去 起到稳定的作用 不然也不叫江山设计图了 您只要默念口诀 万里江山 进阶镇定 它就会飞出来 啊 哈哈 好 好 那我们一个月之后再见了 赵楼主 请 就这样 杜万灵自以为万事俱备了 有了这个上古神器的助阵 他甚至想把整个伪神界都灭了算了 还有二十天 我要亲自下见 你们 谁还想跟我一起 我愿意 宗主 正是大长老 曾请安 我也去 五长老付国令 好 得两位长老相助 此次不但要将他们的人抓完 最主要的是 将那宝贝给弄来 哈哈 这样 我们万灵宗 恐怕都能积身下神域的四大一集宗们了 哈哈 祝宗主齐开得胜 众长老齐齐喊道 好 好 很好 阵法马上冷却了 好 伪神界的秘境中 张不凡对面坐着一个一模一样的身着黑衣的自己 气息和他自己完全一模一样 经过了几个月的修炼 他们俩的修为到了偏神四层 而苏香也到了偏神二层 还剩下十五天 对于周山秘境内 他们不止有一百倍的周山秘境的时间加成 加上他自己时间法则 加上一个顶级的仙阵 还有六十倍 他们足足还有一万多年的时间呢 张不凡早就可以使用混沌番的第二时了 这令他安心不少 但是第三时 他的灵气不够 尤其是鸿蒙灵气 这鸿蒙灵气 他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再来增加了 主人 我知道在仙界有一处决地 这一处之所以叫决地 是因为他带着一股天地初开的气息 一般的修饰去了 恐怕要被撕成碎片 也只有主人这样的 能吸收这里面的鸿蒙灵气 所以反而利于主人的修炼 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想要鸿蒙灵气啊 你这个小丫头 真是 快点去吧 以你的速度 应该不需要时间吧 嗯 不需要 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够了 那好 你直接将周山秘境开进去 让里面的气息 充斥整个秘境就行了 好 我这就过去了 煞时间 整个秘境中充满了暴乱的鸿蒙灵气 啊 好哈哈 一万多年 够了 够了 因为他这里的时间 有一万多年呢 足够炼化许多的鸿蒙灵气 说不定到时候四摇五摇都够了 正神 就是正神我也得 让你们都留在这里 不过很可惜只是他们的分身 不过分身死了一个 对本尊的境界也有影响吧 说不定 等我去了仙界 也能轻易对付你们的本尊了 此时的仙界内 他们完全没有一丝的危机感 自打上次的问题被张不凡解决以后 他们就再也不担心什么神界来犯了 只有后几个先帝 还了解目前的状况 之前张不凡的事情 他们也有所了解 是为了圆满道心 才能感受到神界 于是这两年多来 他们也没有闲着 这三人也在周山秘境中 仙帝后七七 然而这个实力还是不够看 连偏神都不能对付 柳叶熙和道清廉 竟然也渡过了仙帝雷劫 成为了仙帝 但是仙帝在这场战斗中 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万灵宗内 他们同时启动了三个阵法 其实两个新的阵法 早已经能用了 他们就是在等第一个阵法冷却 开始了 阵法已经冷却了 我们下届的时间 二长老贤主持宗内的一切事务 等我们回来为止 杜万灵道 是的 宗主 二长老说道 但是眼神里闪过一丝脚霞 他低着头 看了一眼其余的几个长老 似乎决定了一些什么事情 启动阵法 二长老 三人一起进入了阵法 设定了同一个坐标 阵法亮起巨大的光芒 一闪而过 三人在阵法里一动不动了 说明分身下去了 二长老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不着急 仔细观看他们的表情 我早已发现了 他们分身在战斗时 眼神中会有一些表现 我们趁他们无暇分神时动手 到时候 整个万灵宗就是我们的了 哈哈 哈哈 是的 我们已经得到了通宝楼的支持了 到时候 他拿不来江山设计图 万灵宗一样的 会落入赵楼主手中 到时候 我是明面上的万灵宗的宗主 赵楼主是背后的主人 哈哈 这杜万灵 一心冲着混沌翻去的 哪里想到他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自己的宗门都被人惦记上了 三人的分身下了伪神剑 这么稀薄的灵气 怎么可能培养得出这么强的人来 我是打死 有也不信啊 杜万灵想不通 怎么可能有人还能将正神巅峰给打败了 是啊 这神灵气 连下神域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嗯 你们发觉没 这 这些星球竟然人去楼空了 空了 只有寥寥几个凡人 哼 既然跑了 那就不要回来了 把这几十个星球打碎了 此时的周山秘境 还在那空间裂缝处 张不凡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他几乎要冲破偏神六层了 但是 这强大的飞升之力 我恐怕是只能坚持完这几日了 张不凡道 我也是 飞升之力越来越强了 苏湘也是偏神四层了 他也在很努力地压制着飞升之力 此时的三人 几乎将所有的星球都打碎了 唯独还有王城所在的天狼星还留着 因为他们发现 这里的修士似乎还有很多 于是打算去问问 崔克自然不傻 他早已躲进了周山秘境内 但是王宫里的遗老遗少 舍不得在这里生活了几万年的地方 说宁愿死在这里也不去先见 而等是这里的土著吧 之前是谁杀了我们神界的人 三人站在天狼星的上空 这 这 又来了 果然又来了 这天狼星的人各个惊慌失措 前辈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啊 我们实力地位 哪里有这本事 哦 我知道不是你们 看你们的怂样 恐怕就是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这胆量 你们其他人都逃到哪里去了 他们 他们都逃往仙界了 有人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仙界 出卖了这些人 好 仙界怎么去 有没有坐标 我们都是些普通的修士 哪里有坐标 您得去王城里面问问 他们有人去过仙界 嗯 你很不错 哈哈 于是 几人去了王城 听说你们王城中 有人去过仙界 是谁 站出来 不然 你们这个星球也要碎了 哈哈 此时 那西青本来失去了身体 重新夺射后 修为降了不少 本来与张不凡就有恩怨 所以他没有选择跟随他 前辈 前辈 我去过 我去过 西青飞上去 到了三人面前 哦 你去过 但是 你为何要出卖他们 那 张不凡 毁了我的身体 让我的修为降了一个境界 我恨他还来不及 就是他杀了你们派来的人 哦 此人什么样 给我们看看 这是对他的试探 西青准确地将他的面容临摹出来 和富龙告知他们的一模一样 只是富龙也不知道张不凡的姓名而已 你 很好 为我们效劳 说不定我们直接将你带到神界 怎么样 哈哈 晚辈一定尽全力辅佐前 好 现在带我们去仙界 好 好 哈哈 三人裹挟着他 飞速地朝着仙界赶去 如此遥远的距离 他们不了解仙界空间法则 所以只能靠急速地飞行 飞了十日后 怎么还没到 到底有多远 一千万亿里 什么 这么远 岂不是要飞一个远 对啊 我们非洲要飞一年呢 啊 好吧 那就飞吧 几人没办法了 只有这么飞啊 毕竟那仙界也是块大肥肉 此刻的张不凡 已经在关键时刻了 马上就要冲破六层了 他感受着体内强大的力量 终于有点信心了 十天过后 张不凡终于突破到了六层 周周 时间 有没有过一年 过了 已经过了二十天了 什么 过了二十天了 你 怎么不叫我 我完了完了 他赶紧飞到尾神界 这 这 都没有了 满夜空的全是碎石 天狼星还在 奇怪了 他一下子飘到了的天狼星上方 崔克 你去问问什么情况 其他的星球都碎了 唯独天狼星没有 崔克毕竟是这里的王 问点什么东西 效率更高 崔克去了王城 问了一番 一盏茶后 到了张不凡面前 他们去了仙界 三个神境 果然 果然还是去了仙界 快走 周周 发动全速去仙界 他们的全速 完全是在掌握仙界 尾神界空间法则时 一个闪盾就到了 神石放开 发现他们还没有到 看来是他们无法掌握仙界的法则 所以只能快速飞行 张不凡又把三个先帝喊出来 让他们将各个天狱的天才弟子 收进周山秘境 周周又跟着他们去了各个天狱 同样的 有些宗门和家族实力 不放心跟着他们去 藏在了自己家的秘境内 但是这样的秘境结构很不牢固 很以后可能在强大的攻击之后 破开壁垒 但实际既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即便是先帝也不好抢求 但是他们 仍然收了五十亿的年轻弟子进来 既然周山秘境的速度 远高于这三个神境 那么 也就基本上保证了周山秘境的安全了 此刻的张不凡 凌空虚坐在他们到达的必经之路上 距离仙界十万里的地方 这里他的法则可以发挥作用 但是这里战斗 不至于对仙界造成多大的伤害 在浩瀚的虚空独坐 他突然有很多感触 突然一个声音响在他的神海中 五根树 花正幽 贪恋红尘谁肯修 浮生是 苦海舟 荡去飘来不自由 无边无暗南薄系 常在鱼龙险处游 肯回首 是暗头 末代风波坏了周 忽然 张不凡的道体金光闪烁 在虚空之中 如同一座航向灯一般 莲花台上的 众多的法则气息 忽然消失 融入进了他的 金身法相之中 在他的法相眉心之上 多了一团 闪着微弱光芒的斑点 这一点光芒 如果朝里看进去 又似乎是一个 宇宙世界一般的广大 他身上多出一股 莫名的气息 非常的古老幽远 嗯 不错 他竟然领悟到了 祖神意境 很好 很好 那个身上 穿着锁链的老者赞叹道 这四人 还在飞快地 朝着仙界赶来 前辈 前辈不远就是了 最多还有半天的时间 就到了 西青说道 嗯 很好 谢了 不客气 不客气 希望前辈能说话 算我带我去神界 神界暂时去不了 不过倒是可以 让你去冥界 哈哈 大长老曾请安 一巴掌拍出 这西青神魂俱灭 最恨你们这样的叛徒了 哈哈 快到了 前辈那个三颗星球 组成的小星团 应该就是了 这小子不是说了吗 仙界分为三个天狱 估计就是这三个星球吧 嗯嘛 似乎上面的修是不少呢 哈哈 是啊 原因的女修肯定也不少 哈哈 是啊 走 忽然 一个声音飘起 几位 这里不是你们该的地方啊 杨辰轻声说道 但是这声音 却清清楚楚地 传进了三人的耳朵中 张不凡 哈哈 你胆子还真是大 不过你 竟然是偏神六层了 没想到 在这种偏远的地方 连神灵器都没有 你竟然能修炼到偏神六层 三人看见了张不凡 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是一大块肥肉 张不凡 这样 我们也很看重你 甚至可以直接 让你去万灵宗 成为核心弟子 但是你得交出手里的混沌番 如何 不吃亏吧 杜万灵道 宗主 您 曾庆安有些不解 嗯 大长老 你看 我们之间没有生死之仇对吧 他们毕竟只是 杀了我们几个分身而已 没有死对吧 所以 咱们之间没有化解不开的仇怨 你说对吧 张小友 呃 对 对啊 挺好的 我接受这个方案 哈哈 化干戈为玉帛 张不凡笑着道 哈哈 你看 原本一场战斗就这么结束了 不挺好吗 两个长老一想 倒也是 那行吧 交出混沌番 好 好 我这就交 张不凡 张不凡交出一个木盒 扔过去 啊 哈哈 你小子 可以 杜万灵喜不自胜 没想到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三人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这混沌番 可比那江山设计图还要高阶 真是光听过没见过呀 三人探着脑袋 缓缓地打开盒子 当然 如同我们所料的一般 巨大的爆炸 穿过了几人的元神之体 几人的气息 眼见得虚弱了不少 啊 混账 敢耍我们 找死 三人的气势大作 一同朝着张不凡袭来 三方神香阵 这三人不但一起进攻 还使用了一个阵法 又将他们的攻击力 放大了几倍不止 碰 仅仅一招 张不凡就被击飞了很远 撞在了一个星球之上 星球都被撞碎成了碎石 哼 弱不经风 就这样 还敢跟我们抗衡 不过 就在三人蔑视张不凡的时候 他的身形猛地 又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时空禁锢 如来指 嗯 竟然能禁锢住我们 有意思 不过也仅仅是刹那间 三人便挣脱了束缚 可是 一道巨大的指引 从天际戳下来 啊 这是个什么招式 奇奇怪怪的 哼 然而 三人即便祭出一层层的神灵盾 却依然被这一指戳破了 啊 啊 三人的气息又弱了一些 混账 竟然这么强 怪不得富龙的分身都被灭了 宗主 你的那招万英长法 如今几分功力了 五分吧 那我俩助你 能不能发挥出气氛 差不多 那行 我们试试 二人朝着宗主的后心打出一掌 无尽的灵气涌向他的身体 万英长 这杜万灵打出一掌 巨大的掌影 漆黑漆黑的 全部都是由阴力的怨气组成 不用说 这就是他一直使用的 原因肢体的女子 修炼的的阴毒掌法 然而这掌法一出 他的法相瞬间升起 金色的佛力 大大的压制了那一张的怨力 然而 尽管压制了大部分 可是剩余的这一部分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身上 噗 瞬间他被击飞 血喷了一大片 公子 苏香感受到他的历劫 赶紧出来 手持长剑 一道道的寒芒劈出 将三人逼退了 嗯 又是一个偏神 而且 还这么美貌 真不错 那五长老看着苏香直流口水 真不错 宗主 此女我要了 冰雪龙武 这是苏香参悟的神通 他神海飞出一条冰龙 飞向了三人 彻骨的寒气 弄得三人很不舒服 这 龙珠之力 果然 不愧是上古神兽 怎么办 这条冰龙看起来很凶残啊 此时的张不凡 进入了时空轨 在急速地恢复着身体 啊 我们不是 有个离火术吗 一起用出来 三人手掐法诀 从他们的指尖 射出一股力量 射向了天空 瞬间 天空如同落下火雨 冰龙在这火雨之间 艰难地飞窜 没几个呼吸 他就坚持不住了 化成一颗龙珠 回到了他的神海 哈哈 你的冰龙差点火候啊 妹妹 抓了他 老五猛地抓向了苏香 然而在苏香掌控了空间法则之下 他竟然抓不到 哈 你倒是来抓呀 苏香只想拖延点时间 给里面的张不凡 多留点疗伤的时间 问 杜万灵施展了神魂攻击 直接刺向了苏香的神海 这几人的神识 都比苏香的强太多 他忽然感觉到一阵的恍惚 我来了 小妹妹 那老五伸出一只大手 朝苏香抓来 这下 他还真是灭有余力躲避了 鸿蒙剑绝 开疆 张不凡关键时刻出来 展出了这目前来说 他最强的一招 啊 那五长老的身体逐渐虚幻 最终也只能勉强地撑住 糟了 老五恐怕没什么战力了 那怎么办 将他的元神吞噬了 来增强我们的战力 这是最好的办法 说着 杜万灵就一把抓住五长老的身体 一口吞了下去 宗主 不要啊 然而 他目前真的太虚弱了 勉强偏神初期的战力 根本拦不住他们两人 杜万灵的气势 一下子恢复到了全胜状态 老五 这一宫我会给你记上的 等后面杀了张不凡 我回去 给你立金身塑像 杜万灵到 宗主慈子很邪门 刚刚明明重伤逃离了 现在才几个呼吸 伤势竟然完全好了 曾庆安说道 M 嗯 看出来了 很可能慈子身上 还有其他的时间法宝 这下 咱们可赚大了 哈哈 杜万灵反倒是觉得 情况更好了 比他预料中的收获还大 张不凡出来后 苏香立即回去疗伤了 尚务必尽快杀了此子 以免夜长梦多 二人没有神器 只能用身法 或者拳掌类的武技 所以说 他们的战力 下降了一个大境界 这一掌 大长老的绝学 一套掌法 非常强大 巨大的手掌 遮住了日月星辰的光辉 给人的压迫感非常强大 好那我用一招残阳脚 二人的合击非常强大 一上一下配合的贴合到位 无边剑意 张不凡用原尊剑 挥出一层层的剑意 朝着二人的翼掌和翼角滑来 足足挥出了几百剑 然而依旧没有抵消那威势 怦怦朝着张不凡砸来 噗 他再一次受了伤 虽然并不严重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单独的比拼战力上 他是落入了下风 那就比比法则之力 时空禁锢 开疆一 禁锢了时空之后 二人身体顿时一正 不过他们当即意识到 有危险要来了 防守 二人连忙寄出一层层的防御罩 足足几十层 纯粹的神灵力组成的灵气罩 非常的强悍 张不凡的建议 即便一层加一层 如同海浪一般的 足足有几百层的叠加 但是最终只是勉强 破开了所有的灵气罩 二人的神魂 硬扛住了这一击 略微的轻伤而已 不过这已经令他们 十分的惧怕了 也就是 如果这样的攻击来上几十次 他们恐怕就得与命这局分身了 然而张不凡这样的攻击 也就是仅仅能几次而已 剩余的威力可就没有这么大了 二人即便受了轻伤 但是面对着张不凡 还是得装作完全不惧的样子 哈哈 小子 你还有更强的吗 你的混沌番不是很牛逼吗 拿来 用一用 前面就是你的家乡吧 这一战 你要是败了 那 前面可就保不住了 哈哈 这也是令张不凡最恐惧的地方 剑木神术 当时你抽我的时候 不是很牛吗 去给我抵挡一波 剑木神术 忽然从神海中出来 神形迅速地变大 足足几千万里 横跟在星空之中 这 难道是 传说中的剑木神术 只是可惜 没有成长起来 哈哈 剑木神术身上的树枝 突然凭空地穿透空间 击打在二人的身上 砰砰 这 好厉害 即便是幼年期的剑木神术 二人狠狠地挨了一鞭子 他们的神魂一阵动荡 气息减少了几分 随后剑木神术不停地抽打 宗主 得想个办法 不行就寄出那江山设计图 不行 他的混沌番还没有出来 我们的底派也不能出 否则 我们就步步被他拿捏了 对了 剑木神术他再厉害 也属木 我们用本源的魂灵冷火 去攻击他试试 二人似乎想到了办法 面对神木的进攻没有躲闪 而是寄出一团团的蓝色的灵火 朝着神术打来 开始神术还躲避了几次 随着他们寄出的火焰越来越多 剑木神术果然还是中招了 火焰燃上一根树枝 迅速地在他身上蔓延 剑木神术搜得一下子变小 缩进了他的神海中 嗯 你这个家伙 还真不是攻击型的选手啊 的确 剑木神术是辅助性的空间类法宝 用他来进攻 确实不是他的长处 哈 小子 你手段不少啊 还有什么手段使出来吧 此时的苏香已经疗伤完毕了 如今两人对两人 张不凡的压力小多了 宗主 咱们如今还有什么底牌 主要是神器用不上 太郁闷了 虽然神器用不上 但是我有神兽辅助啊 哈哈 嗡嗡嗡 一阵阵的嗡鸣声 他的神海中 飞出了上千只的是神椅 这 这么多 之前遇到一只都头大 火系法则 青莲地心火出来 小飞虫最害 怕火焰了 然而这些是神椅 似乎和之前的那只不一样 这些是神椅 主观上是完全不怕的 但是不代表火焰 就对它们没有伤害 嗡 一些是神椅 竟然穿过了火焰 虽然翅膀被烧掉了 但是凭着惯性 还是冲进了二人的神海 啊 苏香大叫一声 近时空鬼 张不凡的神海内 也有十几只 但是它的神海无比的强大 不过上次 就因为这一只小虫子 就弄成了这样 可是如今它不一样了 神海强大太多 它完全可以 力强大使神魂 来斩杀这些小虫子 但是现在它顾不得了 得先解决苏香的问题 二人进了时空鬼 时空鬼快速地 在星空中穿行 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可是它们的速度 完全急不上时空鬼 失去了控制的时空鬼 在这些星域中的 一颗荒芜星球落下来了 张不凡在时空鬼中 帮助苏香来 清理这些小虫子 一时半刻的 倒是还没多大问题 但是足足十几只虫子 在神海中破坏它的神海 张不凡足足花了十日的时间 才将这些东西 完全地清理出来 他自己的问题 也变得颇为严重 随后又花费了 自己好几日的时间 将自己神海中 是神医给清理出来 神魂足足耗费了七成 这 神魂消耗了这么多 战斗时可是吃亏的 我要是能炼制 神级的神魂丹就好了 那个小子 不是还在我时空鬼中 关着的吗 不过 就算他有丹方 也没有药草啊 他想起了那个偏神 还在被自己关着 不过他 还是来到了此人面前 小子 我问你 你们神界有没有什么方法 来增加神魂 那人已经害怕了 张不凡的手段了 基本上是有问必答 当然 最好的办法就是神魂丹 可是你们这里是没有的 那就说个 我这里能做到的 张不凡冷声说 还有个办法 就是我这里有个练魂诀 当然这个恢复起来很慢 少废话 快给我 这家伙的神海中 飞出一步功法 祖神练魂诀 这个练魂诀 你自己用过吗 啊 没有 这是我之前不经意 从别人的戒指中发现的 但是我自己练不成 看来也只有试试了 反正时空鬼里的时间足够 外面 这个荒芜的星球上 二人已经找到了时空鬼 但是诸多的攻击下来 他们竟然都没有任何办法 张不凡 我知道你就在里面 你 的确 我们拿这个破东西 没有办法 但是 你仙界的其他同族 恐怕就遭殃了 张不凡自然听得到 但是没理他 反正仙界他能装的 有点关系的 都进了周山秘境了 就算剩下的仙界之人都死了 有秘境中的这些 仙界的未来还是有的 此刻的张不凡 坐在菩提树椅子上 参悟那练魂诀 祖神练魂诀 和他之前用的观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修炼路子 这套练魂诀 是在神海中 形成一个阵法一般的漩涡 这个巨大的漩涡中 从天地间吸收一种特殊的灵器 来补足神魂力 哈哈 小子 你是真的不在乎这些人 杜万灵在外面干吼 好 好 你不在乎是吧 大长老 咱们反正也还要抓人 那就将他们仙界的原鹰女子 全都抓走吧 怎么样 哈哈 张不凡不为所动 在菩提树之下 他的脑子非常的清醒 因为他知道 自己如果此时出去 被他们因死 仙界的人一样不能保全 所以 这些都是他们的手段而已 他是要将神魂力恢复如初 甚至超过了原来的神魂 张不凡的神魂 便强得越来越快 仅仅时空轨中十年的时间 他就恢复了原来的水平 又过了十年 他竟然已经是原来的两倍强度了 二十年 外界估计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 他刚想出去 公子 你看 你看看这个果子 还记得吗 当时在神迹中发现的这棵果树 我们当时已经摘过三棵了 现在竟然又长出来了三棵 啊 还真是 我记得当时一棵果子 能让我们快速晉升呢 这里有三个 你试试 张不凡也没有客气 直接将三棵果子一起囤下 偏神六层 直接飙升到了八层 非常不解的是 他的分身 竟然也跟着一同进阶了 啊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分身竟然能有这样的作用 要是他也修炼 会不会让我也进阶啊 不过 暂时他不管这个了 此时的时空鬼 被他们握在手里呢 二人在上天狱 抓着那些原因之体的女修 不过难度比他们想想的大了很多 因为或许是已经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这些女修都藏得严严实实的 一炷香的时间 他们在目光所及之下 竟然没找着一个 就算是有女修 也都不是原因体了 混账 混账 怎么会一个都没有 宗主 反正没有 那就干脆毁了这个星球不完了 这些还在仙界的修士们一听 立即着急了 毕竟他们还在 还想在这里生活 要是真把这个星球毁了 那可怎么办 前辈 前辈 且慢 且慢 一个先尊敬的老者 立即迎上来 不知道几位前辈要找什么 我们可以代劳 只求前辈给我们留一些生存的空间 二人一愣 这也倒是 我们找不着 他们肯定知道啊 嗯 我们要找原因之体的女子 你们这个星球 要给我们凑够五十万 方可无余 五十万 还是原因之体 这 这 他这才想起之前的那次浩劫 就是因为来抓原因之体 自打上一次来了之后 现在大家 几乎都把自己的女儿 藏得严严实实的 恐怕就是杀了她们 也不愿意交出自己的子女吧 这 这 能不能少点 前辈有所不知 自打两年前 一个人来到我们这里抓人之后 家家户户的 都把原因女子藏了起来 有些藏经秘境反正 是很难找的 嗯 这 二人商议了一番 反正就是把这个星球毁了 他们也得不到这些女子 那就少点吧 好吧 二十万 如果你们能凑齐二十万 这个星球 我们就放过了 如何 好 好吧 不知道要多久呢 一个月时间吧 他们觉得 已是神医对他们神魂的伤害 别说一个月 就是十年都不可能恢复 好 好 晚辈一定尽全力 张不凡自然将这些听在脑海 但是他也不怪这些人 毕竟为了活着 牺牲一部分人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过这其中必然充满着血腥 看来可以给他突然的一击 想来想去 张不凡还是决定用鸿蒙剑决的开疆 同时施加时空法则之力 加上死亡之力 就不幸不能重伤他们 不过这次 他打算叫上黑衣分身 分身没有原尊剑 便拿了一柄普通的三级神剑 来 准备好 一 二 三 斩 二人从里面忽然出现 斩出这只墙的一剑 哄 二人哪里能想到 张不凡这么快就赶出来 而且还是两人 两个一模一样的张不凡 连气息都一模一样 除了一个是白衣 一个是黑衣 躲之不及的二人 结结实实地 还了这么一剑 二人的气息竟然减弱了一半 糟了 闪 原神分成 来到数十万古 消散栽在了整个上天狱 这 原来他们逃跑起来 还真是棘手 张不凡道 毕竟他们是神魂体 二人的神魂 消散在了天地间 这 麻烦了 这壳子怎么找啊 公子 他们神魂受了伤 没有丹药 没有了时间法宝的加持 就是恢复 也不是短时间内能恢复的 咱们要趁着这段时间 来增加实力 你觉得呢 而且 咱们的飞升之力 越来越强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压制 公子 周山秘境里 不是有神霄宗的长老们吗 或许他们有办法 暂时压制衣衣下 不然这么强的飞升之力 恐怕会影响后面的战斗 说的也是 进了周山秘境中 找了神霄宗的几十个长老 诸位长老 你们有哪个是最擅长阵法的 张前辈 我 倒是略懂 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 如今已经感受到了 飞升之力了吗 你能不能布置一个阵法 来替我阻挡一下 这飞升之力的感应 哦 这个啊 我试试 之前从来没有布置过这样的阵法 但是院里是相同的 无非就是隔绝阵法而已 那行 那就麻烦长老了 张前辈 您这就客气了 如今您可是为了我们所有人 我们尽点绵薄之力算什么 这个问题暂时交给这个长老去办 剩余的时间 他们应该是比较充足的 希望修为能再进一步 此时的万灵宗内 那赵德宝围在了阵法旁 后面试试十几具尸体 哈 老梁 干得好啊 从此以后 你就是这万灵宗的表面上的宗主了 二长老 梁无印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是的 赵楼主 不过万灵宗以后永远是珍宝楼的 哈 我也永远跟随赵楼主的脚步 现在 我们有一事要做 就是那混沌饭 在下界 我们去抢更容易 一旦被杜万灵带到神界 那可就麻烦了 抢他的人可就多了 所以赵楼主是想 我这里有五个阵法 都是已经搭建好的 而且 真正的江山设计图 可在我这里 哈哈 之前杜万灵得到的那个 只是个赝品 哈哈 哈哈 所以 下去的这几人 必死无疑了 当然 我们这次拿着真正的江山设计图 然后五个人 肯定能将那混沌番给弄来 至于杀了张不凡什么的 我们没兴趣 我们只要东西 哈 好 好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界呢 这 还得等一等 一年后吧 因为其中三个阵法使用了 得冷却下来 呃 好 好 一年时间 眨眼而已 秘境内 那长老将阵法做出来了 张不凡试了试 嗯 可以 挡了五成的力量 如果作用可以再 强一点就好了 这个阵法只是粗浅的 后面我还能改进 好 辛苦了 因为后面我肯定还得提高境界 到时候飞升之力会更强 所以 你的阵法再强一点就好了 此刻外面 杜万灵和曾庆安 二人 藏在地下一个几千米的洞穴内 正在用神魂法诀 恢复着神魂之力 宗主 咱要是恢复到 九成要多久 恐怕没有个七八年是不行的了 谁想到那家伙 有个这么强的分身 和本尊简直一模一样 真是奇怪了 天地间有这样的神通吗 二人在地下恢复着 张不凡如今是这么分配的 他让分身修炼 自己去找杜万灵两人的气息 在找遍整个仙界以后 终于有发现 他没有着急 而是回到了秘境中 跟苏香商量了一下 苏香 一会儿我们主公 会在外面用时空法则封禁 然后用火系法则 补上一层防御 如果有逃脱的 你在外面给我截杀 行 张不凡和分身利用土之法则 一瞬间出现在了这二人面前 斩 二人还在恢复 哪里能想到 这么深的地下 还有神魂力能下探到 也多亏了他这些时间 神魂力大涨 这才能下探这么深 二人再次使出这一盏 张不凡觉得 似乎又不一样了 具体哪里不一样 他说不清楚 似乎和法香有关系 你 张不凡 你竟然能找到这脸 二人再次化成无数的神魂力 逃离开了地下 不过刚到上面时 一层层从火海 又让他们再次受创 你 你这是要斩尽杀绝啊 好啊 江山设计图 给我出 那杜万灵最终决定 使用江山设计图 此图一出 顿时周围的各种法则和神通 一律停止下来 哈哈 张不凡 这回轮到我们了 哈 死来 二人将神石合拢 变成原来的轮廓 不过气息 只有后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这 这是什么神通啊 竟然将我们的所有招数都压制了 他和分身沟通着 斩 二人用尽神通绝招 朝着张不凡和分身打来 哈哈 这下 你们变成鱼肉了吧 不过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江山设计图猛然崩碎 张不凡的所有神通 恢复如初 再给我斩 这种情况下 二人的那点攻击力 显得微不足道了 开将强大的剑芒 将二人最后的神魂 劈成粉碎 随之被火焰烧成虚无 啊 饶命 饶命 二人的元神 在火海里面 发出凄厉的惨叫 神界万灵宗内 嗯 他们 分身死掉了 分身死掉的这二人回过神来 一口鲜血喷出 怎么了这是 赵楼主 名在这里啊 我们 被杀了 那小子他强了 但是 您的江山设计图 怎么到了一半 突然崩碎了呢 赵德宝看着杜万灵 如今他的修为 只有正神巅峰了 足足降了一个大境界 因为 那是假的呀 什么 假的 你 扑斥 赵德宝的手中 出现一柄黑色的锥子 直接插进了他的丹田里面 赵德宝 你 曾庆安岸边 也被二长老一箭穿透了丹田 杜宗主 说说那边的情况吧 或许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于是 杜万灵只好将去到仙界 遇到了张不凡的事情 说了一遍 仙界 二长老 我们有仙界的坐标吗 有 有 之前有人去过 哈 好 那我们就送二位一程吧 二人同时动手 瞬间将杜万灵 和曾庆安拍成了血 仙界 那小子在仙界 哈哈 仙界 哈 终于把这一波挡过去了 张不凡方 放心下来 不过总觉得 事情有点过于的顺利了 他们最后使出来的宝贝不应该 自己崩碎了呀 对 这其中怕是有蹊跷 苏香道 对 看来 他们内部是出问题了 既然如此 你猜是为什么 二人在猜测 因为他们的猜测 是关敌人下一步的行动 难道 是为了混沌番 你看这此地三人移下来 首先就拿着混沌番为条件 所以 他们这里面 想要我混沌番的不止一人 而这混沌番 一旦到了神界 他们肯定就很难得手了 所以 一定得是在下界率先得到 张不凡说道 所以 他们下一波 还会有人来 至于什么时候来 第一步是来到哪里 还不好说 是仙界 还是伟神界 但是他们 只有在仙界等着 因为最终的战场 还是得在这里 张不凡才受益最大 此时 赵德宝一众人 就等着阵法冷却 可以一次性下来五人 距离这个时间 还有八个月 而下面的张不凡 觉得自己 还可以在法香上面 再次参悟一下 虽然他连参悟的方向 都不知道 但是越是这样 越让他觉得法香的神秘 除了法香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丹田 他总觉得 自己的这个星河丹田 所以他打算剩下的时间 就专门打算参悟这两样 他做到了菩提树下 开始参悟这两个东西 法香 如今的法香是精深 当然他知道 这是得益于那经佛 连台如今的连台浑然一体 和端座闭幕的法香一样 看起来祥和 端庄 慈悲 连台上竟然有字 我之前怎么没有注意过 这上面的字 阿玛那巴米欧 啊 张不凡刚念完一遍 顿时觉得 神魂都在震战 啊 这是什么声音 怎么念出来就如此 恢弘有力 每念一遍他都觉得神魂一阵激荡 但是每念诵一遍法香 都更明实一点 而且不只是法香 他的神魂 在以更快的速度再加强 这 有点意思 六个字竟然有如此神奇的效果 仅仅是这六个字 他在里面一读就是万年 他已经觉得这个法香 已经无法再进步了 而且 神魂已经强了千倍万倍 现在该是丹田了 这丹田如今是个非常大的星河 这星河自打他度过神节 还在以很快的速度再增长 你这个 会发展成什么状态啊 难道我让你再次大量的吸收神灵石和灵气试试 于是剩下的时间 他就如同修炼一般的把这个星河填满 他看看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 他把所有的加速吸收灵气的方法都用上 丹田的星河壮大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大 五千年后 星河终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如同一个充满了气的气球 再吸收一点就要破了一半 又是一千年过去 终于 这次的星河没有扩大 因为它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地步了 哄 炸了 星河终于炸了 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废人 而是 而是又强大了的感觉 这股爆炸的气息 直接将他的修为给顶到了偏神巅峰 飞升之力越来越大了 阵法的压制 还真是不怎么管用了 这样的丹田 感觉就是一点点的星海啊 这难道才是星沉绝的最终形态 盯着这无尽的星海 他觉得 下一次的提升 不知道需要多少的灵气呢 他已经忘记了 过了多久了 周周 外界已经多长时间了 距离上次战斗 八个月了 八个月 加上上次寻找这两个老家伙 岂不是快一年了 他神石放出去 外面没什么事发生 看来敌人还没来 希望是最后一次了吧 要是再来一次他 真的有点顶不住飞升之力了 胡长老 你的阵法有没有再次改善 张不凡一闪 来到了神宵宗那个阵法长老那里 张前辈 马上 哈 马上 这次的改进要是做好 比起之前的效果好 十倍不止 哦 是吗 还要多久 快了 最多还有七日就能完成 这里面的七日 外界几乎就是眨眼间 好 好 他找到了苏香 他也已经到了偏神六层了 自己的分身 果然和自己保持了一个进阶的速度 同样到了偏神巅峰 这下 应该更有把握了吧 时间如白鞠过戏 万灵宗内 时间到了 哈哈 冷却完成了 嗯 二长老 输入坐标 我们去先见 于是这赵德宝 二长老梁无印 以及另外的三个他们的长老 同时进入阵法 随着阵法的启动 五人面目一致 分身便已经下界了 五人经历时空的穿梭 原本他们以往都顺利地穿越 这次却出了事 其中一个长老的分身 直接粉碎在了虚空中 也就是如今 他们只有四人了 四人出现在仙界上空 前面就是仙界了 赵楼主 嗯 很好 怎么样才能引那张不凡出来呢 这个太简单了 直接喊一声不得了 梁无印冲着仙界的地狱 大声喊了一嗓子 张不凡 你不出来 仙界可就受到无妄之灾了 果然 又来了 周山秘境中的张不凡 听到了叫喊 立即闪声出来 四个 正神巅峰 有得打了 你是张不凡 赵德宝问道 不错 是我 这样 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办完就回去 绝不给你的星球添麻烦 你也是要混沌番 哦 哈哈 看来你也觉得 混沌番不应该属于你 那就对了 怀必其罪的道理 大家都懂 张不凡哈哈一笑 我怎么知道 这东西 你们得到之后 不会继续对我们不利呢 万一这宝被我教了 你们还要杀我 我岂不是一点保命的底牌 都没有了 小子 你有的血吗 不叫我们就杀人 还要毁了你的仙剑 梁无印威胁道 得得 我教我教 既然有这个机会 他自然打算顾忌重施 能伤几个是几个 给 张不凡丢出一个盒子 故意丢给了那两个 气息较弱的长老 哈哈 这二长老 您来 他们还是给了梁无印 赵楼主 您先看 赵德宝满意地笑了笑 张不凡此时 已经开始叙事了 他打算里面的阵法 和自己的剑芒一起劈过去 这样的效果 估计才能最佳 碰 阵法爆炸了 开疆 张不凡剑芒紧随着爆炸而至 哄 剑芒斩在了四人身上 四人的气息微弱了许多 只有原来的七成吗 你找死之一起上 赵德宝非常气恼 这小子 竟然敢耍他 四人身形一阵飘渺消散了 再次出现 围在四个方向 从前后左右 朝着张不凡拍来 四个掌影合在一起 噗 张不凡一口血吐出来 法香佛指 如来 今生法香 瞬间将四人的气势压了下去 这个法香犹如实质 可比开始凝视多了 哄 巨大的指引 犹如天柱一般 砸向几人 啊 四人闷哼一声 气息更弱几分 这是什么神通 这一下子耗掉了我四成的神魂力了 赵德宝很无语 赵楼主 用你那宝贝神兽 好趣 是神医 一群是神医 朝着张不凡咬来 又是这个鬼玩意儿 而且 这次更多 张不凡简直对他无语了 上次被咬花了好久才恢复 漫天花雨 简易行漫天的花雨 收割着这些小家伙的性命 啊 赵德宝与他们神魂相连 每死一只他都有感应 砰砰砰 啪啪啪啪 最终几万只的是神医 竟然尽数遇难 幻影魔龙 赵德宝怒喝一声 一只如影子一般的黑龙 从他的神海飞出 嗡 张不凡的神海一阵激荡 若不是这些年 又提高了神魂力 他估计这黑龙一撞他 都能晕倒的 一起上 弄死他 赵德宝大喝 于是四人配合着黑龙 一起攻向了张不凡 砰 一只冰龙竟然与他们的黑龙 撞击到了一起 苏香的身影出来 猛地出现 一见又两个长老重伤了 紧接着 一个一模一样的张不凡出来 一拳打在这两个长老身上 他们的气息只剩下了三成 随后二人化成烟雾散去 赵德宝和梁无印 同样化成烟雾散开 神识仔细一点 小心他们偷袭 张不凡喊道 砰 话音还没有落 苏香挨了一拳 鲜血都喷出来 苏香祭出的冰龙也受到了影响 被那黑龙一口咬断了脖子 三人对四人一龙 打得非常吃力 而且 他们的伤势也在不断地增强 再看这四人 似乎神魂力还恢复了些 混沌番 杨晨拿出混沌番 一摇天地变 这质宝终于出来了 哈哈 马上要变成我的了 江山设计图 原本天地开始变色的 上一次的经验 是这样的天地变色 对于敌人来说 是致命的攻击 但是这次没有 赵德堡的江山设计图一记出来 一座绵绵不断的大好河山 将动荡的天地变色给压住了 他们的攻击没有效果 进攻 这四人同时在发起反攻 分身 和我一起鸿蒙剑绝 开疆 分身迅速地配合 然而他们的剑招 竟然被江山设计图压制得死死的 连剑盲都发不出了 完了 他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竟然将我们的神通都压制住了 分身急忙说道 用法则 试试法则之力 于是 两人只得使用出全部的法则之力 来应对原本就比较落后的局势 但是他们发现 即便是法则之力 也弱了非常多 三人艰难地应对着 对方的四人越来越有信心 赵楼主 你这真是好宝贝啊 哈哈 有这东西 弄死这四人 还不是早晚的事吗 哈哈 那就抓紧 这江山设计图不是一直能用的 每一个时辰 需要冷却一日的时间 赵德堡连忙解释 事实上 他们已经使用了半个多时辰了 张不凡三人的伤势越来越重 公子 这宝贝的有效范围 肯定不是无限的 咱们离他远点试试 苏香道 好 好 闪顿 三人的空间法则 在仙界都是圆满的 所以想逃离非常的容易 进时空鬼恢复一下 那宝贝太厉害了 三人躲进了时空鬼 时空鬼就如同虚空无数的碎石 一样飘着 追 他们跑了 这江山设计图 怎么就不能完全压制呢 赵德堡也很无语 原本以为有了江山设计图 能压制他们的神通之后 应该很容易就将他们斩杀 谁知却不能压制法则之理 三人急速地追去 然而他们的速度本就慢 早已经没有了人影了 这 怎么又跑了 这一下可怎么办 梁无印三人着急了 你以为我珍宝楼的楼主是白当的 等着 他的神海中 又飞出一只雪白的小鸟 小白 刚当那几人的气息 你熟悉了吧 去找出来 此时的时空鬼中 三人在里面恢复 原本也不是什么本源伤害 所以恢复得挺快 外界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们已经完全恢复了 而他们还没有出来的原因就是 他们目前对于那江山设计图 依旧没有任何办法 刚刚逃离的时候 他们大概地测算出了 那法宝的威力范围 在二十万里之内 如今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他们在二十万里之外进攻 然而这么长距离的进攻 恐怕也会减弱非常多 何况虚空中无数的碎石都会阻挡 我试试布置一个阵法 这个阵法算是二级的神阵 等级不高 但是里面 我施加死亡法则之力 张不凡道 其实他是直接用一个 之前得到的二级阵法加以修改 在各个阵角中 加入了死亡法则之力 希望能对他们造成伤害 这边的四个人 随着小鸟的飞行方向 去寻找张不凡的踪迹 一个时辰以后 这只小鸟在一个一片碎石堆中停下 仔细地翻找 这里面的一块碎石 嗯 什么意思 小白 这碎石中怎么会有 你看 这个石头不一样 嗯 这个不是石头 这是个神器 赵德宝不愧是见过无数的珍宝 一下子认出了 这个石空鬼不一般 这是 难道是个空间宝贝 他们几人就藏在里面不成 很有可能 攻击他试试 石空鬼中 张不凡在抓紧布置阵法 外面的几人对着这石空鬼 又是水烟又是火烧 最终也无可奈何 这又是什么东西 难道比混沌番还要高级 也是个宝贝啊 只是已经有主了 必须把主人杀死才行 赵德宝的眼神中 全是贪婪和狠利 好了 好了 石空鬼中张不凡大叫一声 如何施展阵法 这个很简单 直接丢出去 还不影响你们 等他们在阵法中死去活来时 我们再突然袭击 好 好 外面的赵德宝 还在研究如何破解这个法宝 忽然阵法中光芒一闪 一个宽宽几百里的阵法 在他们周围铺开 二级神阵 困龙阵 一个仙界的家伙 竟然有神阵 赵德宝说道 糟了 我们被困住了 二级而已 我们几个正神巅峰的修为 打不了几下就能破解 张不凡等的 就是他们进攻 只有进攻了他 隐藏的死亡法则 才能被击发 哄 几人的进攻 让阵法 一阵的晃荡 悄然间 死亡法则之力 已经开始蔓延了 不对 不对 我们的神魂在变弱 而且弱得很快 梁无印慌了 是 啊 是啊 我们也是 两个长老也神色紧张 是时候了 斩 分身用出开疆 本尊用的是佛指如来 苏香用的也是剑招 毕竟此时没有了 他们那法宝的压制 吃吃吃 吃吃 攻击划过他们的神魂 赵德宝四人的神魂 更弱了些 使用本源魂计 汽车宝帅 逃出去 不然真就死在这里了 这是神界的一种 最后的逃命的方法 哪怕是真身 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舍掉大部分的神魂 和全部的肉体 逃走一丝神魂 最后慢慢恢复 这 真的要这样 我有一个进法 可以吸收别人的神魂 下面不就是仙界吗 哈哈 咱们去那里吃个饱 好 天地慈悲 万法普渡 以魂为影 速速逃离 是 这四人竟然来了个壁虎断尾 逃离出了这个阵法 他们逃了 张布凡出来 神石放开 往仙界上天狱去了 追 他们肯定有目的的 嗯 就是 神魂损失了这么多 肯定是去补足神魂 那仙界岂不是遭殃了 我们得去将他们找出来 于是 变成了三人在后面找 那四人在仙界的四面 隐藏进了地下 开始使用赵德宝的禁法 来吸收整个仙界修士的神魂 唯一放心的是 仙界的强者天骄 都在周山秘境内 剩余的老弱病残 他们倒也不担心 不过担心的是 对方变强 他们变强了就麻烦了 三人分头找 他们如今示弱的一方 肯定隐藏得特别好 上天狱的星球不算小 而且剩下的修士 也有几十亿 翁麻的败咪哦 张布凡再次送念着六字 神魂瞬间高涨 不光是他 六字竟然传遍整个星球 让那四个 正在施展禁法的神魂 一阵嗡鸣 找到一个 张布凡瞄准一个方向 祭出清廉地心火 和空间法则之力 封进了上面的空间 这家伙果然是躲在地下 嗡 他一个闪身进入地下 如来 一指戳下去 那残魂已经强大了不少了 不过被这一指 又削弱了不少 啊 你 张布凡 我们宗主不会放过你的 那家伙剩下的一丝神魂想逃离 却被地面上的火海 给彻底地烧成虚无了 第二个 此时第二个神魂 正在被分身进攻 毕竟分身拥有一切张布凡的神通 一斩查之后 第二个长老也被分身斩杀了 梁无印和赵德宝 藏得非常深 找了几日 竟然没有找到他们的身影 三人合身一处 这下糟了 这几日都找不到他们 恐怕这两个家伙 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 公子 找不着可怎么办 嗯 仙界不是还有人吗 我们可以让他们帮忙 嗯 你的意思是 这家伙在恢复神时 而恢复神时 最好的办法就是吞噬 之所以没有感觉 是因为他们每个人身上吞噬一点 所以没有感觉 但是只要仔细地感受 就能感觉到神魂在衰减 所以我们让他们自己感说一下 嗯 这倒是个办法 将二女 仙界的修士们听着 如今有两个怪物 正在吸收你们的神魂 你们现在需要仔细感受 你们的神魂如果减少了 就在天空打出一个灵气弹炸开 我就会过去捕捉那怪物 张布凡的声音 想在每一个仙界修士的神海中 是 张仙帝 张仙帝没有放弃我们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 这两人立即停止了吞噬 就怕被察觉 两长老 速来我这里一趟 梁无印寻着赵德宝给的标识 二人合为一处 赵楼主 六长老和八长老 肯定是已经遇害了 我给他们传音都没理我 嗯 不管他们了 我们俩依旧能完成任务 哦 好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赵德宝眼中充满了脚侠 我现在要布置个阵法 可以吸收他们的神魂之力 你看看 这赵德宝手中出现一个阵盘 微微地闪着亮光 哦 这个真能吸收他们的神魂 我看看 梁无印接过来 此时的赵德宝阴险的一笑 手掐一个法诀 打在阵盘上 瞬间阵盘金光大作 梁无印的身体 似乎经受着巨大的痛苦 一点点地被这阵盘往里吸扯 赵楼主 赵楼主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吸掉你的神魂 然后让我变强 这样才能对付那张布反 等我回去会补偿给你的 放心啊 要知道这个分身他 如果死了 自己的本尊的境界 会掉一个大境界 那损失可不小 答应我的 要说话算数 放心 而此刻的梁无印想的是 只要他神界的本尊清醒了 那就直接干掉赵德宝的本尊 这样他都有机会吞并珍宝楼 几个呼吸后 梁无印在神界醒来 他看到其余两个长老的身体 竟然已经在地上躺着了 六长老 八长老 你们怎么了 就在他蹲下查看两人的情况时 一柄长剑寒光闪过 将他的脑袋斩下 M 原神刚想逃 又被一朵灵火焚烧殆尽 赵德宝 你好狠的心 他哪里想到整个过程自己也不过是个棋子而已 妾 就你个老家伙 还想当宗主 杀他的是赵德宝的一个得力手下 先见 赵德宝吸收了全部的梁无印的神魂 让他的分身到了一个非常强大地步 竟然开始渡神节 直接到了神将一层的修为 哈 张不凡 你他娘的 哈 老子现在要吃了你 赵德宝又觉得自己行了 飞出来主动招惹张不凡 三人迅速地感受到了他的位置 他 好像进阶了 公子 嗯 感受到了 按照他们说的 神将修为了 咱怎么打 围攻他 反正他就一个人了 好 上 张不凡 就你们三个蝼蚁 还想围攻神将镜 简直吃心做梦 让你们感受一下神将的威力 拍天掌 这家伙一掌拍下来 碰 巨大的掌影压制着他们 竟然连空间法则都没用出来 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掌 扑扑 三人大口地吐血 好强 你俩顶一下 我要使用混沌番 需要两个呼吸的时间 张不凡道 拿出混沌番 三摇 日月摔 哈哈 江山设计图 镇定 这家伙立即抛出江山设计图 原本日月倒转的天地局势 戛然而止 哈 怎么样 怎么样 如来指 两个张不凡同时使用如来指 So 赵德宝竟然身心猛地消失 原本他们无法顺移的 到了神将修为竟然可以顺移了 这 无法攻击到 哈哈 拍日月 赵德宝再次施展他的神通 朝着三人拍下来 啪啪啪 巨大的手掌将三人一同拍下 苏香的身体竟然当场炸开 原神飞出 张不凡也不好受 全身的骨头几乎都断了 瘦 他忍痛将苏香的原神收起来 此时唯一的还在战斗的 身体最结实的 就是钢铁之躯的分身 神魂之矛 分身决定从神魂入手 由于被江山设计图压制 他施展完神魂攻击以后 身体化成残影 朝着赵德宝冲去 哼 就你 赵德宝挥出大手 身体瞬间胀大 变成了百米高的巨人 一把抓住了分身 用力捏住 咯吱咯吱 咯吱 分身完全变成了一堆废铁 失去了所有的生命气息 张不凡心中悲痛 毕竟那是他的原神所化 他浑身的骨头碎掉 恐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完全恢复 苏香的原神还在时空轨中 虽然他现在可以 直接躲进时空轨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口中默念六字真言 汪妈呢 拜米哦 反应震荡着天地 哈 死到临头了 还想着什么手段来 帮回这一局吗 没用了 汪妈呢 拜米哦 忽然他的法相升起来 高达千里 坐在金色帘胎中间 避着双目 啊 好强大的法相 赵德宝都不得不赞赏 他的法相确实非常强大 但是本尊已经伤成了这个样子 法相再强大 有什么用呢 那又有什么用 嗯 哈哈 赵德宝百米大的身躯 一把抓住了张不凡的身体 碰 他的身体变成了血污 而时空轨中的苏香的原神 一阵悲痛 他似乎有所感一样 公子 公子 时空轨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然而刚刚 张不凡给时空轨下达了命令 不准放他出去 时空轨 快点让我出去啊 此时的张不凡 的确身体被捏碎了 但是原神还在 哼 小小的原神 给我拍 赵德宝另一只手挥动 瞬间将张不凡的原神给拍散了 哈 哈哈 你的戒指 归我了吧 赵德宝顾不得那法相了 只要原神灭了 法相自然就灭了 这是天地规则 谁也不能例外 哈哈 赵德宝捡起戒指 对了 还有这个法宝 如今主人死了 你总能打开了吧 他拿起时空轨 又要打开 嗯 怎么回事 怎么还打不开 赵德宝抬眼看了看那 依然没有消失的法相 张不凡的身影正经微作 口中依然默念着六字真言 怎么可能 你都已经死了 发现该消散才对 为什么还活着 为什么 你死了 你要消散在天地间才对 赵德宝疯了 指着法相大骂起来 然而 法相并没有理他 依旧在那里 送念六字真言 哼 我就不信 我拍死你 赵德宝施展神通 让自己的身形变到最大 随后挥动手掌 准备拍向张不凡的法相 忽然那法相口中 停止了送念 金碧的双目 竟然缓缓地睁开 怎么 你睁开眼又能如何 你已经死了 哈哈 已经死了 你的元神都灭了 哈哈 法相不悲不喜 施主 很抱歉 我如今已经是无垢佛体 元神不死不灭 忽然 他的眼中射出一道光芒 朝着赵德宝巨大的身体射去 哼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什么东西 能不死不灭 我不信 M 然而 他的身体开始消散 临死前他不甘地吼道 张不凡 你早晚要来神界 等你到了神界 我让你知道我珍宝罗的厉害 哈哈 我在神界等着你 分身死掉后 赵德宝回到了神界 罗主 怎么样了 成功了吗 赵德宝的本尊恢复地清醒 噗 一大口血吐出来 王八蛋 糟天浅的 怎么可能 连我的本体都受伤这么重 混账 赵德宝感受着自己身上的伤势 不但没有弄到混沌番 反而丢了江山设计图 哼 张不凡 你等着 以你的修为 恐怕早就压制不住飞升之力了吧 此刻的张不凡 法相散去 逐渐地恢复成他的元神的样子 星辰铁 还是能用的吧 就用这具肉身了 他招手将星辰铁吸过来 元神进入其中 随后在一起进入时空轨中 公子 公子 你是分身 本尊呢 本尊去哪里了 张不凡没有理他 此时他正在融合这具钢铁之躯 十日后 他睁开眼睛 苏香也没有继续追问了 不过见他睁开眼睛 公子 你 是本尊还是分身 本尊 可是 你这个本尊 怎么是钢铁之躯了 啊 这 我的肉体被打散了 后面应该 还可以重新生长出 哦 那就好 要是这个身体 以后还 怎么 双修啊 你这个脑袋里面想什么呢 你自己都只是元神了 还想这些 唉 只要公子在 恢复身体 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家伙杀死了 嗯 杀死了 不过咱们接下来开麻烦可不小 进入神界后 恐怕一去 就会被他们追杀了 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 最起码 当前是活下来了 嗯 那就去神界闯一闯吧 神界 我们来了 不过咱们接下来来这些小菜的 是不过咱们还会